物都须回禀夫人 往日是夫人宽和 倒是纵得你们不知高低不分贵贱 你们是不把夫人看在眼里吗 我看到是未必 是不把我这个老爷看在眼里 他眉眼伶俐 发起怒来 底下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今天的事儿 很快就会传遍府里 周嬷嬷 钟书 这都是些什么人物 接连挨消 看来老爷 是铁了心要给夫人做面子 还要夫人管家理事 这个消息听在夕院人的心里 简直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 那叫一个欢心鼓舞 翻身浓母把歌唱 心情怎么能不激动呢 往日里出去 都是灰头土脸 不管是大厨房 还是针线房 谁都能给脸子 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 夫人脾气太软了 这下好了 以后看谁还敢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在众人都拍手称庆的时候 问题的核心 傅莹莹倒是 第一反应是拒绝 她虽然不知道 夫君为何突然做出如此大的转变 就算王嬷嬷和丫头们都劝她 可她心头还是一律重重 一个人 真的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吗 真的就因为她肚子的孩子 唤起了她的怜惜 往日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 突然就看在眼里了 为她打抱不平起来 真的这么简单吗 第470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8 夫人是心里觉着不踏实 临睡前 喝了药 王嬷嬷静身伺候着 才开口问 傅莹莹见到谢志妍的驾驶 并没有要留宿 着实松了口气 此时才放松了心神 嬷嬷 按理来说 应该高兴的 可我这心里面 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感受 索性王嬷嬷明白 毕竟是看着她长大的奶嬷嬷 有些心疼的 把她头发简单挽了一下 扶她躺下 您大可不必忧心 我老婆子从来不会花言巧语哄人 只是经得从我去找老爷起 一桩桩一件件的 老爷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您和肚子里的小少爷着想的 老爷外面的事情 桩桩件件 都是要他亲自过问的 或许家里面的事儿 也就没上心 这才让您受了委屈 以后呀 您就踏踏实实地 把心放回到肚子里 前头受的苦都是值得的 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王嬷嬷脸上带着笑 语气轻柔温和 老爷都亲自交代要您管家 这不正是信任的表现 信儿那丫头得了二十两赏银 震乐得找不着北呢 这可是老爷当着管家的面 给您做的面子 听了王嬷嬷的话 傅盈盈倒是心里安稳了一些 我只愿孩子好好的 这管不管家的我倒不稀罕 又说傻话了不是 我的好小姐 您怎么现在还莫想明白 当初您什么都不求 什么都不要 还不是被那边欺压的 王嬷嬷一时心急 有些僭怨 索性傅盈盈不在意 她叹了口气 心里面也都明白 你说的对 我忍让的时候 也莫拉着什么好 还差点害了孩儿 既然这次老爷 给我做了面子 我就接着 横叔对孩子只好不坏 这么想就对了 您啊 就是太好心了点 实魔委屈都放在心里 男人总是粗心的 你不说他怎么能知道 王嬷嬷放下杖子 躺在床下的铺盖上 今晚他首页 我冷眼瞧着 老爷真的不一样了 他心里指不定 多心疼咱们小少爷呢 说起来 还是咱们小少爷面子大 还莫出声呢 就能让老爷 身吃了老中管家 周嬷嬷 甚至连大少爷 都被当众责罚 以后啊 你有什么难处 就对老爷直说 再也没有 身受委屈的道理 王嬷嬷说着说着 都想乐 他自打进了府里 但凡有点脸面的 都比他高一头 还没见识过这场面呢 实在是扬眉吐气 心头畅快 傅盈盈躺在软枕上 手掌轻轻浮了腹肚子 似乎摸到了 硬硬的凸起 他又仔细地去摸 依然是原本的感觉 他不应该有什么 犹豫不安 无法确保夫君 对他的心意 他也不会去奢望 只要以后的局面 对他和肚子里的孩子好 他就会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其他的一切 都与他无关 一夜很快过去 有的人睡得香甜 有的人则辗转难眠 中书一晚上 莫怎么睡觉 一想到老爷交代的事情 头都秃了 大厨房那里已经半妥 前嫂子实在不冤 在他家里抄减出了 两大包珍贵的食材 还有不符合他月前的银子 审问之下得知 是他美美可口下夫人的奋力 要么上下打点 要么就卖出去换银子 天刚亮 就被小吴子 带人扭送官府了 全家人也都罚莫家财 赶出江州城去 这可是周嬷嬷的殷亲 拔出萝卜带出泥 大家族的奴仆 也都同气连之盘根错节 不过谢之言做事毫无顾忌 他才是主家 难道要看奴才的脸色 前嫂子就是那只鸡 杀了也就杀了 剩下的猴机灵的 就缩着脖子 老老实实做事 要是还敢伸头 那自然是手起刀落 这不 新上任的大厨房管事留绳子 一早就亲自带人给夫人 奉上早膳 要多精致 又多精致 要多补又多补 总之都是好东西 一看就是花了心思的 夫人还默契 王嬷嬷替夫人赏了留绳子 还被人拉着问夫人的喜好 吃食习惯等注意事项 态度那叫一个谦卑体贴 跟原来的前嫂子的皮笑若不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是会来事 这就是聪明人了 西院一派祥和 东院的气氛就差了些 谢苏宇挨了打 又头一遭被亲爹这么对待 自觉心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美貌体贴的丫鬟们哄了好久 才肯吃饭睡觉 带到他淒淒惨惨地睡醒 不料等待自己的将是更大的打击 你说什么 父亲让我搬到前院去 他看着眼前来回话的钟书 不可置信地喊道 老钟书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周嬷嬷拉着他 抱琴 思琪 你们还不服侍少爷更衣 然后扭头赔上笑脸 才继续问 钟书 咱们可都是老伙计了 这话 老爷究竟是怎么说的 钟书苦着脸 您是明白人 你说咱们都是 做奴才的 主子的意思 岂能违背 他这话一说 周嬷嬷就明白了 心里立刻凉了半截 昨晚上那一番闹腾 再加上今天直接让少爷搬院子 这是要给夫人立威了 用过早膳 就可以收拾东西了 我这边的人手 或者听嬷嬷调遣 老爷先一天之内搬完 望嬷嬷多多配合 不要闹到最后没了脸面 大家都不好看 钟书脸上为难 但是嘴上的话可一点不客气 冲着周嬷嬷拱拱手 布置好了人手就先行倒退 嬷嬷 怎么说的 是不是钟书看我惹了父亲生气 就要来落井下石 谢苏玉急匆匆地从里间跑出来 腰带都没有束好 身后的丫鬟急得追 哎呀少爷 我的小祖宗 腰带 腰带 少爷 接下来老奴的话 您要认真听 通通给我闭嘴 周嬷嬷拉下脸 冲着丫鬟们瞪了一眼 士叔挨了板子 现在还躺着呢 谁要是再轻狂 在少爷面前默一点尊重 尽可以去陪他 丫头们都不敢吱声了 平气宁神地 给谢苏玉整理好衣衫 一个个鞍唇似的立在一旁 少爷 这次咱们真的大事不妙了 周嬷嬷俯下身 看着谢苏玉 有些懵懂愤怒的眼睛 所以 接下来 您务必要听老奴的话 第471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9 首先 咱们要去给夫人请罪 咱们要让他出气 哪怕是挨骂挨打 都在所不惜 周嬷嬷按住谢苏玉 一字一顿地继续说 您平日里也出去浇游 那些少爷们 哪个有您潇洒自如 家里有兄弟的且不说 有没有那被受宠的 小妾生的数字 挤兑收起的少爷 谢苏玉脸色渐渐变了 他想到了 真的有 当时他还嘲笑那人来着 难道他也要落到这等经典 嬷嬷 我该怎么做 嬷嬷教我 少爷想明白了就好 夫人性子不差 又是您的小姨妈 从这点上 看他不会对您怎么样 所以少爷大不可必绝地丢了面子 相比较于前途和在府里的地位来说 一时的面子算不得什么 周嬷嬷心里头是百般滋味 又不能露出慌张 所以 我们要去赔罪 重点不是要对夫人赔罪 而是要让老爷 看到您诚心诚意地改过 错了并不可怕 只要老爷相信您知错了 那咱们这一关就算过了 谢苏玉有些明白的点点头 那我们快去吧 我这就去给小姨陪礼道歉 等等 周嬷嬷转头点了的大丫鬟 抱琴 你这就收拾一下 从东角门出去 我儿媳妇在外边雇了车等着 你坐车直接到城南傅府 找咱们家舅爷和老太太 剩下的该怎么做 不用我再交代了吧 嬷嬷放心 我晓得该怎么说 谢苏玉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里头更加不害怕了 边走还边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小姨妈识相的话 就力所地原谅她 在父亲面前 多替她说些好话 否则等到舅舅和外祖母来了以后 有她的好果子吃 想到此处 她黏巴的头也昂了起来 恢复了一丝往日的神气 倒是看得周嬷嬷忧心不已 她的少爷 怎么如此天真烂漫 希望老爷看在先夫人的面子上 能够绕过少爷这一遭吧 谢府的一家之主 此刻已经出门 家大业大 当家做主的人 必须要担起责任来 凭借着原主的经验 顺利地处理了外头掌柜上报的几件事 这才腾出手来 关注府内的问题 原本按照她想的 熊儿子的家 应该搬得差不多了吧 没想到她到了冬院 静悄悄的 别说搬家了 连个人影子都没有 一问少爷人呢 去西院找夫人赔罪了 呵呵 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是奴才失职 小巫子乖绝的请罪 可是老爷的规矩 是处理正事的时候 谁都不准打扰的 罚两个月月前 谢之言扭身就往西院走去 人还莫道 就听到动静了 周嬷嬷病谢苏玉 一老一小 正跪在院中间 正对着房门的位置 夫人 少爷知错了 求您原谅少爷 老奴愿受一切责罚 老奴给您磕头了 周嬷嬷果真 砰砰砰的磕了几个响头 看他额头肿得高高的 显然是莫少科 一旁的谢苏玉 也配合得很 尤其是撇到他爹的身影后 更是嗷嗷叫 小姨 苏玉错了 苏玉不该动手 您现在 来打苏玉吧 他说着拿起藤条 开始抽自己的手背 磨几下就疼得受不了了 把手举得高高的 想到周嬷嬷头都可流血了 带着哭腔求道 小姨 夫人 苏玉保证 以后再也不敢调皮做坏事了 以后有了小弟弟 苏玉一定好好的对弟弟 求小姨原谅我 傅盈盈出乎意料的镇定 就连血而泻 都在心内嘀咕 但看着嬷嬷和夫人都坐得住 也按捺住心神不去理会 任由门外的主仆二人 如何哀求 花样百出 戏院的主仆安静如鸡 连开门的人都没有 终于 院门口 那片青山洞望 谢苏玉的委屈疼痛 终于找到了出口 爹 父亲 儿子知错了 求父亲替儿子说说好话 让夫人原谅儿子吧 两人可怜的模样 真的挺能唬人 怎奈身形高大的男人 直直地从他们身边过去 连个眼神都没有给 很快主屋的丫头 开了门打了帘子 迎接老爷 傅盈盈深吸一口气 微笑地迎向自己的夫君 习惯性地摸摸肚子 给自己一些勇气 不是要给他面子吗 倒是让他看看 这面子到底值多少分量 值不值得他去相信 今天身子如何 腹内还有没有疼痛不是 谢知言拉着他的手 让他坐下 语气温和地问 仿佛刚才院中的场景 他没有看到过一般 不疼了 今早起来还多吃了些呢 傅盈盈轻轻摇头 倒是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他在等待 那就好 柳绳子用得怎么样 有不合心意的地方就说 以后这个家 还要你管起来 谢知言压了口茶 姿态随意 仿佛就是两个随和的夫妻 在对座谈家事 等苏宇搬到前院 我会找两个好师傅好生 教导他 原本是我疏于了管教 才让他变得 如此胆大妄为 来了 傅盈盈心内暗倒 先是自责 骂谢苏玉一读 然后让他原谅 今天孙老大夫会来一趟 以后三天上门诊一次脉 看模样 这老头的要还有些功效 小脸都有血色了 他说完 起身摆出要走的架势 这 怎么和他想的不一样啊 夫君 傅盈盈轻唤 对上谢之言询问的目光 您就不说点别的吗 他目光看向外面 主仆两个正义脸颓丧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看起来是真的凄惨可怜 你说苏玉来请罪啊 有什么好说的 谢之言轻笑一声 似乎没有当成多大的事 来对待 他犯了错 就应该请罪 至于原不原谅是夫人的事 我已经做出了我对他的成见 今后也会更加严厉教导 可是受伤害的是夫人 我不能替夫人做这个主 究竟眼下原不原谅他 又或者应该怎么对待他 就是夫人的事了 谢之言说完 眼神中含着笑意 说来奇怪 傅盈盈居然还从中看出了一丝 鼓励 鼓动 他难道不想让他原谅 做个大度的主母魔 他想的没错 谢之言是真的要看看他 在他放手的情况下 能做到何种地步 老爷 傅家的舅爷和老太太来了 第472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10 傅盈盈钻了钻手心 消息传得可真快啊 他这边赶不原谅谢苏玉 那边傅府就来人了 还不快请 让舅爷在书房等我 刚好我有事要和明焕说 他转头交代 扫了一圈伺候的下人 冲着傅盈盈说道 你这边岳母来了 就好好招待着 一切都要以我们的孩为重 他伸手牵起她的手 一把抱起来 放到李坚的床上 傅君 这是 傅盈盈有些吃惊 不安地扯了扯她宽大的衣袖 你身子刚刚有点起色 孙大夫不是交代了魔 要好生卧床敬仰 她起身往外走去 敲打着丫头们 都给我听清楚了 夫人的身子金贵 任她是谁都不能冲撞了 老爷我最欣赏忠心护主的 大把的赏银等着你们 昨天有一个信 今儿我希望 你们个个都能做到忠心护主 一群人都听得愣住了 老爷这 这是什么意思 要来的 可是傅家的老太太 夫人的亲娘啊 不会是他们想的那样吧 是 老爷 信儿头一个跪下去 众人这才醒悟过来 齐齐跪下 傅盈盈瞪大了眼睛 看了王某某一眼 有了夫君这番话 她今天这遭 应该就能过得去了 事实上 这番话对于下人的激励 比傅盈盈相向的 还要来得猛烈 往日就怕傅家来人的 西院奴仆们 各个摩肩擦肿 恨不能老太太上来 就搞事 好让他们有发挥的余地 往日老太太很少来 不过倒是经常派 跟前得脸的嬷嬷 来敲打 每每那时候 西院的气氛都很压抑 傅家是失礼传家 祖上出国三品官 在江州城也算有名号 处处以轻贵彰显自己 传到这一带 由于不善持家 已经只留了的空架子了 傅明珠和傅明焕是龙凤胎 从小傅明珠身体强健 懂事体贴 傅明焕比起来失色不少 但她处处以姐姐马首是瞻 也多亏了傅明珠 傅家才有了些气色 传到傅明珠父亲的时候 只考取了举人 便止步于此 她开馆教学 还有些往日里的关系 才得以保住声明 但傅家究竟能不能重回官幻 还要看傅明焕 所幸傅明焕从小读书争气 只是身子骨有些差 现今也中了举 只带来年好一肥冲天 可以说傅家 是上天还是入地 就看这一次了 前些年有傅明珠的多方运作 又嫁了个好郎 家资丰富地补贴着 每年三节六礼各色生辰 谢府无意不是厚厚的礼送上门 这才维持了繁荣景象 园主对傅明珠喜欢的景 又是个大方的 每每不等她张口 就把事情打点得当 所以 傅家才万分舍不得这样的好女婿 又得了面子 还落了实惠 打着灯笼也难找 傅明珠临死前出的主意 可以说在傅家是获得了一致同意 她本就受宠 又是一家子的主心骨 讨得了所有人的喜欢 死了以后 更是成了亲人爱人心中的白月光 任谁也比不过去 哪怕是亲妹子都不行 再有谢苏玉这个熊孩子 脚屎棍一般的存在 双方的关系更加僵持微妙 傅老太太没有等到女儿女婿亲自迎接 心里憋着 气扶着丫头的手走到西院 刚好见到女婿领着人往外走 给岳母问安 谢之言面带笑意 仍然是贴心好女婿的模样 让傅老太太心里舒服不少 她正打算开口 眼睛落到谢之言身后 苏玉 我的宝贝乖外孙悠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带了伤呢 哎哟哟 心疼死外祖母了 她一把拉过谢苏玉 忙不迭地抱在怀里 大呼小叫起来 又看到一旁跪着请安的周嬷嬷 仿佛明白了什么 这可是她小女儿的院子 外祖母救我 谢苏玉哭丧着脸 眼泪顺着有些肥胖的脸蛋往下流 往日壮实可爱 现在看来有些倒胃口 她抓着外祖母哭求着 知道亲爹后妈那里都莫指望了 幼小的心灵 再次燃起了希望 这是怎么说的 直言 苏玉这么小的孩子 就算是一时犯了什么错 也要好好教导 怎么好下手呢 她看着谢苏玉躲闪的眼神 突然醒悟过来 是不是盈盈坐下的 傅盈盈你给我出来 为娘平日里都是怎么教导你的 苏玉还是个七岁的孩子 你怎么能忍心呢 你就是这么给人当娘的 她起身历声冲着屋内叫道 本以为小女儿会满脸羞愧的跪倒请罪 莫想到 人家里都莫礼 家丑不可外扬 谢苏玉做了错事 这是女婿这个做父亲 应该给她的惩罚 跟盈盈无关 还望岳母海涵 谢之言拱手告罪 都是女婿至家不利 养出这等不孝子孙 让岳母看笑话了 女婿这就带走她严家管教 盈盈身子有爱 岳母来了正好可以给她宽慰一番 我这就带苏玉去小舅子那请教请教 还望岳母术小婿先行告退 她手一挥 小巫子小六子纷纷上前 强行带着谢苏玉等一行人走了 倒是给父老太太闹了个墨意思 她思来想去 还是要找傅盈盈问个清楚 这可是明珠正命生下来的宝贝疙瘩 就说女婿平日也宠得不行 怎么就闹成了这样 傅盈盈稳稳地躺着 头上还系了个帕子 她身子鲜瘦 此刻有了肚子 倒是更加弱不禁风起来 最起码落在父老太太眼里 恐怕是真的遭罪了 要不然依着小女儿的性子 但凡能起身 怎么也不能这么慢待她 不过该敲打还是得敲打 都是女人 她是明白 女人有了孩子 就会有私心 再亲的姐妹也不行 看在你平日里 对苏玉还算尽心的份上 为娘饶了你这一回 等女婿回来 你给我收收你那小性子 立刻把苏玉这件事给劝和了 一家人可不许这样 传出去 外人怎么看你这当后娘的 孩子还陌生出来 倒先搓磨起前头生的了 傅盈盈躺在床上 惨惨地笑了一声 可是我没听过别人怎么说 到时都听娘这么说了 是因为我是后娘吗 难道不是因为我是傅盈盈 所以傅明珠的孩子 哪怕动手撞死了我的孩子 我也活该忍着 第473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十一 虽然是一个娘胎里出生的 但傅明珠就是比傅盈盈尊贵 她的孩子自然 也比我的孩子尊贵 我肚子里的算什么 就算快要撞小铲又怎样 谢苏玉 可是都挨了一巴掌 还跪下请罪了呢 我喝得何能啊 傅盈盈唇角的笑意越来越大 尤其是见到她娘不可置信到扭曲的面孔 心头快要憋门爆炸的情绪 终于找到了出口 恶劣的英子仿佛被那个男人催化了一般 开始疯狂地吞噬自己曾经受过的淑女教导 您一来就是冲我问罪 哪怕我躺着不能动她 哪怕我昨天流了那么多血 您都没有过问一句 张口就是要我不要耍小杏子 我真的想问一句 您真是我亲娘吗 为什么同样是傅家的小姐 我连傅明珠的指甲盖都比不上 说什么 生怕传出去外人听了笑话 张口闭口就指责我后娘磕带孩子 是我想当后娘吗 哪家的后娘活得这么憋屈 当初早知道是这样 您还不如把我随便许给别人家呢 这天大的好事 谁爱做谁去做 她一口气说完 胸口微微起伏了一下 王嬷嬷连忙上前给她递了盏茶 她低头轻压一口 唇齿流香 是水果茶 夫君听孙神医说 平常用的茶水不利于孕妇 专门寻了开胃又补气的果茶 慢思调理地放好茶盏 傅盈盈这才眼中的感慨 看向她亲娘 真是痛快啊 傅老太太气得脸色通红 手指指着傅盈盈 颤抖不已 巨大的震惊 让她一时找不出语言来反击 只好重重地指着 你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白眼狼 你姐当初最疼你 没想到他人一走 让你这个 眼见着更加具有杀伤力的肮脏词汇 就要喷出来 王嬷嬷和兴儿喜儿齐齐劝道 老太太开恩啊 老太太还请您三思 我们夫人胎相不稳 还请您 看在未出世的外孙份上 千万别和夫人计较 我们老爷专门嘱咐了 谁要是冲撞了夫人 可是要重重责罚的 昨儿大厨房的管事 就被全家发卖了 求老太太给我们下人一条活路吧 老太太 夫人也是您的亲生女儿 虎独不食子 还望老太太能明白 夫人的爱子之心 单单只是哀求还不算 说完又立刻跪下 蓬蓬蓬的磕头 那些小丫头 也有样学样 一时间西院闹哄哄的 父老太太又急又气 吵得头脑发晕 恨不得当场倒下 最终他跟前的丫头才挤过去 把人搀扶着出来 到了外间 那些下人倒是不围着磕头了 瞬间清静 父老太太算是看出来了 这是存了心 不把她放在眼里 直白地不给她面子 她冲着李坚 恨恨地催了一口 好啊 你们都是反了天了 这会儿你 仗着自己有个肚子 不但苛待苏欲 甚至把自己的亲娘 都不放在眼里 你以为女婿给你撑腰 能撑腰几时 等到不受宠了 千万别回娘家哭 我就看你以后怎么得意 她咬牙切齿地 丝毫没有了 亲贵的失礼之家的气质 反倒显出泼妇气质来 她要去找女婿 好声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谢府到底谁当家 你们刚才也太过了 估计我娘从来没有受过 这么大的气 傅盈盈有些称怪的 不过倒看了个新鲜 夫人这话说的 老爷都亲口交代了 咱们得忠心护主啊 杏儿有些调皮地挤了几眼睛 就连门外的三等丫头们 都喜气洋洋 仿佛赏赢立马就到手了似的 王嬷嬷也凑去 都是杏儿丫头起了个好头 夫人也应该赏她们才是 好啊 我的钱箱子都在你们手里 你们看着办吧 傅盈盈捂着嘴轻笑 现如今 我这夫人说的话也不管用啊 都听你们的 众人欢欣鼓舞 虽然就是一把伞钱 也没人闲手 夫人只说 尖儿的心里啊 痛快不痛快 写儿敲声问 傅盈盈伸手点了点她的额头 没有正面回答 就你这丫头鬼精灵 心里痛快就行 我听我娘说 这母体可是能影响到孩子的 要是母亲日日畅快 孩子生下来就爱笑 长得也好看些 现儿说的话 被王嬷嬷一阵哄 去去去 墨家人的丫头子 也敢张口 就是傅人孩子的了 老爷夫人样样都好 小少爷自然也都好 看他们斗嘴 傅盈盈没有丝毫觉得烦闷 她是真的痛快 尤其是看到傅老太太 气急败坏地离开之后 她知道 这和自己往日沉闷不语 只安静听讯的方式 反差太大 但她就是想那么做 如果她躲避装傻 凭借着之前夫君的态度 也能糊弄过去 但她突然不想这样了 傅盈盈头一次觉察出 自己的内心 有着疯狂的念头 她就想要怎么畅快怎么来 哪怕看起来不尽人情 不仁慈不孝顺 她还挺期待 夫君从傅老太太口中 得知了这一切 会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她选择维护傅老太太 那么她对以后 所有的幻想都可以终止 她会老老实实地生下孩子 安静地抚养孩子长大 如同往常一般 死水一潭地 过完这一生 自从察觉到夫君心意的改变后 她就在思考 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是一点点 试探她的耐心和善意 再可遵循的范围内 小心翼翼地讨生活 还是上来就给她 亮出她的尺度 让她自己做选择 是容忍 还是喊停 前十七年的傅盈盈 从来没有如此出个大胆 但当肚子被狠狠撞到 血流了一床的时候 她想到过死 如果这个孩子没了 她可能真的会死吧 人一旦有了这样的经历 便会萌生出破冠破摔的勇气 既然你们都要把我逼死了 那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你们的想法和指望 以及感受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要不在乎你们 甚至让你们感觉到不舒服 震怒 痛苦 实在过不下去 大不了还有一死 何必把自己憋屈得不忍不轨 或许是谢之言 临走前给她的眼神 让她心内的孤勇 彻底得到激发 以一种悲壮的心情 去面对来自亲人的 莫须有的指责污蔑 让她决心去赌一把 第474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12 傅明焕在书房 倒是和姐夫聊得不错 自从祖父病逝 父亲并没有更进一步 傅家的败相已显 家中已无人做官 凭着祖上的积累和一些关系 维持到现在 已经足够艰辛 外人看不出来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 傅明焕的体会是一清二楚 也更加清楚 这个在她母亲心中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姐夫 对于目前的傅家来说 有多重要 之前她可以安心读书 因为家里家外都有姐姐操持出主意 那几年 也确实显得光景好了不少 不过好日子不长久 姐姐突然得了急症死去 父亲又只懂读书 整个傅家 无人能挑起家业 傅明焕只好硬着头皮顶上 等她把整个家里清除了以后 内心震惊不已 原来外表看着光鲜 再这么下去 只怕内囊已尽 还好姐姐临走前 都安排好了家事 她照猫画虎 虽然辛苦些 总算撑了过去 至于小妹盈盈 两人本就相差岁数较大 她又是读书 又是忙着外面的事 基本上也就是点头之交 知道家里 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妹 外出带礼物 也会多带一份 其余的就没了 最起码跟姐姐傅明珠比起来 感情上是差远了 一听到外甥出了事 小妹要对外甥不利的消息 她直接带着母亲就来了 没想到了解了事情经过 倒是有些无奈了 面对着原来的姐夫 现在的妹夫 傅明焕突然有些 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谢之言虚长她几岁 干脆就叫了一声兄长 在明焕心里 您就如同兄长一般 这次是明焕失察 这才带着母亲来叨扰了一遭 还望兄长见谅 傅明焕起身 冲着谢之言 深深作依 明焕客气了 你也是一时心急 生怕苏玉吃亏 可是苏玉是我儿子 这个世上 没有谁能比我 对她的前程更上心了 这不 我已经千方百计地 脱了关系为她 请了文武两位师父 要她像你这个好舅舅一般 努力向学 都七岁了 不能再像原来那般震日顽劣 继续纵 她才是害了她 谢之言交代了 要给谢苏玉搬院子 她亲自监督 安排师父教导的事 傅明焕也有孩子 每一每想要管教 便被妻子母亲一通阻拦 到最后 她还要落下一声埋怨 听了谢之言的话 觉得自己的孩子 好像也是同样的不像话 又联想到谢苏玉做出的事情 一时冲动就能下杀手 早已不是顽劣不堪能形容的 内心深深厚怕 决定回到家 便开始给儿子立规矩 必须严厉教导 否则以后还不成了祸害 长鱼妇人之手 能有什么出现 不知兄长为苏玉请的师父是 哦 是之前在玉城书院做馆的举子 因为大孝在生回了老家 现今出了孝 打算备战来年的春围 姓蒋明昭 说起来和明焕你俩同年应好呢 武师傅是个退休的标师 叫赵丽 朋友推荐的 说是忠厚可靠 也不求苏玉能够文韬武略 只求他改改鲁莽的性子 能够明白事理 不要再随着心意去伤害他人就行了 谢之言长叹一声 一番老父亲的苦心 溢于言表 由此可见 兄长的一片慈父之心 傅明焕激动得不得了 蒋昭的名号他听过 少年成名 实乃天赋型选手 只是运到不够 接二连三的重孝在身 让他耽搁了六年 听说他一直在潜心读书 从请的师父上 就能看出兄长的用心 到时 还望引荐一番 好说好说 谢之言极力挽留傅明焕用饭 但是很快就有随从来传话 说是老太太大发雷霆 叫嚣着要教训小姐 他还没说什么 傅明焕先变了神色 怎么忘了 还有母亲这个极度偏心眼的呢 小妹说起来 性子就是老实过头了 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觉得 小妹包藏祸心 都是一家人 真的不明白女人的心思 给兄长添麻烦了 家母最近时常糊涂 说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 还望体谅 家中还有事 我们这次告辞 告辞 他麻烈地出门 直接拦着要谢女婿的母亲 板下脸严肃地带人归家 走出谢府大门 看到谢之言准备好的一车 英识厚重的礼品 更是觉得无言以对 明焕 你为什么拦着娘 娘就要好好问问他谢之言 当初是怎么答应明珠的 现在他是怎么做的 活脱脱的复兴人 够了 坐到了自家马车里 听着母亲愤愤不平的指责 傅明焕再也忍不住 母亲 您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 现如今到底是什么情势 怎么了 我再说 你姐夫这事 你没有看见傅盈盈的猖狂劲 她为什么能猖狂 还不是你姐夫给纵的 她有了新人忘了救人 悬科带我的宝贝外孙 傅老太太越想越生气 今天受的委屈 没有找回来 还被儿子呵斥了 名坏你是什么意思 你姐当初带你不薄啊 难不成你也没良心了 母亲这话在我耳边说也就罢了 出去遇到第二个人 万万不可再说 傅明焕发觉 母亲根本说不通道理 但翠也不辩解 冷笑道 首先 她现在不是我姐夫 是我妹夫 其次 傅家现在要仰望着谢家 也就是说 母亲你非但不能去找盈盈的麻烦 反而要哄着她 就算做不到 也别去招惹 明白了吗 谢苏玉是您外孙不错 可她更是谢家的嫡肠子 她有父有母 家资豪富 现在还有了她父亲 请来的明示教导 根本不用您瞎操心 奉劝母亲 您那高高在上的念头 还是趁早息了吧 傅老太太听了这些 无情冷酷的话 果真娜娜不能言 再也不像刚才那般 气焰嚣张 说到底这个世道 是男人说了算 女人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扶死从子 她的丈夫并没有多大的本事 连个守城都做不到 现在有主见的女儿 也没了 日后是晚景凄凉 还是做个体面的老风君 全要靠儿子 平日里 儿子好言好语的时候 他能坐腰拿桥 可儿子一旦拉下脸来 他也只能看脸色 第475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13 孙老大夫收拾好东西 离开谢府 他喜欢上来谢府了 开两剂太平方子 拽上一通药理 名声也有了 实惠也有了 尤其是昨儿的神医在世 他一出手 就就下了要小产的谢府夫人的事传出去 更是让他的名声更上一层楼 来预约的达官贵人 瞬间增加了一倍 光是枕金的市场价 都翻了一番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谢府的下人 直接来到饱和堂座的宣传 他觉得 谢府的当家人 实在是个妙人 处处都骚到了他的养处 说实话他医术还是有几下子的 他决定 以后必须要把谢府的预约排到前面 并且随时有插队的资格 谢之言忙完就去了西院 看着西院的气氛 并不细问发生了什么事 大手一挥 统统有赏 至于傅盈盈会不会担心 以后亲娘三无不识地来找麻烦 放心吧 以后岳母应该会很忙 顾不上来教导咱们 我都跟明焕说好了 这点你不用有顾虑 还默等他表示 谢之言已经率先开口 听到这话 傅盈盈挤出一个微笑 虽说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 但总还是会忐忑 知道大哥哥和夫君达成了共识 他倒是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毕竟男人们的话更管用 这时又要端上来 谢之言瞥见傅盈盈 有些抗拒的眼神 先端起来尝了一口 嗯 这是要嘛 怎么一点不苦啊 他的动作让一干人等都愣着了 只听他继续问道 是不是孙神医调整方子了呀 怎么跟我小时候喝的药味不一样 说着还想再尝一口 被傅盈盈伸手拦下 偷偷地瞪了他一眼 怎么也是做老爷的人了 突然来这么一手 倒像的孩子 夫君 这是女人家的药 傅盈盈说完 一抬手痛快地把药喝了 下一刻 他的小脸便皱巴巴的 一双大眼睛 看着谢之言无声地控诉 快吃些蜜饯 甜甜嘴儿 谢之言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行为 有些恶作剧 连忙粘起一旁 准备好的话没放到他嘴里 还不住地纳闷 怎么了 我喝着真的不苦啊 还有些甜味呢 难不成我嘴出毛病了 下回孙神一来的时候 得让他给我整整脉 此时已经有丫鬟看出门道 莫忍住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傅盈盈实在受不住 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夫君 好生生的 怎么好咒自己生病 悬当着下人 傅盈盈动作一毒 原来不知何时 下人都退得一干二净 他们倒是眼皮活泛 想来想去 要把手拿下来 却被男人握在手里 暖哄哄的 他脸皮薄 眼神无处安放 嘴唇轻咬 倒是生了一层羞怯 小盈盈啊 半赏 谢之言揉捏着大掌中的小手 有些感慨地低叹一声 这一声 倒是把两人都带回了 某个不知名的时间点 傅盈盈眼圈红了 夫君还是她姐夫的时候 每每见到年幼的她 总会亲切地 称呼她小盈盈 还会记得 送上符合她身份 年龄用的礼物 这一点 就连亲兄长傅明焕都做不到 傅明焕的礼物 客气冰冷的 就像是外人 在傅盈盈的心里 谢之言是像的 大哥哥一般的姐夫 她看着她和姐姐 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满足了 从来也没想过 有朝一日 会成为她的妻子 姐夫 她有些饥不可闻地 呢喃道 低垂着头 不敢看她 唇角倒是有些讽刺地笑了 叫姐夫也行 叫夫君也好 总归盈盈是没有错的 从头到尾都没错 反倒是我不好 许了 你又没有好好待你 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 受了这么些委屈 还连累 你毁了你一生的幸福 谢之言的话语中 带着惆怅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既没有做到姐夫的爱护 也没有做到夫君的疼惜 让小盈盈受苦了 几声轻微的啪哒 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 砸到榻上 傅盈盈努力地 抑制住内心的悲忧 重重地抹了把眼角 抬眼却是努力地微笑 看老爷这话说的 让我都不知道如何自处了 在这谢府里 有饭吃友一穿 还有丫鬟仆人伺候着 日子过得不知道多少人羡慕 哪里就受苦了 这是连姐夫夫君都不认了 直接称呼老爷 拉开距离了 要就这么下台阶 以后可是男哄回来了 又说傻话 谢之言抬手擦干净 她脸颊上的泪痕 牵着她的手两人一起 放到她小腹上 你听听看 咱们的孩儿是不是在笑话 你这个娘亲呢 感受到手底下的动静 傅盈盈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有些惊恐 傅君 孩子 孩子 是 咱们的孩子动了 谢之言接口 将人拦在怀里 甚至悬抚下身去 将耳朵对着肚子 小宝贝 快再给爹爹打声招呼 可能是给她面子 胎儿果真又动了一下 傅盈盈喜极而泣 也顾不得矜持 之前尴尬的小情绪 也消失不见 拉着谢之言的手臂 不住声地轻呼 她动了 夫君 她会不会害怕 肚子里黑漆漆的 哎哟 她这会儿怎么不动了 是不是不高兴了 一连串的问题 听得谢之言 差点笑出来 好了好了 你别太激动 我听说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 也是会伸腿伸懒腰的 估计刚才是孩子睡久了 想要翻个身 这个解释 倒是逗得傅盈盈只想笑 我一想到你说的那个画面 你说等孩子生出来了 她有多可爱啊 肯定和小盈盈小时候一样可爱 谢之言温和的安抚 放心吧 母亲的肚子对于孩子来说 是最安全可靠的 盈盈只需要每日开心快活 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做什么做什么 万事自己最大 孩子也一定会无忧无拒 可以吗 这可是老爷说的 我要当真了 傅盈盈嘴上打去 眼神却是认真的 而回应她的是 谢之言坚定的语气和动作 明日苏玉的两位师父就要进府 以后她就跟着师父在前院 我亲自监督 务必要把她的心性给摆震过来 盈盈 以后 我就是你的夫君 你孩子的父亲 看我怎么做 再去选择是不是相信我 第476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14 前院除了有谢之言的书房重地之外 还另外辟出了一个院子做演舞场 专门为了谢苏玉的武学教育腾出来的 正午时分 秋老虎正在散发威力 就连在外劳作的人 也会在阴凉处喝水吃东西 休息一下 而谢府的演舞场中 则时不时地传来黑哈声 胳膊伸直 拳头握紧 一个粗狂的嗓音 毫不留情 身高五尺四寸 体格健壮的男子 正站在廊下 冷着脸冲着场院当中扎马步的七岁男儿吼道 腿 腿 谢苏玉一个机灵 汗水模糊了自己的眼睛 胳膊腿都只觉得酸疼到了极点 要用尽全部的力气 才能支撑起来 自然也就管不了 动作规不规范了 听到赵师傅的喊话 他咬着牙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他面前不远处插着三炷香 此刻还剩下一炷 他冲着廊下 厚着的小丝实眼色 奈何那人就跟木头装子似的 根本没有反应 最后 他的腿酸软得要命 抖动了两下 心头的一口气泄了 就注定坚持不下去 他半真半假地趴击一下 摔倒在地 小丝连忙将人扶起来 却被谢苏玉挥手挣脱 赵师傅 我爹让你教导我些 强身健体的拳脚功夫 可不是让你虐待我 想要待在谢府 我劝你给本少爷识相点 他说完 冲着赵丽的方向 呸了一口 转身就要走 却被小丝抱着腿走不动 他又累又气 伸脚 去踹也甩不脱 你这个贱奴才 不想活了吗 来人 人哪 把他拉下去打板子 他如同往常一般 耍完大少爷脾气 却看到整个演武场 没有一个人动 是不是聋了 我这就让中书 把你们全家发卖出去 谢苏玉一直在愤怒地吼叫 直到他嗓子冒烟 才被动地接受事实 这群贱奴看着他失事 根本默认 把他的话放在眼里 反而武师傅 说什么就是什么 哼 等着吧 他嗓子又干又渴 刺痛得厉害 想要再呸一口 却连口水都干了 甩甩手想走 却被赵师傅挡在身前 少爷 不遵守演武场规矩 法跑三圈 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谢苏玉眼前一花 差点晕死过去 但赵师傅单手拎起他 像拎小鸡仔一般 轻轻一推 将他推到演武场中 然后整个人 惊刀大马地 往院子唯一的入口一站 走是走不了的 不想跑也行 躺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 接受智口 什么时候晒晕 什么时候算 府里线下 还特意养了大夫 孙神医推荐的呢 据说是老爷 专门为了少爷请的 随时根据课程进度 来检查少爷身体 务必保证 在繁忙的课业 和强力的锻炼下 身体健康精神被棒 谢苏玉不是傻子 他娘末死的时候 他是谢府唯一的少爷 又有着跌腾娘宠 心里阳光健康 头脑机灵 谁献了不夸一句聪明伶俐 也就是后来被宠坏了 又有着身边一干 伺候的丫鬟嬷嬷 整日纵着他 让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恶作剧升级 开始肆意顽劣 生怕他不能把天 给捅个窟窿 割后事来看 七岁的小朋友 刚刚上小学二年级 这儿八经的小学机 可是古代平均寿命短 十四五就成亲生孩子 七岁的半大男孩 在家风良好的环境里 已经不能算个小孩子了 外缘没有 前几次他拼命闹腾 招来他爹 本以为他爹看到 他的惨状会救他 莫想到他爹来了 他更惨 原本护着他的自己人 这会儿都自身难保 周嬷嬷年老生病 被儿子接回家 剩下一个吴嬷嬷 也是个装聋作哑的 两个大丫头配了人 另外两人给他打理 一时可以 老爷规定了 不许丫头进前院 他们平日就待在冬院 做些洒扫活计 估计用不久也要配人了 身边的两个小丝 更是一门心思 只听老爷的话 跟个木头庄子似的 半点不机灵 等到最后一柱香燃镜 谢苏玉低头想清楚 咬着牙开始跑圈 此刻的谢之言 正在冬院 原主王妻的屋子里 看着傅明珠留下的遗物 眼神中的欣慰越来越重 同戏院的狭窄荒凉相比 冬院的确是另外一个天地 院子里花木浮书 花园山石景致 无一部精美考究 原本夫妇俩的正房 建得格外舒朗阔气 内部更是装饰滑贵 一个百件一个家具 都是有说头有来历 很有价值的 可是越看越觉得 太滑贵了吧 所谓品味 并不是一味昂贵 就能堆积起来的 谢之言没有看出 傅明珠上好的品味审美 倒是看出了一丝爆发护气质 从剧情中来看 原主对傅明珠 的确是真爱 觉得傅明珠是个不可多得 才貌兼备 性情过人的女子 长得漂亮 出身失礼之家 又持家有道 还能对她外边的生意 有所见解 简直就是世间难寻 故此 傅明珠生前是原主心中的女神 娶了女神 还能不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哪怕死了 也是白月光朱沙志 念念不忘 她翻看着紫檀木匣子里的书信 随手抽出一封 打开 苏玉无儿 见字如面 这是给谢苏玉的姓 一共十三封 从五岁到十八岁 每年都有 还有一些字画 谢苏玉小时候的画像 和母亲在一起的趣事 虽然笔法简单 但也可爱有趣 箱子底部有傅明珠 亲手给谢苏玉做的小娃娃 虽然旧了些 但看着很干净 显然是被人珍惜呵护的 看起来温馨极了 当然 信中也少不了提及她的夫君 谢之言 这没有什么 看起来是一个母亲 在将死的时候 无法设下夫君幼子 比比书信 都是全权爱意 令人感动 傅明珠告诉园主 这是他唯一能够送给儿子的生辰礼物 就让这些东西陪伴他长大 让他感受到 母亲对他的关爱 于是 每一每园主和谢苏玉生辰的时候 父子二人便会一起 在他生前的屋子里 拆开书信 看着满是傅明珠痕迹的物件 回忆他 唯一的问题在于 把亲妹妹嫁给丈夫 是傅明珠一手操持的 可在信中 没有提及 哪怕傅盈盈一点 联想到傅明珠生前四个大丫鬟的名字 世书 报情 思琪 入画 第477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15 如果是原主 只会打心眼里觉着 夫人真是高才 就连丫鬟名儿 都是琴棋书画 格外的诗情画意 高洁淡雅 可是后世的人 哪怕不怎么研究古代文学 都能够知道 这不是就是 红楼梦 李源 迎 叹 西四个小姐身边的大丫鬟 谢之言环顾四周 角落里 集聚后世婴儿车形状设计感的古代U车 李坚修建下水系统完善的卫浴间 他只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便感受到了种种违和之处 为什么那个活在所有人追忆中的傅明珠 会让他总是心生怪异 一个答案呼之欲出 小智障 出来聊聊 他有一种被系统坑了的感觉 原剧情中对于傅明珠 那都是活在众人回忆中的完美女性代表人物 根本没有这一茬 谢之言记忆力好 他记得一清二楚 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逃避既可耻又没用 傅明珠是穿来的 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 出来解释一下 他沉下脸 摆出一副不拿出合理的解释 立马就撕毁协议的架势 ZZ001的震惊程度不亚于他 宿主 我真不知道啊 我以我女朋友小粉红系统发誓 我要是故意隐瞒 就让我单身到系统报废 我无法接受这种没有诚意的说辞 ZZ001听了喊冤 那也不能证明他是穿越的呀 时空局的漏洞是不少 不过哪里的体制系统都不是完美的 总有空子可以钻 不过本系统的确检测不到外来时空的灵魂 ZZ001对自身的检索能力相当有自信 可是宿主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这么说 所以宿主 会不会是你推断失误 单凭这些不太明显的证据 并不能确定 傅明珠就是穿越者 每个时代都会有这个时代背景下独特的思维模式 比如傅明珠 他从小就会立人设 走的是白富美才女路子 脑子有些小聪明 但实际上只喜欢做表面功夫 字体倒是过得去 糊弄一下原主这种外星人足足的 但是刺绣这些需要潜心学习的就不成了 还有一点 他少有的诗词作品中水平太过飘忽 很有可能他自己也能发现问题 生怕财女在外面的名头太想掉马甲 所以一直走低调路子 名声打出去就达到目的了 谢之言目光落到那些书册上 依照他的人设和自身条件 虽然当时的富家再走下坡路 但嫁个小官之子也并不困难 按照他的心性如果运作得当 说不得还能嫁个不错的家庭 在古代女子眼中不错的家庭 他一有所指 听得ZZ001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懂 可他嫁了原主 弑农工商 哪怕这个时代对商人的限制放松了许多 哪怕谢家在江州城名头响亮 在这个时代的少女心中 官身之家才是尚好的选择 只有后世人的思维中 才会不考虑对家族 未来子女的影响 而选择做生意的有钱人 富家满门都是读书人 祖上还做官 来往交际 自然也都是书香之家 按照富明珠的条件 当时求亲的不少 听说他专门给父母兄弟 分析了一番得失利弊 在全家人都觉得内疚 而准备了丰富体面的嫁妆的心情下出嫁 原来女儿姐姐 都是为了他们富家做出了牺牲 原本有个好前程 现在 只能尾身下嫁 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人设立的飞起 任何情况下 都都把自己摘出来 塑造了一个完美形象 哪怕死了 他也要牢牢地占据丈夫儿子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在那些个父子两个独自平掉他的时刻 从来没想过 被他为了保障自己儿子的权益 而哄着嫁进来的小妹妹 更加彻底地成了外人 并且永远走不进去 他们一家三口的世界 那种滋味何等苦涩 偏偏又无处言说 一个真正为家人着想的人 是绝对不会做得出的 对娘家 夫家 自己的孩子 都细微体贴的富明珠 唯独在小妹妹傅盈盈面前 并不多加掩饰 尤其是书信这一招 简直是明晃晃的恶意了 ZZ001在检索了各种资料后 也觉得宿主说的有道理 那宿主现在打算怎么办 他人都死了 宿主接手之后 应该也没什么影响了吧 道理嘛 是这么个道理 谢之言低语 他就是想不明白 这么一个在古代算是相当成功的穿越女 怎么这么轻易就死了呢 宿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边也会把宿主的这个怀疑 申报给总局 看能不能调取更高权限 来全面地检索本时空 有无穿越者情况 ZZ001公式公办起来 还是比较顺眼的 没了 谢谢 谢之言思来想去 最合理的解释便是 古代医疗条件落后 也没有抗生素感冒都能死人 穿越女走了貌美才女路线 便没来得及去学学医 做个神医气飞啥的 以至于得了急症 才一命呜呼 她抬脚往外走去 冲着门口 端着茶的抱琴 和入话开口 什么时候想通了 随时抱给吴默默 趁着这会儿 还能腾出手来 夫人会给你们挑个好人家 撂下这句 也不停留就走了 两个丫鬟虎的脸都白了 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看出了 彼此眼中的绝望 姐姐 咱们可怎么办呢 在府里的日子再好 也都过去了 线下少爷自身都难保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坐下人的 主子高看你两眼你才算个人 一旦惹了主子 发卖打死也是命 那你说 咱们赶紧去找吴默默 倒是看不出 这老东西 居然是爷的人 不然还等什么呢 少爷里长大能当家坐主还远着 咱们也就是运到好 平日里不像世叔思奇 那俩蹦跶得高 否则早就被老爷处理了 你瞅瞅他俩配的人 庄子上的农户 我这心里啊 真是怕死了 西院倒是一如既往的平和 今天日头好 院子里有丫头 搬出来晒的书和皮毛衣物 快换季了 别看这时候 秋老虎厉害 一场秋雨下来 就该穿上加衣了 都得提前准备上 傅盈盈用过点心 躺在柿子树底下的软榻上 昏昏欲睡 第478章 丧妻扎姐夫X 续咸小姨子 16 远远的 好像有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 困了就会防睡 小心着凉 温热的大掌 轻抚他的侧脸 周遭传来丫鬟细碎的惊呼 随即又远去 傅盈盈眯起眼睛 唇角带着清浅的笑意 明知道他才从冬院过来 可是心里面 怎么有为他不经意的动作 缭乱了心神呢 见他不语 谢之言轻抚了下他的肚子 上面搭了个宝毯 绸缎装理女工织出来的新花样 轻便保暖又漂亮 比红头发绿眼睛的外国人 卖进来的 还要便宜好用 一经推出 便一抢而空 甚至掀起了新风潮 这种紧俏货 他自然是第一时间 要送回家里 给女眷使用的 孩子乖不乖 有没有闹你 听王嬷嬷说 早上的时候秃了 男人的关切 丝毫不带作为 眼神中都是满满的担心 甚至还要吩咐下人 再去请孙老大夫来一趟 就说夫人身体不适 哎 别 傅盈盈这才有了动作 伸手拦下 府里的张大夫已经看过了 正常的脾胃不慎 虽说一般有身子的妇人 都是前面三个月 运途反应严重一些 但是傅盈盈都快五个月了 还是有反应 也正常 真的 谢之言仍然不放心地 招来王嬷嬷和喜而来问话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脸色才和缓了 以后妇人的身体有任何问题 及时来报 否则为你们试问 还敲打起来了 听得傅盈盈想 动手掐人 伸手让自家的奴婢退下 这才转脸不赞同地说 看你 都把他们吓着了 我身边拢共就这几个得用的 万一把人吓跑了 你陪我 陪你就陪你 忠书呢 准备好了魔 把人都带上来 让夫人过过眼 谢之言冲着随从吩咐一声 很快忠书便领这个老妈子 并一串小丫头 走进了西院 傅盈盈连忙想要起身端正怡戎 却被谢之言一把揽着 索性他穿戴虽然稍显随意 这也不是什么正式场合 主要是身子重揽带动弹 也就以着丈夫随意坐着了 怎么今儿 想着给我挑人了 他有些不解地问 太突然了 都不见他提一声 忠书领着一群人 给老爷夫人请安 这才回话 禀夫人 老爷一早 吩咐了这事 只是这些小丫头 都需要训练条理 这才耽诞了些日子 傅盈盈迎上老妈子产妹的笑容 这才一个个看去 虽然肤色不一 胖瘦高矮都有所不同 但从头到脚趾加缝 都是干净的 而且头发都剃了 才长出一点 可见是调理了一段时日 这个时代的穷苦人家 大都不是很干净 尤其是不理发 头发极其容易生狮子 大户人家买人也是有讲究的 要身家清白 手脚干净利落 买进斧 要从衣食住行 都要开始培训 通过才能上岗 所以 丫头也有阶级 这一批丫头 都年岁不大 也大都长相平平 中树又不是不想混了 敢挑貌美妖艳的扎夫人的眼 那种根本就无法入选 傅盈应平感觉随手指了四个 四人纷纷跪下谢恩 其他的丫头 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哪怕是先从促使丫头做起 也好过在外面招不保夕的日子 更何况这是妇人的院子啊 眼见妇人是个极其受宠的 来之前 管家可是吩咐了 要懂得努力上进讨妇人欢心 毕竟妇人的大丫鬟还空着缺呢 哪怕他们当不上 混上个三等二等 也吃穿不愁了呀 再挑几个 等院子阔了 不够忙活的 谢之言有些赞许地冲傅盈应点点头 附在他耳边建议道 阔院子 傅盈盈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 不过眼下不是问话的好时机 他也就一言又挑了四个 王嬷嬷兴致冲冲地 把人领到住处 交代规矩 其他未被挑中的 则得归于府中各处 反正前段时间 发落了不少玩忽职守的奴才 刚好补缺 谢之言并不觉得家生子 用起来有多顺手 反而颇多撤肘 还不如直接买来新的 使用一段时间 根据各自的特点来做调整 有问题的 直接退货给人牙子 不必要摆什么世家大族的范儿 他谢家就是世代经商的生意人 一切讲究务实赚钱 原主所接受的教育 也一直是如此 也就是傅明珠嫁进来以后 开始立规矩 指定各种高大上的规则 看起来是仅仅有条白谱阔起 实则效率低下 吹毛求疵 有多大头 就戴多大帽子 这是目前谢之言的做法 等到人都散去 傅盈盈回了房 这才你没问到 你说要阔院子 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样挺好的呀 你自己住是够了 我呢 生意忙的时候 我在书房凑合一晚也就算了 你还想让我日日速书房啊 谢之言靠在他的软榻上 有些玩世不恭的模样 不像是快到儿立之年的成熟男子 倒像是个风流不羁的顽固子弟 看得傅盈盈有些面红 就不说我 等你生了呢 咱宝贝睡啊 还有伺候他的奶娘婆子丫头呢 总不能都跟着你挤在一块吧 也不像话 想到孩子的问题 傅盈盈默话说了 的确如此 那 这院子已经到街边了 还怎么阔呢 隔着一条路是东院 那是不能动的地儿 就算傅君提他 也不会同意的 真这么 做他成什么了 原配夫人刚走几年啊 他都要等不及去占人家的屋子了 更何况是他亲姐姐 甭管别人怎么想 傅盈盈自己都觉得心里隔音 还好傅君 压根莫往这里想 巷子边那一排我给买下来了 连带着巷子那条路 现在你就好好想想 喜欢怎么布局怎么收拾 谢之言至满意得 看到傅盈盈惊喜的表情 倒是什么都值了 他从多宝格上拿下笔墨 随意画了的图 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位置 这个形状 哎 你不是擅长画作 咱们的新家怎么样 就看夫人的功力了 说完他把笔往傅盈盈手里一塞 双手放到脑后 再次靠过去 背懒的模样 居然是万事不管了 你这 我是打了些基础 可是房屋布局 这些我可没做过 第479章 丧妻扎姐夫X 续贤小姨子 17 傅盈盈撅起嘴 有些不满的抗议 不过她喜欢画作 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对她还挺关注的嘛 想到这点 心里又有点喜悦 自己布置房屋呢 这么大的工程 哪有交给女子来做的 真不是开玩笑模 经过这段时日的亲密相处 她也了解 夫君不是那么无聊 在这种事情上逗她玩的人 有些跃跃欲试 那我先试试 这就对了 躺在榻上那人文言 突然拍手夸赞 不愧是我家小盈盈 这事儿 你不做 莫人会做了 请外人来画图纸 又总觉着不合心意 总归 是我们自己的屋子 又不接待外客 自己觉着怎么舒适 就怎么来 那我们就说定了 我书房里 还有一些房屋布局的书 等下 我让小屋子送来 这遭辛苦夫人 为父拜托了 她起身 玩笑的作衣 虎得傅盈盈不知所措 只好无奈地笑 她明明说先试一试 怎么就敲定了 不过她说得也没错 人如果在自己 最久时间待的屋子 都要束缚刻板 那也太凄惨了些 那我可要好好地钻研一番 免得到时候 孩儿生出来 嫌她的屋子不舒适 真是个好娘亲 谢之言靠近她 那我呢 夫人不管了 管 管 您可是谢府大老爷 我怎敢不管呢 傅盈盈伸手点了下 她轮廓坚实的额头 唇角的笑意暖融融 或许是心宽了 又加上谢之言这段时间 搜寻了不少好吃的补品 她的脸上尝了些肉 一笑起来 两个酒窝明显 看得人心情愉悦 自从接了管家权 她的生活变得有规律许多 身体上自不必说 身边伺候的人十分着景 就连谢之言都显得比她自己还要上心 每日 她说到自然醒 外面管事的开始进来逐一汇报 她还担心自己管不好 接手了之后 才发现 夫君实在是有心 把整个府邸各个职能部门 都理得顺顺的 采取责任制 厨房 针线房 管花园的等各处 都有责任人 管事的 也同样把事情分派下去 出了问题 只需找对应事物的人 这样避免了以往的人员冗杂 事情莫做好 推脱责任的一大堆 想招法不择重 便能干出欺上瞒下的事 傅盈盈面对这样一个良好的局面 根本没有理由做不好 她只需要过问一下各处的汇总情况 针对问题进行逐一裁决 就连中枢 都要每日向她报告 微信就这么立起来了 谢苏宇每天下了学 必须要到西院给母亲请安 府里规范称呼 什么夫人小姨小姐通通取缔 该怎么叫怎么叫 让傅盈盈默想到的是 谢苏玉也变得极其老实沉默 每日例行问安 也不多做停留 眼见着一天天的礼貌规矩起来 其实谢苏玉不是不想蹦打 是她实在无力 蒋师傅先念到四书五经 把她搞晕 然后赵师傅又来阎武场练她 敢有意见就发跑圈 再不服 继续上蒋师傅 四书五经天帝君轻师伺候 她服了 不服也只能憋着 身边没有一个自己人 只能一遍遍在心底牢记 今时今日所受的侮辱仇恨 蒋师傅不是讲过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吗 她谢苏玉也可以 等她长大 能够接掌家业的时候 现在得罪她折辱她的人 她一个也不放过 亲爹又怎么样 还不是忘记了 她和她娘的美好记忆 她听来的消息 现在甚至连她娘生前的院子 都要拆掉讨心人的欢心 亲小姨又怎么样 还不是忘了自己的本 周嬷嬷说的没错 有了自己的孩子 谁还会真心实意地为别人孩子考虑 还有外祖母和舅舅 往日嘴上说的亲热 还不是献了实打实的好处 就把她给扔在脑后了 指望他们为她做主 还不如做梦 七岁的谢苏玉 心中满是仇恨 她阴沉沉地 跟谁都不爱说话 经常受了委屈 愤怒无门的时候 抚摸着她娘亲的遗物 暗自流泪 暗自发誓 这一切都被谢之言看在眼里 但她没有丝毫表示 安慰她 开导她 上演父子大和解 感动人心 不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 孩子长大是一瞬间的事 刚刚认识到 某种自以为世界真相的时候 会生出愤怒怨恨伤心 哪怕是任何一件微妙的小事 在她身上 就如同毁天灭地一般 觉得全世界都理解不了自己 那种深沉的悲哀 也都是真的 更不用提要讽的风 要语得语的大少爷 有朝一日 还会经受吓人的冷眼 厨房的慢待 在她得亏人生真谛的缝隙里 满是风刀双剑向她逼来 终于 有一日 谢苏玉跪在了她父亲的书房外 打发了掌柜 谢之言把人叫起来询问 求父亲 不要动母亲的故居 那是儿子唯一对母亲的念想 儿子求您了 上次出现在书房的谢苏玉 丸固恶劣 根本不把父亲放在眼里 此刻的谢苏玉红着眼眶 可以看得出 愤怒和无能为力 已经充斥满了她的胸腔 但她却能强忍着 进行合理诉求的表述 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之言假装不知 谢苏玉一口气憋在心口 这是连个解释都不愿意给了 她心头悲凉 也快撑不住流下眼泪 您不是要给西元阔院子磨 听说现在已经动工了 对啊 可那跟你母亲的故居 有什么关系 的确是今天动工 果然谢苏玉安纳不住了 不过她能做到这一步 倒是让谢之言高看一眼 这娃还有的救 走吧 咱们父子俩一块去看看 看着眼前的袍子脚已经掠过 谢苏玉压下眼眸中的不解 重重地抹了把眼睛 不甘心地跟了上去 东院一切照旧 她所担心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不会啊 那些婆子不是说 谢苏玉指住话头 意识到自己说漏嘴 儿子 你太不了解你爹了 你母亲很好 我很敬重她 再怎么说 她也为我生了你这么优秀的儿子 我怎么会做这等忘恩负义的事 阔西院是往西边阔 林杰的一排宅子 为父给买了下来 绝技不会动你母亲的故居 放心吧 谢之言伸手拍了拍她稚嫩的肩膀 谢苏玉忍耐许久的眼泪 终于默默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 嘘 你听 第480章 丧妻扎姐夫X 续贤小姨子 18 熊孩子听往日的丫鬟 说怎么 诱导她对付小姨的 联想到现在的处境 羞愧万分 谢苏玉凭住呼吸 指住想要往外走的步伐 有些心惊胆战的 听着里面的对话 早知道当初 劝劝周嬷嬷了 也不想想 咱们是 怎么对二小姐的 这是抱琴的声音 谢苏玉自然听得出来 对啊 二小姐什么人 别人不知道 咱们父父里出来的 还不知道吗 性格从来不争不强 一派绵软 说实话 不管是在那府里头 还是在这儿 二小姐得到的待遇 从来都比不上大小姐 偏偏咱们诡迷了心窍似的 一门心思 要去针对人家 周嬷嬷一说 我们就照做了 那个老前婆 打着卫少爷好的旗号 私底下还不是为了自己得失 看她那一家子 沾亲带故的 都能收出来几千两银子就知道了 想想以前过的好日子 再对比一下眼下的冷清 入化心里 也不是滋味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二小姐受了这么多委屈 咱们院子里 只有少爷一个正经主子 每日的耗费 比西院一个月的都多 还不是磨磨丫头想用啊 听说西院的饭菜 提回去都是冷的 想吃点荤腥 还得自己出钱买 我早说这也太过了 人家毕竟是正牌夫人 又是少爷的亲姨妈 这么着他们这些奴婢 是得了好处了 可日子久了 害得还不是咱们少爷 谢苏玉一张脸 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里面的对话 依然在继续 对啊 这回还不是老爷 都看不下去 才很下心管教少爷的 往日少爷 也只是在他们的怂恿下 说几句狂话 态度上不尊重些 最多到西院里 恶作剧耍闹一番 虽然也挺让人生气的 但这回 是差点要出了人命啊 哎哟 我听得真真儿的 周嬷嬷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就是要让二小姐的孩子 生不出来 最好是撞得再也没法受孕 哪怕是一失两命啊 他怕什么 有少爷顶着呢 我那天还想劝来着 可少爷根本就 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也不想一想 万一真的出了事 这害死亲生弟弟的事 传出去 哪里还有什么虔诚 幸好老爷请来了神医 这不 听说西院还天天熬药呢 到底怎么样 还真不好说 希望少爷能明白 老爷的一番苦心 谢苏玉抬脚就要冲出去 却被谢之言一把拉住 捂了他的嘴 把人带走 等到离了东院的地界 才松开 您为什么不让我问得清楚 谢苏玉此刻的感受 说不上来的复杂 压抑在心底的仇恨 却发现自己恨错了人 更加过分的是 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愚蠢 被一个老嬷嬷和一干吓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要问清楚什么 还有问的必要吗 等他冷静下来 谢之言接口 你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父亲知道你心里有气 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听 反而觉得我不宠你了 就是背叛了你和你娘 那么 我就该做什么就去做 履行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教导你成才 等十日久了 你能明辨是非的时候 就会明白 他伸手拍了拍谢苏玉的肩膀 却发现 便宜儿子低头的瞬间 有眼泪砸到脚下的石板上 只是你小姨那里 你小姨原本不愿意嫁到咱们家 是你母亲一手安排的 就是生怕她去了 到时候 有后娘戳磨你 说起来你小时候 跟你小姨还挺亲的 谢之言说到这里 常叹一声 总归是刁奴可恨 咱们家这些种种 你小姨是最无辜的一个 卫父也不要求 你怎么孝顺她 就这么和平相处就行 是 儿子知晓了 谢苏玉仿佛从牙齿缝里挤出来一般 从未有过的严肃 走吧 咱们去看看 席院动工的情况如何了 你也可以多提提意见 谢之言点点头 转身向前走 谢苏玉却没有跟上来 而是告罪 蒋师傅还留了大字 请恕儿子不能相陪 去吧去吧 谢之言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在她看来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等到谢苏玉离开片刻 抱琴和入化 从席院走出 忐忑不安地出现在月亮门门口 做得不错 去找吴默默 让她带你们去献夫人 听了老爷的发话 两个丫鬟感激地跪地磕头 却被谢之言制止 不必 要谢恩就去谢夫人 临走前 记得跟少爷好好告个别 毕竟这么些年的主仆情义 要让少爷知道 怎么做才是为他好 是 奴婢谨尊老爷吩咐 等到老爷人真的走了 两人这才相识一眼 握着彼此的手 劫后余生一般庆幸 他们也没有说错什么 只是把整个东院下人的罪责 都推到周嬷嬷一个主谋身上而已 他们并非良善之辈 针对西院的事也莫少干 比起那些不规矩的小丫头 被家人领回去 或者发卖掉 士叔和思琪配了装护人家 哭都来不及 他们这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走无磨磨的路子 赖好也能配个小管事 当然 这跟原本的目标有太大的差距 可眼下能活着就不错了 有个正经的归宿 那是梦寐以求 西院这边的工程进展顺利 傅盈盈全部的心神 都放在了设计图上 又是翻书 又是实地考察 忙得不亦乐乎 身子倒是一天比一天康健 他身子重 不宜挪动 便先从林间那一排房子 开始动工 最后再动这边 道石那边也建好了 刚好可以搬进去 让他奇怪的是 他的大外生间妓子 谢苏玉的转变 夫人 这是少爷跟着赵师傅出门买来的 说是孕妇吃了开胃 特意让张大夫看过了 说是无碍 平日兄们可以吃上一些 看着喜儿手上托盘里 放着的平平无奇的几个纸袋 傅盈盈都习惯了 伸手打开 扑鼻的酸甜味道袭来 他忍不住碾了一个放到嘴巴里 嗯 味道果然不错 难为他小小人 还有这么多心思肯想着我 傅盈盈有些感慨 倒是一旁的喜儿 觉得理所应当 第481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十九 乔宁说的 少爷原来是不懂事 可奴婢看着他 近来懂事了许多 也知道好歹了 果然老爷是对的 请了好师傅来教导少爷 把那些雕奴隔开 喜儿收起来这些纸包 放到密件干果盒子里 他还是不进来 傅盈盈问出声 才觉得问了也白问 把奇儿针线房里 做的礼仪斜袜挖出来 送去前院 既然他要和平相处 那么他就接着 也免得夫君夹在中间难做 喜儿动作麻利地收出来 您放心 这事我亲自去做 哎哟 瞧咱们喜儿这话 傅盈盈也想起来 原本的人员凋零 现在跑腿的事 都是三等小丫头去做的 还为了他的赏赐 互相斗嘴吃醋的 院子里等他使唤的人 已经快要挤不下了 去吧去吧 记着不许多嘴 明白 家事也理顺 谢苏玉这个大少爷也不折腾 反而一门心思的学习 扩院子的工程上 中书请了多多的人手 务必在夫人临产前 要住到新院子 进展也很顺利 外面的事他从不多打听 只是夫君说起来他听着 隐约知道 女工们独创了好几种工艺 谢家的绸缎越发知名 甚至都有京城的达官贵人 指名要了 种种景象看起来 没有不顺心的 一转眼 傅盈盈的肚子 都快九个月了 江州城的冬天 通常不会如北方一般下大雪 但依然阴冷得厉害 当家主母也正式地搬了屋子 新的主屋里扑了地笼 而在谢府不存在烧不起碳的情况 傅盈盈穿着家衣 在室内悬绝着燥热 时不时要开着窗透气 临近年关 铺子里生意越发红火 有一批要进货要送往京城 谢之言交代好家中的事 亲自动身走了这一趟 这一去来回便是一个月 还是在水路畅通的情况下 原本是底下大掌柜去的 不曾想大掌柜临行前崴了脚 谢之言算了算时间 能赶在傅盈盈生产之前回到家 再三考虑才启程 到了京城码头 谢之言带着人上下打点一番 好在他到这里半年时间 已经通过自家的生意 结识了不少有能力的小人物 这一趟很顺利 就败到了正确的码头 庆王府 谢之言笑容满面地 给门房塞了个荷包 门房颠了颠重量 也乐呵呵地将人送走 他说呢 往日在京城绸缎庄的合作者 怎么非要他走这一趟 原来是庆王府指名要的 他们怕担责任 这不 他今天才算是把事情办完 得了厚厚的赏赢 这种对上阶级体现的优越感 滋味还挺难得的 他想的不多 来到这里便安分守己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从来也没想过富可敌国 或者野心膨胀 眼下就有现成的皇亲国妻可以攀 他也只是做好自己的事 看了看天色 京城怕是要下大雪 谢之言决定不再耽搁 今晚就走 离家这么久 夫人应该挂念了吧 想到这里 他翻身打算上马 恭迎王爷回府 何人挡路 门房连忙将他拉到一旁 指挥着打开中门 迎接中门 看在他给的赏钱封后的份上 哎呦 还不快躲开 王爷身边的玉娘子 可不是好相遇的 四匹通体雪白的骏马 驾着宽大的马车 里面传来嬉闹声 有女子轻飘飘的嗓音 和男子浑厚的笑声 他的随从牵着马 已经被这阵仗震慑的跪倒在地 谢之言俯身抬眼 似乎看着窗帘一角 被仙仙戏手掀起 一个娇艳的面孔 一闪而逝 宿主 系统检测到 一时空灵魂存在 ZZ001突然尖叫 宿主 宿主请注意 哎 又没了 一直到谢之言翻身上马 哒哒哒地往前走 ZZ001悬百思不得其解 本系统出错了 不对啊 刚刚明明就显示 总局给的程序不好用 不行 本系统要反馈上去 不好意思啊 宿主 打扰了打扰了 嗯 没事 谢之言面上不动声色 冷风裹挟着细碎的雪栗子 刮在脸上 他眉毛都没动一下 快去客栈收拾行列 咱们这就启程 他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吩咐完了随从 直接打马赶到码头 联系船只 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眼看着天气要下大雪 开船下去 还不知道要怎样 那些惊艳老道的船家 都不愿意开船 最终 他出了双倍价钱 拖了关系才谈好 跟着一个大户人家的船只 捎带上他们 刚好这时 随从们带着行李也赶来了 一行人也不拖泥带水 这就上船 谢之言吩咐下人 都窝在这一层不要动他 等下拿银子去厨子呢 就这一段时日 大家都委屈些 等咱们回到江州重重有赏 船终于离了岸 谢之言这才 彻底松了口气 船只刚走不久 码头上便来了一群人 卫手地穿着光鲜亮丽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养的护院之类 献了那江州来的 绸缎商人吗 寄人到处打听询问 知道得到消息 说是人走了 才垂头丧气地回去 得到消息便赶了出来 本以为在客栈 就能把人请回去 莫想到耽搁了一下 人 直接就回江州去了 卫手地不悦 冷哼一声 不识抬举 御夫人看得起 他是他的福分 莫想到这 老小子生了个鼠胆 天大的富贵 都不敢伸手 哼 咱们走 回到王府报告一声 那御夫人果真人如其名 生得花容月貌 尤其一身姐夫 七双赛雪 难得的是 如上好的美玉一般 温润通透 就连来回报的侍卫 都觉着 哪有男人不爱 这等娇娇人 难怪在王府里 横行无际 谁让王爷喜欢呢 就是一介商户 喜欢他家的东西以后 让下面定期盛上来 就是了 哪里用得着 月儿你费心 庆王有些不悦 御夫人听了这话 露出了笑意 伸手搂着王爷的脖子 倒不是觉着如何 就是能想出来 这等巧思的人 不应该是这个平行啊 王爷不是烦恼 底下人不识趣吗 咱们就趁机敲打敲打 第482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0 一路上 风雪交加 好在河道没有被封 出去京城地界往南去 渐渐走着就冰雪渐消 终于 江州城到了 在船上待了大半个月 脚尖踩到地面 难免有些飘忽 小巫子已经快马回府 通报了老爷即将到家的消息 傅盈盈顾不得身子沉重 要去门前迎接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分开呢 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 每日只能 看得到脚尖 近日来还总觉着小腹坠胀 听王嬷嬷 说是快到时候了 虽然稳婆和奶娘 在夫君走之前 都选定好了 可她这心里 还是有些慌 傅盈盈挺着肚子 刚刚打理好 准备出门 又有人来报 老爷已经进了 西院的门了 他急忙迎上去 周围伺候的人都慌得不行 小心地搀扶着 迎面看到那离了 有衣月有余的男人 高大的身影 有了些风霜 面容稍稍显得憔悴 看着他的瞬间 爆发出喜悦 别别 先别碰我 谢之言想要上前 又想到了些什么 连忙止住脚步 我这一路上 不干劲 别勋着你和孩子 看你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没事 随后指挥着王嬷嬷 把夫人扶回去 自己到前院老地盘 洗漱打整干劲再来 刚刚陷着那人 不料就没影子了 傅盈盈内心有些失落 但总归安全到家 让他一颗心落到了肚子里 哎哟 老爷这样 咱们还真没陷过呢 果真是把小姐放心肩肩上了 王嬷嬷倒是有些感慨 这大老远的回府 还不得紧着召集掌柜管事的呀 可老爷连前院都没去 少爷也没现 直直地冲到戏院来 为了看您一眼 可真是嘖嘖 傅盈盈被他打去的脸红 心头泛着甜意 小声嘟囔了一句 分明是为了看孩子 便扭身进了里间 随后又吩咐到 交代厨房 把那羊肉汤炖好 煮了劲道的面 等老爷打整好 就盛上去 地下小丫头都捂着嘴偷笑 夫人嘴上不说 可心里面还是挂念老爷的 这俩人可真好 谢之言在前院书房内 痛痛快快地洗了澡 连洗三遍才觉着清爽 换好促心的冬衣 便有热腾腾的羊肉汤面端上来 一听是夫人吩咐的 满是笑意地 打赏了厨房的人 就在这时 各处铺子上的掌柜 庄子上的管事都来了 谢之言也不含糊 脑海里清楚地 将要交代处理的事情 过了一遍 直接当着底下人边交代 便呼噜羊肉汤面 剪重点都分说清楚 面条也陷了底 这大冷的天 尤其是江州城的天气 湿冷湿冷的 这么一碗羊肉汤面下肚 那可真是浑身暖洋洋 四肢百孩都舒服了透底 他把碗一推 行了 今儿就到这 各处应该发的赏钱都发下去 让大家安安生生过个好年 哎 别急着走 小巫子 吩咐厨房 羊肉汤面管够 这可是夫人的一片心意 你们先吃着 老爷我先走一步 他豪爽大气的驾驶 地下这些在谢家卖命的现了 无不心生感动 尤其是一些老掌柜 在他走后还感慨着 当年的热血少年又回来了 家主能够凭借着年少之力 就撑起整个谢府 他踏实时走到眼下 生意红火 家事顺畅 谢家未来可期啊 少爷 老爷在书房县掌柜们呢 咱们直接去书房等着 这是谢苏宇身边的小司 叫双喜 今年十六 他打听了消息 就急忙赶到少爷身边禀报 知道了 谢苏宇停下链子的手 说完又继续写下去 他都八岁了 过生辰的的时候 父亲在外忙生意 小姨处处都做得妥贴 也给他放了一天假 给他置办了上好的衣衫和笔墨 他仍然在冬院待到了半夜 这是第一次 他自己一个人待在冬院过生辰 悲伤并没有那么多 更多的是失落和孤独 少年人成长的道路上 总有些事情是要自己经历 然后明白的 这一点谁也帮不了 还有什么事吗 谢苏宇看着一旁欲言又止的双喜 终于停下笔 少爷 咱们不去拜见老爷吗 双喜不明白 明明从老爷要回府的消息传来后 少爷就一直让他打听 怎么现在老爷已经回到家 少爷反而不着急了呢 双喜是个耿直的小子 正是因为耿直才这么大 还没个正经差事 因为不会哄人不讨喜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耿直老爷 才相中了他 一开始 少爷很讨厌他 可少爷也没法子 相处久了 现在的双喜觉着 少爷好像还挺喜欢交代他办事的 谢苏宇叹了口气 知道这个傻大哥 不和他说明白 他是不会懂得 是这样 父亲现在还忙着 我去了他又不好不见 但是掌柜和管事们等着也不好 反正在家里随时都可以拜见 何必争这一时 双喜想了一想 果然如此 一脸少爷就是厉害的表情 退到了门外 屋内的谢苏宇 还想继续练字 沾了沾笔墨 却迟迟无法下笔 最终一滴墨重重地打在宣纸上 他叹了口气放下笔 脑海里纷乱不堪 一时想着 父亲献过了管事们 接下来肯定是去西院 毕竟小姨快生了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一时又想着 什么时候起 他谢家大少爷 也会为一个小丝的感受而在意了 直到门口双喜的声音响起 拜见老爷 爹 谢苏玉的身子比脑子快 猛地冲出门 果然看到 他爹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门前 正脸色温和地看着他 冷风一吹 大脑清醒过来 谢苏玉有些不自在 拱手道 儿子拜见父亲 叫爹也挺好的 谢之言不嫌不但打去了一声 走进谢苏玉的书房 拿起他练到一半的字看了看 点点头 进步不小 看来跟着讲师父是用心了 多谢父亲夸赞 儿子会 继续努力的 那句爹在喉咙里转了又转 还是被谢苏玉咽了下去 然后他看到了面前的一块碧玉 谢之言从怀中拿出 手掌摊开 通体透亮 水头极好的玉佩便出现了 给你补的生辰礼 拿着用吧 日渐大了 出门见客的时候 也能压压袍子脚 第483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1 傅盈盈一直在等 听说老爷一口气喝完了羊肉汤面 还赏了厨房银子 听说老爷 以夫人的名义赏了管事们 听说老爷去献了少爷 知道了 你们这是干嘛 我又不是那小心眼的 苏玉半大的孩子 正是需要父亲关爱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希望他能好好长大成才的 孩子生出来 就有个好哥哥 是最好不过了 看着丫鬟有些小心的态度 傅盈盈出言打趣 他转了一会儿 倒是脚有些酸 退了鞋子一看 才知道脚面肿了 正在这时 老爷进来了 打发人下去 他脱下外袍 一撩衣衫 伸手抬起他的脚 放到腿上 轻轻按起来 夫君 使不得 傅盈盈羞的说不出话 想要挣脱 又争不开那个有力的大掌 一张明显圆润了的脸红通通的 别动 这一个多月让你受累了 我这伺候伺候你 心里好受险 他一句话说得傅盈盈不动弹了 干坐着又会压到肚子 干脆像往常一般 已在榻上 现在的他 再也没了之前的瘦削单薄 虽然四肢还是纤细 但相比丰润了不少 此刻五官才显出夺目来 青涩的少女 这才发育完全 在即将成为母亲的时候 气质越发动人 就连王嬷嬷私底下都觉着呐喊 人家大肚子妇人 都是形容憔悴 脸上长斑 或者过度肥胖 他家小姐倒是一日比一日美丽夺人 一身皮子嫩的能掐出水来 除了日子好过了 还有一点 怕不是怀的是个女孩 这扫心话王嬷嬷自然不会说 只是准备包备小衣裳的时候 也一并准备了许多鲜嫩的颜色 心里想着 先开发后结果也是好的 甭管是小少爷还是小小姐 都是谢府的宝贝 这边向谢之言手法独到的 给夫人按好了脚 两个人都昏昏欲睡的 干脆都躺在床上睡着了 这张床是他特意交代匠人 十个匠人花了三个月的功夫做好的 宽大舒适 就连他这么长手长脚的 也不会影响到身旁的孕妇 傅盈盈睡了一会儿子 然就醒了 看着一旁眉目舒展的男人 睡得正香 显然是泪狠了 这才伸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他的脸 唇角扬起一抹笑意 作为代产的孕妇有些生理反应总是控制不住 把男人的手从身侧拿开 她想要起身却浑身乏力 好在王嬷嬷一直盯着屋内的动静 此刻探头见到丈子微动 连忙小声道 夫人 私底下叫小姐 老爷在的时候都要叫夫人的 快来 傅盈盈连忙小声回应 还给王嬷嬷手势让她小点声 两人偷摸着到了屏风后解决了问题 夫人您看 晚膳还传老爷的吗 王嬷嬷伺候着夫人坐下 说是坐下 那个大肚子怎么能做得好 所以处处都放了厚厚的软垫 好方便夫人携一张 傅盈盈连忙摆手 让厨房预备着 别灭了火 老爷累了一路 还是不要叫她 什么时候醒了 什么时候传膳 最终 晚膳只有傅盈盈一个人用 和之前不同 这会儿 谢之言就在离她不远的床上睡着 有个什么事 只需要叫一声 她便会起身给她做依靠 这种心情 自然是不同的 在这种好心情下 傅盈盈吃多了 也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觉着肚子格外顶得慌 她伸手摸着不停折腾的小宝贝 有些难受 这是小少爷尝得大了 翻身呢 王嬷嬷看了看 有些不放心 要不 叫张大夫拐着慢 不用 我就是吃多了 傅盈盈又被扶着走了两圈 这才躺在谢之言身边 奈何肚子里的磨人精 不但翻身 估计还在练拳脚呢 小拳头小脚蹬得不停 傅盈盈又困又眷 偏偏睡不安生 心里烦得慌冲着身旁的男人拍了一把 嗯 谢之言费力地睁开双眼 看着撅着嘴的傅盈盈 怎么了 谁让我们家小盈盈生气 看我不打她板子 她说着说着 又要睡去 傅盈盈听了莫名的委屈 袭上心头 这会儿小盈盈叫得清热 当初是谁 把她取了 就丢在冷清的角落里不管的 这么一想 心潮翻涌 气得眼圈都红了 就是你的娃欺负的 不对 是你欺负的 没有你怎么能有我啊 好好好 小盈盈不气了呀 看卫夫替你教训她 谢之言眼睛都默正 一把揽过她的身子 温热的大掌 缓缓地抚摸着高高的肚皮 低沉的嗓音哄着 乖宝宝 别闹你娘 再折腾你娘 等你出来 跌跌打你屁股 你还说 宝宝还没出来 你就要打她了 我可怜的宝宝 傅音音觉着 自己可能矫情上瘾了 可她控制不住 清醒的夫君 是那么让她不敢亲密 可现在的夫君 仿佛能够包容她的一切 她都不知道 自己有那么多小星子 好了 你也是乖宝 不许闹 乖乖闭上 眼睛睡觉 背上被轻轻拍着 傅音音耳边听着 有声以来第一次被人真实地哄着 脑海里 一片江湖 肚子里的孩子 也奇异地安静下来 她闭上眼睛 就这么睡着了 谢之言一觉睡到天光大亮 这才彻底地休整过来 脑海中一片清明 她看着身旁的傅音音 想起昨夜的事 忍不住逗弄了一会儿 这才起身 老爷 小屋子说 是有要事回禀 王嬷嬷进屋来 我去看看 这个点来回禀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急 谢之言冲着傅音音交代一声 披上棉袍出门 廊下 小屋子已经急出一头汗 老爷 他迎上去 又压低声音 庆王府的赏赐到了 就在府门口呢 嗯 不是一锤子买卖结束了吗 怎么又有什么赏赐 怎么说 他沉吟道 来人说 不见老爷不进府 这赏赐不是金银 而是 而是 是什么你倒是说啊 听得小屋子居然结巴起来 谢之言你没催促 是 是大活人 一个娇媚万分的扬州兽马 小屋子语调抬高 说完才捂着嘴巴 看向谢之言身后 夫人 夫人 王嬷嬷惊叫 老爷 夫人破水了 第484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2 谢之言回头 只见傅嬷嬷痛得说不出话 身旁的王嬷嬷和丫鬟 也都慌乱成一团 都让开 他转身一个剑步走到他身边 蹲下身 一把将人抱起 产房准备好了吗 立刻去叫稳婆和张大夫来 产房是谢之言专门吩咐人布置好的 他自然知道 在哪 抬脚就往那个方向走 仿佛有了主心骨 西院的下人 瞬间都动了起来 产房地龙早就烧起来了 这会儿人都不知停荡 刚刚小丫头 就去叫孙大夫了 王嬷嬷小跑跟在身后 一边回话一边看着 果然稳婆已经出现在产房门口 这才面色一缓 不往府里每日毫米毫面地 养着他们半个月 稳婆是全江州城经验最丰富 接生成活率最高的 这次为了谢府推了好几单生意 好在这一笔顺路的话 几个月都不愁花用了 见到傅嬷嬷被当家男人抱着过来 面上倒是不慌 羊水已经破了 还望老爷避让 让老奴给夫人看看 一个稳婆扶着傅嬷嬷 另外站在床尾 身旁有丫头伺候着镜首 谢之言知道 这是要内减了 只拉着傅嬷嬷的手 夫君 你快离开 躺在床上 刚刚那一下剧痛过去 傅嬷嬷恢复了些精神 咬着唇 把男人的手往外推 我就在门外 有事叫我 痛了不要忍着 嗯 这一幕 把王嬷嬷都看得要掉眼泪 千说万说 才把老爷推出了产房 才开三指 倒是不用着急 夫人要是要事有力气 就站起来走两圈 能吃得下东西 就尽量吃 待会儿可是要费体力呢 稳婆见没什么特殊情况 动作熟练的禁手 张大夫此刻就在外间候着 已被不时之虚 双保险 傅嬷嬷也想早点生出来 这小魔人精 平时最调皮 怎么这会儿又老实了 刚才小巫子的话 她刚听到 只觉着孩子重重地踢了她一脚 然后羊水就破了 什么王府来的赏赐 还赏赐了个兽马 肚子的抽筒传来 提醒傅嬷嬷 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她听稳婆的建议 改变呼吸频率 以降低疼痛程度 王嬷嬷在窗子前往外瞧了一眼 回身趴在傅嬷嬷耳边 敲声说道 老奴亲眼看过了 老爷就在门外呢 您放心吧 傅嬷嬷心下安定 扶着王嬷嬷的手 拉我起来 我要多走走 好让这个小魔星早点出来 唉 厨房熬着的老母鸡汤下的金丝面 咱们走累了就吃东西 还是王嬷嬷了解主子的心事 喜儿在旁边看着 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门外 小屋子围着自家老爷 都快转成了陀螺 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哎呦 奴才的好老爷 夫人这边也磨这么快 门口那可是王府的赏赐 要您亲自跪营的 您现在去看一眼 再赶回来 也来得及 老爷 算奴才求您了 咱们谢府在江州城市树的上号 但是在京城王爷 那真的不算什么呀 行了 闭嘴 谢之言被他烦得不行 一脚踹过去 可那小屋子是谁 从小跟着他的 顺势抱住他的脚 他甩了两下没有甩脱 你个蠢才 那些人让你来寻老爷 你没有寻到 不就成了 一个兽马 还要老爷跪营 打着王府的旗号又如何 他也配 他压低声音 上前拽着小屋子的衣领交代 是是是 老爷英明 小屋子脑子转得快 瞬间明白了其中关翘 连忙撒手后退 老爷呢 我得赶紧着去寻老爷 说完 一溜烟地跑走了 看得谢之言啼笑皆非 然而轻松的心情 很快便被一声惨叫打断 怎么了 夫人 他忍不住上前拍门 听到有人回话 说是夫人无事 一切正常 可叫声却越来越凄惨 还是冷不丁来一下的那种 这下轮到谢之言转圈了 最终他找到 离傅盈盈躺着的地方 最近的窗户 就这么隔着窗户 一会儿问一声 夫妻俩 你一句我一句地对话起来 王嬷嬷 记得哄着夫人多吃点 盈盈你这会儿怎么样 还疼不疼 一连串的对话 让王嬷嬷都绷不住 在傅盈盈耳边说道 这老爷眼看着 兜尔丽之年 都第二个子女了 怎么反而像是 毛头小子一般 不过敲着呀 可真是 把我家小姐 放在心间肩上了 那个慌张劲 傅盈盈想要反驳 却发现 王嬷嬷说的都是事实 没什么好反驳的 谢府门口的小轿子里 一个身材纤细 眉目寒情的姑娘 正簇着眉 有些不耐烦地问 怎么回事 你到底通报了没有 回姑娘的话 是真的找了 莫找到 也不知道老爷去哪了 我这就派人再去找找啊 得了小屋子吩咐的中书 老是憨厚的回话 如果问得再细 便一推二五六 一问三不知 这天冷啊 教夫都不耐烦了 赏钱又不算多 在这受冻 算怎么回事 您看这天这么冷 要不还是 先进府里来 喝碗热茶暖暖身子 兄弟们也都辛苦了 大老远的 中书笑呵呵地揣着手 看着一旁的教夫 教夫自然同意 忍不住开口 姑娘 不行 那个姑娘嗓子甜腻 此刻倒带了一丝尖刻 我可是沁王府出来的 这么不明不白地 尽了府算怎么回事 必须你们谢大当家的亲吟 他牢记着 送他来这的主子吩咐 要先造出声势 务必勾住男人的心 为了经验出场 他特意没穿厚厚的凹裙 毕竟主子说了 他身段最美 隐隐一握的先腰 没有男人不爱 不过这会儿动得手脚冰凉 真是晦气 此刻西院的产房里倒是顺利 已经开了六指 最疼的劲儿已经过去 傅盈盈也能吃得下东西了 养精蓄锐 决定好到战斗胜利 小巫子又回来了一趟 在老爷身前攻身回禀 口气挺大 文书也齐全 就是让人觉着不像是王府来的 像是哪家小门小户的 正是不够大 看明白了 谢之言反问 对于小巫子这个结论并不奇怪 第485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3 告诉中书 让他先进府再说 这么一顶粉色小叫 在他谢府门前听着 外人看到了 还以为他那妾了 什么东西 也敢打着王府的名头来欺压他 真是是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有的人这就按捺不住了 夫人 用力 夫人吸气 吸气 对 依次吸三下全吐出来 产房内热闹起来 谢之言的心神也连忙收回 开始隔着窗户给傅盈盈打气 府门口的轿子终于还是抬了进来 轿子里的姑娘倒是想坚持 奈何轿夫直接被管家说动了抬进府 办完交接手续 领了厚厚的赏钱 就走人不管了 气得那姑娘一张翘脸煞白 面上又露出娇羞 敢问管家 可知老爷何时回府 毕竟得罪了亲王府 我一个小小女子死不足惜 就是怕与老爷有爱 已经进了谢府 买卖文书 也到了谢府人手里 他只能按捺下来 一切都要等见到老爷再说 就凭他 拿下一个小小江州城的买卖人 还不是手到擒来 到时候 让这些不拿他当回事的贱奴才 都付出代价 他用帕子掩住脸 眼神中露出一丝怨恨 还望姑娘耐心等待 已经派人去找了 抱歉姑娘 如意给姑娘上茶 甭管他怎么问怎么催 怎么软硬兼施 这老管家像是聋了一般 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 到最后 这位姑娘已经懒得再废口舌了 端起茶水就喝 就在这时 门房外传来喧闹声 这是怎么了 中书不满的扬声问 只听小丫头如意 脆声声地回 夫人生了 老爷吩咐 和府上三个月月前 人人有份 真的 小少爷是个有福气的 月前这点小钱 中书并不看重 让他注意的是 老爷的重视态度 什么小少爷 是小小姐 大家火呀都说 小小姐是个有福气的 听说老爷乐得不行 抱着不撒手呢 如意像的百灵鸟一般 所有人都面带喜色 他回文化抬头一看 哎呦 姑娘您怎么出来了 看再把您冻着 中书这才一正 这不说漏嘴了吗 回头对上那姑娘满腔忧怨的眼神 这就是您说的 找不找老爷 合着都是耍我玩的 老爷夫人大喜 我这个伺候人的 自然要前去道喜了 他说着 便要往外走 如意下意识拦在他身前 被他的丫头一推 站住 中书语调不高 但却带着威严 既已入了我谢府 便要守谢府的规矩 如意丫头 你领着这位姑娘去庭院 劝姑娘 还是安心住下 等明日老爷抽出空来 再拜见不迟 那姑娘倒是想走 但她一步认识路 二人生地不熟 想了又想 还是忍下了这口气 漠不作声地 跟着如意去了庭院 庭院在谢府的东南角 招待外客的地方 景之大气 就是冷清的厉害 且离主院远 如意心里气不顺 想着一个伺候人的玩意儿 刚来就想要在夫人面前扎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省心的 她故意绕远 带着这主仆二人 七拐八拐的 直到把人快绕晕了才走到 她打开门 这两间屋子 您随便住 到了饭点会 有人来送饭 需要什么可以吩咐院子里的小丫头 这 可这什么都没有啊 姑娘不乐意 看了眼屋子 倒不是缺东西 就是不像女子住的 连个梳妆台都没有 您要东西啊 这得等您见到老爷再说 我一个小丫头 哪做得了主 如意一甩辫子 骄傲地走了 这府里真是没个规矩 居然这么可待咱们 姑娘身后的小丫头 忍不住叫躯 她松开包袱 小姐 咱们这可怎么办 来的时候 以为什么都有呢 咱们就带上了私房 先别慌 一切等现了老爷再说 那个姑娘 倒是眼神很稳 摆了摆手 今天这事 肯定不是爷们儿家的手段 我倒是小看了这家的夫人 根本不是主子说的 与世无争的性子吗 还真是 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个小丫头不顶事 主扑两个 只能亲自动手 铺开没有晾晒过的被褥 想要吩咐人 也默然搭理 最后使了银子 才用上热水 这一番折腾 别提多糟心了 此刻的西院厢房内 傅盈盈正在喝着小米粥 看着一旁不停哇哇哭的女儿 也顾不得身下疼痛 连连问道 这是怎么了 宝宝为什么一直哭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奶娘就等着这会儿呢 及时上前 丙夫人 小姐这是饿了 奴婢这就给魏小姐 慢着 帘子外传来男子的声音 奶娘吓了一跳 连忙放下打算掀衣服的手 无妨 你现在一旁伺候 傅盈盈有些虚弱 但精神头道还好 夫君 怎么了 鉴于这个时代的特色 与人生孩子男人 恨不得离巴掌远 尤其是产入妻 见面是不可能的 最多有奶娘 抱着看两眼孩子 谢之言无法 只能中间拉了个帘子 这样两个人 还是在一间屋子里 缩短距离 傅盈盈能接受 重要的是 也能预防傅盈盈的产后抑郁 及时排解她的情绪 孙老大夫说 头一个月 母亲亲未的孩子 身体好不容易生病 她说出了早就想好的说辞 王嬷嬷倒是有经验 听到老爷吩咐 就看夫人 真的 那还等什么 快把小姐抱给我 傅盈盈这下来的精神 自从生完 她整个人都有些茫然若失 空落落的 又有些莫名的难受 这么小小的人 万一生病了怎么办 她能养好吗 要是奶娘不尽性 或者遇到雕奴客带 这是正常的体内激素 剧烈变化引起的感觉 傅盈盈不知道 但她听到 自己可以亲自喂孩子 突然就有些开心 稳婆得了吩咐 开始给傅盈盈做按摩 以便亲自喂养 按着按着出来了点 连忙抱着孩子自己吸 可是总也喝不到嘴巴里 孩子急得直哭 傅盈盈也腾出一头冷汗 王嬷嬷心疼 心下一转 便趴在傅盈盈耳边说了句话 傅盈盈听后 小脸通红 看着哭的嗓子 都沙哑的女儿 微乎极微地点了头 第486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4 谢之言 见到王嬷嬷出来 连忙问怎么回事 老爷 这事儿 还得您亲自给夫人帮忙 片刻后 谢之言眉头上挑 静手 竖口 挥腿 伺候的人就进去了 傅盈盈正伸出手指 轻轻地触碰身侧的女儿 这是她正命生出来的呢 看着她有些发红的柔嫩脸蛋 细小的手指 无一时捉住她的 心中被满满的温情感染 就算再痛苦 也值得呢 哪怕人人都想生儿子 可她觉得 只要是自己的 儿子女儿都好 她小时候受到的默示冷落 绝对不会让女儿也遭受一变 让她在意的是 夫君的态度 毕竟这关乎到女儿以后的待遇虔诚 可夫君比她表现得更加欢喜 她心里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正想着 有动静传来 她转头对上仙帘子进来的夫君 想起王嬷嬷的建议 立刻调转视线 继续看女儿 咱们女儿再好看 能让你把夫君都忘了 谢之言凑过来 俯身盯着她 然后单膝跪在她前 将女儿抱得远了一些 伸手轻轻拉开她的衣巾 触碰空气的那一刻 傅嬷嬷身子 经不住微微颤抖 她的手稳稳地扶持 低头下去 一旁的女儿 仿佛知道自己的口粮被抢了 眼睛睁开 湿漉漉的黑眼珠幽 有些雾气萌萌 寻着动静 看向父母所在的位置 傅嬷嬷无意间 撞上了女儿的眼神 虽然知道 她现在还看不清楚 但心底的羞意无法抑制 最终推了推她的头 可以了吗 我怕乖男男饿坏了 片刻后 男人闷哼一声 快乐 配合着按摩手法 感觉到一些变化后 谢之言重重一作 嗨嗨 看着终于粮食充足的粮仓 傅嬷嬷惊喜地抱起女儿 一个为的开心 一个吃得满足 根本没人在意 一旁被枪到的谢府大老爷 总之 折腾了这么一通 谢家大小姐 总算顺利吃到了 来自母亲的具备免疫力的口粮 而她的父母 感情也变得更加粘腻起来 在谢府中 最新的形式是 夫人的需求高于一切 这一点在铁一般的事实证据面前 谢府上下都达成了共识 就连谢苏玉也不例外 听说小姨在听说王府赏策的女人给父亲后 突然发动 被气的意外提前生产 那颗心气上八下的 又是担心 又觉得小姨也有点太小心眼了 一个玩意儿至于磨 气坏了 身子可怎么好 心底里也隐隐埋怨父亲 明知道小姨心思重 想什么不爱说出来 还整出这么一档子事 不是说别人送女人 这在谢苏玉看来很正常 而是不应该 在这个要紧关头 被小姨知道 真是的 父亲怎么行事 越来越不谨慎了 这种胶着 直到得知夫人顺利生产 母女平安的消息后 彻底地动了一口气 虽然这种高兴 不应该掺杂其他的因素 但谢苏玉心底里 的确是庆幸的 还好不是弟弟 看来上天还是待他不薄 哪怕确认了 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八岁的他 也免不了有所猜疑 很多不安定的想法 时不时地充斥他的脑海 还是妹妹好 对谁都好 生弟弟的话 还是晚一些 等他再长大一些比较好 这不 未了心里这点歉疚 他现在一下学边 去搜罗各种好玩意儿 就等着满月礼上 送给妹妹呢 这天 他带着双喜高升两个小丝 未了赶时间从东角门出 不料在花园里 装上了个身姿纤细 如若柳浮风的女子 这女子生得花容月貌 系着普通的月白段子披风 头上却插着碧玉簪 谢苏玉脚下稍稍迟疑 就被叫住 奴家常听人说 大少爷生得清俊非常 百闻不如一见 果真如此 女子从廊下穿过 声音仿若空谷音笛 端地好听 她轻轻摆动着曼妙的身姿 来到谢苏玉面前 迎迎一拜 奴家拜见大少爷 你是哪里的丫头 好生不知尊重 谢苏玉虽然往日胡闹 但周围一群捧着的丫鬟嬷 都把她当小宝贝看待 故此还没有过真正的女子 冲她来这一套 这么一看 夭夭调调的 顿时眉头高高拧起 少爷息怒 奴家名唤柳 叫柳的姑娘并不以为意 起身看了一眼 双喜捧着的东西 这铜炉香球倒是精致 如果柳看得不错 一晃动还会有铃声响 孩子的确会喜欢 只是少爷要送给大小姐的画 不大合适呢 柳话说了一半 捂着嘴巴 一脸失言了的模样 果然 谢苏玉上了钩 也顾不得追究她的身份 快说 怎么不合适了 她好不容易寻了 自己小时候的宝贝盒子 找出来打算翻新 再换上精美的配饰 打扮得漂亮精致 送给小妹妹呢 今儿就是为这个出的门 这会儿冷不丁 听见人说不合适 能不想着一探究竟魔 双喜酣直 高声脑子活络 这会儿已经看出不对劲 连忙想要出言提醒少爷 只是那叫柳的姑娘 走进少爷一阵低语 少爷您想啊 这香球要用什么香 可是有讲究的 万一这香对身子有爱 大人不要紧 小孩子可不得了 少爷当夫人是亲人 一片赤诚地想要奉上自己珍贵的礼物 可就怕有的人心思不正 用这个做法子 住嘴 谢苏玉眉头直竖 看起来倒是有几分像他父亲 他又打量了柳儿一番 明明想要发脾气 叫人把他拉出去打板子 或者告诉父亲给他提个醒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硬生生地把怒火压下去 重重盯着他 冷哼一声转身往回走 门也不出了 双喜和高声也连忙追 直到回到前院 高声才来得及说话 少爷 那女子就是当日在府门口闹事 吓得夫人早产的人 据说是仗着王府的名头 折腾不休 天天闹着要献老爷呢 庭院里的丫头 都叫苦连天呢 怪不得 谢苏玉脸色有些不大好 把东西收到库房里吧 少爷 老爷和夫人带您是一片真心 您可不能 因为那女子不着四六的话 就高声还想再劝 第487章 丧妻扎姐夫X 续贤小姨子 25 本少爷心里有数 让你收就收 哪那么多废话 谢苏玉冷下脸 收脸已久的杏子 突然蹦了出来 一阵阵的拱火 但她已经不是当日愚蠢的小孩子了 她开始懂得如何在外人面前 掌控自己的情绪 当下深吸一口气 脸上神情和缓 也是我考虑不到 我小时候的玩意儿 妹妹未必喜欢 明日我还得出福给她 寻摸心巧的好东西 双喜和高声对视一眼 都不约而同松了口气 视夜 听到高声轻微的打憨声 谢苏玉睁开眼睛 悄悄起身 花园内 依然是月白色披风 柳儿已经等候多时 动得浑身直打哆嗦 终于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 等到了自己想要献的人 少爷 您来了 她努力抑制 自己想要哆嗦的身体 平静地说道 仿佛她来不来 对自己毫无影响 不要废话 你怎么会有五瓣莲花吊坠 谢苏玉裹着厚厚的胡球 冷着脸 低声问 白日里 就在她 因为眼前 这个柳儿大逆不到的话 要发火的时候 却顺着她的动作 看见了挂在她脖子上的 五瓣莲花吊坠 这是她娘生前喜爱的 位数不多的御事之一 傅明珠一向爱经营 就连首饰 都以精巧华贵的金石为主 谢苏玉之所以记得清楚 是因为这个五瓣莲花 本就罕见 还被她淘气 亲手弄坏了一半 而柳儿脖子上挂着的 正是坏了一半的 她心里怎能不惊涛骇浪 就在她想要问个 究竟的时候 那柳儿附在她耳朵 让她晚上来小花园 似乎有什么 关乎母亲的事情 要告诉她 谢苏玉心内直觉 她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来了 只见柳儿 直直地跪倒在她面前 将吊坠双手奉上 低声唾气 少爷 柳儿来晚了 让少爷受委屈了 近声 慌得谢苏玉连忙环顾四周 确定默然才松了口气 有话直说 再卖关子本少爷 这就禀告父亲 是 少爷容禀 柳儿咬唇 眼神中闪过一丝怨恨 莫想到谢府连的小小娃子 都这么霸道冷酷 没有少爷的吩咐 揉着磕疼了的膝盖也不敢起 少爷可知 您的母亲是柳儿的救命恩人哪 奴家小的时候 遭了拐子拐骗 还是被您母亲 当初的谢府夫人给救下的 柳儿眼珠一转 现编了的故事 听得谢苏玉眼泪差点掉出来 她就知道 那些奴才不好 可她娘亲是好的 是最善良美丽的女子 原本我想着 要一辈子伺候夫人 报答夫人的大恩大德 可是夫人不许 说奴家还有大好年华 不能一辈子为奴为婢 还是在夫人的帮助之下 奴家寻到了在王府 做帮佣的父母 这才一家团圆 当时少爷也才三岁 戴着虎头帽子 最爱让夫人抱 可爱得紧 她说得真真儿的 谢苏玉一想都对得上 心内已经信了七八分 这就是大人和小孩子 思维的不同了 这个时代 哪家男孩不戴虎头帽 哪个孩子不喜欢娘亲抱 更不用说谢苏玉这样 母子感情好的孩子 这回也是敢巧了 无意间见到了老爷 打听到了您家里的事 这才知道 夫人已经 奴家伤心的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眼都快哭瞎了 奴家的双亲无奈之下 只好求了管事 让奴家顶替了 原本的扬州兽马来的谢府 她这才抬眼看着谢苏玉 拉着谢苏玉的手 柳儿思来想去 只有这个法子 能报答夫人的再造之恩 进谢府 用自己微薄之力 来保护少爷 长大成人 当日夫人怕柳儿 在家里受苦 才给了我信物 莫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后娘哪里能对孩子 真心实意的好呢 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 就更加可怕了 柳儿一条贱命 无所谓 今生报答不了夫人 只愿能默默地守护少爷 以告慰夫人的在天之灵 她说完 又深深地跪幅在地 冲着东院的方向 拜了三拜 眼前女子的做派 深深地感动了谢苏玉 她亲自把人扶起来 哽咽地说道 柳儿姐姐快快请起 早知如此 谢苏玉迟疑了一下 这才缓缓说道 柳儿姐姐大可不必如此 我娘就是个心软 见不得人受苦的 往日里救济的人数不胜数 只是现今都走得走散的伞 还有那一干莫良心的 为了自己的好处 连娘亲的面子都不顾了 反倒是远在京城的柳儿 记在了心里 还千方百计地 想法子到谢府 想要报恩 这样吧 明日我就给父亲解释清楚 让他找人送你归家 谢苏玉还是觉得他 留在这里不合适 我在府里都挺好的 小姨和父亲待我都好 你也不要过分揣测 柳儿不走 就算少爷要赶我走 那就请让柳儿 看到您真正地过得好 柳儿才能放心离开 直到谢苏玉离开 柳儿身边的丫鬟才出现 扶着他回屋 快打热水来 膝盖疼死了 回到屋内 柳儿皱着眉头挽起裤管 果然乌青一片 泡在热水里才好受一些 小姐 她要真的告诉老爷 可怎么办 咱们的底细可经不起查 哼 她不会告诉的 小屁孩子 还敢胡我 柳儿一脸不屑 享受着丫头的捏脚 您干嘛不直接告诉她 亲娘还活着 那咱们说什么 做什么她必定是配合的 何必费这么大镜头 小丫头不解地问道 她是柳儿用惯的了 什么事都不瞒着 要不说你 只能当个丫头呢 柳儿找到了优越感 脸上露出一个 质满意得的笑容 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而且娘死了几年 万一真的被后娘笼络住 跟后娘一条心了怎么办 还不第一时间把咱们给卖了 毕竟死而复生的事 对孩子来说太过惊悚 不能着急 得慢慢来 这个晚上 谢苏玉根本没有睡着 翻腾的高声都醒了 第二日醒来 竟然有些头晕鼻塞 以至于谢志炎听说了以后 便直接给她放了假 安排张大夫看诊抓药 看着她喝完要躺着休息 第488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26 苏玉那边怎么样了 听下人 说她每日下了学 还要出门给南南逃换东西 是不是因此受了寒气 傅盈盈刚刚喂完孩子 把她抱在怀里竖起来 轻轻地拍着后背 然后才交给奶娘 听说了谢苏玉身子不适的消息 心内有些担忧 没事 有些头晕 已经喝了要躺着休息了 那孩子最近跟着赵师傅 还挺用功的 身子骨也强健了不手 估摸着睡一觉就好了 谢志炎说着 直接掀帘子进来 看着已经摆好的月子饭 也不忌讳 坐下跟着一起吃 让馅儿去厨房给您要点 不用 就这么着 你还别说 除了味有点淡 倒真挺好的 我最近精神头都好了不少 专门请了负责产后妇人 调养的厨子 食不必要补强 清淡有营养 利于闺女的口粮 又能让傅盈盈身子快些好起来 傅盈盈听她这么说 只能由她去 按理说生孩子坐月子这事 娘家一定要来人的 谢福也第一时间送了馅 傅明焕倒是带着礼物上门 顺便解释一下 自家老娘头疯发作 下不得床 孤儿墨法子 前来看望女儿 也不是她故意咒自己亲娘 只是除了这个理由 难道要说她娘作妖不来吗 好在谢之言了然 还专门去安慰了一番傅盈盈 让她默想到的是 傅盈盈丝毫不在意 并且表示 有心意到就满足了 倒也不需要非县道人 谢福内部的气氛 倒是越来越好 随着夫人出月子的日子临近 各处已经布置好 谋足了境 要在老爷夫人面前表现一番 博个头彩 历春这天 谢福大小节满月 并且有了名字 谢采薇 整个江州城有头脸的 都收到了请柬 随着谢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都是场面上的人物 莫谁不给面子 歌往常都是派管家上门送礼的 这次都亲自到了 谢采薇裹着红色紧端包背 额头被傅盈盈亲手点了一点胭脂 睡饱了的小婴儿 睁着水亮的大眼睛 被抱到各位夫人太太前 接受祝福和夸赞 手里收到手软 虽然有的人在心底暗自嘀咕 一个丫头也这么大排场 但是面上无不羡慕 纷纷得出了谢府现任夫人真是得宠 也有的是真喜欢这浴血可人的小宝宝 现场又追加了礼物的 对此 谢采薇一概咧着嘴巴 一脸天然的讨喜表情 好在时间不长 傅盈盈眼巴巴的瞅着 倒是快快的给送回来了 傅盈盈是不能出去见客的 满月宴还是请了谢家族里出了五福的一个女性长辈来操持 招待女眷之类的 其实傅老太太是最佳人选 奈何人家不配合 那就算了 对于谢之言来说 只要银子到位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热热闹闹的一天结束 傅盈盈也洗了三遍澡 泡的皮肤都皱巴巴的 总算是把一身的奶腥味给洗干净了 王嬷嬷撑开手中的树腰 是最柔软的细棉布 一圈圈缝制的 这种树腰 傅盈盈这个月换了好几个 依老奴看呀 夫人这腰身 也恢复得太好了些 王嬷嬷喜不自胜 放下手里的东西 帮助自己从小乃大的小姐 擦玫瑰膏 这个时代的资源和金钱 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尤其是谢府这类大生意人 什么稀罕物寻不来 贵族女眷各有保养的法子 从头发丝到脚后跟 都务必精致华美 无所不用其极地保养自己 让肌肤显得更加鲜嫩润泽 面容年轻 一般的大户人家 有些条件和嫁妆钱财的女眷 也都不会放松这一点 生产完毕 傅盈盈便用上了束腰 既有利于身材恢复 对身体内部的功能也有好处 王嬷嬷是每日测量者 但凡发现束腰松了 便再换上更小一寸的 到现在 已经几乎恢复到生产前的状态 谢府本来地位不够 但盛在当家人心思活络 来往的关系往庞大 供品玫瑰膏 专门养护头发的精油 用于身体上的各类乳膏 还有花香味清淡好闻的香水 但凡女子爱用的 无不搜罗来送到西院 再用上一段吧 我还是觉着 不若原本的纤细了 傅盈盈嗓音有些飘忽 她刚泡了澡 脸红红的 此刻 接受着丫头的按摩 不知怎的想到了小屋子那天 口中说的扬州兽马 内宅妇人 没有不知道这个名号的 她虽然了解不深 但也知道一些 听闻这些兽马 是从小被选中 资质优秀的女孩子 按照颜柯的教导长大 不过这些教导出发点 是男人的喜欢 身段纤细 鸟鸟亭亭 提有一香 能吟诗作画 红袖添香 兽马兽马 姚戏是首要的 虽说 她嘴上莫提过 毕竟和这些人 相提并论是一种迟辱 但是心里面 倒是突然有了些别扭 穿戴完毕 傅盈盈深吸一口气 看着镜中的自己 倒没有显得肥胖 才稍稍有些心安 老爷前头的事 快结束了吧 想到谢之言 傅盈盈的心情有些怪 这都嫁进来三年了 孩子都生了 她这会儿 倒是有些明白 那些长辈不让看的话 本子里的微妙滋味 心情也不负原本的平静 总是会想起她 忍不住想要打听她的事 这会儿老爷估摸着在送客 夫人捎带 老奴这就去看看 哎 招呼个小丫头去就行了 王嬷嬷听了夫人的吩咐 倒是开心 随手出门找了个三等丫头 那丫头心得了差事 兴冲冲的就去了 府门前 谢之言刚刚送走一波重要的宾客 她记挂着去看娇娇闺女 剩下的甩手交给中枢 走到一半 却撞见了谢苏玉 你在这干嘛呢 她随口问道 丙父亲 儿子有礼物要送给小妹妹 只是现在 去县夫人有些不便 还望父亲能代位转交 谢苏玉一派端方有礼的架势 倒是显得呆板了一些 不过今天的宴席上 赢得了不少输败的夸赞 都到谢之言后继有人 你能有这份心很好 为父很欣慰 走吧 前头带路 看着她身边没有跟着人 谢之言便明白谢苏玉的意思 第489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7 说不得还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 这孩子有些多心 但她不能说出来 这个时代论起礼法来是 不讲逻辑的 父子两人一路上闲聊着 主要是谢之言问 谢苏玉答 气氛还算和谐 到了谢苏玉的居所 拿到了一对金手串 儿子啊 你还小呢 不必要送这么重的礼物 我记着你 小时候还挺喜欢这对金手串的 再说了 你是她哥哥 哪怕认真写福字呢 也是很好的礼物 只有我喜爱的 贵重的 才能配得上 我对妹妹的心意 谢苏玉郑重地说 倒是惹得谢之言有些惊讶 她拿了礼物往回走 谢苏玉倒是没有送 经过小花园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鞋里穿过来 哎呦 一阵相风扑来 谢之言心道不妙 根本来不及抬眼看 直接闪身一闭 啊 叫喊声变成了痛呼 柳儿捂着脚腕 强忍着剧痛 抬起眼 眉目含泪地 看向谢之言 这就是谢府的当家人 怎么这么年轻英俊 也好 她还不耐烦 伺候肥妮妮的老头子呢 这种男人 那人也舍得 不过倒是便宜她了 现男人不吭声 一张脸沉沉的 柳儿倒是不害怕 哪个男人 没有装腔做事的一面 是不是真君子 搞上手就知道了 您 您这人好生无礼 怎可如此对我 柳儿咬着嘴唇 一脸不胜羞怯的神情 摇摇欲坠地从地上爬起来 伸出宽大的衣袖 挡住一半脸 用那一张如鹰蹄一般的 小嘴娇声软语 您是哪里来的 还敢如此看我 奴家可是老爷的人 奉劝你快快离开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你怎样 看她一脸羞愤欲死 仿佛被外人轻薄了的作态 谢之言接口 来了 柳儿心内一喜 泪珠滚滚而落 打湿了衣袖 却强自撑着硬气的 要不然 吴家就叫人了 虽说是硬气 但那轻颤的嗓音 和微微发抖的纤细身姿 怎么看 怎么惹人恋爱 这一招柳儿 用了不知道多少次 每每都能勾的那些正人君子一般的爷们 魂不守舍 恨不能当下搂她入怀未所欲畏 她偷眼看着眼前高大的男人 眉眼清俊 一双有些薄的唇角 正微微上挑 到时候了 只听她说 叫人 好啊 来人 她话音刚落 身旁便出现了两个恐无有力的随从 附近被她支开的丫头 也赶了来 这 怎么和她想得不太对啊 难道这家的老爷有什么癖好 喜欢当着众人的面 柳儿心里打鼓 但还保持着面上的羞愤 也不是不可以配合 这人以下犯上 罚她禁足一个月 谢之言冷冷开口 带着无尽的寒意 直直地把柳儿的一颗心给打到了泥地里 今日玩乎直守的 通通罚一个月利盈 打无板子 以后但凡哪出 还敢内外勾连 玩乎直守 她语气停顿了一下 吓得在场的吓人都塌了肩膀 浑身颤抖 我谢府容不下这等奴才 再有下次 就放你们出去 各寻生路去吧 她说完 带着随从离开 没有一丝一毫留恋 从头到尾 连个眼封都没有给路中间身姿绝美的家人 如意有些气呼呼地推了柳儿一把 发什么呆呢 还不快走 都是因为你 咱们这多些人辛辛苦苦好几天 今天宴席办得好的了 赏银和脸面 这下可好 全没了 我说您还是王府出来的呢 怎么什么事 都干得出来 老爷是您能肖想的吗 她的一席话 倒是点醒了周遭受罚的这些吓人 对啊 她们又没什么错 再仔细回想 不都被这个叫柳儿的贱女人给害了吗 柳儿正棱着 盖住脸的衣袖 迟迟捂在嘴巴上 她脑子如同江湖一般 乱乱的 想不清楚 怎么事情就办成这样了呢 这一招在王府都不过时啊 难道这小小的谢府 还卧虎藏龙了 男人不偷心 除非是吃多了 腻了 否则根本没道理 可她在谢府待了一个月了 也没有打听到 有别的姨娘小切啊 贝如意在身后连推了几把 她茫然四顾 对上一个个不屑怨气的眼神 突然打了个机灵 这才清醒 对不住大家 都是因为我瘦了骨 我手里有些银子 大家瘦的罚我都给大家补回来怎么样 她还想说什么 被如意蛮横的截断 行了吧 都这时候了 还想着收买人心呢 咱们大家火星的正坐的端 只要好好地伺候老爷夫人 认真当差 难道还讨不来赏银啊 这可是光明正大的 谁稀罕你那 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撒瓜俩枣 但我们谢府的下人 是要犯的乞丐呢 如意牙尖嘴利的 一下子把异动的奴才给止住了 是啊 自从夫人有了身孕 这都发了几次赏钱了 就算表现一般的也有份 受罚也就这么一次 下次进心点就成了 可犯不着 因为贪这点小便宜 丢了差事 真被撵了出去 上哪找这美差 当下都该领板子的领板子 该罚钱的罚钱 竟然默认有二话 柳儿被接二连三的打击给搞懵了 直到她回到庭院 连接外面的小门 被砰得一声封上 门边两个看守的嬷嬷 还咒骂不休 她这才明白过来 完了 那个谢府的当家人 根本就知道她是谁 也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 否则不会一眼都不看 就进了她的足 根本都不听她辩解一声 这么看来 她之前自导自演的那一场 真是可笑啊 这还不是罪毒的 罪毒的是罚了那些下人 再加上那个剑丫头 从中拱火 这以后不说有谁能帮她 怕世人院门都出不去了 真是可恨啊 那么君那么伟岸的男子 怎么就看不上他呢 大少爷 是他最后一张底牌 你说什么 管小花园的都被罚了 知道什么事吗 无意间听到高声和双喜说闲话 谢苏玉连忙问道 回少爷 奴才也不是很清楚 听说是有下人以下饭上 冲撞了老爷 少爷要是想知道 奴才这就去打听 不必了 谢苏玉垂下眼眸 掩饰住内心的慌乱 第四百九十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二十八 京城庆王府 玉妇人将身前的男人推下去 闻着酒气熏人的酸味 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耐 但嗓音依然甜腻 三爷 您还舍得来 玉儿还以为您贵人是盲 早把人家忘到脑后了呢 男人发泄过后 对于女子的小杏子倒是受用 随意地捏了两把 这女人杏子浪 倒是一身皮子好得很 摸上去如同嘴上好的丝绸一般 怎么 想你家三爷了 那叫三爷的男人 欲调懒洋洋的 带着一股子上位者的气息 玉妇人却听出了一丝玩味 连忙扭身缠上去 看您说的 您这般伟岸的男子 哪个女人受用了 心里不响啊 上次您倒是走了 玉儿有两天 都没下来床呢 倒是招了不少的笑话 羞煞人了 他身子软下来 如同一滩水 就这么磨骨头似的 依靠着男人 仿佛最柔弱的藤腕 只能靠着紧紧缠绕 那强壮的大树卫生 果然他的话取悦了男人 男人今次喝的不少 两人也偷着来往 有一段时间了 自然知道他是什么品行 当即翻身上马 是要把这小贱人给制服了 好一盏雄风 直到将男人送走 玉夫人娇美无力的神情渐渐收了 来人 他嗓子好听 虽然语气冷 但也如同银珠落玉盘 叮咚脆声 惯用的伺候丫头 倒是战战兢兢 眼观鼻鼻关心 丝毫不敢多说一句 多行一步 只按照他的习惯来为他清理 或许是这次把男人记得有些过了 以至于柔嫩的肌肤 显得可不 丫鬟动作再轻 也让玉夫人感受到了疼痛 啪 他毫不客气地 冲着丫头的脸扇了一巴掌 瞪着丫头诧异的眼神 看什么看 是不是在心里骂我呢 觉着我见 我告诉你们 就算我再见 你们还不是得乖乖伺候 那些呼风唤雨的男人可以遭见他 但是这些奴婢不能 玉夫人看着自己狼狈不堪的肌肤 心头有些痛快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最高贵最权势的位置 一切痛苦都是暂时的 又来了 地下伺候的人互相暗自对视了一眼 心中不怨而同的哀叹 他们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这辈子为奴为婢还不够 还要伺候这位美若天仙 心如蛇蟹的玉夫人 待她料理完毕 踩在纯白色的狐狸毛球 织成的雪白地毯上 再仔细地观察着自己 如三月春水一般 娇艳无双的脸蛋 这才满意地有了笑意 她斜靠在踏上 粘起碧玉盘中的蜜瓜 这可是贡品 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刨死了多少匹马运来的 这个时代 就是这么落后 无知 但对她来说 却能得到无上的享受 王爷呢 看着一众瑟瑟发抖 不敢出声的奴婢 她送到嘴边的蜜瓜 却没了闻到的香甜 她淡淡地笑了 带着一丝落寞 又去真远了吧 照的哪位姑娘 是往日得宠的妻娘呢 还是新进府的妻儿 她盯着下面跪着的奴婢 凉凉地 说呀 哑巴了 都 回夫人 王爷是照了所有姑娘 什么 玉夫人一把将碧玉盘打落 沉闷的声音响起 盘子里珍贵的果子 咕噜噜散落一地 好啊 好你的李庆熙 或许是太过伤心 她并没有如往常一般发泄出来 最终挥挥手 有些疲乱地说道 知道了 你们都下去吧 也没人敢安慰她 缩头缩脚麻溜地退下了 又保住一命 玉夫人已在窗户前 就这么痴痴傻傻地看着外面 天很快就黑沉沉地 灯火点起 显得她优美的身影 越发寂寥 庆王初一进来 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心中仿佛被什么撞击了一下 她快走两步 直接伸手 将人揽入怀中 摸着怀中冰冰凉凉的肌肤 她心疼地说 玉儿 怎么又做傻事 还光着脚 着凉了怎生是好 这些下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怎么伺候的 她发了怒 就要发作下人 玉夫人这才回过神 冲着她惨淡一笑 把人推开 王爷这是做什么 是真缘的姑娘 伺候的不好魔 玉儿无事的 只要王爷能成大业 别说这么 一副卑贱的身子 哪怕要玉儿的命 玉儿也舍得 她便说 唇角的笑意越发苍白 泪珠如珠玉一般滑落下来 看得庆王心痛不已 上前紧紧地抱住她 把她冰凉的小脚 攥在手里取暖 两个人依围成一团 玉儿 我的好玉儿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辈子 我最开怀的事 就是遇到了你 最痛心的就是 不得不把你送出去 她仿佛痛苦至极 埋到玉夫人的脖梗里 与不成调 真缘那些女人 都是王兄他们送来的 我怎么会当真 一想到要把自己的女人 送给别人糟蹋 我这心里 玉儿 我恨不能死了 今天她又来 我甚至想一件捅了她 大家一起去死好了 我没有办法 只能去真缘喝酒 我不是气你 是气我自己 我李庆熙连 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我还有什么脸面来献你 可一听下人报告 说你连晚膳都没用 我就把那些女人 通通赶走了 庆王抬起头 双手捧着玉夫人的脸 眼神狂热 闪过一丝心红 玉儿 你今天为了本王付出的一切 我李庆熙永远牢记在心 待我大夜可乘的那一天 你就是我的皇后 她语气坚定 斩钉截铁 充满了决心 玉夫人心中 这才稍稍满意 给了她恰到好处的回忆 这可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男人 和之前那个不同 李庆熙天然的出身 便决定了她拥有一切可能 为了最高理想 尊严和节操皆可舍弃 玉儿不需要荣华富贵 在玉儿遇到王爷的那一刻 就只想要天地间 只有彼此做一对心灵契合的友情人 玉夫人有本钱 身体条件极佳 又有了些讨男人喜欢的技巧 自然无往不利 那当然 本王的命都是玉儿救的 玉儿今天辛苦了 那现在 本王就来伺候伺候玉儿 看着在自己身上努力的亲王 玉夫人眼睛微密 第491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29 眼角稍稍露出了一丝质满意德 还没有男人能逃得过她的手心 玉夫人心中有这种自信 当然 这种自信可不是白来的 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男人 也无法建立起来 这种铁一般的自信 是经历过许多许多男人 经过反复印证才得来的 继而变得坚不可摧 天色黑沉沉的 夜晚能够掩盖一切罪恶的念头 恕不清的痴妹亡两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人都是 一副高洁美好的皮囊 可底下究竟是清风明月 还是恶臭勾道 就无人可知了 谢府实打实地安生了一个月 随着天气转暖 府里也都换上了春衫 谢家就是开筹断装的 缺什么 也不缺做衣裳的料子 因着主家有喜事 下人们按照往日的奋力 每人还多得了两身衣裳 并且主家有令 不需要衣裳的 可以折算成相对应的布皮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一记两身衣裳 已经是上好的待遇了 基本上哪个下人 也不会需要四身 拿了布皮出去 送给自己家人 多有面子 就算墨人送拿出去换钱 也是可以的 傅盈盈的身材彻底恢复 甚至经过了二次发育 比之前单薄瘦弱的时候 看着还更加鲜浓和度 身姿动人 作为当家主母 她平日要管家 又要伺候夫君 关照儿子 自然是出了月子 就断了奶 现在 谢采薇有奶娘带着住在厢房 等大一些 再挪到单独的院子 说是单独的院子 其实就在隔壁 西院拓宽了以后 自成一派 谢之眼委托了南来北往走标的 寻摸许多珍贵漂亮的花草的 还请了个经验丰富的花匠 在花房里 专门培育这些花草 合适的就栽种在院子里 让傅盈盈意外的是 还种了不少的果树 她原本住的那个小院子 柿子 石榴 馅儿 枣儿 都是些极容易养活 又寓意极好的 虽然朴实 但她很喜欢 就算夫君不说 她也知道是为了她 这天 各处管事的回过话后 她看着一个面生的丫头 有些忐忑地站着 好奇地问道 你是哪处的 有什么事 奴婢如意 庭院三等丫鬟 那个叫如意 听了夫人叫自己 倒是爽力 上前跪下 开始语句清楚地回话 傅盈盈这才知道 原来之前王府里赏给夫君的女人 禁足欺满了 现在庭院的丫头来讨主意 既然老爷当日 说是禁足一个月 时候到了 自然就解了 她微笑 压了一口茶 如意娜娜告退 转脸拿了自己存的所有私房 拖了人找到喜儿面前说下 喜儿无法 只能如实禀告 如意我们 也常见的 平日口齿伶俐 办事利索 难得是心眼好 最喜欢打抱不平 她说之前得罪了 那个叫柳儿的姑娘 现在那人放出来 肯定要和她过不去 她心里害怕 就求上门了 求夫人救她一救 既然她这么好 怎么会到庭院去的 庭院那种冷清地方 像如意这等年纪 一般只有犯了错 才会被打发过去 就是心眼太好了 见到什么不平的事 喜欢出头 这才被前头 喜儿语焉不祥地 指了指东边的位置 傅盈盈了然 点点头 行吧 既然都求到 她喜儿姐姐面前了 那我倒也不好推拓 否则传出去 还要说喜儿姐姐面子 不够大呢 夫人 喜儿捂着脸不一 好了 去传我的令 把她调过来管花房吧 仍旧是三等 傅盈盈这才不逗她 想着花房 还缺个给花匠打下手的 这个如意脾气性子直 刚好摸摸性子 就知道夫人心善 那我把这个好消息 赶快告诉那丫头 都吓哭了吗 喜儿风风火火地走了 惹得王墨墨 称怪了两声 傅盈盈失笑 上手管事了一段时间 居然也游刃有余起来 他人不笨 该学的也都学了 相反在这个世道下 他是能够做好一个合格的当家主母的 但前提是 当家人得遵守这个时代的规则 傅明珠在的时候 他周围所有重要的人 都像是被蛊惑了心神似的 哪怕傅明珠的主意再出格 他们也会觉得 是他聪慧 而他就只能当个乖乖被照拂的小妹妹 按照既定的路往前走 丝毫不能有自己的感受和行为 妇人的权柄 都是夫君赋予的 虽然有这个社会的大前提在 但是各家人知道各家事 如果夫君的心不在他这 连基本的尊重也不给他 那他只能安守自身 默默认命 一辈子灰头土脸地在后院里沉寂 可他现在 有了夫君的爱重 有了当家主母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 他有了孩子 他的宝贝女儿 权利是个好东西 怪不得许多人 因着一点点管家的权利 争得头破血流 可见是真的好 傅盈盈现在也享受到了这种好处 他并不会去赌夫君的心思 而是做好现在的自己 掌控好整个谢家属于他的部分 尽最大努力养育好女儿 为他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让他有底气地活着 夫人 您都看了半个时辰了 歇歇眼睛 用点点心吧 杏儿端着茶点缝上 看着被夫人放到一旁的账本子 那些符号他只要 看一眼头就晕了 想不明白 夫人怎么能看得那么认真呢 杏儿 想学吗 注意到他的眼神 傅盈盈一边静手 一边问道 杏儿头摇得 像是波浪鼓 夫人 咱们跪上那么多帐房先生 您何必这么劳神费力的 他不懂 夫人变化越来越大 不过看样子是快活的 帐房先生又不可能永远忠心 一家子的收益之初 总得自己心中有数才行 打尖且 你们都得开始学识字 说不得以后呀 你们就是 夫人我的帐房女先生呢 傅盈盈粘起一块红豆糕 咬上一口 馅料香甜软糯 再也不像以往那般 一两银子买两盘点心 还是硬得各牙 杏儿只觉着夫人拿自己打去 可看她那神情又不大像 好啊 只要赔了钱 夫人别闹我们这些女先生 撒气就好了 一席话 说得丫头们都笑了 傅盈盈也跟着笑 男人的心思 哪有永远不变的 他们天然高女人一等 他们可以制定规则 掌控女人 那么她就要做到 等到男人不爱了的时候 也离不了她这个共识的夫人吧 第492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三十 谢采薇一个月会抬头 三个月会翻身 天也渐渐热了 她也成为了谢府上下 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谁不知道大小姐的地位 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大少爷 都恨不能把妹妹捧在手心里 得了妹妹一个笑脸 能开心许久 这天 尘时末 傅盈盈悠悠转醒 看着眼前青纱杖子 身边已经无人 她浑身酸软的厉害 夫人醒了 有小丫头上前伺候她起身 也不知怎么的 夫人身上那股子慵懒的诱惑 让小丫头禁不住红了脸 怪不得老爷临走前交代 不让惊扰了夫人休息 看来夫人是真的受累了 也不知老爷怎么忍心 什么时辰了 大姐呢 周围静悄悄的 往常她刚醒 就会有奶娘抱着女儿找过来 没办法 女儿就是喜欢黏着她 每次夫君 要救寝的时候 母女两个都要上演一番 生离死别 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回夫人 沉时末了 咱们大姐 正被喜儿姐姐带着看花泥 丫头是新提上来的二等 难得有在夫人面前表现的时候 自然抿着唇 微笑清楚地应答 傅盈盈微微合手 那丫头最近可真是喜欢看花看草的 让她们惊心着点 别再把程伯培养的珍贵花草给祸害了 夫人不必忧心 知道咱们大姐去看花 程伯还不忙不迭地 把稀罕的给挪走啊 一众人都笑了起来 天儿不错 谢采薇虽然只是一个小小婴儿 也知道看稀奇 自从带着她逛了一次花园 便每日睁开眼 便嗡嗡嗡嗡的小手往外伸 如果不出去 便会一直闹腾 直到满足位置 傅盈盈处理完府里的事物 也去了花园 太阳已经有些热 阴凉处铺了软垫 谢采薇正阳躺着 吭吃吭吃练习翻身 奶娘和丫头围在一边 拿着波浪鼓 或者小铃铛陪玩 这时节春末夏初 花红柳绿 丫头们也都穿着清脆的颜色 看起来一院子都是赏心悦目 让人不由得心生愉悦 县夫人到来 众人纷纷拜见 仿佛嗅到了母亲的味道 谢采薇也激动了 冲着她所在的方向 不停拍打肉嘟嘟的小手 傅盈盈自然把孩子接过 忍着身上残留的酸痛 轻轻地伸手抚摸着孩子 每每孩子毫无保留地 对她需要踏实 她便万分庆幸 夫君允许 她亲自补育孩子 就连孙神医都说 女儿的身体 和一般的婴儿比起来 少有的强健 大户人家的孩子中 常出现的兔奶 腹泻 夜窟 谢采薇通通都没有 她活力旺盛 每日吃喝睡完毕 便是不停地要陪着她玩 褒结一般的小胳膊小腿 踢腾起来 那叫一个有力 谢苏玉都说 她出去和朋友 说起家中的小妹妹 众人都表示 自家的弟弟妹妹 大多黏巴巴的 被奶娘整日抱在怀里 要么就是哭嚎不停 根本让人不敢靠近 看着女儿打哈欠的小嘴 傅盈盈露出一丝笑意 伸手轻拍 片刻后 她就这么睡着了 还是夫人有办法 小姐这是跟夫人母女连心呢 奶娘上前小心地接过 奉承道 谢之言就是这时候过来的 众人一看 老爷找过来 肯定有事 都有眼色地告退 夫君 猛地见到这人 便想到昨夜的荒唐 傅盈盈脸皮还有些发热 手被她牵着 站在一丛丛漂亮的花前 男人显得有些心事 傅盈盈环顾四周 看着下人们都退到了廊下 也顾不得挣脱 有些担忧地问道 夫君 是前院有事 往常的男人都是笃定的模样 面对问题随手便能解决 傅盈盈还没现过她如今的样子呢 听到她的问话 谢之言轻叹一声 盈盈 你觉得这江州城好不好 当然好啊 江州城是我们的家 怎么会不好 夫君这么问 是不是 虽然不明白 但傅盈盈下意识觉得 问题不简单 恐怕我们在江州城待不久了 过段时日 可能要去京城一趟 谢之言把眼神从花上面移开 看向傅盈盈 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不解 我同样也是 上次去京城 是因为我们绸缎装上出的新品 被沁王府点名要 需要我 这个当家人亲自前往 顺势打开了京城的销路 一切都很顺利 像是往常做生意一般 只是对方名头大了 是王府 她开始认真的给傅盈盈解释 当时也是按部就班 领了赏钱就离开了 当时京城下着大雪 我既挂着你身怀有孕 了结了生意 便第一时间往家里赶 然后就是我回来的第二天 庆王府居然就这么 随便地赏赐了一个扬州寿马给我 她的叙述没有问题 却被傅盈盈听出来 意思就是说 庆王府的人在你走后 便心思有变 只是夫君离去的速度太快 无法碎了他们的心 这才有了柳姑娘第二天到达的事 夫人真是聪慧 谢之言眼神中满是赞赏 看得傅盈盈觉得更加羞涩 但是心里的担忧却越来越浓 她伸手拉着她的衣袖 有些不安的开口 那他们想要让你做什么呢 这次又要去京城 难道我们一家人都去 采薇还那么小 怎么好出远门呢 她的担忧很有必要 这年头出远门风险系数相当高 身体强健的大人 都折腾得不行 静静赶考的书生身子弱的 末等到达京城半路 就病死的有很多 一场风寒一个利己 就可能带走人命 三个月的婴儿 更是不好带上路 想起王府的名号 傅盈盈深深的感觉 到了未知的恐慌 那边来人传了王爷的口谕 说是看好我的能力 要助我们家的绸缎庄 开遍大江南北 以后我们 就在京城定居 一切有王爷照拂 而我就专心为亲王办差 谢之言拉着傅盈盈 在小花园里不停地转忧 守在门廊下的下人们 都觉得老爷夫人感情好的献杀人也 无论如何 都想不到 两人在讨论 关乎谢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傅盈盈的手 一下子收紧了 她压抑住想要发抖的嗓音 这是什么意思啊 第493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31 哦 盈盈不觉得这是好事 谢之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性慰 她目前只是一个做得比较成功的生意人 这种成功也只是在江州城内来说 服役到了贵人的亲眼 想要抬举她 一般人都会喜不自胜 还有人脱门路找关系 奉上大笔金银和美女 甚至自己女儿都献上 就是为了得到贵人的庇佑 被贵人纳入门下 身在内宅的傅盈盈 居然觉着不好 还心生恐惧 说说看 这是关乎咱们家的大事 夫妻一体 盈盈 说说你的想法 听到夫君这么说 又是熟悉的鼓励 傅盈盈咬了咬下唇 我只是觉得 他们既然要夫君为她办事 为何还要我们举家迁往京城 那样岂不是沦为 人知 男人办事 肯定是要大江南北的跑 更何况王府那边说了 要把绸缎庄开遍全国 那她和孩子呢 这套路 怎么这么 像是玩弄权谋的味道呢 可我想不明白 王府呢 宰相门前七品官 王府的名号报上来 威慑力更是难以想象 怎么就把咱们家看在眼里了 京城里那么多达官贵人 在不计地方上 还有豪富之家 愿意挤破头给孝敬 怎么就盯上我们家 或者是盯上我夫君了呢 傅盈盈上下打量着男人 无一处不好 一表人才相貌俊朗 出入行事 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要说能够讨得王爷欢心 以至于那高高在上手握拳柄的王爷 一心要扶持他 也是够勉强的 那就是 这是什么眼神 谢之言哑然失笑 伸手捏了捏他的侧脸 知道他是想歪了 或许 王府里有什么女眷 郡主县主的 万一相中了夫君 也不是不可能 傅盈盈越想越觉得 这种可能性更大 伸手打掉谢之言的手 眼睛微微眯起 合着夫君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 大好的前程等着您 做什么 来问我一个后宅妇人 夫人这是醋了 谢之言俯下身 凑近他 语调低沉 看来是老爷我最近表现不够好 以至于在夫人心中 我还有剩余精力 可以用到其他女人身上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傅盈盈瞪了她一眼 也觉得自己有些想太多 当然 晚上的表现 也是判断标准之一 按照这么个殷勤镜头 的确没有多余的精力了 我先看看 不请我自己再去京城一趟 想要我谢府 拉入京城那个大悬窝 是不成的 谢之言严肃起来 心里并没有掉以轻信 我心中的疑惑 和夫人相同 究竟我们谢家有什么 可供亲王府看上的 好 夫君既然做了决定 那我们也要准备起来了 免得世道临头措手不及 傅盈盈神色也凝重起来 如果真的惹怒了贵人 将醉下来 最起码要保住孩子 而只有他在 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 王府里派来的人还在府里 瞬间府中气氛有些紧张 那人自诩王府出身 根本不把谢之言放在眼里 在谢之言安排的行程中 日日都是美酒佳人 奢靡享受 很快便无暇关注谢府的动向 谢之言处理掉了一些小铺子 只保留了最大的绸缎庄 夫妻两个开诚不公地 谈过心之后 傅盈盈也开始了 内宅人员的安排 让王嬷嬷以身子不适的理由 在庄子上养病 安排如意等一批不惹眼的下人 进驻到庄子上做准备 在城南鱼龙混杂的地方 买了个不起眼的小宅子 库房里笨重的东西不易挪动 只把轻巧值钱的给转移到了那里 又安排人亲自看守 尤其是婴儿用品 王嬷嬷领着丫鬟到达以后 便开始缝制舒适的被褥衣裳 采买补品 大鹅银票 被傅盈盈亲手放到匣子里 有事的话 随时就能带着走 自此 谢家的整个财务运作 是被傅盈盈一手抓到了手心里 铺子上的收益 庄子每季度的出产 还有谢之言参股的外面生意的分红 一切准备就绪 谢之言准备再次启程 出发到京城 王府里派来的管事 都有些乐不思蜀了 在京城一个比一个有头脸 他何时受过这等尊重和享受 一时便将自己所知的边角消息 都透给了谢之言 柳儿姑娘呢 差点忘了 这次咱们家主子特意交代 要您带上柳姑娘 一路上也好伺候谢言 管事脸上笑咪咪的 还是主子想得周全 我这心里也是想带的 奈何夫人 谢之言一脸为难 既然有主子发话 钟书 通知柳儿姑娘做好准备 明日一块上路 管事了然地拱了拱手 更加觉得谢也何心意 也不是心思多深沉的人吗 老爷上京城 要带上柳儿姑娘的消息 瞬间传遍谢府 傅盈盈听了只是一证 很快便恢复心情 根本没有丫头们想得那般受伤 她能做夫君最信任的人 能够全心养育女儿 已经别无所求 倒是谢苏玉不安了起来 思来想去 还是找了父亲 父亲的事 儿子不敢智慧 只是这个柳儿姑娘 她的心思百转千回 还是说了出来 柳儿姑娘不单纯 有些事情 我觉得父亲需要知道 她拿出缺了一半的五半连 将柳儿和她相认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件事压在她的心口 如同一颗巨石 说出来总算轻松了 哪怕父亲重重责罚她 她也认了 但奇怪的 父亲并没有任何生气的征兆 反而慈爱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告诉爹 你什么时候 觉得她不简单呢 蒋师傅说 看一个人的品行 不能只看一时 长久的言行一致 才是值得信赖的人 她之前的说辞和表现前后不一 嘴上说着 是为了守护孩 为了报恩 可实际上却处处 勾引父亲这四个字 她休于出口 跟着蒋师傅半年 谢苏玉相当明白规矩 所以心中才更加不安 你能告诉爹 爹心里很开心 苏玉真的长大了 以后爹出门在外 那就是府里唯一的男人 迎着父亲赞许的目光 谢苏玉心潮澎湃 请父亲放心 儿子一定保护好小姨和妹妹 第494章 丧妻扎姐夫X 续嫌小姨子 32 第二天一大早 谢府门前马车 已经在等候 夫君放心 安心为贵人办事 等家中打点完毕 妾身便带着一家 老小进京 与夫君团聚 傅盈盈向前走了两步 伸手在她的衣经 抚了抚 深深看了她一眼 随即退后 有劳夫人了 谢之言面上 做得滴水不漏 夫妻两个依稀别 一切准备就绪 王府管事 倒是有些不耐烦 柳儿姑娘呢 不是没有得到消息吧 这可是主子亲口吩咐的 她拿枪捏掉 意思很明显 不会是你谢夫人 为了内宅争风吃醋 故意动的手脚吧 否则这么大好的机会 柳儿还不早早地候着 谢之言冲着中枢使了个眼色 只听中枢连面攻声回道 就怕柳儿姑娘误了事 一早就通知了 昨个是奴才亲自带人 去帮着收拾行装 都是打点好了的 全府上下谁不知道 老爷要带柳姑娘去京城 一番话说的客气又诚恳 管事倒是理解了 让他小小谢夫 也不敢糊弄他 那就是柳儿恃宠而骄了 就在这时 丫鬟扶着柳儿 气喘郁郁地赶来 献了众人连番告罪 管事看着柳儿脚下轻浮 如同踩在云朵上打着飘忽 须得几个丫头 扶着才能站稳的模样 更是坐实了他的猜测 要说身子弱 为什么偏面色滋润 肌肤如玉 哪有一丝病容 这类矫情魅主的玩意儿 管事在王府里见得多了 只是在这个当口 还抹点眼色 让这么多人等他一个贱臂 就有点拎不清了 也不知道 主子怎么相中了他 管事一双利盐 扫了柳儿一眼 便不冷不热地开口 姑娘好大的架子 可见是谢爷宅心人后 既然都好了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出发 一行人连带行李几辆马车 都往马头去 傅盈盈站在府门口 直到彻底 看不见踪影 才回过神 回府 女儿还太小 夫君也说 不必带孩子出来 她求之不得 表情颇为平静地回了内院 虽说身边的丫头 都在努力逗去 生怕她伤心 那个柳儿姑娘 也的确艳美动人 但她心里 是真的没有太大的触动 夫君也没有做什么保证 但她一向向的布置安排 推心置腹的交代 安全将她当作自己人 大户人家的男人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就说自己的娘家 父亲玩事不管还不是出入 都是貌美丫头伺候 夫君和他们比起来 已然洁身自好地 超脱众人所理解的范围了 或许是这段时间 她表现出来的柔情密意 让身边伺候的人觉得 夫君就是她自己的 可傅盈盈的内心始终坚守着本分 从无越举 哪怕她真的收用了柳儿 也对她毫无威胁 宽阔的河道上 下处的天气顺风顺水 一路向北毫无阻碍 照这么下去 咱们预计能提前几日到达京城 管事喝完酒 随口说道 谢志颜微微一笑 托福等到了京城 还望能够京城合作 一定一定 她已经被谢志颜未熟 生怕这么个人傻钱多的富商跑了 巴不得俩人牵连到一块 只是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姑娘是谁 看着拦在面前的谢府随从 小丫头一脸愤愤不平 奈何姑娘也不知道怎么了 整日懒洋洋躺在床上 一副身子软绵绵的模样 她原本以为 姑娘是装的 可这些时日了 姑娘比谁都着急 大好的机会放在眼前 偏身子不争气 今天也是 打听到老爷和管事在喝酒 姑娘就急的 要起床梳妆打扮 可是一栋三船 根本不成样子 等到梳洗停荡 还好宴席还莫散 这才慌忙赶过来 那随从自从上船来 献惯了这柳姑娘的做派 自然不当回事 行了吧 别惊扰了老爷谈正事 你还不好好伺候你家姑娘 万一等会儿 站不住晕倒了可怎么办 这船上缺衣少药的 说着 一群人嘻嘻哈哈笑起来 讥讽之意 异于言表 气得柳儿 和丫头面目通红 柳儿心中生气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一下子挣脱了丫头的搀扶 掀帘子进去 老爷 她语气娇软 身子在刚刚用完了力气 更是绵软无力 差点瘫倒在谢之言身上 虎得身后赶来的丫头 连忙搀扶 无奈小丫头力气也不大 主仆两个狼狈地跌倒在地 谢之言倒是温和 并没有责怪 你身子弱 就在船舱里好好歇着 等好起来再伺候也不迟 倒是一旁的管事看不下去了 柳儿姑娘 也是在王府里待过的 那么些伺候人的身子再弱 也不至于连行走的力气都没有 怎么出了王府 反倒娇贵起来了 因着同一个主子 这柳儿刚上船的时候 倒是让随行大夫看过 说是有人暗害于她 大夫可是管事这边的人 仔细地枕脉 并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之所以这样 那就是体弱外加晕船 至于其他的原因 就要问柳儿自己了 管事一听 这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此刻线和谢之言谈到正浓 反而觉得柳儿这种发浪 也不看看场合的模样 丢了王府的脸面 这水平 根本连王府里的三等丫头都不如 居然还被主子位以重任 主子是没错的 那就是柳儿的错了 挨了一顿讥讽 柳儿心中即使愤怒又无奈 只好被丫头强撑着 扶回仓房 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莫夫妻 天大的运道摆在我面前 偏偏身子骨不争气 所有人都对他这么说 说得他自己都差点信了 姑娘别急 等下个船就好了 那边府里的夫人 还要过一阵子才能启程呢 老弱妇孺 哪里能是这么好动身呢 等到了京城 可是咱们自己人的地盘 到时候再也不用怕 大不了给主子讨主意 主子总不会不管咱们的 丫头的一席话 安抚到了柳儿 她想明白了 现在上前只会破坏自己的形象 于是一路平顺 莫了柳儿三无不时地捣乱 谢之言和徐管事更是安心 一传人果真如玉记的那般 提前到达京城 第495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33 庆王府内 玉夫人听了下人的回报 眼神中露出一丝深意 一介伤骨也值得夫人上心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等是 难道不应该去烦扰王爷身边的徐总管吗 身旁一向得他信任的丫鬟 毫不客气地开口 却被玉夫人挥手指住 罢了 总归是王爷要的人 可不能慢待了 宣她禁服 我这就替王爷召见一番 也只有夫人一片真心 全都为了王爷 夫人受累了 下人赶忙去传话 丫鬟在身边抱不平的心疼主子 在这沁王府里 王妃吃斋念佛万事不管 大全都在得宠的徐夫人手中 所有人都知道 徐夫人和王爷同进同出 甚至能够代替王爷行事 可见王爷对他的爱重 故而他提出要替王爷献外客 也并没有人有什么质疑 徐管事 是无法进徐夫人的院子的 只宣了谢之言一个 他只好先去总管那里回话 这个差事才能算完结 谢之言越走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并不能见到徐夫人的面 只是隔着一层轻薄的屏风 隐约能够看到一个风姿卓越的女子 就连问话都是丫鬟代劳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格外关心他的家人 提到了两次家眷 被他给糊弄过去 不轻不重地赏赐了一番 便让他离开了 宿主 这个徐夫人体内 有着一时空的灵魂 而且 而且还绑定了野生系统 ZZ001在他实海内 有些震惊地叫道 他绑定的是什么系统 谢之言挑眉 怪不得这个女人肆无忌惮 将众人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原来身负系统 这个 我暂时没有听出来 ZZ001有些羞愧 听 你能听到他和系统对话 那么 他的系统能不能发现你 谢之言第一时间发现了问题 如果对方的系统能够发现 ZZ001 那他岂不是已经暴露 以为宿主在关心他的ZZ001 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宿主放心 本系统可是隶属于 时空管理局的正规系统 登记在侧的 有专属职位 级别大于这类野生系统 所以 本系统能发现他 他却发现不了本系统 说到这里 ZZ001 找回了久违的优越感 宿主为何对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感兴趣 您的任务是洗白渣男 任务对象时 傅盈盈和这个王府里的小妾 没有一毛钱关系 哪怕他身负低级系统 对宿主的任务 并没有什么影响 本系统还是觉得 不足为虑 哟 这就给上意见了 谢之言抬眼看了一眼蓝天 回到王府片院提供的屋子柱下 才有心情给ZZ001提点 我之前有说过 圆主死掉的圆配夫人傅明珠有极大的 可能是穿越的 你当时检测过 并没有一时空的灵魂 我上次到京城 在亲王府门口 遇到了玉夫人的马车 你捕捉到了灵魂异常的信号 后面却误以为是计算错误 现在我们到了玉夫人的面前 对啊 ZZ001 有些恍然大悟 玉夫人是穿越的 那她和傅明珠有什么关联 难道 傅明珠没有死 傅明珠没有死 还成了沁王府的玉夫人 谢之言一语断定 让我们来推算一下 傅明珠作为一个胎川 能够忍受十几年的枯燥生活 尽力学习古代生存必备技能 但由于能力 却只学到了些表面功夫 但仍然凭借着小聪明 让家人和园主 对她死心塌地 全部遵从她的意志而生活 按理来说 她如果有系统 有能量 以她的性格 一开始就不会走干于平淡相夫轿子的路子 而是借助于系统的力量大杀四方 成就一场破天的荣华富贵 享受高高在上 金堆玉气的生活 不用怀疑 傅明珠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生活痕迹来看 她为人就是这么浅薄 那她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又何必在谢府嫁人 还生了孩子 根据ZZ001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 这个年代 成了婚生过孩子的妇人 二家的可能性非常低 更不用说是攀上王府了 简直是骇人听闻 那傅明珠 为何多此一举呢 她清清白白地 搞个王爷不相吗 小智障 有进步 问到重点了 谢之言沉吟道 所以 她一开始穿越到傅家 根本就是一无所有的 她不得不认命 在自己能运作的范围内给自己更好的人生 或许这种任命 夹杂了很多不甘 毕竟别人穿越 都成就一番惊心动魄的感情事业 偏偏她什么奇遇都没有 除了一些超前的想法 她忍耐十几年 终于在嫁人生子以后 渐渐地吸了念头 可是偶然的机会 让她真的获得了系统 她的选择是什么 很显然 她毫不犹豫地弄了个假死 抛夫弃子 选择了全力投身到 全是富贵的漩涡中 来满足她一直拼命压抑 而不得满足的虚荣心 ZZ001不禁扎舌 照宿主的推测 这个女人够狠辣 可本系统还是觉着 宿主的推断太过于想象 不够严谨 嗯 那等下次你要记得打起精神 务必搞清楚 那个系统的事情 谢之言躺下 闭上眼睛 放心吧宿主 本系统办事 还能有差错 作为一个古代女子 傅明珠已经获得了其他女人 能想象到的一切幸福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做到如此决断 也是够很绝 可她年纪精力毕竟放在那 在古代男人心中 这就是黑历史 永远无可洗白的黑历史 可以宠上天 但想要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尊重 做梦 所以 傅明珠现在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 她无处可退 只能为了全是一往无前 不是嫌她身子脏吗 那就让她用这副脏了的身子 来为她的大业添砖加瓦 一开始是皇亲国妻 各路贵族 到了后来 连要拉拢的三品官 都要她去伺候 她就明白了 明白自己之于那个男人 并没有自以为的重要 但她毫不在意 在彼此爱慕痴缠的表象下 是互相利用的本质 傅明珠并不觉得 是男人在玩她 她也同样在玩男人 什么大业可成 根据她来编织的关系网 大业成不成 还不一定谁说了算 第496章 丧妻扎姐夫X 续贤小姨子 34 谢之言在紧挨着外院的客房 待了几天 一切风平浪静 就这么冷落着她 倒也没有限制她的出入自由 她便带人 拿了银子满大街闲逛 买礼物下馆子 一点也不着急 表现出来的 完全就是一个 没什么复杂城府的商人 小巫子 也让你打听的最馋人的管子 就是这儿啊 看着眼前不大起眼的门脸 虽说是二层楼 但是比起那些豪华酒楼差远了 谢之言有些不满 小巫子连忙上前 回夜的话 奴才真的打听过了 这家别看不起眼 牛羊肉做的一绝 有几样招牌菜 据说就连那些个皇亲贵族都爱呢 嘿 您二位可算是来对了 咱们店里的羊肉抛 可是老王爷的心头好 一天吃不着心里空落落 看您二位眼神 打外省来的吧 老王爷的名号听过吗 来里边请里边请 不远的墙根处 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 献蟹之言真的进了馆子 直到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揉揉肚子暂时离开 这个蟹爷自打入府 主子便派他跟着 每日里不是闲逛 就是下馆子 乏味至极 尤其是下馆子 吃得那叫一个全乎 还细细品味 他也是个好吃的 每天都在忍受这种折磨 人走了吗 二楼雅间还有位置 谢之言直接带着小巫子上了二楼 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 低声问小巫子 走了 小巫子瞥了一眼街角 那人的身影 很快便消失不见 这王府还真是邪乎 不是赵主子来办差事的魔 怎么不交代事情 反而日日跟踪他们 热气腾腾的羊肉泡 和酥脆的肉夹馍上来了 谢之言又点了几样特色小菜 他和小巫子相对而做 也没有什么主仆讲究 隔壁桌有一个刚极弱贯的年轻人 看着他们吃的香 也招呼着店小二同样的来一份 年轻人面容苍白 身材鲜瘦 衣着素淡 看着病腌腌的 有些不大起眼 但是谢之言是做什么的 一眼便能看出 这是自家卖的最贵的云景 摆两银子一匹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后面便被周府列为贡品 不准私自售卖了 能把贡品随意地穿在身上 来这种小店吃饭 身份地位可想而知 故而 在年轻人投来善意的目光时 谢之言也以最真诚的善意回报 谢之言和小巫子 很快便将一桌子吃食给 吃了个七七八八 还顺手打包了剩下的 让小巫子送给门口的乞丐 年轻人也出来了 随从手上拎着一个大石盒 装着半成品的羊肉泡 回去加工一下 就和店里的味道差不齐了 他桌子上用了一点 可见胃口并不大好 看到谢之言的做派 便也有样学样 吩咐另一个随从去打包 也送给乞丐 乞丐连连磕头 跪谢大恩 这家馆子在一个小巷子里 车马进不来 故而要步行穿过街角 转弯到大路 谢之言在前面走着 快要走到街角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物品倒地的声音 然后便是年轻人的随从惊吓的低喊 爷 爷您坚持住 奴才这 就去喊人 谢之言回身 石河已经跌落在地 羊肉汤洒落一地 那个年轻人手捂着脖子 急促地喘息 痛苦的脸上 已经雪白一片 一个随从已经冲出巷子 另外一个只会撑着他的身子 想要把人扶起来 谢之言在上一世学过临床医学 立刻便从病症分析 类似于急性哮喘之类的症状 大步走过去 一把把随从挥开 将年轻人平摊在地上 伸手解开他脖颈处的盘扣 散开 都散开 盘扣是镶了银边的 还带着精致古朴的纹路 果然身份不凡 那随从还 以为谢之言要对自家主子不利 连忙要上前护住 被小巫子拦住 我家爷是为了救人呢 你家爷明明喘不上气了 你还那么拉拔他 我这个外行都知道这不行 小巫子一席话 把随从说的面目通红 看着躺在地上的主子 好像真的好了一些 这才眼不错地盯着 就在这时 一对人马赶来 行动有素地 把地上的年轻人迅速地抬起 没有热闹可看 人群很快散去 什么人啊都 爷大小也是出了力的 连声道谢都没有 小巫子有些不愤 还天子脚下呢 还不如我们江州城 这位爷 刚才拖来您出手相助 我们主子邀您过府一趟 还望赏光 谢之言看着面前低调奢华的马车 眼前人不容拒绝地说话方式 丝毫没意见地上了车 一路无话 很快就到达了府邸 马车直接从脚门入 还没等谢之言 看清楚府门前的匾额 便被人招呼着下车 如果他没看过 刚才那牌匾上 是什么郡王府来着 小巫子按捺住心头的忐忑 跟在自家爷后面 向着一处名叫春夕堂的院子走去 丙主子 人带回来了 一个面白无须的管事 轻言细语地回话 转头看着直愣愣 站着的主仆二人 布满的皱眉 无知小明 还不快快拜县郡王爷 那个年轻人做 在上手 脸色还是不好 但比起刚才的雪白来说 精神了一些 他连忙制止二人 要跪下的动作 免礼 他们是本王的客人 不必多礼 王兴 你去送送张太医 回回都麻烦他老人家 王兴听了 立刻躬身告罪 顺带领着一个 胡子花白的老者出了门 随时太监 动辄太医 可见眼前 这个郡王爷能力不小啊 最起码得宠程度非常高 而且他态度谦逊 丝毫不露锋芒 就连衣着打扮出行排场 都尽量低调无争 可见也是个聪明人 谢之言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对方眼里 的确有值得发觉的地方 很快 伺候的人和小巫子都退了出去 整个春夕堂主厅 就剩下二人 你姓谢 那我就称呼你一声谢兄可好 康郡王李建深 唇角露出一丝笑意 敢问谢兄 给我用的东西是什么 可还有 售价几何 有无方子 还请您尽管开个价 第497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35 李建深身体素来不好 打娘胎里带的 一出生便差点死过去 也正是因着要罐子的名号 作为小儿子受了宠才不惹人眼 他很少出府 府中的一切都是根据他的身体来设计 步调缓慢 紧致疑人 平素来往的 也就是他的七皇叔 京城人称老王爷 皇叔近来犯了头风 被神子勒令 不准出门闲逛 可皇叔不吃羊肉 抛浑身不舒服 他这才想着表表孝心 不料又犯了病 其他人不知道 但李建深一清二楚 眼前这个儿立志年的男人 在给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呼吸的法子之后 还给他嗅了一种药 那药味极淡 也并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 但他从小 就跟各类药物打交道 为了治好自己的身子 什么都试过 博览医书 久病成医 坊间医术一般的大夫 不一定能强过他 就是因为嗅了这个药 胸口的憋闷感 瞬间烟消云散 有一种他犯病时 从未体验过的舒适通透 所以 他看向谢之言的目光带着审视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这人把方子给交出来 无奈谢之言摇了摇头 仿佛想起了什么 痛彻心扉的往事 多谢王爷抬举 王爷敏锐 小明的确是有药 他伸手 从胸前掏出一个瓷瓶 就是这个 如果王爷有用 小明愿意赠予王爷 但是要方子 他缓缓摇头 惹得李健身 忍不住开口追问 本王与谢兄一见如故 更不用说 还有救命之恩在 谢兄有什么难言之隐 尽管开口 本王无不遵从 他便说 便喊了心腹上来 取走钦瓷药瓶 谢兄鼓道热肠 只是这一瓶药 本王就欠了你的 或者能否告知 本王药方来源 谢之言本来还能撑住 但一听这话 立刻红了眼圈 堂堂七尺男儿 竟然伤心地要哭 他跌坐在椅子上 语气低沉 带着浓重的懊悔沉欲 我与王爷素不相识 今日为何会出手相助 实乃 实乃王爷患的病 和小明的王妻 是一模一样啊 他拍了下扶手 小明的王妻 原本身子康健 突然有一日 便掐着脖子 呼吸急促 差点背过气去 然后便得了这个病 小明是江州人士 做不料生意 便访名医 花了无数金银冬末法子 就在他发病 越来越频繁 一个路过的邋遢和尚 声称能看好他的病 我虽然心底不幸 但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让他进府 谁知他看了王妻一眼 便挥手开下药方 药方 李健身眼睛一亮 专注地看着 那个失魂落魄的男人 继续听下去 我一边喊人抓药 一边请德高望重的老大夫 来看药方如何 谁知就这么一耽搁 王妻就一口气抹上来 去了 都怪我 如果我动作再快点 说不得就能救了他 是我害死了他 就在谢之言自怨自意的时候 李健身的心腹出现 趴在李健身耳朵上言语一番 李健身心头大振 他平日有呼吸疗法 连忙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打断谢之言 那现在药方呢 药方 王妻致死都莫能用上 我就把给他放到棺材里 让他带着去 入了地府也能好受险 谢之言抬眼 看着李健身关切的表情 叹息一声 那老大夫说是 绝世无双的好方子 当日就制成了这么一瓶药 我随身带着 思念王妻的时候 便拿出来看看 不曾想 这世上 还有人得了一样的病症 是小明糊涂 无妨 谢兄对妻子的深情 令人感慨 得知谢之言 目前住在庆王府 李健身的神色 又有了些微变化 他照常赏赐了一番 便着人送他出府了 郡王 郑先生说了 这要世间难寻 可惜经过了几年 已经散了大部分药效 倒是和那人说的相吻合 可能真的是撞了大运 遇上了世外高人呢 心腹对着李健身说道 李健身想要活 这个出身 大家都一样 他不想要不明不白地死了 所以 从他掌控自己的视力开始 没有一刻停止过 便访名医的行动 其中的郑先生 便是他养着的 医术最高绝的人 越有才能的怪脾气就越多 偏不喜欢人家 叫他神医 大夫 文工 就喜欢听先生 是啊 只剩下一点点药效 就能让我立马恢复正常呼吸 如果药效完全呢 如果有方子呢 李健身的眼神中 出现一丝狂热 似乎自己绝对会治愈 他的确糊涂 不过糊涂人才好 这世上不需要太多的聪明人 他神色一素 带着和他年纪不相符合的深沉 传令下去 把这个信谢的 给我调查清楚 另外 派出一队人马 找到他妻子的坟墓 不是带进棺材里了磨 那就给我挖出来 他的语气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就连陷惯了的心腹 也忍不住心内打了个冷颤 是 属下亲自带队 请郡王等待属下的好消息 这个时代挖人祖坟 相当于最高惩处 哪怕有着身仇大恨 也是手刃仇人包皮削骨就能报了 要挖坟 那除非是世代身仇刻骨血恨 李健身才不管这些 在他能够治愈的可能面前 一个死人的身后荣辱算什么 就算是一个活人体内有他需要的 他也会命人开膛破肚取出来 大不了给那信谢的多多的酬劳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回到庆王府客房 终于等来了宣赵 这次是庆王的人 谢之言连口水都莫来得及喝 便老老实实地跟上 宿主 您为什么要编造傅明珠的病情 来骗康郡王呢 路上 ZZ001忍不住开口问 因为我觉得这个玉妇人实在是太能蹦荡了 想要揭穿他就是傅明珠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挖坟开关 而我作为一个深情的丈夫 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 那就借康郡王的手好了 谢之言表情不变 实则心中对傅明珠这个人感到了深深的厌烦 这是他在任务世界中对于人物出现的少有的感觉 康郡王也这么多了 ZZ001默想到自从来到京城仿佛人人都是毒辣的代言人 不然我为什么要浪费积分给他买药 这种人心眼多的药命一开关是空的 你说他会不会查个底调 第498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36 他敢断定别说没有药方 就算真的有 李健身也不会放任那个和他占了关系的空棺材 坐视不理 李健身如果派人深挖下去 是不是真的能抹去一切痕迹 就看庆王的手腕高不高端了 又或者傅明珠的系统顶不顶用 庆王和康郡王是兄弟 一个虽说是亲王但不受宠 一个是颇得宠爱的郡王 谁的势力大还真不好说 谢之言的身份放在那 就算再牛批也无力和皇家子弟硬抗 不是不可行 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 与他理想中的生活目标相违背 而且身后有着老婆孩子不容有失 真的对上性价比太低 不划算 可傅明珠眼见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一定要拉着前夫入局 那就略施小记 让两个王对上好了 希望病奄奄的康郡王 不要让他失望 目前吸收的龙七不足 无法兑换滋鹰丸 谢之言突然听到了这句话 脚下顿了一毒 宿主 这是傅明珠和系统之间的对话 上面给我开放了权限 现在你可以直接听到了 ZZ001不慌不忙地解释 谢之言微微挑眉 很快便恢复如常 向前走去 草明谢之言拜见王爷 夫人 这次莫人免礼 谢之言乖乖地跪下 上手李庆熙随意地坐着 御夫人则蒙衫一层薄薄的面纱 扮在他的身侧 我们合作了这么久 我做事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不就是龙七吗 李庆熙的不够 三爷也快来了 到时候再兑换就是 再好的东西 用得久了都会磨损 只是磨损程度多少而已 御夫人的年纪也不小了 平日使用起来又太过耗费 这些个男人 没有一个是真正可心体贴 懂得温存的 正是需要家境保养的时候 人都到他天赋异禀 殊不知是因为有了大机缘 身负美颜系统 只要他安心办事 什么样的天资国色换不来 有了这身外在条件 什么样的任务 不是手到擒来 两者相辅相成 这是他坚持走 这条路的底气 也是一直以来和系统合作愉快的前提 御夫人精致的唇角喊着笑意 她脚步轻缓 给王爷续茶 王爷想什么呢 都呆住了 倒茶的动作说不出的好看 意识到谢之言飘来的目光 唇角的笑意更深了一些 起身 赐座 庆王道没有这么客气 毕竟谢之言就是一个商人 按照惯例 根本就轮不到他出现在他面前 不过虽然对方不知道 但两人毕竟共用过一个女人 说什么都有些隔音 还有一些隐秘的自得和快感 是你老婆怎么样 还不是跪倒在本王的胯下 而现在 你也要跪倒在本王面前 何其渺小 何其悲哀 偏偏这种龌龊的快乐无人分享 稍稍有了些许遗憾 庆王也不多话 直接招来长随 拿出一叠写满了字的纸张 让他递给谢之言看 谢之言抬眼看去 正是一份古代版的 谢家绸缎庄的产品开发 分店开设的计划书 单单看上去 这规划这蓝图 简直无法让人不动心 翻到后面 则是股权分配书 谢之言要负责所有事项的进展 投入全部身家 按照这个规划来 然后他占股三成 庆王府的管事 占股七成 乖乖答应吧 这才是永保富贵的路子 而且管事都是我的人 不会亏待他的 傅明珠的声音突然出现 哼 还当你是什么聪明女人 怎么到现在 还放不下钱夫 系统有些高冷 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毕竟待我不薄 算起来 也是真心爱我的 而刚好王爷 需要更多的钱财 那种暗地里支持 但是却无法正大光明的钱财 我最近拉拢了一批商人 如果谢之言识去 我会扶持他当的头 也算是他 给我抚养儿子的回馈 哼哼 等这些势力都被你掌握 庆王就是你手里的一条狗 让他干嘛就要干嘛 这些事我不管 我只要龙妾 给我龙妾 现在就要 那系统突然气急败坏起来 惹得傅明珠 频频皱眉 怎么 你觉得不满意 线下手的人 沉吟不语 只看着纸张默默出声 庆王不耐烦的质问 启禀王爷 谢之言话刚说出口 一身短打的武士 便打断了他 启禀王爷 听了武士的禀告 庆王脸色凝重 迅速起身 就要往外走 王爷 玉妇人连忙伸手拉着他 郊区靠过去 王爷这么 急急忙忙的 有什么事要瞒着玉儿吗 始宫中有事 本王需要立刻进宫一趟 府里就交给玉儿了 王爷扯下他的手 低声说道 别啊 玉妇人姿态放低 有些难耐的 蹭了蹭他的身侧 有什么事比我还重要 我不管 今天你必须带上我 咱们一块坐马车嘛 又不是没有过 系统催得急 他靠近王爷 蹭了蹭他的敏感点 用最禁忌的往事 试图勾起他的一头 庆王倒是若有所思地 看了他一眼 只再次拉下他的手臂 转身走了 王爷 玉妇人向前追了一步便停下 随即收敛了神色 若无其事地挥退下人 暗自咬牙 恨恨不已 你刚才的表现 活像的妓女 也不怪男人看轻你 听了系统高冷的话 傅明珠的情绪更加恶劣 怪我了 要不是你 需要龙气 一刻不停地催逼我 我至于这么下践 是不是我往日 对你太过优待 以至于你以为 我们是公平的交易 搞清楚 不是我需要逼你 取得龙气 而是你需要用龙气 换取你需要的东西 那些美孚叶冰激丸 香体露缩硬丸 甚至调整五官身体比例 改变内部构造 你当是便宜的 我随时可以换宿主 在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或许是系统的强硬 唤醒了傅明珠的神智 是 刚才是我一时冲动 口不择言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们一直合作愉快 形势也越来越好 谁都不希望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对吧 这次系统没有再搭理他 第499章 丧妻扎姐夫X 续贤小姨子 37 谢之言消化了一番 自己听到的大量信息 所以 傅明珠的系统 是一个美颜系统 他需要取得龙气来供养系统 或许自己身体需要的东西 而取得龙气的方式 M 不言而喻 龙子奉孙 那位经常光顾的三爷 估计也是距离权力中心 比较近的人物 不然傅明珠不会得出 李庆熙龙气不够用了 三爷来了就足足的 倒推出 三爷的地位一定比李庆熙的高 他现在 待在李庆熙身边 就是把李庆熙当成跳板 礼于月龙门的跳板 而李庆熙则 把他当成工具 维系扩大势力圈子的 最好用的工具 至于系统 傅明珠利用系统 达成自己 祸国妖姬的梦想 而系统 则完全把他当作 汲取龙气的工具 还是不待丝毫尊重的那种 谢之言一时之间 不知该为傅明珠悲哀 还是该为他鼓掌 古往今来的穿越女 有一个算一个 混到这种地步 众人皆醉我独醒 一只红杏出墙来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淫尸 因为它是独独的 一朵鲜艳怒放的奇葩 王爷走了 诺达的王府上下都是事 很快便有管事的 来找御夫人 众人忙忙乱乱的 谁也顾不上搭理一个小商人 就连傅明珠 有心想要单方面叙旧 得知了宫中出了什么事后 也没了心情 皇帝出世了 皇帝年纪大了 越发喜好鲜嫩幼小的女子 在这些女子身上 取得的征服 崇拜 才能让他雄心大振 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 傅明珠干脆 搞定皇帝不就得了 可惜他的年龄 注定了第一关都过不得 只好托尔市 求其次在二代圈子里打转 希望靠着系统 对龙七的判别 选定最有可能成功的 这样还不行 他成功是成功了 两人羁绊感情不够深刻 那功勋章里 没有他傅明珠的一半 不是白费力气魔 于是 他才选了沁王 有成功的可能性 还能占据他身边重要的位置 现在所有皇亲国妻 都赶着进攻 就是因为 皇上玩女人玩得太过 一下子晕厥了过去 沁王府在傅明珠的管理下 简直像个筛子 处处是漏洞 有个什么消息 就拆下人往外喊了 恨不能传得满大街都知道 从这一点上看 简直和《红楼梦》里的贾府有一拼 傅明珠还真是喜欢《红楼梦》啊 谢之言自然也得知了 要说现任皇帝 那是功绩赫赫 少年继位顶住压力到清正 文治武功治国安邦 四海生平无人不服 可人 都有老的时候 人老了 思维跟不上了 体力下降 内部器官出现退化 这都是自然的生理现象 但皇帝当了一辈子 早先是为了塑造自身的威慑力 不得不强硬起来 后面则是大量的长期的活在身边人的无脑吹捧之下 老虎都有疲惫的时候 何况是人 可他不服老 开始寻心问道 业玉庶女 是个人都知道 这么下去 早晚要出事 可谁都不敢劝 你要敢提出来 头一个出事的就是你 更由甚者 还引荐得到高人 妙龄少女 为此升官发财 为害一方 亲王三天后 才回到府里 皇上醒了 把所有人都痛骂了一毒 赶了回去 说他们 巴不得他早点死要藤位置 这话谁敢接 一个个恨不得把头磕出血来 证实自己的忠心 他虽然老了 但狠起来 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一时间 京城各处风声鹤唳 京城里的各处寻欢作乐场所 也都冷清下来 尤其是这些龙子奉孙 平日里再横也不敢伸头 都老老实实地归缩在家里 听说很多 为了皇帝祈福 修身养性 连小妾都不睡了 女眷都到小佛堂贵金 还有用写超经书的 对于大卫很有野望的亲王 更是不例外 一个人睡到了外书房 做出一副清心寡欲 父皇一日不好 我就一日无心厚愿的模样 王府里其他女人就无所谓 反正她们平日里 也得不到什么滋润 可复明珠就不一样了 她主动往外书房送了两次汤水 对方还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模样 可把她给气坏了 心里面像是着了一把火 那叫一个不适滋味 这在复明珠榴莲花丛的经历中 是从来没有过的 什么时候不是她一勾手男人 就像是闻着腥味的苍蝇一般飞扑过来 太伤自尊了 她美美按骂 搞什么李庆熙 又不是默在书房搞过 这会儿给老娘装什么证人君子 真当我稀罕你那二两肉 要不是为了龙气 别问谢之言为什么知道 主要是她太自信了 和自己系统的交流 从来都毫无顾忌 毫无保留 这天 在一辆低调的马车出府后 谢之言也出了府 王府最近似乎断定她没有威胁 也撤了跟着她的人 前面马车里坐着的 正是傅明珠 她之所以要偷偷溜出来 正是因为 她要背着李庆熙 去约见男人 那个身上龙气很浓郁的三爷 当朝太子李承四 很难想象 亲爹身体有急 各路儿子都纷纷献孝心 本应该伺候 在身前备受宠爱的太子居 然能偷偷溜出来 和弟妹偷情 可她还真就这么做了 两人轻车熟路地接上头 在马车里 就开始胡天胡地 不知道傅明珠 在后世是什么样的人 在古代倒是格外放飞 节操感跌破底线 便进行身体交流 还不耽误和系统沟通 我说什么来着 前阵子不是情况特殊吗 找什么急 放心吧 今天我是有备而来 一定让你吃个饱 傅明珠语气中没了焦躁 带着惯常的智满一德 行了 少废话 干正事要紧 快着些 别玩花样了 我都饿了这么多天了 听着动静 像是马上就要进行 西龙气的和谐活动了 谢之言在附近的摊子上 买了个糖葫芦 应该到了呀 看着街角出现了一对军士 正快速地 往这边马车的方向行进 卫手地骑着高头大马 身穿九门提督官府 哐 敲锣声响起 惊得周围百姓 纷纷向两边散去 谢之言低头咬了一口糖葫芦 嗯 好酸 第五百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三十八 卧槽 傅明珠气急败坏地 对着系统骂 这是什么情况 这群人过去了末 他和李承四 正处在关键时刻 马上就能吸到龙气了 更何况 这可是他这段时间以来 能深入交流的第一个男人 显然李承四末了兴致 他偷溜出来 虽然最近禁欲让他色胆包天 但要是被人发现 那可就糟了 刚刚还精神抖擞的镜头 一下子尾顿下来 手忙脚乱的 想要整理衣服 可傅明珠不甘心啊 最近没法兑换他的美颜圣品 皮肤都没有之前有光泽了 他以为在李承四胸前 肌肤呈现一种轻薄的粉色 格外诱人 声线有些颤抖 三爷 人家好怕 您快抱抱玉儿 等这群野蛮人过去 他衣衫半落 一双含着秋水的毛子 娇媚中带着楚楚可怜 一下子就把李承四心中的 保护玉给勾上来了 他想了一下 这辆马车停的地方 又不碍事 事先选定的普通黑色油布 一切都是他的心腹太监一手安排 李承四最喜欢偷人妻妾 这种事他经常做 根本不用担心 想到这里 他伸手揽过傅明珠 趁着滑腻的触感动作 还更加肆意起来 刚好可以看看 美人惊慌失措的模样 哎呦 赶车的长随 一下子被大落马下 怒气冲冲的哀嚎 敢问是哪位大人 可知我家主子是谁 他敢这么说也是有底气的 认识多大的官 在他家主子面前 那也只能生生吃亏 连告状都不敢 谁都知道 皇上对他家主子有多偏爱 可这回来的人根本不搭理那一套 上前就把帘子给挑开 好家伙 女子那一身雪白的皮子 差点谎花了那些粗人的眼 傅明珠惊叫一声 慌得连忙躲在李承四身后 得了 这不是咱们太子爷吗 两人的奸情被当场撞破 九门提督不军 寻步武营统领叶和 乃郑二品 自然是认得出太子的 他连忙挥退前头的军士 上前制止地跪下 献过太子殿下 奴才治下不言惊扰了太子 望太子恕罪 太子松了口气 这叶赫还算不难搞定 当即就要 招他进前来小声嘱咐 就在这时 叶赫身后的军士们 全都齐齐跪倒 声音如雷 参见太子殿下 这么一声响起 满大街都知道 太子降临了 进前地慌着磕头 远处地慌着挤过来看热闹 你 好你个叶赫 太子气得一张白净的面皮 长得通红 指着叶赫手指不住颤抖 身后的傅明珠 更是吓得胆子都要破了 别看他平时自诩魅力非凡 婉转权力中心边缘 打圈子的男人 可那是有男人在他前头挡着 现在真正面临到危急 把羞耻展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 他不是不怕的 里程四这个废物 连个九门提督都搞不定 再这样下去 我还怎么吸龙气 到底里程四是废物 还是你是废物 他的系统真是一点不客气 三爷 事不宜迟 得先把这么多微观的给驱散了 不然 月儿真的要一头碰死在这儿了 他说着 哭哭啼啼起来 听在谢之言的脑海中 却只觉得傅明珠 真是金分的厉害 叶赫你给本王听着 今天的事儿要是传出去 里程四语气发狠 盯着叶赫的顶带花铃 只觉得格外刺眼 他在魂 男女之世上载过浪荡 那也是当今皇帝亲手教养出来的 很立起来格外的震慑人心 就在叶赫心头直打鼓 哀求着那位也怎么 还不来的时候 一个温和的声音传进来 叶赫呀 你怎么 在这儿跪着 这年头能受你大礼的 只有父皇 那声音顿了一读 听在里程四的耳中 却暗叫不好 周围都是人 偏他出来偷情轻车俭行 想要强冲出去都不行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带着些惊讶 三哥 看到了马车内的景象 李健身一张略显苍白的脸上 带出了少有的震惊 以至于他都咳嗽了两声 三哥 你这是 他迟一下 迅速地回头 大胆叶赫 也不看看是谁的马车就赶烂 我看你是九门提督做得不耐烦了吧 还不快快驱散人群 把部下推开 他强撑的嗓子说完 可见是平日温和惯了 猛的一硬气 还不停地咳嗽 叶赫仿佛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指挥若定 很快街面上就恢复了平静 看热闹的 更是一个都不会有 三哥放心 这里有小弟处理 嗯 还是快快回去吧 李健身瘦弱的身子 仿佛随时都会倒下 他冲着李承四 躬身低声道 倒是让李承四挺感动 这个七弟平日里默默无闻的 虽说是个药罐子 但莫想到对他到中心 要换做其他兄弟 还巴不得把这事捅出去 让他在父皇面前丢脸呢 好七爹 你这份新三哥记住了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来找三哥 李承四说着 随从已经上了马车准备走 请恕小弟多嘴 三哥想要女人什么样的没有 为什么偏在这被撞见 是不是有什么人别有用心 当然了 小弟不是指责三哥的意思 男人妈谁不爱色 就连我这个病秧子 嗨嗨 不说了 反正三哥多注意些 别在这种时候 被小人盯上 马车很快就离开了 李健身按照原计划 买完孝敬父皇的东西 也回了郡王府 谢之言硬是把一串糖葫芦 给吃干抹尽 牙酸得连豆腐都咬不动 看着馆子里的炖得烂烂的羊肉 就是下不去口 只好都便宜了小吴子 李健身的那番话 一直在李承四耳旁打转 他没有想的是巧合 叶赫的说辞是 有人举报 要抓一伙人贩子 这只能怪他运气不好 可是有了七弟的话 他转头看了看 已经穿戴整齐的女人 刚才的诱人魅惑 此刻好像也打了折扣 说起来 他什么女人墨陷过 只是喜欢偷个新鲜 这女的是二哥的 身姿魅惑又放得开 这才时常玩一玩 可是眼下这样的形式 他居然和这女人当街 他会使什么巫术来控制他不成 第501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39 李承四是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足 心智不坚 无法忍受诱惑 只会觉得是傅明珠的问题 三爷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玉儿都怕死了 傅明珠眼泪将垂未垂 原本玉儿答应和您在一起 就是想着您可是当朝太子殿下 您也保证过绝对不会出事 这下可好 认谁的随口一句话都比玉儿重要 反正玉儿也没脸活了 左不过是最后一次见面 还望三爷以后多多保重自身 玉儿就此败别 他的姿态柔弱不堪 如果搁在以往 很有可能就此化解危机 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甭管是不是事实 他的一番表现在男人眼里心里 便会认定是他人的陷害 可这次 本王哪有这个意思 你先回去吧 本王还有事 李承四说完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便放下了傅明珠 连一声告别都没有 自顾自地走了 走了 带到傅明珠的丫头 从后面的车里下来 担忧地看着呆呆站着的夫人 开口唤了一声 她才回过神来 一阵风吹过 她刚刚哭过的脸 有些刺痛 想到这里 她猛地睁大眼睛 有些惊恐地 伸手摸向自己的脸 但又不敢用力 珍珠 珍珠 你快看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没怎么呀 就是哭过了有点发红 夫人别怕 咱们回去擦点润肤油就好了 叫珍珠的丫鬟 连忙上前安慰 其实在她看来 夫人的脸 真的不如早上出门时那般美丽 毕竟哭过 精心描绘的妆容也花了 还有一些 粗糙 总归不像往常光滑的 如同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哦 那就好 咱们赶紧回府吧 傅明珠心怀侥幸 在马车上 李承四已经是被会引起皇帝震怒的事情给吓怕了 根本来不及体贴她 一路上还咒骂着复兴的男人们 下定决心 今晚一定要搞定李庆熙 吸上龙气 这一切心理活动 在她有些狼狈地回到府里 坐在自己的卧房 对着那面从夕阳高价买来的夕阳镜子后 崩溃 这哪里是丫鬟口中的发红一点点啊 事实证明 任何改变 如果一点点的来 量变引起质量 后果是可怕的 傅明珠是知道自己很久 没有给系统供奉容器了 肌肤也没有原本那么透亮光泽 这就让她更加注重化妆 用最贵的保养品和化妆品 总能弥补上那一点点的损耗 可她忘记了 又或许根本就不敢面对 每天一点点 累积起来 今天出门 身负兼具任务 她自然又是在梳妆台前准备了一个时辰 这才完美无缺地出现在里程四的面前 可谁知道 古代化妆品什么都好 就是不防水 原本的她 硬性条件绝佳 哪怕化了妆 哪怕素面朝天也不怕 反而显得更加轻力动人 可是现在 一个硬性条件削减后 又经受了欲念 恐惧 哭啼 心心作态的女人 化了妆之后 在男人心中会是什么形象 怪不得里程四根本连搭理 都懒得搭理自己 尖丫头 你是巴不得让我出丑对不对 她回身一个巴掌 甩在珍珠的脸上 力气大到手掌通红 珍珠阴声而道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求主子饶了奴婢 奴婢眼拙 真的看不出来 在奴婢眼里 主子是这世上一等一的美貌 哪怕偶尔白玉威霞 也比旁人好看上百倍 珍珠顾不得脸上的疼痛 连忙跪地求饶 这话倒是说到了 傅明珠的心坎上 她发泄了怒火 自然知道自己在借机撒气 连忙把人扶起来 好丫头 我自然是知道 你忠心 只是这世上复心的男人太多 奴婢知道的 夫人整天都被这些臭男人伤害 奴婢看在眼里腾在心里 珍珠生情并茂地 给傅明珠的暴躁打人 找了个完美的理由 对 就是这样 傅明珠还以为是自己人格魅力 征服了丫鬟 哪怕被打心里 也没有怨言 珍珠 我身边最信任的就是你 今晚我要去外书房找王爷 你准备一下 把红木匣子里的补品给王爷用上 他脸上的残装还莫来得及清理 配上有些诡异的表情 看得珍珠心中一跳 红木匣子里的 是 主子 可奴才的脸 会不会让王爷误会 知道这事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珍珠垂死正渣 本夫人这里有灵药 一抹就好 傅明珠也恢复了神色 不就是一时的容貌衰减吗 怕什么 只要有了龙器 什么都会拥有 而取得龙器的方式 他李庆熙要是一心想要做伪君子 那就不能怪他了 谢之言听得一脸黑线 他通知康郡王李建深去捉奸 莫想到这位郡王居然操作了一番 把自己变成了太子哥哥心中的 唯一可靠信任的小弟 而傅明珠这边 因为屡遭挫败 每每计划好的西龙器的机会 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因素 而告吹 已经忍无可忍 决定无论如何 要吸上李庆熙的 哪怕霸王硬上弓 宿主 您的方法果真有效 不需要费心费力劳累奔波 只需要拦着傅明珠 让他无法吸龙器就成了 我有这么多麻烦事 都是傅明珠搞的鬼 让他忙一点 才没功夫搭理我 自然也就没有麻烦找上门 ZZ001对傅明珠 甚至感到有点可怜 对和傅明珠绑在一起的野生低级 美颜系统 则是觉得心酸 作为一个正规系统 他在管理局混得都很不容易 人家是系统引导宿主开挂 走向辉煌 而他是被宿主带着飞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总是运气不错 虽然宿主嘴上老嫌弃 但是行动上始终都很能理解他的感受 可那个野生系统呢 肯定没得选 要不然也不会还跟傅明珠混 悄悄都饿成啥样了 为了那两口天地精华 只能忍受傅明珠每天上演一出又一出恶心死人的举动 真是 孩子不容易啊 不过事情的转折 就看今晚了 ZZ001估计 按照宿主的计划 今晚就是傅明珠和他的小可怜系统 是不是撕逼决战的转折点了 第502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40 看完桌边的密报 李庆熙揉了揉有些发胀的额角 准备歇息 就在这时 门边传来响动 谁 爷 是我 一个娇软的嗓音响起 在夜色的笼罩下 显得越发勾人 还未等李庆熙出言 书房门便被吱压 一声推开 就这昏黄的灯光 傅明珠一张如花似玉的面庞 出现在眼前 听说也食欲不振 育儿心疼得厉害 想着您一定是看公文久了 连甚至都不顾 这才准备了点养身汤 傅明珠不任性的时候 可是相当有魅力 毕竟拥有着一副顶配的身体条件 虽说脸上有些逊色 但经过她仔细的化妆 和眼下书房的灯光照射 倒是更增添了12分的绝美韵味 李庆熙也不是圣人 素了这么久 回想起傅明珠的滋味 心里也难耐得很 只是 劳院费心了 这副脸 也就你记挂着我 李庆熙上前将人迎进来 脸上擦了好药 已经恢复差不多的珍珠 适时的多嘴道 可不吗 我家夫人还是亲手熬的汤呢 手都给烫坏了 珍珠 傅明珠轻斥一声 惹得李庆熙连忙拉起她的手 几步走到里面 在灯火下细细看去 果然有一道红印子 心里面大魏感动 把她的手放到心口处 神色动情地低声道 玉儿 珍珠悄悄退下关上门 守在外面 并且对着赶来的亲王 随从做了个虚的手势 便把人赶走 就在他认为 八九不离十的时候 只听夫人痛呼一声 随后传来王爷压低声音的怒喝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让本王安静一会儿 又有谁进了谗言 让爷这么对我 两人又争辩了几句 便听傅明珠哀哀地退让 好 你不想陷我 我走就是了 总归我也不是这里的 但是 看在我手都烫伤的份上 这趟你哪怕喝上一口 也算我一片真心没有错付 李清晰看着眼前的汤 脑海里闪过 刚刚密报上写的内容 字字句句都在挑战她 身为男人的尊严 眼前的女人这么诱人 可不仅是诱了她 也诱了别的男人 现在居然背着她去找男人 她端起碗 猛地一口气喝完 哐地一声甩在桌子上 语气低沉地感人 这下满意了吧 猛地 下腹升起了一阵灼烧感 身体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她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御夫人 只见她一张翘白的脸蛋上 挂着可人的疑惑 依偎过来 她的嗓音忽近忽远 带着些关切 但是眼神却看起来那么满意 爷 您这是怎么了 您别急啊 谢之言淡定地喝了一口茶 觉得在这庆王府待得够了 吩咐小吴子 准备咱们的东西 明天一早就走 是 爷 小吴子本来就机灵 重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 俩人进王府外物带的不多 一个小包袱就能走脱 咱们是直接回江州 她不解地问 谢之言摇摇头 得罪了一个王爷 回江州也逃不掉 更何况 明天这府里的人 可能就顾不得咱们了 事不宜迟 先走了再说 至于接下来 要看下形势如何变化 走一步算一步 虽然宣召她来的是庆王府 赏赐她授马的是庆王府 但一切都是傅明珠在操控 在庆王眼中 她可是傅明珠的人 傅明珠这一次破釜沉舟的 吸龙器行为 但凡李庆熙没有见到几点 都会爆发 再加上自家爱妾 背着自己找男人求欢的事情暴露 前后累计的怨气一起爆炸 搞不好要扫到她这个小人物 傅明珠成功地把李庆熙 这个可持续使用的龙器提供者 变成了一次性用品 唉 说起来她这个外挂也是悲催 身怀龙器的 废掉一个少一个 傅明珠的技能点歪了 不过她甘之如頤 谢之言不想招惹 并且对成天听玉夫人的闺房 密室不感兴趣 有这时间她早点结束这里的事 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 不香吗 她倒头就睡 殊不知这个夜晚是如此的不平静 康郡王府 李健身接到暗卫的回报 一向修身养性的她 也忍不住拍桌子笑起来 笑到只喘气 最后只好把那个珍贵的药瓶子 放在鼻尖清秀一下 然后小心地塞好瓶塞 也不必担忧 咱们的人已经到达江州 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但愿如此 不过 你说要是父皇知道她的儿子们 都是什么德性 哈哈 她再度低笑起来 任谁也想不到 堂堂庆王爷 居然被一个人尽可福的女人 给吓了要降了 堂堂太子爷 居然也因为这个仙怜寡耻的女人当街 不只有她的二哥 三哥 皇亲国妻有一个算一个 除了她这个弱冠之年 还没有女人的病秧子 被太医亲口断定活不久的废物 其他的都和这个女人 不 李健身勾起唇角 不应该这么说 应该说都被这个女人得手过 那个女人 是个妖孽吧 甚至还有个极官员 她真的只是李庆西洋的工具 还是李庆西是她手里掌控的玩意儿 她最后细细地呢喃道 眼神中带了些谁都看不懂的深意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亮 庆王府的门房打着哈欠 便迎头接到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哎呦 你二位这是 她定睛一看 是谢爷主仆 平时就出手大方 她在王府看门这么久了 那些排场十足的达官贵人出手 还不定有人家一个江州城的绸缎商大方呢 连忙大气精神问道 有点小事 想出门一趟 小屋子上前 她已经和各处都混熟了 神神秘密地压低声音 我们也得一点私事 行个方便 别惊动啊 说着 她使了个眼色 看得门房了然地点头 爷们家的私事 还不是难道女昌那点事 谢爷住在府里 估摸着不好作乐 难道是在外面遮外事 不过 这都不关她的事 看门地拿出钥匙 美滋滋地开了门 谢之言带着小屋子过了辆车 说了个地点 惊得小屋子合不拢嘴 第503章 丧妻扎姐夫X续贤小姨子 41 收到谢之言前来拜见的消息 李建生有些讶异 快传 求郡王爷救命 谢之言一见到李建生的面 便以头抢地 出言哀求 这是怎么了 谢兄还请快快起来 有话慢慢说 李建生相当客气 毕竟这人出手救了他 也献了药 理应受到尊重 可现在 他正在派人挖人家 病逝的劫发妻子的坟 四舍五入 是在挖谢家的祖坟 想到手底下的人 说不定这会儿 正在挥着铲子挖 一种莫名的心虚 涌上心头 待到两人坐定 李建生打起了12分的耐心 听了谢之言的话 这才恍然大悟 没想到 二哥居然有这种心思 实在是要不得 他连连摇头 满脸的不赞同 仿佛第一天知道 李庆熙的狼子野心 您 就这么相信我的话 谢之言比他还要惊讶 当然了 李建生端起茶盏 谢兄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且 你的行动轨迹 完全符合事实逻辑 要不然 你在江州生意做得好好的 如何抛家气子跑来京城 我觉得 谢兄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就丢掉本心的人 要不然 当日也不会出手相助 看来是恩人滤镜太大了 谢之言这才松口气 连连拱手自迁 谢之言带着自己人 就这么在康郡王辅助了下来 小五子对自家主子 是莫来游的敬佩 一介商骨之身 游走于权贵之间 并且还被各家奉卫做上兵 敢问这种实力 除了他家也有 全天下再没有第二人 等到庆王府那边 发现人磨了 气急败坏的时候 满京城的找都找不到 一个外乡人 居然可以凭空消失 肯定是背后有人罩着 不过眼下庆王 没有功夫料理这事 他全身心都被一种 莫大的愤怒所包围 一气之下雷霆震怒 当场打死了下药的丫鬟珍珠 就连一向恩宠备职的御夫人 也遭了冷落 被罚禁足 甚至还把礼佛的 王妃请出来管家理事 这可是原来从未有过的事 御夫人之所以势大 就是拥有管家权 可现在王爷连这点体面 都要给他剥夺了 看来是真的要失宠了 一时之间 庆王府风起云涌 热闹非凡 王妃的佛系李家 后院女子花样摆出的争宠 御夫人和王爷的私逼不休 朝堂上 因着皇帝病情 反复产生的各处倾讶 简直像是热水进了油锅 那叫一个噼里啪啦 一路火花带闪电 扬州寿马流 还以为回了王府 就能过上好日子 原本虚弱无比的身子 也渐渐好起来 马上就可以在主子面前卖好 在老爷面前得宠 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当他准备打起精神 好好搏个前程的时候 几个婆子下人进来 就把他捆起来 你们要做什么 我可是谢爷 不 我可是夫人的人 他正扎着叫起来 却被那粗鄙的婆子 迎头一个耳光 我呸 还夫人的人 夫人自身都难保了 给我带走 柳儿吓得T四横流 还要嚎叫 却被一把堵住了嘴 那婆子掐着她的笑脸 拍了拍冷笑道 看你可怜告诉你吧 你那有俩臭钱的男人跑了 而你 马上就会被卖到 最脏的窑子里 从此这身细皮嫩肉啊 可都遭了罪犹 一群人哄得都笑起来 那笑声中有莫名的快意 柳儿脸色苍白 吓得尿了裤子 机遇昏死过去 而谢之言 则丝毫不会在意 他的下场如何 他本来就心怀鬼胎 对人的欺骗利用 浸润到了骨子里 就算没有他 这人早晚也是这类下场 如果可以 谢之言自然是想 第一时间会江州 毕竟傅盈盈和谢苏玉 谢采薇 才是他需要负责的人 可眼下京城的麻烦 不解决掉 沁王和傅明珠在一日 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 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他在多方考量之下 选择了李建生 作为一个商人 社会阶级排行最末的一位 他的膝盖不值钱 虽然日子过得好 但是和皇家集团死磕 那就是老兽心上 掉贤命肠 既然要抱 那就抱最粗的大腿 要磕 就磕最响的头 李建生这个大名鼎鼎的 病秧子 被全国最有名的太医亲口说过 恐青年夭折 从根本上就排除了 其权力忠心一争的可能性 正是如此 他的一切行为 都不会有人往争权夺位上去想 他对于皇上的体贴 是纯然的孝顺 和深得皇帝信任的老王爷 是忘年交 也是心思纯善的表现 至于其他的 喜欢钻研奇营技巧 招拢能工巧匠 更是他喜玩乐的作风展示 根本没有人发现 暗地里 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 遍布全国的情报组织 因为天资聪慧 但却从小被兄弟们嘲笑 他的不甘督促他沉稳上镜 在他的兄弟们纵情享乐的时候 他总是用一切有用的东西 装填着头脑 并且将之实施成为现实 当然 原本一切的开端 是为了治好他的病 爷 江州那边有消息了 正在摒弃宁神练字的李建深 手腕一毒 一滴墨重重地落在纸上 毁了一幅好字 不过他可不会在意这些 当即把笔放下 说 是 我们的人接到任务 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江州 那谢家 也算是江州城内有名号的 很快便找到了他王七的坟 开关之后 确实发现了 写满了字的纸张 那人颤抖着手 将胸前的东西掏出来 李建深有些不受控制的 伸手过去 也先不要碰 沾过死气的东西 还是让郑先生看看 有无方案 李建深思毫不在意 一把结果 你家爷是死过多少回的人了 还怕这个 他快速地看过去 果然有模有样 虽然纸张有些陈旧 但上面的确是各类瓶肝气喘的药材 还有一些他没有见过的 就在他狂喜的时候 只听下人继续回报 还有一事 尽管说 那棺材里 并无 并无他王妻的尸身 奴才等人 找到的时候 是一个空冠 什么 李建深猛地抬头 惊异地睁大眼睛 第504章 丧妻扎姐夫X 续贤小姨子 42 奴才觉得是有蹊跷 先行回来复明 其他的兄弟们 还在继续追查 李建深听了这话 缓缓点头 看到眼前的轻薄的纸张 那股兴奋惊又回来了 行了 你这一路辛苦了 下去领赏 等到这个药方确实有效 所有执行任务的 通通有重赏 奴才多谢郡王 皇帝的病情 一直有所反复 说得上名号的各路权贵 谁没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尤其是牵扯到皇权的归属 谁能得到第一手消息 便能决定家族子孙后代的生死存亡 这种时候 战队已经差不多固定了 但是墙头草也有很多 还有坚定的走纯尘路线 不见兔子不撒婴的 每一每在传出不大好的消息时 总会有皇帝召见成功商议国事 甚至还宠幸后宫妃妾 当着儿子的面喝酒吃肉等行为 一时让人心中迷惑 都觉得 哪怕皇帝真的身体有爱 但还有得熬 一时半会 国家的君主还不会换人 整个朝廷的气氛都是胶着的 对比其他皇子来说 最为胶着的是太子 皇上生的儿子 数量虽然不算最多 但是质量有一个顶一个 拿出去都是人中龙凤 可以独当一面 所有的成年皇子 都经历过各处历练 尚能体察圣意 下能收买人心 此刻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 更是表面上龟缩起来 夹紧尾巴 在皇帝面前拼命地表忠心献孝敬 暗地里那些动作从来莫少过 而且更加频繁了 唯有太子 他的所有人马势力 都是皇上给的 东宫就在皇上眼皮子底下 他今天宠幸了谁 明天皇上就能知道 小的时候还觉得是恩宠 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和势力了 对比兄弟们看看 他实在是太憋屈了 可谁都没想到 过了不久 眼见着皇帝一天天身子好起来 却突发急症 眼看就要一命呜呼 太子作为最合法合理的继承人 因为当街侮辱兄长的爱切 被皇上无意间得知了消息 十分震怒 这才引来急症 虽然皇上已然说不清楚话 但临死之前 在众人的见证下 废了太子 得到消息的皇子 能赶到的都赶到了 还有皇上信赖的众臣 德高望重的老皇叔 庆王哭得替似横流 跪在皇帝面前 不顾形象的哀嚎 哀求上天要收 就收他的命 他愿意代替皇父 甚至拔出了侍卫的刀割 向自己的手臂 以表成心 瞬间鲜血流出 各路皇子都在心中暗骂 一个一个也开始效仿 并且比庆王做的还要逼真 不是要比孝心吗 哪怕是熬死了皇上 大家还都有希望 问题是 现在不能让李庆熙 拔了头筹 都是老对手 一个举动便能知道 对方心里冒什么坏水 皇上看着庆王 想要伸出手 可他想到 太子可是侮辱了庆王的妻妾 等到庆王坐上大位 太子岂不是没了下场 看着眼前 还在争执不休的儿子们 他浑浊的眼神中 透出一丝绝望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风尘扑扑的脚步声 父皇 父皇 康郡王 李健身直冲进来 脸上是不加遮掩的喜气洋洋 往日温和纯善的康郡王 这是做什么 众人不禁惊异又好气 就在这个当口 康郡王从把皇上围得满满当当的床边挤了进去 双手奉上一个药方药瓶 父皇快看 这是我无意间碰到的神医 说孩儿 孩儿的病友的痣了 不信您看 孩儿现在能跑能跳 就算有一些不舒服 嗅一下这料 保准能好 皇上一震 不知怎的 眼里竟流下泪水 好啊 好 他口齿不清地说道 却被李健身接着话头 父皇也觉得好摩 那神医 说我再服用一阵子 就能全好了呢 到时候父皇出远门 可得带上我 可不能像小时候那般 留我在家 他随口念叨 仿佛两人不是皇帝和皇子 而是平常人家的父子一般 对了父皇 那个神医就在宫门口等着呢 宁快下令宣他进来 他这么厉害 父皇的病肯定也能治好 李健身的一番行动语言 一开始让人有些猛 摸不着头脑 甚至觉得 这个弟弟是不是天真的有点傻 可说到最后 那些皇子们都反应过来了 这是高级别的献效心啊 都是人精子 一念之间心思百转 就在他们打算打岔的时候 只听皇帝终于伸出手 冲着老皇叔 你指 朕的妻儿李健身 人品贵重 这立位太子 他强撑着一口气 断断续续地 说完简短的旨意 亲眼看着 禀比太监你好旨意 让老皇叔替他盖印 内外宣读一遍 这才总算松了手 冲着李健身说了最后一句 善待你的兄弟 然后一头栽倒下去 父皇 后者的太医 很快上前查看 哭着跪倒 皇上驾崩了 一群人哭天抢地 比起之前的虚情假意 这会儿哭得真多了 毕竟从皇上的儿子 升级为皇上的兄弟 谁不提心吊胆呢 执意已定 内外皆知 谁都没料到 会杀出李健身这个黑马 一起绝尘 踩到他们的头上 老皇叔走到李健身面前 先行跪下 先皇已逝 还请太子登基 李健身就这么从一个 病秧子郡王爷 一跃成了先皇 等到康郡王府的人 收到消息后 无不欢天喜地 虽然先皇崩世 里外都挂满了白婆 但是各府的人 心情显然是不一样的 其他王府纷纷收紧门户 仿佛过冬的老鼠一般 不敢露面 色缩地等待着头上的闸刀 什么时候落下 住在郑先生隔壁的谢之言 某一日突然收到了 价值不菲的礼品 一问才知道 是有人拖着关系 拐着弯走门路 都走到他这里了 看来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就连他也跟着身价上涨 礼物照收 事情不办 他麻辣地吩咐小吴子 美滋滋地喝着上好的白豪银针 爱财眼界小财 是一个爆发户应有的气质 不枉他前阵子想法子筹谋划策的 是到如今 李建生对他这个被老婆假死欺骗 还带了好多顶绿帽的可怜的小小生意人 应该是满心愧疚吧 也该想想 下一步怎么办了 第505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43 谢之言这段时间和郑先生聊得来 主要因为这个方子的事情 他毕竟不知道嘛 郑先生就得找借口来打听他家的事 尤其是王七临死前那段 在众人看来 谢之言是重感情的生意人 不爱美色 看重为他生儿育女的王七和现任妻子 一遍遍地接人伤疤 勾起人家的伤心回忆 十个人都会有愧疚 不知不觉见 谢之言在整个康郡王府 收获了满满的愧疚和歉意 这些心中的亏欠无法明说 只能化作贵重礼物和呵护来表达 谢之言想要和一个人打好关系 还没有做不成的 很快他和郑先生 变成了默逆之交 在眼高于鼎的郑先生眼中 谢之言虽然是个生意人 没有什么大学问 但却心思通透 脚踏实地 每每发言 总能挠到他的养处 这对于他见识过的人来说 是很难得的品质 李健身登基后 郑先生很快变成了 国事无双的神医 而谢之言也有了 进见的机会 他抬起头 看了一眼那高高在上的李健身 慌得连忙低下了头 原来那副明黄色的蟒服穿上 头冠带上 任何人都可以变成皇帝的模样 从前温和纯真的小郡王 可真是其中一副面孔 人在什么位置上 就会有什么形象 一点不错 谢兄不必献外 还当朕是小郡王 而你吗 说起来 还是朕的救命恩人 草民不敢 都一口一个震了 还续什么救情呢 他要真的当真就是傻了 谁敢当他的兄长 他真正的兄长们 都洗干净脖子等着呢 李健身不以为意 在他看来 这种小人物能够面胜 已经是天大的恩德 足够他回乡吹一辈子牛 说吧 想要什么 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都说出来 朕不是喜欢欠人情的人 李健身走下来 缓缓度步 自打登基这短短的时日 他看多了这些表情 面对赏赐欣喜若狂 往日捧着哥哥们的臣子 对他恨不得跪下来 舔他脚边的尘土 他打心眼里 觉得作悟 看到谢之眼脸上变幻的神色 不相信你还能把持住本心 果然 一丝贪婪涌上来 又被压抑住 多谢皇上抬举 小明家庭美满 生意顺畅 这辈子还能来皇宫受皇上召见 再没什么可想的 这是不好意思 非要他主动提 李健身讽刺一笑 那就赐你个爵位如何 再在京城赐你个府邸 让你可以接一家老小进京 享受荣华富贵可好 不不不 小明不敢 谢之眼连忙磕头推辞 在京城待了这么久了 我走时 小女才三个月 不知现在她还认不认识 我这个爹爹 小明只是一介商人 老婆孩子热炕头舒服惯了 皇上要真的感谢我可千万别 给我赐什么爵位 道不如 不如 他偷眼看着李健身 大着胆子说了出来 我的夫人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可惜跟了我这个粗鄙之刃 如果可以的话 还请皇上能把这好处赐给我夫人 扑斥一声 有小太监忍不住笑了出来 就连李健身也瞪了他一眼 好你个谢兄 莫想到你这么没出息 等到谢之眼出宫后 执意很快救下来 倒是没有提给他刺绝的事 脚趾头想想 也知道实在逗他玩 新皇登基 爵位这种东西 要真给了他 用什么理由呢 单纯一个举手之劳 根本做不得数 那不得让有心人去挖他的根 刨他的底啊 万一查出来 皇上为了治病 挖了人家王妻的坟 德行有亏 位置还莫作稳 底下一众强力的兄弟虎视眈眈 这不是给自己招不自在吗 好在李健身还算有良心 给他刺了一块匾额 积善之驾 还单独给他夫人和孩子赏赐 其中旨意上 称赞他夫人为夫人典范 这就足够了 对于谢之言的身份来说 大家只会感念 皇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并且感慨 谢之言走了大运 什么事沾上了黄气 就显得不凡 在他收拾好各路赏赐回乡的时候 码头已经有三层的大船等着 和他第一次从京城回来 到处塞钱求情 才能借人家的船回家 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一路上面对的 都是客气笑脸奉承 顺路帮了 还是小郡王的皇上这件事 已经说了八百遍 但那些人依然感兴趣 每每说起来 便口中红恩浩荡 又是一轮奉承 就连小巫子都飘了 还是被谢之言 瞅准机会敲打一番 才恢复过来 可见全是迷人眼 这种魔力 绝大多数人都 无法逃脱 往日是我酸漏了这个冰秧子 你快给我点好东西 给我创造机会 我保证一定会取得最精准的龙器 信你的鬼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 还想要勾引皇帝 已经被拘禁在府里的李庆熙 陷了你都要吐 省省吧 脑海中想起 傅明珠和美颜系统的对话 谢之言都见怪不怪了 这二位反复撕逼 傅明珠一再失败 没有容器兑换好东西来滋养 她的容颜一步步衰败 肌肤粗糙 脸色干黄 其实放在人群中 也是忠上之之 但对比她之前逆天的容颜来说 就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你给我闭嘴 怪我吗 还不是你废物 我帮你做了多少事 你连这点小忙都不帮 啊 傅明珠惨叫 显然是被系统惩罚了 我最大的错误 就是选了你 一位脑子奔好掌控 莫想到蠢到无法理喻 惨叫声持续响起 谢之言没有兴趣再听 收回了神志 自作孽不可活 估计这个系统一时半会儿 莫办法脱身 要不然早就踹了傅明珠 不会这么干好着了 谢之言归心四见 终于 她看到了江州城的码头 往日熟悉的码头上 人头传动 隐约能见到身穿官服的 还有一对军事维持秩序 周遭都是 看热闹的民众 这 她有些瞠目结舌 没错 老爷 这正是为了迎接我们而来的 听说父母官都亲自来了 为了迎接 迎接皇上御赐的牌匾 小巫子喜气洋洋地说道 第506章 丧七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44 这些人说来 谢之言也都认识 做生意吗 上下关节全都得打通 年节生成固定的孝敬必须有 但从来没有一次 这些大老爷能陷着她 客气成这样 她打起精神 挂着和气的笑脸 开始熟练地应付眼前的人和事 等到忙乱过去 回到府里却发现 夫人带着孩子们都去了庄子上 天色已晚 就连小巫子都说 爷 您劳累了一路了 刚才又陪着大人们饮了酒 不如派人去庄子上送个馅 明天一早 您再去接人 自家也从离开家到回到家 这所有的辛苦筹谋 都被小巫子看在眼里 就算回来 也要强打精神去招待人 眼下总算能喘口气 贝马 带上几个年轻小子 我们现在就去 谢之言咕咚咕咚 喝了满满一杯茶 虽然身体有些疲惫 但精神不错 走吧 既然回来了 就要第一时间让他们知道 出了这么些事 也不在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有多担惊受怕呢 小巫子知道 也口中的他们 其实就是指夫人 另外两个孩子懂个啥 果真是把夫人放在心坎上了 他是不明白 明早去接人有什么问题 难道夫人就不高兴吗 不过 既然是爷吩咐的 照做就是了 很快 主仆几个便翻身上马 只冲着江州城外的庄子上 谢之言倒是送过信 但最后一封报平安的信件 估计还没到家呢 他人倒是先回来了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心头还记挂着 在漩涡里挣扎的夫君 那日子能有多大滋味 谢采薇已经半岁了 身体健壮胃口好 长得活像个浮娃娃 傅盈盈看着她的睡颜 微笑起身 唉 她又不自觉地叹气 夫人不必忧心 说不定老爷很快就回来了 上回不是来信说 都挺好的摸 王嬷嬷翻来覆去 也就只有这么几句安慰的话 摸法子 她自己心里也慌得不行 傅盈盈摇摇头 我没事 就是偶然想起来 还好有采薇在 我这心里 总还有个可忙万可寄托的 苏玉那孩子也长大了 等到爷回来 我也总管 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可不是吗 任谁也想不到 往日里顽劣不堪的大少爷 居然还有这么孝顺的一天 日日早起读书习武不说 还拉起了一支护卫队 虽说那些小子们年纪不大 可真有两把子力气 上次还多亏了他们 谢苏玉之前差点犯了糊涂 在父亲临走前 和他交代事情后 便坚定地生出了 要保护谢家的信念 不得不说 谢之言给他请了两个好师父 一文一武 蒋昭是个少年天才 经历了人情冷暖之后 对事实更加动明 自有一份旁人达不到的境界 用理论知识 武装了谢苏玉的大脑 让他深刻地明白 原本的自己行为 是多么不可取 而现在 他得到的一切 又是多么可贵 赵丽虽然是个粗人 但是粗中有戏 最能制住谢苏玉的爆裂性子 让他生出了 想要打败他的目标 然后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一次次进步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就算到了庄子上 谢苏玉第一件事 便是考察周边环境 按照父亲平日里教导的那般 给周遭的可利用的人 打成一片 以便为他所用 最终 还真的给他做成了点事 整个庄子上几十户 都是他谢家的电农 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小子们 听说他是大少爷 平时疯完都不敢带他 不过毕竟是半大孩子 并没有很多戒心 在谢苏玉显露了棘手之后 便十分崇拜他 都愿意跟在他后面学 一支不成熟的护卫队 就这么拉起来了 平日里 谢苏玉便立下规矩 按照照例教他的 来教这些孩子 表现得好了 有白面膜膜 有炖的酥烂的红烧肉 人人都争先恐后的表现 那些电农可高兴坏了 自家孩子能 跟着大少爷做点事 求都求不来啊 王嬷嬷当时还怕生事 万一大少爷死性不改 带着这些小子做坏事 那可怎么是好 可是傅盈盈倒很支持 还提出 末人每天都可以在厨房吃饱饭 拔得头愁的 可以领一斤肉回家 这种实际上的支持 化为动力 很快便有护卫队的小队员 发现有试图偷窃 通知了谢苏玉 及时布下陷阱 在夜半时分 用鱼王打猎的麻绳之类的 抓住了人 打一顿钮送到官府才发现 这三个蒙面大汉团伙作案 流窜到江州一路上 犯了很多事 还杀过人 目前正在通缉 鸡拿盗贼 谢苏玉还得了二十两赏银 我的天哪 这么热血沸腾的事情 居然发生在了八岁的孩子身上 从此谢苏玉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他开始向往着狭义江湖 好好地静下心来 筹谋这个护卫队 把银子一半投入到服装和兵器上 另外一半都发给了队员们 王嬷嬷更是美美想起 都惊出一身冷汗 那火人都踩好点了 知道这里只有老若妇孺才敢动手的 不料这些皮实的山里小子 自有一番胸襟见识 自此 王嬷嬷每天亲自盯着厨房 好肉好菜大白米饭 敞开了近吃 惹得一众小子陷了王嬷嬷 跟陷了亲奶奶似的 亲得不行 搞得王嬷嬷也储出了几分香火情 时候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明儿一早啊 大姐儿都要吵着找娘呢 王嬷嬷低声劝道 傅音音点点头 虽然没什么睡意 嬷嬷 你听到了嬷 她突然睁大眼睛问 听到什么 老奴什么都莫听到 要不传人来问问 王嬷嬷很紧张 毕竟很容易 有不好的联想 就在这时 傅音音一下子 从椅子上坐起来 往外紧走了两步 我好似听到了马儿的四鸣声 她这么一动 所有人都动了 马儿的四鸣声不奇怪 奇怪的是 好像夫君的马儿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丫鬟们 兴高采烈的声音 傅音音心头大震 抬眼看去 门帘被一股重重的力道甩开 一个身材高大 面目俊朗 带着些疲惫的男人 风尘扑扑地走来 第507章 丧妻扎姐夫 X续贤小姨子 45 傅音音从来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自己会端坐在上手 齐齐接受江州城内 各路有头有脸的女眷庆贺 这一点 从傅老太太笑容满面地 来参加谢府的宴会就知道了 不是一般的能屈能伸 傅音音并没有记恨 而是心里淡了 面子情维持着 根本触动不了 她什么 由于被当今圣上 亲口赞了妇人典范 让她一举超越了江州城 所有身上有告命的妇人 更不用说家中大门的牌匾上 高高挂着圣人亲赐的莫保基善之家 皇上刚登基 众人还都摸不着头脑 没有门路揣摩上意 偏偏这个谢之言 居然有这么大的造化 顺手这么帮个忙 就救了当今圣上 你说弃人不弃人 得亏是个商人 哪怕有了响亮的名号 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这也是各处都乐于 和她交好的原因 问题是她本人和夫人 都是个秒人 十分知情 时区会做人 就连孩子都养得聪明伶俐 大的已经颇有奶腹之风 小的更是喜气 现谁都笑眯眯的 论讨人喜欢谢采薇 当属江州第一 来往的从商谷仆夫 到各级官员 就连知府夫人举办宴席 都回回记得给傅盈盈发帖子 家中庶女 还想要订给谢苏玉 对于这些变化 傅盈盈没有丝毫畏缩不安 而是努力地学习积极应对 有什么不懂得官窍 就和谢之言沟通个明白 再出去献人办事 没有不妥贴的 很快 他在夫人圈子里 混得如鱼得水 很多消息都是第一手 反倒把有些懒散的谢之言 比了下去 我以后就靠夫人吃饭了 他的夫君倚着他 丝毫不在意地打去 说来奇怪 原本这人的事业心极强 平日里上心的 也是如何扩大生意版图 拉拢关系等 自从走了一遭京城 有了那些个在外人口中 传得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 再回到家 反倒是背拦起来 成日就是逗弄逗弄孩子 玩玩小的娇娇大的 外边的人都甩给信任的掌柜 宴请能推的就推 别人送来的精英美女 一概不收 总之是修身养性起来 可要说修身养性吧 傅盈盈又觉得不对 除了她身上不便利那几日 每日不都是心情耕耘直到三更 那个折腾镜简直让她有点吃不消 总有那么几次起碗出门迟了的 那些妇人太太们都喜欢逮着她打去 她现在也是脸皮厚的根本不怕羞 对于傅盈盈来说 谢之言的变化 对她来说只有好的 而她宅在府里 却从来不禁止她出门交际 每每天气不好 或者归家迟了 还喜欢带着闺女来接她 搞得江州城内的有头脸的爷们 突然就开始觉着日子不好过了 往日里装的 比谁都嫌梁树德的夫人 开始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 回头想想 也没有包外式喝花酒啊 一打听 原来是人家谢家的当家人 知道宠夫人 回回都亲自接送不说 还懂得买小玩意 逗夫人开心 你说这叫什么事 老爷们谁家这么做 可总有这么做的 也总有效仿的 大户人家的夫人 那可是执掌中会管理一家上下的 如果夫人打定主意不配合 还真没有几个爷们 能过得舒坦 这不 江州城不知不觉 刮起了宠妻风 上行下校 这个风气渐渐地形成气候 到谢苏玉要娶妻的年纪 男人给女人买买灵嘴 打个伞接送一下 那根本不是事 偶然有外省人觉得 奇怪 反倒被本地人吐槽回去 知道什么 夫人好了 家庭才能和顺 家庭和顺了 男人在外才能心无旁骛地做事 正所谓妻贤俯少货 那妻子怎么样才能贤惠呢 这就要看丈夫的了 你总去睡小妾 悬当着夫人的面 给小妾做脸 她能大度地起来吗 你不亲自教导孩子 还总盼着孩子成龙成凤 一个不顺心对着孩子非打即骂 她能心头没有怨言 能贤惠得起来吗 说起来 还是你这个丈夫没有做到位 要是你自身做到了 整个家都不会出问题 自然有夫人为你操持的温馨平顺 让你身心舒畅 什么 不信 这可不是他们信口胡说 而是江州城有名的姬善之家 被皇上亲口称赞夫人典范的谢夫人说的 而他家谢老爷就是这么做的 你看看 还不是连皇上他老人家都觉得好 难道 你觉得有问题 你是对谢老爷谢夫人不满 还是对皇上不满 说来也怪 就算这么恩爱 傅盈盈这辈子 也只有谢采薇一个女儿 她倒是没有遗憾 但是在嫉子谢苏玉心中 总觉得小姨是为了自己 甚至还亲自去劝父亲 让小姨也能生个儿子 谢之言但笑不语 就让这美丽的误会继续吧 等到谢苏玉娶妻生子 谢采薇也从一个喜气的小胖墩 长成了亭亭玉丽的豆蔻少女 傅明珠的名字 仿佛越来越久远 只有每年的忌日 谢苏玉回去到墓前烧纸 而生辰的惯例则取消了 没有人要求她 是她自己随着长大 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 对于母亲 她仍然保留着美好的记忆 但她现在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有她自己的奋斗目标 她也真的长大了 直到有一日 傅盈盈从睡梦中惊醒流泪 她梦到了大姐 但那又不是大姐 眉目间分明是相似 只是更为憔悴落魄 容颜尽失 她再说 自己很后悔 如果当初 如果当初没有死就好了 在谢之言的追问下 她说了出来 不料却听到夫君 对她说明了一切 那关于京城 关于王府的御夫人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切 傅明珠是真的死了 系统确信的 比谢之言预料的要晚 果然能蹦打 从她和系统 闹掰莫办法保持美颜效果后 她又挣扎着生存了十几年 从最高层的男人 混到最底层的男人中打转 最后沦为买女孩子 来教导的妈妈 她手底下有个女孩子 寻了个不得了的靠山 想到年幼时遭受的虐待 便窜夺靠山 致死了傅明珠 不过这些都谢之言 都没有告诉傅盈盈 她只说 后来傅明珠得罪了皇家的人 便会处死了 第508章 灵魂的重量 一 江州城内的生活风平浪静 原本改造过的庄子 经过扩大重修 已经变成了连绵数十里的庄园 晚年的傅盈盈和谢之言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 子女都大了 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为人处事的道理 该教的都教了 具体把日子过成什么样 就看个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看过一辈子 两人心性都是想得开的 日子过得不要太潇洒舒适 所幸谢苏玉和谢采薇 一个精明通透 一个半猪吃虎 在各自的小家庭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今皇上登基之后 彻底治愈了顽疾 在朝堂内外大展身手 一时间励志清明海燕和清 这正是最好的时候 只是人总会老 不知怎跌 在他觉察出岁月意识的时候 想到了谢之言这么个人 甚至还微服私房 去谢之言的庄园里歇了歇脚 所有人都跪在他面前三呼万岁 但他心底里 却羡慕夫人再次尔孙绕息的谢之言 这一世 谢之言找到了久违的平静 随着他历练的任务次数增多 能够触动到他情绪的点也越来越多 直到他和傅盈盈前后脚离开 到达系统空间的时候 难得的心如止水 第一 五十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 宿主 这次战绩斐然啊 你怎么 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ZZ001有些兴奋 莫想到顺手做了件好事 居然能保得住一世的荣华富贵不说 还能搞来十万积分 政绩都是李建深的 果然他家宿主就负责躺赢 对了 这次除了积分 还有另外一项战绩品 宿主快来猜 谢之言威易思索 战绩品 傅明珠那个美颜系统 ZZ001 是的 本系统就知道 这题对宿主来说莫难度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投放 等等 谢之言突然打断了他 语气中带着些冷淡 我记得有一次未了让我出紧急任务 根本就没打招呼 直接点了人声加速 于是补偿了我 ZZ001检索了一下 没错 补偿你回到了现实世界植物人状态中 宿主 这是什么意思 这次更加过分 居然没有检测出 有重要配角是穿越选绑定了系统的 万一复明珠是个聪明的 将会给任务带来非常大的阻碍 万一你这个小智障 搞不过那个系统 出了什么bug 我都无法想象 会产生什么后果 你说 是不是比上次的情况 还要更严重 听了这么一席话 ZZ001已经放弃了无谓的挣扎 想要什么 宿主就直说吧 只要在本系统能力范围之内 尽力给宿主半导 他开发了不同的语气 这会儿语气弱弱的 带着些委屈巴巴 我要求回到现实世界 我的身体里去 你能操作多久 就让我回去多久 出乎ZZ001的意料 谢之言并没有要求其他过分的东西 而是像上次一样 要求回到自己的植物人身体中 他只是个系统 搞不懂人类复杂的脑神经回路 在他一个系统看来 宿主明明可以借此要求 更多可以开挂使用的道具 帮助他在任务中 一路顺风顺水地走下去 赚取更多积分 对比而言 只是灵魂 回到自己身体里 在那个植物人的家户病房 说不定运气不好 根本就没碰到有人来看他 这不白白浪费掉了大好机会吗 好 知道自家宿主的风格 则有主意 ZZ001根本就不再劝倒 浅蓝色的房间内 洁白的沙帘微微飘动 谢之言的灵魂状态 不禁能听到 还能看到 但他只能待在床上 内聚和之前比起来 已经有些憔悴的身体内 这不是医院 而是一个郊区的高端医疗疗养院 和其他的疗养院不同 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这是谢家赤巨资 为他个人打造的疗养病房 一栋三层小楼里 专业的医护 高精的医器 全都为他一个人服务 一个植物人能享有的一切 这里全都有 谢之言已经回来了半天 整个人都空忙起来 脱离了任务世界 如此心无旁骛地专注自己 让他有了一些异样的感受 这半天里 他的身边是没有离开过人的 医生每隔半小时来检查一下仪器 护工则轮班看护 寸步不离 上次在医院 还能听到护士的闲聊 这次连八卦都听不到了 周遭归位沉寂 只有滴滴滴的各种维持生命的仪器声 很晚了 很晚很晚了 就在谢之言以为真的运气不大好的时候 病房门被推开 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 白衬衫高高挽起的挺拔青年走了进来 他似乎来得比较急 发似有些凌乱 护工熟悉地打了声招呼便出去 显然是常来 青年扒拉了两下头发 想要开口说了什么 又双手插在裤带里 深吸一口气 重重地吐出来 面色有些紧张 这倒是引起了谢之言的好奇 不应该啊 他哥这是遇上事了 眼皮鼻尖还有些发红 这是喝了酒 但是喝得不多 按理来说家中能够为了他疗养身体 便投入数亿资金 情况只会越来越好才对 什么事情能够让谢家妍如此失态 唉 只听谢家妍低声叹息 居然毫无形象地随意坐在地板上 他嘀嘀地笑出声 然后又捂着眼 这是 哭了 如果灵魂有状态 那么谢之言此刻的状态 已经是惊恐 谢家妍创业失败 不不至于他什么场面墨陷过 从小就是顶级圈子里最牛屁的大哥 家里要破产 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 父亲的投资一向稳健 风险评估最为严格 难道父母出事了 第509章 灵魂的重量 二 就在这时 只见谢家妍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小的照片 黑白的 一眼看不去奇形怪状模糊一团 可谢之言是做过医生的 虽然不是妇科 但还是能清楚地看出来 这是必超照片 谢家妍有孩子了 他要做叔叔了 不对 应该要问的是 谢之言居然结了婚 没想到吧 谢之言 我终于还是赢了你一次 哈哈 谢家妍拿着照片 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明知道弟弟根本没办法看到 可他还是想要他看 我也没想到 就这么当爸爸了 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给我连你嫂子的面 到现在才献了三次 谢之言 信息量好大 谢之言表示 对自家大哥再次刮目相看 那这是结婚了 还是末结婚呢 想结婚来着 可人家也不愿意啊 女人真是难搞 孩子都有了 不结婚 还想做什么 不可理喻 谢家妍是个标准的直男 从来都是女人围着他转 这还是第一次 他对一个女人无处下手 原本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今天陪着那女人产检之后 亲眼看到活体胚胎 在子宫里面跳动 那个声音 咚咚咚咚 他的心突然就被触动了 甚至还当场红了眼睛 这可是他谢家妍的重啊 早知道当初就不让他走了 也不至于眼下这么被动 谢家妍在公司里是说一不二的 CEO 在发小兄弟们面前 是掌控全局的大哥 在迷妹们心中 是冷酷有钱的男神 诸多光环在身 让他哪怕兴奋激动的心脏 都要跳出来 还是要在那女人面前撑住 人设不能崩 脸不能丢 可面临植物人弟弟 总算有了出口 开始碎碎念起来 总之就是他和准嫂子之间的那点事 听得谢之言 灵魂快要跳脱出身体 谁能想到 谢家妍也有这么娘们唧唧的时刻 也不知道 等他苏醒了以后 告诉他 其实他全都听到了 谢家妍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值得期待 自己的孩子 总归是不一样的对吧 谢家妍总算冷静了点 仍然坐在地上 写着置物柜 一副骆驼不羁的模样 你不知道 那个女人可狠心了 差点打掉孩子呢 说什么不想要当单亲妈妈 还没有做好一个母亲的准备 这都是什么屁话呢 难道我做好了 我心里那个气啊 都快炸了 这辈子都没那么憋屈过 谢之言 你在说什么屁话 女人和男人能一样吗 男人当爹 只需要贡献一枚精纸 当然高兴了 而女人呢 全身心的巨大挑战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未知 还有以后血脉相连 所带来的重重负担 就在她有那么一瞬间 想要醒过来 给她哥做参谋的时候 只听她哥长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那咱也没办法 谁让 是我不检点呢 当初头一次见面 就莫把蚩猪让她怀了孕 早知道有这么麻烦 那天晚上 她搅得再紧小嘴说得再好听 我也不能破了我谢大少的规矩 谁知道就这么一次就中了 你还别说 我这种的质量有点好 要不这么一次就中了呢 谢家妍自己说着 还黑黑笑了起来 完全不顾忌亲弟弟的感受 谢之言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 亲哥哥和亲嫂子的床室具体细节 她看着形象崩坏的谢家妍 心中暗道 这不是把她当植物人 这干脆 是把她当死人了吧 难搞的女人 好说歹说求爷爷告奶奶的 才让她暂时打消了打胎的念头 还说什么 要考验我 想起那个女人的神态语气 看她那怀疑的眼神 谢家妍就觉得悲愤 我就让她好好看看 我谢家妍能不能当的好爸爸 我的孩子除了我谁也甭想做她爸爸 我除了能做好爸爸 我也能大发慈悲 看她可怜 顺便做个好丈夫 可以可以 用最狠的语气说最耸的话 不愧是你 谢家妍 谢之言的灵魂默默和她哥对话 情形就是这么诡异 一个说来一个答 如果有第三者视角 一定会觉得 这俩人之间肯定有一个疯了 终于 谢家妍叙叙叙叨地说完了 把小照片又展示了一下 才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的钱包夹层 高兴吧 知道自己 要当叔叔了 你从小就老成 我原来 还想过你要是当了爹 那该怎么带孩子呢 根本玩不到一块去 后来我又一想 你这样的 应该找不到愿意包容你的漂亮老婆 自然也就谈不上当爹 嗨 是大哥多虑了 谢家妍毫不留情的 This亲生弟弟 毕竟漂亮老婆 不是谁都能搞定的 比如她 分分钟就搞得定 方法如下 提前在对方子宫内 种下一颗优质种子 然后静静等待就行了 你得抓紧时间啊 等你侄子生出来 还等着你来取名字呢 她的声音低落下来 看向病床上的弟弟 臭小子 快点醒过来吧 你知不知道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了 她常常半夜做噩梦哭醒 连爸爸都有了睡眠问题 在你必须要好起来 来帮大哥撑起这个家 帮大哥带带你侄子侄女 好不好 谢家妍说完 眼睛泛酸 她眨动了一下 却仿佛产生了幻觉一般 看到弟弟的眼睛 也眨动了一下 她用力揉了揉眼睛 盯着弟弟一动不动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仪器 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看来是她喝酒喝多了 眼睛疲劳看错了 一颗狂跳不止的心 渐渐地沉寂下去 她又深吸了一口气 挤出一个笑意 臭小子 哥就先走了 这个点 她低头看了眼腕上的手表 正是孕妇想吃东西的时候 我得去看看她 谢家妍走后很久 谢之妍的灵魂都维持着一个形态 仿佛一座雕塑一般 夜越来越深 周遭显得格外寂静 两久 谢之妍笑了 她看了被谢家妍作乱了的地毯一脚 觉得或许还真的要加把劲 总不能让谢家妍的孩子生出来 连个名字都没有吧 她可是当叔叔的 不像话 第510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一 文静的成绩又退步了 这次月考 居然下滑到300名 宋老师都急得打电话给我 一个女人担忧地说着 谢之妍抬眼看去 是个穿着长筒灰色睡裙的女人 身材微胖 烫了的头发简单地挽在后面 看得出没有精心打理过 有些茅草 女人正在拖地 归之卧室里的物品 她这具身体 则协议在床头 脑子里有些混沌 这孩子性格越来越闷 每天低着头不说话 我想和她聊聊吧 她根本对我的话毫无兴趣 眼看都出散了 正是关键的时候 你说 这可怎么办 把地上的男款黑色短袜捡起来 丢到脏衣筐里 她有些艰难地直起腰身 向着床上的男人问 嗯 知道了 谢之妍含糊地说着 好在女人并没有怀疑 毕竟男人作为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层 一个家的顶梁柱 唯一的经济来源 每天工作应酬忙碌不停 回到家 经常是疲惫需要休息的 对于她说的话 也大概就是这类反应 嗯 嗯 啊 知道了 女人见怪不怪 不过这关乎到女儿的学习 这才多说了一句 那你要不找她谈谈 她试探地说道 继续拖地 说来也怪 小时候文静多活泼可爱 跟你这个爸爸又亲近 都说青春期的孩子难搞 我可算是体会到了 你在大公司里见识多 好好和她聊聊 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 可 谢之妍翻了个身 清了清嗓子 行 这事儿我记下了 女人每日的清洁工作 已经坐到了房间门口 听到她说这话 脸上的焦虑 才缓解了一些 下周舅舅的生日宴 往年都是给一千 今年说是办七十大寿 我看少不得要拿两千 要不然 爸妈脸上不好看 女人口中的舅舅 自然不是她舅舅 而是丈夫的舅舅 这么多年 家中的里里外外 都是她在操持 人情往来买菜 在做饭 照顾老人接送孩子 她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已经彻底地 把丈夫亲戚的事 当成了自己的事 你看着给吧 谢之妍揉了揉 有些酸涩的眼睛 试图在女人的这些细碎的话语中 提取信息 那这个月生活费 文静补习班一对一的老师 也要花不少钱 提到生活费 女人有些气短 虽说男主外女主内 分工明确家庭和谐 但是伸手要钱的滋味 什么时候都有点那么不好受 女人算是精明的主妇 可花销在那放着 哪处都减省不了 夫家的人情往来 必须要认真对待 否则公婆第一个不答应 到时候 有的是麻烦 女 儿的学习 更是重中之重 生活费虽然不少 但每个月也没有什么结余 倒是经常有些捉襟见肘 这个月给你多拿点 没别的事了吧 早点睡 困了 男人说完 又翻了个身壁上眼睛 打算睡觉 没了没了 我洗一下就睡 女人关掉床头灯 拿着清洁工具 亲手亲脚地走到洗手间 稀稀索索弄完 便回到卧室 她一点没有觉得 男人态度冷淡 反而有些诧异 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 肯听她叙叙叨叨 说这么些琐碎小事 就算回应她 也显得更温和 往常她早就烦了 这些事 你自己看着处理 不要总拿来和我说 烦不烦啊 我加班到现在 回到家 就是听你一肚子虚的 我累不累 就在她打算 在男人一侧躺下的时候 放在床头柜上 正在充电的手机屏幕亮起 秘书厨小王 刚才回到家楼道理灯坏了 差点崴到脚 哭唧唧表情 秘书厨小王 睡了 谢哥晚 明天谢 女人愣了一下 心里面有些不适滋味 想要把人叫起来问问 又觉得这些信息也没什么 她不能干涉正常的同事交往 便努力地转移了一下思绪 继续躺下闭上眼睛 此刻谢之言并不知道 她在不知情的状态下 已经被园主给坑了一把 早上 谢之言的生物中准时醒来 女人醒得更早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 鸡蛋煎饼和牛奶 还有两叠咸菜 谢文静已经坐在桌子前 开始吃早餐 今天怎么起得早了点 还能再睡会儿呢 听见她妈的声音 谢文静才看到 她爸出现在卧室门口 嘴里的煎饼顿时就不香了 妈 老实说今天要早点到校奖卷子 她不客气地打断了她妈的话 放下吃了一半的煎饼 一口气喝完牛奶 站起身就要走 你这孩子 怎么不早说 一听到女儿 要提前到校学习 女人连忙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准备换衣服 换鞋出门 你别忙活了 今天我送文静上学吧 谢之言开口 坐在餐桌前 看着谢文静一脸的不可置信 挑了下眉 有什么问题 坐下 把煎饼吃完 不料女儿完全不领情 连扭到一旁 得了吧 我可坐不起你的车 别影响了你的伟大事业 我就喜欢 坐我妈的电动车 她冷淡地说完 抬眼看着本该风风火火的她妈 一动不动 妈你莫听见吗 不是 看你这孩子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女人倒是一脸喜气 觉得丈夫昨晚上把孩子学习的事记在心里了 这不 已经找机会 要和女儿好好沟通 你爸工作在重要 那能有他宝贝闺女重要吗 一大早闹什么脾气 赶紧吃 吃完坐你爸车走 她又充满干劲的 给丈夫和闺女面前的盘子里 夹了煎饼 一家三口很久没有这样 坐下来一起吃饭了 要么是丈夫赶不回来 要么就是 女儿拉这个脸 早早吃完 谢文静心里憋屈 脸上更难看 活活像是有人欠了她五百万 一路上都莫怎么开口说过话 也就到了校门口 谢之言问她班级情况 老师教学怎么样的时候 不耐烦地回了句 问这些做什么 搞得跟你知道我在哪个班时的 她说完 不耐烦地甩了下脑袋 打开车门走了 很快和相熟的 同学们走在一起 互相打闹开玩笑 脸上也有了笑意 和跟爸爸在一块的态度截然不同 第五百一十一章 中年头疼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二 谢之言目送着她走进校门 轻笑着摇头 青春期的孩子 虽然会有些绝强任性 但谢文静表现出来的 绝不仅仅是这个意思 对于她的爸爸 她还有一种不加遮掩的冷淡不屑 甚至连和她共处一世都觉得别扭 在她的认知里 她和妈妈才是一国的 想到她现在的老婆 谢之言拿起手机熟练的输入密码 开始转账 点了下转账联系人第一位 韩妹妹 操作完毕 顺便盘点了一下原主的身家财产 无奈叹气 原主在某知名互联网公司 做资深工程师 现在是管理层 发年薪60万 市区两套房 目前住的这一套不大 待学区 平时开一辆宝马上下马 目前45岁 身材保持得不能说很好 但对比一众没什么形象的程序员来说 每天衣衫阁履看起来 还挺儒雅有派头 男人都比女人抗老 一张脸上 稍稍添了些岁月的皱纹 戴着眼镜 倒也不影响气质 走出去 在外人眼里 绝对是职场精英成功人士那一挂 但实际上并不那么轻松 两套房都有房贷 一套五千 现在住的这套学区房 每个月六千 再加上车贷两千 每个月生活费一万 包括所有开销支出 两边父母 和一家三口的商业保险分摊下来 每个月也有四五千 每个月固定支出就两万五 更不用说园主的妈身体不好 常年吃药 那点退休金都不够用 需要经常补贴 偶尔住个院什么的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园主身上的西装 手腕上戴的表 哪一样都是人模人样的品牌货 可以看出 韩妹妹在绞尽脑汁 用心费力地维持这个家 她付出了所有的聪明计算 把自己当成陀螺 尽力照顾到每一个家庭成员 唯独没有她自己 在外人看来 她有个会赚钱有能力的丈夫 然后她才有大房子住 才能过过太太的生活 根本没有人觉得她辛苦 一个不用上班的家庭主妇 靠着老公养 有什么可辛苦的 她自己也觉得 丈夫身上的花销不能省 毕竟大小是个领导 在公司里要能拿得出手 这一点她做得非常好 换洗衣服鞋子 手表领带 没有一处细节不好 女儿的身体和学习 也不能放松 毕竟那是她和丈夫 唯一的孩子 亲近所有 也要培养 公婆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在生活上对他们有依赖 需要她经常上门照应着 人老了吗 偶尔嘴碎些 说点不中听的话 也可以理解 等他们老了 也会这么依赖孩子 自己父母倒是有兄弟照看 她只要每个月 固定拿点孝敬就行 唯有她自己 身材也走行了 不需要什么漂亮衣服 脸也渐渐地苍老了 每天忙着不是去菜市场 就是陪老人去医院 也不需要打扮得多精致 洗干净擦点护肤品就行了 在菜市场采购了许多菜肉 这可是婆婆最喜欢的新鲜食材 指定要买的 嫌超市里的不新鲜不好吃 正艰难地拎着放到电动车上的寒妹眉 突然感觉到手机震动 她放好东西拿出来一看 老公转给了她一万块 原来就是超支了 也只是多赚一两千 怎么这次这么大方 韩妹眉嘴角有了笑意 看来老公还是挺在意她的嘛 这一点发现让她的心情大好 刚刚挤在人堆里产生的烦闷 也消失不现 骑着电动车就走 公婆住在离家不远的小区里 骑电动车十几分钟 像往常一样 韩妹眉到了家 就开始卸货 婆婆腿上有毛病 平日老腿疼 根本没法去菜市场买菜 于是 韩妹眉只能每周来送一次 尽量买得齐全有营养 还要兼顾到老人的口味 说是一周一次 但是老人家里的大小事 都会给韩妹眉打电话 打了电话 人必然是要来一趟的 韩妹眉进门的时候 老人刚起床没多久 正在吃早饭 今天怎么这么晚 菜都要不新鲜了 婆婆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韩妹眉 也没有客气 随口抱怨了一句 韩妹眉不以为意 根本没有提醒婆婆 因为不用送女儿上学 她比往常来的还要早一些 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反而会找来更多的话 清理完冰箱里剩下的放坏了的菜 习惯的抹干净 韩妹妹开始料理新鲜菜 鱼蛋肉虾都洗干净 放到专门对应的保鲜盒里 再一一整齐的麻好 就连蔬菜玉米青豆这些 也都整理好 务必让老人家做饭的时候 可以随取随用 不用再麻烦的料理 老人按照自己的日常习惯来 好似家里根本没有多了 这么一个人在为他们服务 忙活了大概一个小时 韩妹妹才把一个容积 五百多升的对开门冰箱 给装得满满当当 别说一周了半个月都吃不完 可老人就喜欢多 哪怕他吃不完 这一套都是韩妹妹习惯了的 等到他做完 看到婆婆那个扫把出来 腿一颠一颠的样子 赶忙接了过来 妈你赶紧歇着 我来吧 我来吧 公公端着茶杯走出来 看到这处场面 扫个地你也要麻烦妹妹 你是不会动她了吗 她愿意的 你冲我嚷什么呀 我给你谢家干了一辈子的活 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 都倒了这把年纪了 还不心想想媳妇的福 婆婆有些不高兴 韩妹妹快手快脚地收拾着 妈您别生气 爸也就那么随口一说 心里啊 说不定还是爸最心疼你 老人不爱打扫 平时也就扫个眼前的垃圾 其实地板还是脏的 韩妹妹看不过去 既然都扫了 那就得收拾干净啊 于是又花了一个小时 把灰扑扑有些杂乱的家 给打扫得一尘不染 累得她直起身的时候 腰又有点疼了 这下婆婆脸上 才终于有了笑意 还是妹妹爱干净 我就不行 眼睛也看不大清楚了 有时候扫了一遍 觉得干净了 谁知道这么脏 韩妹妹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 她年富力强 多给老人做点事 总比不管老人 到时生病了 还不是要麻烦 她人前人后的忙活着 第512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三 对了妈 你那要吃完了吗 爸的降压药还够吗 韩妹妹准备走 开始例行问候 医院里人来人往的 空气也不好 平常两个老人的日常用药 都是她一个人 拿着病历本和医保卡去开 还有呢 你爸的降压药不多了 你顺便去买点 哎 这都中午了 我做了饭再走吧 爸妈 想吃什么 韩妹妹一看时间 都十一点半了 反正她不着急干别的事 想着要老人动手 很多卫生习惯也不好 刚刚清理好的灶台 肯定有乱成一遭 还不如她自己来呢 说实话 韩妹妹有点强迫症 她自己所到之处 目之所及 总是尽可能地收拾干尽力所 终于 打扫完卫生做好饭 也十二点多了 她要走 婆婆坐着吃饭 没有说一句话 倒是公公说了句 要不 吃了再走 咱们这米饭闷得太软 他们都不爱吃 你知道什么 婆婆横了公公一眼 才看着韩妹妹 行了 我们这两个老家伙 又劳烦你了 知道饭菜不合你口味 不强留你 赶紧回去吧 路上慢点 唉 韩妹妹下了楼 肚子咕咕叫起来 她叹了口气 骑上车走了 其实她也喜欢吃软米饭 但要和公婆一起吃 那她真的宁愿饿着 人老了 是不是嘴都不好啊 真是的 等而媳妇走了 谢建国不赞同地 看着自己老婆 你看看 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话 这不是伤了儿媳妇的心吗 你个老头子 有的吃就开始闹腾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琉兰香用筷子 扒拉了一口米饭 夹着虾仁炒蛋 也就看她有这点用处 能干点粗活 要不然 她凭啥配我儿子 谢建国看老太婆 这一套又出来了 不禁摇头 算了 跟你说不着 我哪说的不对了 我儿子要模样有模样 随了我脑子又聪明 在大公司当领导呢 家里的钱不都是我儿子挣的 我得花 我得吃好的喝好的 把身体养好了 总不能都便宜了她韩妹妹 我儿子一个高管 还长这么帅 心眼也好 她韩妹妹有什么 不就仗着命好死 起白赖的贴着我们家之言 你瞅瞅她 又肥又瞅那个样 站在咱儿儿子身边她 根本就不相衬呀 一分钱不会挣 成天花我儿子的钱 这么多年了 站着毛坑不拉屎 连个孙子都莫给我生出来 我敢说 要是儿子现在离婚 大把的十八九的小姑娘可尽挑 要她一个黄脸婆 哼 也就配跑跑腿干干活 站在门外的韩妹妹 实在是莫想到 会听到这么一番话 老小区房门不隔音 老太太嗓门都这么亮 根本不在乎背后骂人 是不是会被发现 她敲门的手放下了 原本是想着 老太太忘记给医保卡了回来拿的 真是让她大开眼界 婆婆嘴不好 喜欢说动家长道理家短 这一点刚结婚她就知道 谢之言也说起过 让她多担呆点 就连她自己都很头疼 他妈这个问题 平时两个人接触的不算少 老太太前阵子住院 都是她忙前忙后的 一个病房里的人都羡慕 都想不到她是老太太的儿媳妇 都以为是亲闺女 她骑上电动车 颠簸起来 腰又疼了 也就只配干点活 韩妹妹心里面仿佛被泼了一盆冰水 她决定去看看自己的腰 互联网公司气氛都比较放松 早上九点半上班 谈性工作制度 谢之言一进办公室 还是如往常一样 收获了不少的招呼声 老大 谢哥 早啊 老大 她今天来得有些迟 车子停在停车场 她思考了很久 好在有大把的加班时长可以弥补 再说 她是项目主管 可以有这点特权 不早了 大家最近工作辛苦了 我这里有自助餐券 下班谁需要 可以去秘书处领 谢之言说完 自己小组的纷纷欢呼起来 这很符合原主的风格 原主在公司便是沉稳如雅 值得信赖的形象 在项目成员面前 她是可以掌控一切的老大 她走向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小小的单独的一间 已经招式了特殊的地位 虽然比起更高层级的来说 不算什么 但在跟着她的这些小兵看来 已经足够羡慕 办公桌很整齐 显然是特意收拾过 电脑上还贴着可爱的便利贴 谢之言凑近 今日事项 保持好心情 后面还画了个可爱的太阳 当然 笑脸也是必备的 她看了一眼 随手扯下来 丢到垃圾桶里 咚咚咚 敲门声传来 没有等她说请进 便有人推门进来 王宇身穿浅蓝色衬衫 黑色包臀裙 一双简单的黑色高跟鞋 把她的小腿 衬得笔直纤长 她手里抱着文件 在谢之言看过来的瞬间 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脸上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 谢哥 师兄 你怎么才俩 快救救我 怎么了 谢之言语气淡定 接过她递过来的文件 身旁有淡淡的香水味袭来 她揉了揉鼻子 嗯 什么味儿 小王快开窗透气 我最近编犯了 鼻子不舒服 她拿起纸巾 丝毫不顾及形象的撸鼻子 惹得王宇嘴角直抽抽 等到窗子打开了 谢之言也调整好了 才好整以侠地打开文件 这不是你负责的测试报告吗 有什么问题 嗯 是有一点小细节 我始终莫搞懂 您不是说 有问题尽管找您吗 原来是哄我的 王宇有点小可怜 不高兴地撅嘴 不过 她尺度把握得很好 并没有让人有厌烦感 而且还会让人 觉得她俏皮可爱 尤其对于原主这类中年男人 事业稍微有点起色 生活波澜不惊 小姑娘崇拜的眼神和撒娇 那简直是滋润心灵沙漠的清泉呢 谢之言随口说了两句 便打发了她 看着手机上秘书厨小王 昨天晚上发来的消息 唇角扬起一抹讽刺的笑意 这俩人 在搞暧昧呢 作为同事 上下属 一个学校毕业的师兄妹 下了班 还保持什么莫名其妙的联系 一个已婚男人 和刚入职场的小姑娘 有什么共同话题好聊的 好在也只是暧昧阶段 那么接下来 抱歉 她要把这点小暧昧给扼杀了 第513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4 下午5点半 谢之言收拾东西 准点下班 老大 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办公室资格比较老的小冯出言问道 不止她 所有人都很惊讶 毕竟谢主管可是出了名的爱加班 有时候项目明明进展顺利 不需要太多额外的加班 可谢主管大多都是最后才走的 总归是认真负责的领导 谁也不知道 原主爱加班 只是觉得回家要听老婆的唠叨末意思 还不如自己在办公室刷刷手机聊聊天呢 又或者和工作伙伴一起吃个饭 等到差不多时间回家休息就行了 她冲着办公室的小伙伴们爽朗的挥手 赶着去接我宝贝闺女放学 去晚了要生气了 你们忙完也赶紧下班吧 明天谢 明天谢 哎哟 老大可真宠孩子 可不嘛 他闺女上中学了吧 几个人忙着手头的事 同时也不忘闲聊几句 登登登的高跟鞋传来 王宇一脸着急 谢个人呢 得知谢之言已经下班走人 王宇眼神中闪现一丝不解和失落 每天他们都留到最后下班 这不是两人的默契吗 难道他误会了 今天从早上 谢哥对他的态度都没有原来好了 微信不回 还直接下班走人 但他很快调整过来 应该是工作压力问题吧 没事 就是有份资料赶着让他确认 既然他下班了 那我明早再给他 他有些勉强地笑了笑 回到自己的秘书处办公位上 收拾东西下班 谢哥都走了 他又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内容 秘书处本来就是写里各处的 留下眼眸一意 看着王宇离开的背影 有人发出了疑惑的问话 我怎么不记得 有什么重要文件啊 咱们现在的项目阶段 不是还没出结果吗 小冯毕竟年长几岁 看着办公室其他的程序员 有些一由所指地说道 哪有什么重要文件 只有重要人物 你们没看到 小王每天也都加班膜 怎么今天老大一下班 他也下班了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小王跟老大 噓 我可没说 巧合 巧合而已 哈哈 办公室就是个小社会 发生的什么蛛丝马迹 都逃不过有心人的眼睛 这两个人最近的互动 越来越频繁 虽然自以为说话做事都很隐秘 但早已漏了行计 不过现在看来 倒是这小王上赶着的可能性大 他们老大的人品 还是值得信赖的 还特别注重家庭 这不就连班都不加去接闺女去了吗 第一中学校门口 谢之言抬手看了眼时间 还剩十分钟放学 他打开手机 把上面的几个直播软件都点开 先是取消掉原主关注栏里的那些 可可 小妹 之类的主播 然后注销掉账户 最后卸载APP 原主加班都在干嘛 在办公室 看美女直播 打赏起来可受欢迎了呢 出手不凡 一个月能打赏出去小一万 拼着那些腰肢纤细小脸精致的人工美女 喊着她的ID 一口一个谢谢哥哥给我爱的鼓励 最喜欢哥哥了 音音音 原主一个体力脑力 和思想都在滑坡的中年男人 无异于得到了强心针 莫大的成就感和吹捧让他飘飘然 甚至还想要把这种寻求刺激的感觉 带到现实里 王宇是在求职的时候遇到他的 得知 是同校师兄妹 他就给过了 从此变成了师兄师父和靠山 工作上原主莫少照顾他 一开始 他也的确表现得很懂事 可慢慢的 两个思想滑坡的人能有多高的觉悟 聊天的话题 越来越深入 从男人的家庭烦恼 到生活苦闷 工作压力 到处处茅庐设施未深的小女人 面临的种种挑战 双方都觉得 对方过得不容易 尤其是王宇 每每都是谢哥好辛苦呢 师兄毛安公司的事 还要操心家里 我作为一个外人 都觉得太难了 让原主从内心觉得 找到了一朵结语花 关键外表 还那么清新可人 在王宇的眼里 谢之言虽说年纪大了点 外形身材都保持得不错 并没有一般男人 挺着肚子油光满面的油腻感 反而是成熟男人的可靠 外在基本能接受 在深入了解中 他知道 这个谢师兄有两套房 地段都不错 平时开着宝马 衣装革履的 这可比追他的那些大学同学 可降了一百倍 一个没什么根基的大学毕业生 想要在这个城市里买房落下脚 掏空四个口袋 再加上自己的半辈子还带 才有可能实现 这还是在四个口袋 顶事儿的情况下 像他这种 干个文员 什么时候 也别想 最简单会计的方法 就是嫁个好男人 可现在好男人都要挑的 真正有房有车 有好工作的年轻男人 需要的是 匹配的另一半 哪有什么为了爱情 冲昏头脑的事 他很现实地明白 对于自身这种无根无基 外表也算不上顶配美女的 想要获得她 想要的生活 可供挑选的余地太少了 而一个绝佳的选择 就摆在她的面前 王瑜只需要冲破道德的枷锁 世俗的唾弃 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便能得到舒适的人生 有孩子也不怕 女孩嘛 听谢师兄平日里吐槽 他老婆只是个 不怎么聪明的黄脸婆 他妈不是 想要孙子吗 正好他来生 到时候 不怕进不了家门 本来一切进展顺利 如果按照计划 他们现在就应该处于差不多要挑明的状态了 可谁知道 突然之间 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谢文静正和同学一边聊天 一边往外走 突然脚步顿住 走啊文静 同学催促 不明所以地顺着他眼神的方向看去 那是谁 接你的 不会是你爸爸 往常都是他妈妈来接 同学们根本都不认得他爸 谢文静点点头 惹得同学连连尖叫 哇 谢文静你爸爸好帅啊 果然你 更像你爸多一点 谢文静有些不自在 已经走到了他爸跟前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下班早 顺路接你 免得你妈再跑一趟 他回身从车里 拿出两杯奶茶 第514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5 哇 谢文静还莫反应 一旁的同学 已经惊讶地叫出来 奶茶上面的奶油顶 和坚果碎 看起来格外漂亮 正是排队 都买不到的网红产品 最近在校园也很风靡 放了学正式 鸡肠鹿鹿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选择喝杯奶茶 吃个鸡排垫一下肚子 谢谢叔叔 同学捅了捅谢文静的胳膊 哎 你爸爸太好了吧 我爸爸连这个叫什么都不知道 走了文静 明天线 叔叔再见 再见 谢之言看着端着奶茶 还站着不知声的谢文静 不喜欢 抱歉啊 店员介绍说小女生最喜欢这个口味 你喜欢什么 下次爸爸给你买 不用 谢文静突然想到了什么 表情阴沉了下来 他左看右看 甚至想要把奶茶丢到垃圾桶里去 看了看周遭同学太多 便放弃了 上前拉开车门坐进去 然后重重地关上 谢之言有些无奈 摸了摸鼻子 也上了车 一路上 谢文静把吸管咬得咯吱咯吱响 用力吸得呼噜呼噜 仿佛喝得不是奶茶 而是仇人 之前爸爸工作忙 项目任务重 经常加班 没办法参与家里的事情 让你妈妈一个人很辛苦 快到家 谢之言打破沉默 他并没有讨好 只是平常陈述的语气 近期内都没有什么敢进度的工作 以后爸爸也会经常接送你 所以 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爸爸有意见的 想不想聊聊 他不说这些还好 说了谢文静更加生气 下了车 将手里的奶茶杯子 重重地丢到垃圾桶里 冷着脸将书包甩在身后 大步地向前走 静止按了电梯上楼 根本不管身后还有他爸 对于他说的话 也像是莫听到一般 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突然来关爱家庭 谢文静咬着嘴巴 愤愤不平 他怎么会突然间 关注年轻人喝什么 恐怕不是为了他吧 说这些话 都不会觉得心虚魔 别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真虚伪 这样的家庭 他烦透了 回到家 韩妹妹已经准备好晚餐 他捂着后腰 听到动静 连忙从厨房出来 回来了 今天妈妈 煮了你爱吃的 冰糖红豆粥 我不吃 谢文静重重地拒绝 看到他妈一刹那间 受伤的表情后 心生后悔 但脸上抹不开面子 只要生硬地解释 我爸给我买了奶茶 他知道一杯奶茶 多少热量吗 喝都喝饱了 韩妹妹倒是没想到 父女俩还有这种交流 就算是女儿 抱怨她也觉得挺好 比以前冷冰冰的时候好 那也多少吃点 随后进来的谢志颜 关上门 温和地看着谢文静 奶茶热量高没错 可你那么瘦 代谢又快 不用担心 他看了一眼 韩妹妹 腰疼又犯了 快吃点东西躺着去 别担心我和女儿 韩妹妹还是第一次 得到这种待遇 往日她抱怨腰疼 丈夫总是不搭话 说烦了就是一句 你疼就去休息 我又不是大夫 跟我说有什么用 没有谁整天逼着你干活 可也不想想 没有谁逼着她干活 她要真的不做事 家里早就乱套了 随之而来的指责 也是她一个人承担 没事 老毛病了 你们快吸收准备吃饭 文静 听你爸的 多少吃点 她又想要端菜端饭 拿碗地快的 被谢志颜阻止了 一边歇着去 她伸手拉着她的胳膊 先把人给按到座位上 这点小事都不放心 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她脱掉外套 解开衬衫 挽到手臂上 冲着谢文静 毫不客气地招呼 闺女 咱们让你妈看看 咱们两个的动手能力 到底怎么样 谢文静也觉着自己不对劲 就这么傻傻地 跟着她爸指挥走了 她原本可是打算回房间 躺着看动漫的 等到父女两个小心翼翼 总算没有摔盘子打碗地 把餐桌给备好 韩妹妹脸上才高兴起来 我说什么来着 你啊 平时就是太操心了 身体不舒服就歇着 我和闺女两个大活人 在家里 还能饿着 那要是真能饿着 就是活该 你也不用搭理我们爷俩 早晚会被社会自然淘汰的 虽然和往常差不多的话 可听到韩妹妹心里滋味不一样了 家庭气氛怎么样 孩子最清楚 就连谢文静餐桌第一安静选手 也被当前的和谐气氛给感染 难得说了一句 就是 妈你整天喊着腰疼 我看就是累的 自己都不知道心疼自己 还能指望谁啊 她小声念叨了一句 斜着眼看了她爸一下 便低头喝粥 一顿饭吃完 谢之言果然履行了之前 要证明自己动手能力的话 招呼着谢文静去洗碗 凭什么我洗你自己洗不就行了吗 谢文静不乐意 她肠这么大还莫洗过碗呢 谢之言瞪了她一眼 示意她看她妈 果然韩妹妹正满脸 不赞同不放心 以谢文静对她妈的了解 似乎下一秒就要挽起袖子 来厨房大清洗衣场了 行 洗碗就洗碗 当谁害怕似的 她平时是莫干过 可她爸也莫干过 比她还要懒呢 在家里居然被她鄙视 谢文静还真不服气了 要是可以 韩妹妹是真不想着父女两个动手 那手挖一个比一个金贵 万一再在厨房里起了什么冲突 她的盘子可是成套的 很贵 可她腰疼 想起了医生的嘱咐 也就不再坚持 厨房里 谢文静架势做得足 可却像是看热闹的 一点也莫打算伸手 谢之言也不以为意 慢悠悠地放水洗碗洗盘子 处理垃圾 来 把这些盘子都擦干 谢之言自然地交代 赶紧地 莫听说过吗 做饭不洗碗 吃白饭的 要洗碗做家务 那之前不都是我妈又做饭 又洗碗 又做家务 好意思说 谢文静撇撇嘴 不过身体倒是站在琉璃台前 开始认真的擦餐具 那只能说 从前咱俩在这一点上 做得都不好 谢之言语气 像是在和朋友闲聊 倒是让谢文静 少了原本听说教的反感 而且他处处都提到 咱俩 好像两人是一个战壕里 并肩作战的 立场一致 那以后呢 以后咱们 就像今天这样 反正我有信心 能做好 你吗 我也能做好 哼 第515章 中年头吐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六 第二天周末 韩妹妹一大早就要起来做饭 被谢之言制止了 闺女昨天不还说你呢 整天就是不放心 安心躺着再睡会儿 这好不容易和闺女 有个沟通的机会 听话 听了丈夫的话 韩妹妹有点想笑 谢之言 你这是不是换了个人啊 从谢大老爷 变成了谢勤快了 去去去 睡你的去 谢之言有些不耐烦的挥手 韩妹妹腰肌老损擦了腰 自然是能躺着就躺着 她平时做得多 那是没有人帮她 谁也不是抖M 喜欢自虐 要真的有人能帮忙分担 把事情处理得妥贴 那她也不至于累出毛病 上赶着想干活 最终 韩妹妹少有的 睡了个回龙爵 等到她起来 看到妇女两人正在吃早餐 盘子里的煎蛋有点糊 形状稀碎 还给弄了个三明治 就这昨晚剩的粥 加水稀释了一下 还有干有细营养均衡 这个火大的我吃 这个给你 谢之言把一面有些焦黑的 夹到自己盘子里 还算能入口的给了谢文静 下次还是我来 看你这水瓶 心疼我妈的锅 很贵的 谢文静有些嫌弃说完 仍然低头吃 妇女两个的互动 看得韩妹妹有点想笑 她想到什么 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 妈 你拍什么呀 不许乱发 我头发都没梳呢 谢文静抗议 倒是谢之言伸头过去看了一眼 不错 随了你老爸的基因 别说不梳头发 就是没头发 也比外边那些女孩子好看 你才摸头发 对了吧 你这基因 可别遗传给我 我不需要 谢文静瞄了一眼 她爸稀疏的头顶 后裔的发际线 有些担忧地 摸了摸自己浓密的头发 放心吧 秃顶绝对遗传 而且代代相传 传男不传女 所以 还好我们家莫男孩 要不然还不得埋怨 他老爸一辈子 谢之言这番话出来 倒是惹得母女二人 都有些意外 谢文静是觉着 他爸什么时候 不想要男孩了 居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信谢的除了他 所有人都想要男孩吧 这不是众所周知的魔 这会儿装什么大方 韩妹妹真实地震惊了 别人不知道 她可是再清楚不过的 就为了头上这位数不多的头发 自己丈夫这几年来 那叫一个折腾 各种生发业要高 到现在 每次只要出门 还都要各种打理头发 专门去花了几千块 做了那种看不出头发稀少的发型 但是还要在周边发顶喷黑色喷染剂 以达到漆黑茂密的效果 现在怎么突然头发上的自尊性消失了 甚至还开起玩笑 男孩这个倒在其次 韩妹妹承受了太多 关于生育方面的压力 以至于都有些麻木 任他们说什么 寒沙摄影还是直截了当 只要不止着她的鼻子侮辱 她都不会在意 刚开始是墨怀上 后来是想开了 就谢家二老这种思维 如果真的生了男孩 那对待女儿 肯定就是跟草一样 女儿的心灵得承受多大的伤害 她再怎么劳累些没关系 女儿的身心 绝对不能受到伤害 饭后 谢之言主动去把碗洗了 并且还洗得有模有样 看得寒妹妹那叫一个腥味 而谢之言则翘着腿 在沙发上发朋友圈 我做饭 闺女洗碗 下次反着来 比比谁厉害 妇女两人吃饭的照片 还有女儿洗碗的背影 评论很快就来了 这饭有点水平 小文静长大了 真漂亮 像爸爸 嫂子孔城最大赢家 谢母 没想到 老大还是家庭主妇 这条不能让我老婆看见 园主的朋友圈 基本上都是公司新产品的介绍 转载的集团公众号文章 或者招聘信息 私人痕迹很少 谢文静洗了碗刷到这一条 简直了 做那么丑的肩蛋也要晒 翻了个白眼 正准备画过去 却手一滑 点了个赞 搞什么 赶紧取消 一脸嫌弃 手边快在搜索者 简单易学 又好看的菜单名称做法 这是一场比赛 可不能输给他爸 怪丢人的 秘书楚小王自然也看到了 当兄中了一剑 但随即便想到 或许谢师兄只是宠女儿 墨现他朋友圈 根本就没有老婆的痕迹膜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条朋友前 心里想好了 既能展现自己朋友立场的话 又不能让人觉着不大方 正准备评论 突然看到冯姐的评论谢师兄回复了 娶到你嫂子 我才是最大赢家 还配了个开心大笑的表情 王宇差点莫把手机摔了 他这是要做什么 一把年纪了 还学什么年轻人秀恩爱 难道之前的一切 都是他会错了意 他的手重重地捏着手机 胸膛起伏不定 试图想要用理智去分析这个男人 却发现 怎么也莫办法得出他想要的结果 从任何角度都找不到动机 只好愤愤不平地划走 连本来打算写的评论都省了 还好你最近不加班 可以在家多陪陪女儿 不然看看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趁着还没有开始总复习 你们妇女两个 出去散散心 韩妹妹提议到 就算不打扫卫生 她也闲不下来 把冰箱里的水果拿出来 切成漂亮的形状 装到精致的玻璃碗里 有对眼睛好的 有补充维生素的 还有补充蛋白质的 总之就是好 赏心悦目 还好吃还好看 足以见得 韩妹妹在家庭主妇这个工作上 做得实在出色 还会致兰心 心里具有生活情趣 想去哪呀 谢文静 谢之言语气很随意 她摸索出了规律 对这闺女 一不能严肃 二不能煽情 就得随意 千万不要让她感受到 一丢丢的压力 否则别想沟通 我妈也一起去呗 去海洋馆 谢文静从下 就挺喜欢去海洋馆的 也很久默去了 毕竟自己待在房间里刷手机 已经足够满足 你妈腰疼 不宜出行 最近的家务活 咱也俩看着分配 做得不好的要罚钱 并且 表演节目 谢之言扎了块哈密瓜吃 嘴巴里嚼得咔嚓咔嚓的 第五百一十六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七 谢文静扒拉着蓝眉 有些受不了 他爸出去 也是人母狗样西装革履的 怎么在家的气质 越看越像个老头 那我也不去了 跟你出去玩 有什么好玩的 他一个一个吃着 有些百无聊赖 你们别这样 我去不去有什么重要的 你们玩得开心就行 韩妹妹正想劝 谢之言的手机响了 妈 什么事 不是 这才几点啊 你到底要什么 别着急慢慢说 谢文静一听是奶奶的电话 整张脸都拉下来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被他妈瞪了一眼 便眼不见未尽 起身回房间 关上门不出来了 这边谢之言挂了电话 冲着韩妹妹问 我妈说 她那要你给开了吗 没有的话我现在去 开了 妈的要开了 爸的没有开 忘拿医保卡了 不过爸那还有呢 要不今天把医保卡拿过来 我周一早点去排队开吧 韩妹妹说着 手边已经把药品 清淡和袋子都找了出来 分门别类放好 还写了纸条说明 这是她一贯的做法 她是个细致谨慎的人 为人又热心 总觉着自己尽可能地多做一点 能够让对方更方便一点 何乐而不畏呢 殊不知这种行为 落在婆婆眼里 便成了儿媳妇 竭尽全力的八姐 讨好他们 使唤起她来便更加不客气 和理所当然 没事 我妈这个人就是要催 我去送吧 她敲了敲谢文静的房门 谢文静 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 然后再去海洋馆 门刷的一声被拉开 谢文静脸上默好气 去那干嘛 听奶奶怎么骂我 女孩不聪明脑子笨 天生活该学习不好 骂你不就是骂我 你是我闺女 你脑子笨那我成什么了 谢之言柔意把她的脑袋 却被她一把甩开 行了 要不你不进去 在楼下等我 然后爸爸再带你去玩 得了吧 奶奶莫回见到你 不得拉着你诉苦 你可是她的宝贝儿子 活得多苦啊 整天就是拼命地赚钱 整个人除了你是个人 我和我妈 那都是讨债的 伸手要钱花的 都是吃你的喝你的 要是让她知道 你还要带我出去玩 那就更不得了了 我的天哪 我一个脑子笨 学习不好的丫头骗子 成天还想着花钱出去玩 想着掏空家里 我简直就是千古罪人啊 或许是最近爸爸的转变 让谢文静感受到了一点点 被重视的错觉 又或者是长久以来 被忽视 被压抑的爆发 她说得近乎于刻薄 说完还不屑地仰着脸 就等着她爸翻脸 最好大发雷霆 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真面目 何必搞什么父慈女校 那一套假惺惺的 没想到 她爸居然什么也莫说 情绪有些低沉 依然摸了摸她的头 这下她太过于震惊 以至于都莫来得及躲闪 爸爸知道了 那你在家多照顾着点你妈 等你妈摇好了 爸爸再带你们去海洋馆 她说完 转身接过韩妹妹手中的药袋子 看了她一眼 知道她想说什么 给她摇摇头 做了个没关系的表情 便出了门 你这孩子是疯了吗 韩妹妹伸手去点女儿的额头 却被女儿不服气地躲开 她刚刚也惊到了 横涨一段时间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默 可现在好不容易不沉默了 说出来的话又太让人难以接受 我说这些是为了谁 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说的那一句不是实话 谢文静心里有些受伤 从小她爸在外面忙工作 她是在这个家看得最清楚的人 老年人以为孩子不懂事 说什么都不会逼着孩子 小时候谢文静还经常去奶奶家 可大了明白了那些话的意思 她就不乐意去了 哪怕被奶奶说忘恩负义不懂事 这么大个人连个长辈都不愿意张嘴叫 她也无所谓 妈妈知道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这话你不应该当着你爸的面说 让她心里多难受 妈妈看得出来 她这回是诚心诚意的 要和你好好修复关系的 韩妹妹叹了口气 实在不想要家里刚刚好看的局面 又给搞糟了 谢文静无所谓的怂怂间 她要真是诚心诚意 那肯定不会 因为我说了关于奶奶的两句实话 就翻脸不认人的 而且 我为什么不能当着她说 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她 让你这么累的就是她 我就是要当着她说 她说完 突然觉得身上一暖 原来是妈妈把她抱在了怀里 对天对地对空气的谢文静 突然鼻酸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妈有多久 没有这么拥抱过她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每次都只见到 她妈风风火火忙碌的背影 日渐肥胖的身躯 憔悴的面容 而她爸事业越来越有气色 越来越注重外表 甚至她还撞见过她爸车里 坐着年轻女孩 这一切 都让她无所适从 只能用一脸的冷漠来应对 其实心底里 她比谁都害怕家庭破碎 如果再这么下去 这个家肯定会玩的 而她妈妈带着她 肯定会比现在辛苦一百倍 所以谢文静早早就陷入了痛苦纠结 妈妈之所以说你 是怕你不懂的分辨 这些话说出去自己吃亏 但是妈妈现在知道了 我女儿就是脑袋瓜聪明 比你爸还要聪明 韩妹妹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小声说道 再说了 她们那么不讲理 那么喜欢多嘴多舌 说别人坏话 还不是一身病痛 这些心理不健康心态畸形的人 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所以我们就不要计较了 我女儿那么漂亮的脸蛋 可不能因为那些人就怨恨丧气 明白了吗 妈妈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妈妈 就算真的有最糟糕的一天 妈妈也是有自保能力的 可以带着你好好生活 谢文静这下愣了 她好像突然不明白 真的是 她那辛苦勤劳 一心默默奉献的妈妈说的话 玄土曹爷爷奶奶心里变态 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她喜欢 妈 她一把抱住韩妹妹 我明白 你也要明白才行 我不管 总之以后 我不能再看你吃亏 第517章 中年头肚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8 韩妹妹不是任劳任怨 没有感情的傻子 她本性勤快会打算 内心有很淳朴的一面 但她和原主是同学 985大学 校园情侣 当初谁还不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小女生呢 俩人结婚以后 韩妹妹也是上班的 而且工作发展都不错 如果她继续冲事业的话 发展到现在和原主的成绩 比起来谁好谁坏还真不一定 按照她的性格 在职场上是很受欢迎的 最起码 当时她决定回归家庭的时候 很多人为她惋惜 在双方家庭的催生下 韩妹妹30岁的时候 终于扛不住 开始备孕生孩子 女人在生孩子之前 甭管是因为什么 生了以后 大多数便内心无法自控的 要为孩子付出一切 工作刚好遇到了调整 而原主那边也升职了 她本来 产后要继续上班 奈何让婆婆 刘兰湘来帮忙带了几天孩子 那个带法 实在是让她心惊胆战 无法接受 请保姆吧 一个贵 经济压力大 但是还勉强可以接受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刘兰湘肯定要闹得天翻地覆 产后身心脆弱的韩妹妹 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巨大的挫折 她决定自己来育儿 等到孩子大一些 能上幼儿园了 再去工作 谁知道就这么等来等去 孩子越大 遇到的事情越多 生活中的挑战 永远比她的准备要多一些 慢慢的 哪怕是真的能走出家庭了 她突然发现 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专业知识忘了个七七八八 现在这个年纪 这幅形象出去应聘 恐怕连个售货员都聘不上 更不用说技术变革 迅速的IT业 看看圆着就知道了 头发都秃了 才能勉强 保住自己的位置 人到中年 是不能行差踏错一步的 否则年迈的父母 年幼的子女 冰冷的房贷 会突然坍塌到你的身上 把你毫不留情地压垮 哪怕韩妹妹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对劲 她生活得不算开心 和丈夫已经没了心里话可以说 女儿又青春期 整天不理人 每天的生活不是买菜做饭 接送孩子 就去陪老人去医院看病 替老人打扫卫生 谁能开心的起来 她自己有储蓄 很小心很固定的 像是小老鼠一般 在生活费里面抠出来的 刚开始存的时候 她并没有想太多 就是直觉 想要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哪怕以后给女儿用 也是好的 可是后来她越来越庆幸当初的这个决定 原剧情中 园主是和小三搞上了的 母女两个为彼此担心的事情成了真 园主没有想要离婚 哪怕对妻子 已经完全没有热情和喜欢 她心里还是明白 这个家需要一位默默为她付出的女人 可是小三急于上位 在原主始终无法更进一步的时候 主动把事情捅破 大多数男人 只是单纯地想要寻求刺激 并没有真的要娶小三 这种男人罪鸡贼 可以占便宜 也可以稍稍付出一些金钱 但如果真的打破了 她平静和谐的生活 那她是不乐意的 小三直接找上了刘兰湘 声称自己肚子里 已经有了她的孙子 刘兰湘一听孙子 自然是什么都不顾 儿子那么优秀 就应该配上年轻漂亮的女孩 这样生出来的孙子也聪明 这下家不散也得散了 房子是婚前买的 公婆夫的首付 原主负责还带 实际家庭开销 由韩妹妹的工资承担 这点没有疑问 房子和韩妹妹没关系 后来的学区房 是婚后买的 按理来说 一人一半 原主打算把这个房子 分给韩妹妹 毕竟女儿还在这边上学 可是除了原主 其他人都不同意 尤其是刘兰湘和小三 那孙子也得上学啊 就在闹腾的时候 韩妹妹花重金 请了离婚律师 一下子扭转了局面 不但要回了一套房子 就连宝马她也分了一半 还有这些年应该得到的补偿 本来应该折算成现金 但原主拿不出那么多钱 只好用属于她的那一半 宝马彻底了 算起来 还是韩妹妹亏了 开了这么多年的宝马一戏 还没有她要获得的赔偿多呢 可韩妹妹不在意 就连谢文静 也觉得心里痛快 少有的和妈妈掏心掏肺起来 在谢家人眼里 他们吃亏吃大了 不过好在即将有儿子孙子 一时的损失也能忍受 最无法接受的 就是小三王宇 费尽了心思丢完了脸面 在业界的名声也没有了 最终好不容易上位 结果房子白白分了一套出去 宝马车也成了黄脸婆的 她气得要命 整天心里不平衡 又赶上琉兰箱 盼着孙子 一心要住在儿子家 照顾孕妇带孙子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园主每天的日子 水深火热 焦头烂额 她不明白 为什么她妈 能和一心看不上的前妻相处和谐 反倒和满意的现任何不来 现任也是 明明结婚之前 对着父母那么孝顺 可结了婚以后 完全没了之前的体贴细心 整天就是抱怨诉苦 这种日子过一天两天 时间久了 家里别说过日子了 根本就没办法正常维持 园主回到家 就是两头受气 他先是劝老婆大度一些 毕竟他妈妈就那样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就被老婆哭天抹泪的 说他还怀念前妻 他嫁进来 不是为了受委屈的 他想要劝妈妈 忍让忍让 毕竟老婆 是个孕妇 年纪又小 他妈 就掐着腰连他一起骂 说什么 还不如前头的韩眉眉 干活不知道干 还想要在他面前 装奶奶让他伺候 呸 一个臭小三 搁在他们那时候 是要挂破鞋 游街示众的 这种话一说出来 那还得了 王宇气得发疯 冲上去就要还击 刘兰湘可算遇到对手了 双方也不知道怎么推拉的 王宇一屁股坐在地上 孩子差点流产 这一下 刘兰湘再也不敢吱声 谁能想到 在勤劳体贴的韩妹妹面前 那么刻薄不讲理的老婆婆 也会有今天 园主每天被娇妻使唤成了陀螺 他心里不是没有怨气 一切都看在孩子的份上忍了 其实早把肠子毁清 日子就这么鸡飞狗跳的过去 也就算了 问题是 终于等到王宇肚子里的宝贝疙瘩落地 早产 身体弱 花了几十万 才保住 第518章 中年头兔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主妇 9 而以后 要想这个孩子能好好长大 还需要花更多的钱 由于家庭的原因 和心身的影响 园主横涨一段 时间在工作上的表现不佳 在新一轮集团发展形势下 他被裁员了 互联网公司 充满了机遇和风险 前面十几年 园主得到的是机遇 而自从他寻求刺激找小三 导致家庭破裂一系列的事情后 他面对的都是风险 刚开始 他还没有感觉到 有很大的问题 N加1的裁员补偿 也有个几百万 而他有自信 能很快就找到差不多的工作 就算没有原来那么舒服 总归一个管理层职位 还是不在话下 可事情就是这么邪门 儿子每个月都需要花费数万 稍有个头痛发烧 便要住院 王宇是不上班的 他尚未就是为了过舒服的主妇生活 虽然现实和他理想的差距有点大 但他还是觉得 总算达到了预期目的的一半 钱很快就花完了 园主理想中的工作 还没有着落 他已经年近50 原本的风度偏偏 全都消失不见 头突也再没有精力去维护 就连衣服也是 廉价或皱巴巴的随便穿 更加显老 走在外面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他是孩子的爷爷 没有钱 小娇妻自然不答应 儿子也可怜巴巴的等着用钱 无奈之下 园主只好劝刘兰湘 把自己的老房子卖了 卖了一百万 打算做点什么来钱快的投资生意 他把这个事给 小娇妻说了以后 小娇妻面上答应 随后便卷了钱消失 多灾多难的儿子都不要了 这下一家人彻底抓瞎 刘兰湘后悔不迭 要报警抓这个贱人 奈何人家当做家庭纠纷 就算有 也是共同财产 建议家庭内部解决 根本不立案 反观韩眉眉 离婚以后彻底告别过去 没了那么多繁重的家务 他很快找到了事业的第二春 在谢文静的支持下 做起了婴儿腐蚀 后来很受欢迎 便在朋友的建议下 注册了品牌 试着走主妇加盟路线 线上销售非常火爆 在创业期间他减肥健身 开始在自己身上投资 很快便焕然一新 任谁也无法让现在的他 和以前黄脸婆形象联系起来 谢文静也顺利考上了不错的高中 那段灰暗的青春期已经过去 而他更期望的是 让妈妈和李叔叔 建立一个新家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李雷 韩妹妹中学同学 现在是一名律师 两人由于韩妹妹的离婚案件 重新恢复联系 他们上中学的时候 正是英语课本 者名的李雷韩妹妹时期 而恰好班里 又有这样名字的同学 少不了要被各种起哄打去 韩妹妹五官底子不错 只是嫁给袁主后 被丧失了所有的自我人格 当初李雷就是暗恋他的人之一 现在有了机会 两个人如果不出意外 便会顺利发展 袁主被前妻的形象震惊了 他是去借钱的 原本还想要试图挽回 但是对比了一下双方的实力差距 难得内心有了一丝愧疚 毕竟韩妹妹嫁给他之前 也是知性风趣的职场白领 之后呢 变成了黄脸婆 王宇嫁给他之前 娇美动人一朵小花 之后呢 歇斯底里任性霸道 最后玄抛夫妻子 卷走了所有的钱 难道是他有毒 不 他不承认 借过钱回去之后 随口提了一句 母女两个的现状 被刘兰湘听到 作为无力不起早的前婆婆 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他怂恿儿子去追回韩妹妹 在他看来 一个离过婚的中年女人 谁还会要 就算她变好看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 想要儿子挽回她 不料园主怎么都不答应 主要是自残行贿 可刘兰湘不觉得 大庭广众之下 她抱着孙子 跪倒在韩妹妹面前 求她回归家庭 这件事 还被好事者拍下来 发到网上 评论一边道喷 韩妹妹抛弃家庭 和生病的儿子 道德沦丧没有底线 韩妹妹遭到了网报 有人爆出她和李雷一起的照片 爆料她是劈腿初恋男友 借由律师的手腕不但成功离婚 还获得了所有家产 就连谢文静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她想要找园主让她出面澄清一切 却被园主反驳 让她劝她妈妈回归家庭 谢文静气炸了 直接跑到谢家大闹一场 却被刘兰湘喊人制住 韩妹妹已经发了律师函 得知女儿的消息 连忙驱车去谢家 在路上突发车祸死亡 法律是不支持男女朋友关系的 韩妹妹死后 李雷便彻底成了外人 她的房子车子财产都归了女儿 奈何谢文静未成年 监护圈自然又回到原主那里 转了一大圈 谢家人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而且 他们惊喜地发现 被韩妹妹拿走的这些 居然还增值不少 现在还有一份赚钱的生意 只要照做 就会有不错的经济来源 这个生意 谁来接受呢 王宇恰好跑了回来 哀求诉苦 说明自己 被家人骗 因为骗了钱破脸回来 这次好不容易要回了钱 才敢回来献儿子 事情就是这么扯淡 最终因而腐蚀品牌的生意 被王宇接受 谢家人就此翻盘 生活得风生水起 谢文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有再大的愤怒 也无济于事 虽然财产是他的 但在他成年之前 都没有动用的权利 而到时候 人家早就把赚钱的东西拿走 给他留个空壳 就算后来 李雷费尽力气 还原了事情真相 韩妹妹的生命 也换不回了 人们总是震惊于 惊爆眼球的丑闻热点 而对澄清的事实视而不见 热度已经过去 就算有几声叹息 又能怎么样呢 谢文静长大以后 从事了媒体行业 在他能够独立策划栏目的时候 第一个便是请来自己的家人 用大量的事实证据 还原了亲生母亲死亡的真相 谢家人还以为上电视多荣耀 莫想到内容 对他们来说这么难堪 最终愤然离去 这个热点很成功 引起了很多讨论 可谢家人依然舒服地生活着 谢文静后来还出了一本书 极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母亲 那种受了莫大的委屈 却无处可讨的极致的不甘心 伴随他的一生 第519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10 谢之言去到父母家 听了满耳朵的抱怨 深深地觉着这对爹妈 实在是太险了 儿子啊 你知道咱们家小时候的邻居 你虚阿姨 就是去国外了 整天给我打电话 炫耀游泳池大别墅的那个 刘兰湘亲热地说道 面对自己儿子和儿媳 简直是两副嘴脸 嗯 不记得了 怎么了 谢之言从沙发上起身 倒了杯水 有些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 他儿媳妇啊 之前也是 一直怀不上 这不 做了试管 一下子生了双胞胎 哎哟哟 高兴得整天给我发照片 还别说 真好看 刘兰湘看他说来说去 儿子也不接话 有些着急 你倒是说句话 合着我在 这是为了谁着急呢 妈你有话直说 想让我说什么 不明白听不懂 谢之言放下水杯 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我看这冰箱里 媳媳准备的东西足够的 今天这酱鸭 药我也给买了 下周末事 别给媳媳打电话 她病了 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来处理 她说完 拿起车钥匙就准备走 被刘兰湘一把拉住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一口一个媳媳 叫得可真清热 一把年纪而不害臊 她挡在门前 心里不舒服得很 我还没病呢 她倒是病了 干什么呀 不乐意给我们长辈跑个腿 下次是不是还想要直接让我去伺候她 她刚说完 只觉得气氛有些不对 儿子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 一言不发 倒是让她第一次感觉 有些心头发虚 我这不没说什么 行行行 不敢劳烦你媳妇 刚刚妈说那事 你考虑考虑 韩妹妹这身体真够腔 纯粹是 你给拖累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谢之言闭了闭眼 一副没了耐心的样子 一旁安静看报纸 当背景版的谢建国看不下去 初言提醒 你妈呀 是想要你和韩妹妹 也做个使馆 给我们 生个双胞胎孙子 瞧瞧 谢之言愣了一下 有些不可置信 你到现在还这么想 然后转头问她爸 爸 你呢 别给我说 你也有这个想法 我还好 你们愿意 生我当然高兴 不乐意 我也无所谓 谢建国存在感很弱 想要多说什么 但他看到儿子的脸色 知趣地把话吞了下去 你要是说这事 那我就当莫听见 先走了 谢之言绕过刘兰箱 直接开门 哎别别 不生双胞胎也行 一个 一个也行 刘兰箱急地拍大腿 不明白为什么儿子会这么反对 肯定是儿媳妇的问题 是不是你媳妇不同意 妈去找她说 她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愿意生 还能算个女人吗 光顾着自己痛快 国家都提倡要二胎了 四十多怎么了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人家六十的 还有生双胞胎的 谢之言 框当把门打开 开得大大的 面无表情地说道 您继续说 嗓门大点 让左右邻居都听听 只要您不嫌躁得慌 我也无所谓 我今天就把话料在这 孙子的事别想了 要怨就怨我能力不足 莫能让有外染色体的小蝌蚪 冲到最前面 但我就这样 我跟美美也年纪不小了 身体也不怎么样 文静正是需要关注照顾的时候 一个孩子用尽全力 还不一定养好呢 已经生出来的 不管再去拼命地生是什么道理 总之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再去生一个孩子 这话我只说一遍 以后我也不想再听你们 来干涉这个问题 刘兰湘和谢建国都傻了 他们儿子 平时虽然嘴上 不会怎么说好听话 但心里一直是向着他们的 要不然 也不会这么多年 那把韩美美使唤的团团转 现在是怎么回事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那事管又不费你的事 白德的孩子 怎么那么傻呢 不会算账啊 刘兰湘娜娜地说道 在儿子面前 他始终是一个关切处处 为孩子好的母亲形象 儿子突然刚起来 他也气虚 白德的孩子 去大街上捡一个才叫白德 同样都是女人 一个高龄孕妇 要经历什么 妈你不是不知道 韩美美的肚子不是肚子 他的疼就不是疼 合着 只要我没有受罪 就是简便宜 照这个逻辑 也别六十能生了 我看新闻 还有七十多能生的呢 你们二老赶紧试试 反正是白德的 我这边是莫指望了 说不定你们能成 抱孙子 比抱儿子还来得过瘾 顺便创造一下医学奇迹 妈你不是常说一句话 人定胜天 如果光说困难 那就是内心意志不坚定 妈我相信你 加油 谢志言说完 把门关上 直接走人了 他原本不想要理会 反正以后的事实会 告诉他们 但这老两口 实在是显得太过了 必须得打击打击 让他们认清楚 什么叫残酷的现实 日子 才能消停点 屋内 刘兰湘的头像 是被固定住的似的 嘴巴张得大大的 半天回不过神 最后 他指着门外 冲着谢建国不确定的问 他 他这个 还没听出来吗 早告诉你 不要听老徐的 家家的问题不一样 现在好了 把儿子惹恼了 看你以后怎么办 谢建国戴上老花镜 继续慢悠悠地看报纸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初说的时候 你不是也满怀希望的 现在都退给我一个人 刘兰湘不敢对儿子怎模样 可老头子可莫娜那么便宜 上前就拍打了两下 你看你这脾气 还莫听出来吗 你儿子就是给儿媳妇报仇来了 谢建国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也有些生气 毕竟被儿子指着鼻子 羞辱那滋味不好受 早告诉你了 而媳妇虽然各方面条件是差点 但除了自身条件外 也没什么好指摘的 偏偏你什么都不满意 整天摆老妃的谱 现在明白了吧 你把儿媳妇得罪了 人家都不乐意来瞧你的脸色 刘兰湘脸色大变 兰兰自语道 不会吧 我儿子会因为那个女人冲我生气 可再想想 话里话外都是对儿媳妇的维护 还有那装装渐渐的嘲讽 不就是冲着她来的吗 第520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丧失自我的嘱咐 11 周一 谢之言先把要早读的谢文静送到学校 然后回去接寒妹妹 都说不用麻烦了 我都看过了 那家骨科医院看得挺好的 我这两天休息着 莫觉得怎么疼了 韩妹妹收拾好了病例和开的药单子 还有证件之类的东西 放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 还是觉得 只是有些劳累的腰疼 不需要大费周章去大医院 再说了 人家大专家呢 人情哪里是那么好孩的 谢之言充分理解她的内心活动 但是并不和她废话 而是指了指手腕上的表 果然 韩妹妹也急需说了 换上鞋子拿钥匙出门 原本以为 她这次腰疼又犯了 休息了一个大周末 就算是难得的假期 这待遇在她心理上来说 已经算可以了 没想到谢之言居然还拖了人情 找了一副院的关系 那可是最好的医院 韩妹妹说不高兴是假的 虽然她嘴上一直不停地推托 那是别扭的一种体现 谢之言用了一天年假 已经提前安排好工作 专心地陪老婆看病 部门里有人已经从早上等到了中午 还是没有见到人影 发了微信也没人回 只好在接水的时候和人搭话 装作自然的顺口问 哎 谢哥今天莫来上班啊 对啊 谢哥调休了 小峰打断了一旁同事的话 笑着说 你不知道啊 谢哥 可是部署好了所有工作 通知了整个部门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 虽然老大不在 但是进度是要有的 明天老大 要检查的 嗯 这样啊 我还没 来得及看邮件 王宇有些勉强地笑着 啊 他突然调休 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看着别人疑惑的目光 他解释 我这不是看谢哥平时工作那么上心 就连公休都在办公室加班呢 谢哥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 自然是背后 有个默默无闻的闲内住 具体我也不知道 听说是嫂子身体不舒服 老大要陪着去看医生 哎 真羡慕嫂子 我原本 以为在老大心理工作排第一 莫想到在嫂子面前 工作就成了可有可恶的小三 还是偷偷摸摸试图上位的那种 好像要故意和他作对 小冯又叫住了他 那眼神刮在他身上 像是刀子一般 明明没什么 可心虚的 可是网宇就真的心虚了 你说什么呢 谁和他关系尽网 他是领导 我是下属 除此之外 不就和你们一样模 他语气有些冲得说完 便忙不迭地 回自己工作岗位了 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 但他反应那么大的解释 反倒让人觉着有些别扭 我记着网宇和老大是校友来着 没错啊 老大还挺照顾他 这个小师妹呢 怎么感觉这么乖 说什么呢 老大对谁不照顾 老大对老婆女儿这么重视的好男人 就算奇怪 也不是老大奇怪 搞清楚重点好不好 小平献大家都心里有谱 便敲了敲桌子 行了行了 没影子的事 有什么好聊的 快干活 有些事情 同样是摆在众人眼皮子底下 但是经过某些奇妙的发酵 便开始 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韩眉眉拿到诊断结果 着实吓了一跳 还好谢之言执意要带他 来做检查 腰肌老损再严重点 就腰间盘突出了 已经有一节骨头有些变形 接下来一定要遵医嘱 定期做理疗吃药才行 如果按照他的方式 自己贴个膏药按摩按摩 那腰说不定哪天就废了 真是没想到 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 怎么就到这一步了 韩眉眉语气有些伤感 随即便是着急 那以后家里的事儿怎么办 你要上班 总不能每天都请假 女儿现在还好 就是爸妈那里 不怪韩眉眉操心 主要是刘兰箱事儿太多 想吃个什么菜了 腿脚哪里不舒服了 电视GG上什么按摩 也能治病了 总之只要他需要的 必须要韩眉眉弄来 否则就是找不完的事 让人没有办法过安生日子 他们都挺好的 不用你操心 真有事儿我去处理 实在疼不出手 我就给他们请个保姆 韩眉眉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 只要丈夫那边能搞定 她巴不得呢 一个给老两口买菜做饭 打扫卫生的保姆并不贵 他们还是负担得起的 其实一开始 就提过请保姆的事儿 刘兰箱给拒绝了 保姆多费钱 这不是有个免费的吗 使花儿媳妇多有成就感 心里多爽啊 正在天马行空的响着的时候 手突然被一片温热包围 谢之言握着她的手 突然叹息一声 也是啊 这么多年忙忙乱乱的 好像突然就不年轻了 看看我这头顶 在公司里 那些小姑娘小伙子 嘴上叫我哥 实际上 我都能当他们输了 也是把他们当孩子对待的 以后 咱们就都想开点 多爱护爱护自己 闺女还小呢 咱们总得要好好地陪闺女长大 她虽然没有说关于父母的话 但韩眉眉居然听懂了 他们夫妻两个 鸡铜鸭讲了这么久 难得有默契舒适的时候 她心下大胃触动 往日的那些不安和细碎折磨 仿佛都尘埃落定 有了你这话就好 我怎么 也得好好地保养好自己 不能拖累了闺女 话也不是这么说 从我爸妈身上 我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 人就不能闲着 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 必须得有自己的事做 咱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退休了出去旅游 在家看书养花 哪怕跳光长舞呢 都比坐在那要当的老太君 等着人吃喝伺候 还要挑人毛病的强 孩子轻松 我们也幸福 第521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12 人是一种感情很复杂的动物 尤其是华国的家庭关系 父母大多信奉 要为孩子呕心沥血 倾其所有的奉献 而孩子也要毫无保留 全心全意的孝顺 这种感情上的紧密捆绑 是很令人窒息束缚的 相对健康的家庭关系里 彼此都保有一定的空间和距离 并不是不相爱 而是在相互关爱的基础上 要始终保留一份尊重 舒适度才能增强 对于唯一的孩子 成长的过程中 便是和父母不断撕裂的情感过程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可能心最多的结果就是 用爱的名义 来操控孩子的意愿 双方都很痛苦 在谢之言看来 完全没必要 就像原主的父母 退了休无所事事 尤其是刘兰湘 整天靠着说大姑娘 小媳妇的坏话 才获得内心的满足 用挑剔使话 媳妇来洋洋自得 这种心态太过畸形 长久下去 整个家庭都会压抑的状态下 结果不是爆发 就是破脸 韩妹妹也不是没有知识 没有眼界的女性 她只是被方村大小的一个家 给束缚了太久 以至于思维稍稍有些僵化 在她清楚地理解了 丈夫所表达的意思后 内心并没有失落 而是充满欣喜 第二天 谢之言正常上班 天气有些热 她中午在餐厅吃过饭 依然端着杯子 悠哉悠哉地泡了杯茶 正准备从茶水煎出来 突然听到身旁的高跟鞋的声音 她低头慢慢吹着杯子里的水 垂下眼眸 一双薄荷绿绑带高跟鞋 脚趾小巧玲珑涂上了酒红色 显得脚面皮肤格外白皙 然后是纤细的小腿 谢之言扭转过去脸 带上一抹笑意 小王啊 来泡咖啡 来 我就走了 她端起杯子 就准备往外走 奈何王宇 没有让开的动作 谢哥 你最近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家里 就在她戚戚爱爱要问的时候 突然看到谢之言 有些疑惑地挠了挠头 然后 然后她看到了什么 一个假发片 从她的发顶上掉了下来 怎么了 谢之言仿佛还没有察觉到 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王宇惊恐的表情 无辜地问 头顶好像真的有点痒 她又伸手抓了抓 哎呀 王宇捂着嘴 无法接受地叫起来 惊动了一个办公室的人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 原本王宇最近 就有些不正常 办公室的人还嘀咕过 这下好了 老大在茶水间 她赶着进去 结果还尖叫了 这是什么状况 众人都从座位离开 围到了茶水间门口 两个人离得巴掌远 王宇脸上 像是活活吞了只苍蝇一般 似乎还有点响吐 可是老大 众人都看过去 自家老大无辜的贪手 小王 你到底怎么了 踩着张王了 咱们办公室 可是有专业灭虫过 不会有这玩意儿的 你 你 你的头发 王宇伸手指过去 但很快又收了回来 他无法形容自己 那一颗内心的冲击 尤其天崩地裂一般 老大 哎呀 你的假发片掉了 小冯快言快语的 原来就是这事儿啊 小王你也太大惊小怪了 这时 众人才注意到 谢之言的发顶 地上掉了一片假发片 主要是谢之言长的高 一般人很难看到他的头顶 可是王宇不一样 他是亲眼看着那一幕 从挠头的动作 到后来假发片掉落 原本应该浓密黑发的地方 出现了一片不规则的斑突 边缘还泛着白 原本风度翩翩 有成熟魅力的男人 突然间变成了 导人胃口的恶心大叔 而且这个男人 还是王宇在心中 无数次设想怎么聊 怎么勾引 并且事成之后 怎么样和他一起相处 共同甜蜜生活的 说实话这么一段时间 王宇心里面觉得 倒是真的对师兄 有了点喜欢 突然 直面到残酷的现实 他从上周 便开始出现裂缝的心态 经过了漫长的自我怀疑 和对他的猜测 此刻便再也坚持不住 瞬间崩溃 谢之言了然地笑了 一手稳稳地端着茶杯 另外一只手 捡起假发片 看来是没办法再装嫩了 他叹了口气 脸上没有丝毫受打击 或者难堪的表情 你们嫂子非要我注意形象 说是公司里年轻人多 让我这个做领导的 也一定不能给公司 形象工程上抹黑 这下好了 你们都知道了 以后啊 也别叫我哥了 直接叫我叔就行 说得众人都知趣地笑了起来 他就手把假发片揣到兜里 还喝了一口茶 仿佛突然想起来王宇 哎呀 吓到你了吧小王 这可怎么办 我莫想到现在的小姑娘 这么不惊吓 这样吧 待会儿我在群里发个红包 给大家压压惊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 众人都对视了一眼 笑嘻嘻地散了 很快 谢之言便在群里甩了个大红包 让大家抢得特别开心 老大的假发片 没事可以吊一吊 我这个月饭前就有了 同意 负义 还是托了嫂子的福 希望以后嫂子多给老大 准备这样的道具 嫂子最棒 气氛很快就轻松了起来 大家原本还以为 老大会尴尬的一幕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果然他们老大 就是心胸开阔 只有一个人 迟迟无法调整好心态 王宇坐在办公位上 牙齿咬得紧紧的 心里面特别的纠结难受 也不是痛苦 更多的是恶心反胃 谢之言的动作 在他的脑海里 仿佛慢镜头播放一般 泡茶 捡东西 脑头 每一个动作 都带了中年男人的油腻和不讲究 他现在都要觉得 之前那个有风度有韵味的男人 是他幻想出来的了 群里还不停地 在讨论红包的事 他倒是不想领 仿佛点开手上 都会沾上油心 可他还是点了 已经有人在cue他 本来就是因为他 才让事情变得尴尬 拆 一分钱 卧槽 他忍不住抱了粗 只觉得所有事情 都在给他过不去 这群八婆 怎么能懂他内心的苦楚 浪费那么久的时间 结果根本就是自作多情 他能不气吗 第522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13 韩美美的理疗项目 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另外医生还建议他 平时可以适当地健健身 有利于全身骨骼肌肉的恢复 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他知道外面健身房贵 便自己下载了个健身APP 想着每天可以打卡练习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 便收到了老公递过来的 小区健身房的嫉妒卡 这什么情况 你办的 韩美美接过卡 反复确认了一下 就是新开的那家 装修还挺豪华的 嗯 刚好做活动就去办了张 每天好像有什么具体的课程项目 瑜伽呀 动感单车 或者搏击什么的 反正你现在也不那么忙了 喜欢就去上上看 谢之言一边打领带 一边随意地说道 可是 这很贵吧 左思右想 韩美美并没有找到什么吐槽的点 毕竟丈夫最近的表现虽然没有太大改变 但都对上了她的胃口 还行 一千块 领带打好 谢之言在镜子面前照了照 有些骄傲地挑了下眉 怎么样 这里歪了 都看不到膜 韩妹妹没好气地 上前伸手给她摆正 你怎么回事 一个季度都一千块 我在家同样也可以锻炼 谢之言你是有钱了是吗 不用谢 谢之言挤了几眼睛 丝毫不把她的抱怨放在心上 看她又想说什么 她连忙开口 你在家当然是可以练 但是健身房有很多有共同目标的人 一群人向着同样的目标去做一件事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相信我 去试试看 在她看来 韩妹妹被束缚在家里那么久 自身的交际已经几乎没有 健身房主要针对小区用户 而且肯定有和韩妹妹年纪经历都差不多的 应该很有共同话题 这么一来二去的 不就交上朋友了吗 有了朋友 自然就不会只盯着眼前的事情 而产生焦虑情绪 韩妹妹似是而非地点点头 有些提不起精神 好吧 谢谢老公了 既然钱都交了 没有浪费的道理 那钱能退吗 谢之言扑斥一声笑出来 伸手揉了揉她卷卷的头发 我说韩妹妹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说完便面无表情 特价卡不退不换 终于要出门的时候 她才回头揭开谜底 而且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我舅舅 她生病了 其实大受办不成了 老太太非要让我把红包给她转过去 啊 真好笑 我是她外甥 又不是她儿子 再说了 咱们女儿出生的时候 她才包了多少 这么些年年年半大寿 坑了我们不知道多少 我管她呢 这一千块给你办卡用 还有一千块 你买两套好看的健身服 记着我的话 千万别想着省 现在省 小钱以后花大钱 穿得漂亮健身 也更有动力嘛 韩妹妹加油 她做了个加油的首饰 便出门了 韩妹妹心思都被看穿了 无奈地瞪了她一眼 觉得现在老公虽然没有原来道德标准高了 但反而对她来说是有好处的 两人的互动 看得身后的谢文静 无嘴偷笑 像个小老鼠一般 咯吱咯吱的 很好笑 电梯里 谢之言拿出手机冲着光洁的镜子 拍下谢文静偷笑的模样 把屏幕放到她面前 啊 删掉删掉 谢文静举起手要够 奈何够不着 我等一下就发朋友圈 名字就叫电梯里的小老鼠 你 有没有像你这样的爸爸 讨厌 谢文静一边嘟囔着 一边出电梯坐车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爸爸 谢之言打开引擎 一脚由门开了出去 像是随便聊天一样 两个人开始了相对比较平和的沟通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 谢文静低头整理书包里的小玩意 我原来经常想 为什么我的爸爸会是这样的 可是从来没想过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爸爸 可能 因为没有得到过好的示范吧 他说完瞟了一眼 驾驶座上的人 并没有失望 也没有生气 像是一拳打到了棉花上 白费力气 自己反而郁闷 哎 我真是不知道 你们这些小女孩的想法 就像我们公司里的小姑娘 那天我假发骗掉了 他居然吓得尖叫起来 把全办公室的人都引过来 我都无语了 差点给他 吓哭了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 谢之言无奈摇头 什么样的小姑娘 或许我可以给你分析分析 谢文静眼珠一转 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 女生懂得女生 哪怕她才十五岁 就是一个文秘 和你爸我是校友 比你也就大个 几岁来着 反正二十多 平时我看她年纪小 刚进公司的时候 也乐意多教教她 莫想到她越来越不像话 工作不认真 和同事也相处不好 现在居然还当众 把我搞得这么尴尬 真是不懂事 谢之言叹了口气 对着闺女掏心掏肺的 你可不知道 你老爸当时 那可是公开处刑啊 我头头怎么了 我聪明啊 至于像是踩了屎一样恶心吗 谢文静倒是对自己爸爸 生出了一些怜悯之心 那个女的 是不是坐过你的车 她还是问了出来 问完便仔细地看着她爸的表情 只见谢之言想了一下 好像是坐过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了 有一次 下雨她打不到车去地铁站 我刚好下班 就送了她一程 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 那她挺不懂事的 谢文静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的确是一个下雨天 她打着伞在路边等妈妈来接 偶然见到爸爸的车里 副驾坐上是个年轻女人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就从那开始 她对爸爸的意见越来越大 其实那次我看到了 还有些怀疑 你是不是出轨来着 快到学校的时候 谢文静突然说道 我说你怎么老是试探你老爸 他都能当我女儿了 我要是做出那种事 还能算人吗 怎么面对我的宝贝闺女呢 谢之言揉了揉她的头发 惹来谢文静的抗议 她打开车门下车 虽然你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爸爸 但我觉得 你继续保持下去 可能很快就是了 说完这句话 谢文静冲她挥了挥手 向着校门口的方向奔跑过去 马尾快乐的半空中甩来甩去 第523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14 健身房内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好的 所有人休息一下 教练拍了拍手 终于半小时的跳操时间结束 所有来上课的都松了口气 开始活动四肢 擦擦汗 或者喝点水 韩妹妹已经连续来了一周 也有了几个面熟说得上话的熟人 哎 你们看到墨 陈教练的腹肌 说实话 我就是冲着她来上课的 一个身材不错的中年女人 有些八卦的调侃道 真的 那你可以试试看 听说她还没有女朋友 另外 一个人说道 韩妹妹在一旁笑着喝水 她平时做完家务 就固定来上课 也知道第一个说话的女人离了婚 现在一个人过得也很好 梅梅呢 正在说话的女人 提到了韩妹妹 冲着她说 进度怎么样 一周瘦了多少 韩妹妹比了个巴掌 她倒是真的没想到 自己能那么轻松地瘦下来 一周就瘦了五斤 减肥也不是很难吗 挺好的 不过 你刚开始基数大 比较容易减 像我们这种就难了 女人掐了掐小肚子上的肉 别别嘴 你们都身材很好啊 为什么还要来健身房 那么辛苦 韩妹妹不解地问 在她看来 很多女人身材 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难道就单纯地 为了看男人腹肌 你真这么觉得 他们凑过来 伸手捏了捏 韩妹妹的胳膊 你身材也不差 我说的是实话 等你这阶段 剪制完就明白了 我也是局部塑形 才能达到 看起来不错的效果 可是你嘛 属于天生身体条件 好的那种 只需要日常注意一下 选对衣服 走出去绝对亮眼 女人挤挤眼睛 韩妹妹有些正冷地 低头看看自己 又抬头看看 落地镜里的她 她的健身服 算是比较贵的 穿在身上 倒是显出了线条 好像 真的没有那么臃肿笨拙 从生完孩子 没有继续上班开始 韩妹妹便在 自己的衣着打扮上 已经没有用过心了 头发也是 随便玩起来 要带孩子衣服 只穿休闲宽松的 颜色更是暗沉 耐脏是第一选择 因为出入的地方 就是厨房 菜市场 和骑电动车的路上 她也经常以为 自己的人生 就这么灰头土脸地过了 虽然也常常会羡慕 其他女人的好身材 但也从来没有想过 从自身开始挽救一下自己 毕竟她不需要 吸引异性的注意力 丈夫和家人 对她 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而自我需求的满足 家庭 孩子 照顾老人 已经占据完毕 她所有的空间时间 她根本没有一丝空隙 来思索自我需求 张姐 李姐 你们都什么时候来 要不咱们约好 互相监督鼓励怎么样 她第一次主动开始了社交活动 两个女人自然高兴地答应 她们都经济基础不错 也有自己的时间 当下三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互加了微信 然后才开始接下来的课程 等到她回到家里 发现房门大开 韩妹妹吓了一跳 正准备报警 便看到熟悉的灰蓝色布口袋堆在门边 妈 是你吗 她站在门口 冲着里面喊 不是我难道是进了贼 刘兰湘从厨房出来 看到媳妇 居然是这么一身打扮 浅蓝色的紧身衣服 冷哼了一声 冲着她挑剔地瞄着 呦 我们老两口腿脚不方便的 还以为你是生了多大的病 金贵得很纳 都不上门去了 莫想到这面色红润的模样 打扮得腰腰调调的 也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了 韩妹妹脸色有些不好看 语气还很正常 您二老腿脚不好试 怎么过来的 我的确是腰椎出了问题 医生让我定期理疗做健身的 她说完 反手关上门 也并没有等刘兰湘回答 路过沙发 冲着端坐着的谢建国 打了声招呼 便静止地回到主卧 开始换衣服 本来已经在健身房冲过早了 可她或许是经历过 刚才自我发现的认知 原本可以忍受的事情 突然就有些逆反 比如不打招呼 就直接拿钥匙大喇喇的 闯进家里 东翻西看的行为 于是 韩妹妹没有顾及长辈的感受 慢悠悠地换衣服 很快 刘兰湘就不耐烦了 咚咚咚 她把房门敲得震天响 亏得韩妹妹知道 她的德行繁琐了 否则这会儿 指定是已经闯进来 韩妹妹你开门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欢迎我们 给我们白脸色看 刘兰湘本来就一肚子气 就是来找茬的 她在家里思来想去 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这个儿媳妇 居然敢不老实 给她玩心眼 再放纵下去 等她老了 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 还能指望她来伺候 于是便耍起了 原来百事百灵的那一套 直接上门 跟讨债的似的 韩妹妹不吱声 她坐在床边 仔细地整理好衣服 然后拿起健身 扶去了主卧自带的洗手间 顺手洗干净 好啊 你现在是厉害了 拿住了我儿子 开始嫌弃我摸这些老不死的了 刘兰湘破口大骂了一通 现没有人搭理 也不再白费力气 外面渐渐安静下来 难道是放弃了 还是直接走了 不可能 韩妹妹侧耳贴在门上 果然听到了预料中的动静 她嘲讽地笑了一声 打定逐一步出去了 嗡嗡 小组会议上 谢之言的手机突然震动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 点了挂断 但是很快电话又来了 那个不死心的镜头 让谢之言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了 也说得差不多了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大家都各自加油 散会 众人眼中都有些好奇 但谁也没有开口问 走得晚的 便听到了他们老大 无奈地接起电话 喂 妈 到底什么事 我正开会呢 哎呀 你去家里做什么 有事吗 挂断电话 谢之言提前下班 开车往家里赶 宿主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 远主的父母 不搭理就行了呗 ZZ001有些不解 我可以不搭理 毕竟是亲生儿子 可是韩妹妹不可以 第524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主妇 十五 明明他才是亲儿子 韩妹妹只是儿媳 因为老人并没有对儿媳 有养育之恩 所以在法律上 儿媳对老人也并无要求的 赡养义务 只有助养的要求 而所谓的辅助赡养 只要丈夫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那么妻子便也已经做到了 自身的义务 换句话说 只要妻子不阻拦丈夫尽孝 那就已经做到了法律规定的要求 赡养是相对于抚养而言 只特指自己的子女 但事实就是这么可笑 这个社会的舆论 在评价对老人孝不孝顺上 往往会把习拿来说事 仿佛儿子是隐形的 消失的 不需要体现存在感的 一旦双方的关系有了什么矛盾 在中间起到连接纽带的重要作用 一切的始作俑者 儿子丈夫便好像披上了隐身衣 只剩下一老一小两个女人 在厮杀争斗 多么可笑 但却是最多的现实 园主以为在家里装聋作哑 一味地 以老人的不容易和子女的孝顺来要求家人 看不到妻子的忍让和付出 便能换来一时的家庭和谐 他觉得是值得的 反正不需要他来付出 也不需要他来维护 他只需要每个月按时给一份家用 便已经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和恩赐 对于这种男人 谢之言只想说一句 我去年买了个表 等他回到家 便看到两个老人坐在沙发上 正在吃水果 茶几商乱糟糟的 冰箱里 韩眉眉给女儿准备的新鲜水果 都已经在上面摆着 看到他进门 刘兰湘一把扔下手里的车梨子 嘴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 张口边哭 那个变脸速度 看得谢之言一愣一愣的 儿啊 我的儿子啊 妈不活了啊 妈知道拖累了你们 这把岁数还活着干什么 招人嫌弃 他一下子堆在地板上 拍着腿抹着泪 一旁的谢建国 仿佛莫看见一样 依然坐他的安静的布景板 谢之言看着他 爸 似乎没有在这种场合被点过名 谢建国有些慌张 怎么了 你莫看见我妈在干吗 看见了呀 谢建国回答完 才意识到 儿子是让他出面制止一下 可他 一脸为难地看向儿子 儿子啊 你妈的脾气你知道 这会儿媳妇确实 是做得过分了点 你就让他出来 给你妈赔个礼道个歉 你妈面子上下的 来他就不找事了 他起身 站在谢之言身旁 小声地说着 之前很多次 事情都是这么解决的 谢建国可怕麻烦呢 从来不去招惹老婆 也从来不干涉 谢之言早就看明白了 园主这个爹 表面上是个通情达理脾气好的 实际上 心眼跟刘兰湘一样 歪的 就这种人 在外人眼里 算是很不错的了 尤其是有 刘兰湘做对比 等到闹大了他 出来当何事楼 两边说何 其实他那次 不是和刘兰湘站在一起的 真的 韩妹妹哪做错了 爸 你说出来 谢之言听了这话 突然严厉地出声 仿佛只要谢建国说出一点 他立马就挽起袖子 去找韩妹妹干长 刘兰湘心中窃喜 但是谢建国却 有些尴尬 主要这不是他的工作 大多数时候 他说完给你妈的台阶 他就是这样的人 之类的话后 基本上就可以退场了 这让他冷不丁 突然说出了媳妇的坏话 也 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来家里 他也不招呼 还不开门 不开门 谢之言疑惑地皱眉 爸 你再想想 肯定是他说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 错事 他做错的地方 谢建国张口结舌 实在说不出来 刘兰湘可奶不住了 拍着大腿 他不敬公婆 难道不是天大的错 我们都大老远的来了 一口水没有喝上 他倒好 背着男人 穿着那丢人的衣服 出去愣 难道还有理了 说到这 他突然有了精神 一把从地上起来 抓着谢之言 儿子你不知道吧 韩妹妹趁你不在家 他穿那是正经女人穿的吗 那大腿那胸 呸 也不嫌丢人 韩妹妹在房间里 听得心头火气 推开门就要出来 却听到谢之言一声大喊 爸 刘兰湘蒙了 谢建国打了个机灵 爸 你媳妇都这样了 你还能装马虎 站在旁边装聋作哑 你能管管不能 这可是你媳妇 他根本不接刘兰湘的茶 静止把火力对准谢建国 果然谢建国顶不住 一下子耸了 伸手推了刘兰湘一下 你这老婆子嘴臭得很 什么胡话张口就来 而媳妇又不是那种人 我哪说错了 老天爷啊 这是不让我活了 刘兰湘可不吃亏 更何况谢建国还下了她的面子 当即也伸手 抓了谢建国一把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这种人 我看她 就是这种人 还装什么不好 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 也能舔着脸花我儿子的钱 韩妹妹脚往前走一步 她有很多内心的愤慨想要说 但是场面一时很混乱 让她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爸 你可是个男人 从小你就告诉我男人应该顶天立地 应该负起责任 我妈那里做得不好 你首先要负责任 儿子说得对 我平时让着你 没想到你要上天 还以为自己多牛气呢 谢建国挽起袖子 毕竟是个男人 真比立起来刘兰湘也不是对手 妈 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 我小时候 我爸就觉得徐阿姨好看 脾气温柔 你还别不高兴 徐阿姨的确比你温柔多了 韩妹妹越听越觉得迷糊 最后更是有些诡异 为什么她总觉得 丈夫是在挑拨离间 两边拨火 哦 刘兰湘恨不得撕了谢建国 咬牙切齿的 我说呢 这么多年 人家都到外国去了 还念念不忘的 快说 你们是不是早就搞到一块去了 两个人在客厅里撕打起来 刀光剑影互不相让 老世人也有火气 两人一世间不愤伯众 客厅里的东西也遭了殃 摄像头把一切都拍得清清楚楚 谢之言无奈 只好报了警 刘兰湘和谢建国 第一次到派出所做笔录 丢脸丢到整个小区 直到最后 韩妹妹也不明白 为什么公婆 是来讨伐她的 她都莫出面 事情居然变成了这样子 第525章 中年头兔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主妇 16 在韩妹妹成功减掉20斤 体重变成120的时候 她被新娇的小姐妹 拉去做了头发 买了条裙子 她身高165 经过这段时间坚持健身 手臂和腿都紧视了不守 整体看起来很匀称 哪怕不算瘦 但视觉上来说 也绝对不胖 黑色的真丝裙子 腰部掐得紧紧地露出笔质修长的小腿 脚下踩着一双三厘米的高跟凉鞋 既延伸了腿部线条 又不泪脚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韩妹妹有些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她 她只是听从发行师的建议 把头发剪短了一些 做了个内卷 并且在姐妹的怂恿下 染了个深棕色 看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的 还愣着干什么呀 就这件了 穿回家保准你老公看的 眼睛都直了 这件有点小贵啊 韩妹妹还有些犹豫 不料一旁的李姐 咔嚓拍了一张照片传给她 发给你老公 就告诉她你拿不定主意 让她给个建议 要不要买 这个注意好 现在就发 我们两个今天陪着你 那可是有任务的 必须光鲜亮丽地回家 要不然 不就白费功夫了吗 王姐拍手称赞 在两个姐妹的虎视眈眈下 韩妹妹终究还是发了 微信回复得很快 王姐探头看到了 捂着嘴叫起来 搞得韩妹妹都不好意思 脸颊微红 这件衣服怎么样 打完折要八百呢 韩妹妹的口吻很一般 但老公的就不一样了 只见她老公秒回消息 超漂亮 买 老公转账两千元 请插收 再买双鞋 时下大多中年男子 都缺少生活情趣 对于老婆的改变 麻布不仁视而不见 根本想不到 老婆需要的 仅仅只是一句简单的肯定 哪怕只是口头上的 带来的心理感受 是不一样的 看得王姐和李姐 心里酸涩不已 但更多的是为韩妹妹高兴 有这么懂事的老公 以后健身会更有动力的 哪怕为了我们自己 也要保持好身材 美美你想一想 是不是瘦了以后 每天洗完澡照镜子 称体重都很开心 这是自我欣赏的需要 老公的欣赏当然也重要 不过现在 你两个都有了 羡慕哦 韩妹妹敏唇倾笑 果断地付了款买下 就算心里还是有点心疼钱 但既然有能变好看的条件 就不需要太过矫情了 她觉得健身给她最大的改变 是自信 原来她总觉得 反正也没有身材 干嘛要穿那么贵的衣服 既麻烦又难打理 反正也不需要会客线人 自然不需要很多护肤化妆品 把脸洗干净 擦个水乳 保持清爽就可以 她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 那是自我压抑后 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 潜意识地认为她不配 漂亮衣服穿在她身上太惹眼 还会被人说丑人多作怪 描眉画眼的更是要被吐槽的 就连她都找不到 做这些的动力和意义 变得精致 是未了有人欣赏 可她根本没有人欣赏 自从体重减下去 身体一天比一天轻盈 她便感觉到一种 从内心升起的自信 自我满足感的体现就出来了 走出商场 韩眉眉电话响起 老公 她接起来 低声说道 似乎是身上穿的新裙子 新鞋子 和刚刚在姐妹面前 得到谢之言的肯定 带来的一丝虚荣骄傲 此刻她的语气也格外柔和 你现在在哪 回去了吗 我们今天要加班 这会儿好啊 谢之言转着笔 有些百无聊赖地说着 我倒是离你们公司不远 那 那我能做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 韩眉眉有些不确定 亲爱的老婆大人 快来慰问慰问你可怜的男人吧 来陪我加班 韩眉眉挂断电话 看着两个姐妹几眉弄眼的样子 哑然失笑 大姐姐们 这是做什么呀 怎么办 好像没办法陪你们去吃饭了 理解理解 哎呀 老公最重要吗 还是那么黏人那么帅的老公 对呀对呀 快去吧 宣誓主权的时候到了 王姐上前再帮她整理一下头发 从包里拿出口红 帮她涂好 对 就是这样 气势十足地去 摆出你的正宫范 让那些有小心思的小妖精们 都睁大眼睛瞧瞧 咱们可不是吃素的 王姐的老公 就是被小秘书给勾走了 虽然最后她俩莫成 但王姐也离了婚 所以 提起去老公的办公室打小三 那是格外有经验 这话听得韩眉眉心里咯噔一下 不过面上没什么变化 同两个姐妹告别 真的太谢谢 你们两个大美女了 下次再约 我请客 她虽然嘴上莫说过 但是心里明白 丈夫有段时间的不对劲 原来虽然回到家会 躺着看手机 但不会像那段时间一般 哪怕洗澡都要带着手机 她偶尔碰一下她的手机 居然发了脾气 说不尊重她的隐私和空间 但好在只持续了一段时间 很快 她就恢复正常了 女人的直觉 永远都是最灵敏的 尤其是在身边人的细微变化上 联想到那天晚上偶然看到的 秘书处小王发给丈夫的消息 正值下班高峰期 写字楼里的电梯 变得格外繁忙 十三层到了 电梯门打开 一个风姿卓越的女人走出来 她戴着墨镜 红唇抢眼 身后跟了个外卖小弟 双手提满了奶茶和蛋糕 您是 谢之言部门正点下班的人 不确定地问 韩妹妹摘下墨镜 冲她笑了一下 还别说 她皮肤本来就白 今天要逛街 才用了粉底液化了眉毛 现在擦了口红 显得格外有气色 看起来舒适养眼 我找谢之言 请问 她是在这上班吗 啊 找老大的 对 在这上班 您是嫂子吧 小伙子有些激动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韩妹妹点点头 只见那小伙子 本来准备下班的 又不着急了 连忙结果外卖小哥手里的一部分饮品 哎呀 嫂子快这边请 我们早就对嫂子的大名耳熟能详了 还是头一回见 嫂子可真漂亮 第526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十七 说完 一行人已经走到了办公室 老大 老大 嫂子来了 兄弟姐妹们 嫂子来问问我们了 呼啦一下 如同由锅里溅了一滴水 办公室瞬间热闹起来 韩妹妹温和地笑道 听说大家都在加班挺辛苦的 我正好在附近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就随便买了些蛋糕小吃和奶茶 嫂子最棒 哇 刚好是我喜欢的那家 刚好是我喜欢的口味 嫂子我爱你 嫂子以后要经常来玩呀 吃不吃的不重要 主要是想和嫂子聊聊天 嫂子好漂亮 我决定和老大做朋友 滚滚滚 从办公室出来的谢之言 听到这话 笑着挥手骂道 吃喝还堵不上嘴 给你们十分钟休息 去上一边会议室吃去 嫂子再漂亮 也是我的 你们只能看看羡慕我 懂吗 谢之言伸手拉过韩妹妹的手 笑得十分欠奏 韩妹妹有些不自在 轻拍了她一下 冲着大家挥挥手 你们用得开心啊 然后俩人手拉手地回办公室了 这副恩爱的模样 看得众人心里甜得发腻 会议室里边吃边 开着小会 俩人感情可真好 老大今年得四十好几了吧 我挺羡慕的 我也是 因因我这个单身狗 每天活得小心翼翼的 就这还猝不及防 在一堆程序狗中被虐 你说老大也真是好命 都头疼了呢 还有那么好的老婆 我头发还算浓密 怎么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啊 哎 说实话 之前嫂子一次也莫来过 我还以为嫂子是黄脸婆呢 我也 我也 看来还是我们思想狭隘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嫂子是在宣誓主权来了 前阵子可有人很不对劲哦 噓 快闭嘴 大家心里明白就行 看来那人是不可能有戏的 还别说 老大和嫂子真是般配啊 他俩现在都四十多了 要是放在我们这个年纪 一块走出去 不知道多惹眼哪 会议室门口的王宇 恨得咬牙 本来听说谢哥老婆来了 他倒是要来看看 究竟有什么本事 能把男人牢牢地抓住 然而 WTF 不是说老婆不爱打扮 身材不好吗 生活不讲究不精致 根本没有生活情趣 就因为聊天中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 才让王宇 挠不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年肥胖黄脸婆的形象 所以才错误低估对手 对自身信心百倍 现在的现实呢 你告诉我那是黄脸婆 韩妹妹从办公室出来 便看到会议室门口 有个年轻女人 直叮叮地看着自己 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和怨气 韩妹妹一点没有退缩 她走过去 怎么站在这儿 不进去和大家一起吃点 小姑娘心沉代谢快 不需要那么苛刻 自己去减肥的 自然健康就很美 她大大方方地说话 里面的人自然也都听到了 看到是韩妹妹对着王宇说话 一时都有些微妙 去吧 你已经很美了 现在需要做的 适合同龄的小伙伴们 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 韩妹妹温和大气地说着 轻轻在王宇身后一推 把人推了进去 王宇还想挣扎一下 却被同时拉住 塞给了她一块小蛋糕 快尝一下 芒果斑挤 热量不高的 对啊 这可是 你喜欢的那家店哦 隔壁商场一楼的 同时七嘴八舌地盯着她 王宇只好僵硬地笑了笑 拿起勺子吃了一口 感觉满嘴苦涩 难以下咽 怎么回事 本来想的是来看看 然后看到了真人 是打算制造一下误会 哪怕动摇不了也要隔音隔音她 总归是心目中的假想敌 可这刚打了个照面 她还一句话都没有机会说出口呢 就这么 就这么被打发了 韩妹妹微笑站在外面等谢之言 见到男人出来 挑眉示意 这姑娘怎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要不怎么想让你来捍卫一下领土呢 小姑娘 我也不好说得太直白 估计今天你一来 她就全明白了 谢之言牵着她的手 走吧 下班 唉 你不加班了 韩妹妹不解地问 总是让我加班 要他们是做什么的 总不能白吃我们家的东西 多干点活 也是应该的 她大言不惭地说着 只管带着韩妹妹往前走 一直到地下停车场才放开手 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 来这么接你下班 然后咱们一块 开车回家 系好安全带 韩妹妹突然有些感慨 今天做了个新发型 穿了新衣服 新鞋子 还涂了正公司的口红 然后到了老公的公司 得到了女王般的待遇 谢之言没有发动车子 她看着前方 语气有些低沉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很疲惫 很麻木 整个人都丧失了 积极生动的感觉 好像生活就是一天又一天的 无限复制 直到你累得生病 女儿也根本不想和我交流 我才感觉到身为丈夫 父亲自己做的有多失败 不 我好像什么都没做 从那开始 我想要改变一下 来看看结果怎么样 韩妹妹安静地听着 手指放在安全带上 不停地搅动 然后我看到女儿愿意 和我好好说话了 她转过头看着韩妹妹 最大的惊喜是你 你不知道你 今天来办公室 简直是给我脸上贴满了惊 我瞬间 从一个无趣吐头的领导 变成了人人鲜艳的男人 那种巨大的开心和满足 让我感觉 我们回到了二十年前 还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 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比二十年前老了许多 韩妹妹扬起唇角 眼角有些湿润 不 你很好 变得更有魅力了 莫听那些小伙子都夸你漂亮 绝对是发自真心的 是我变成了中年油腻男人 还好你不嫌弃 她牵过韩妹妹的手 两人四目相对 韩妹妹 再给我个机会 我们再努力一把 谁都不放弃面对生活好不好 好 半晌 韩妹妹回答 第五百二十七章 中年头吐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十八 韩妹妹最近的生活 和之前十五年比起来 简直可以说的 上天翻地覆 健身塑形的同时 也开始捡起了自己原先的爱好 做面点 中事西事都有 一个普通的烤箱 快被她玩出花来了 很快 她的成品 在健身房的朋友 和谢之言的同事之间 频繁流传 并且广受好评 吃人嘴短 并且还真的挺好吃 她做的时候 最大限度地兼具了低油低糖 哪怕健身的人吃起来 也没那么多负罪感 人员好了 社交关系网拉起来 出去拜访逛街游玩的次数 便多起来 整个人便更加注重衣着打扮 化妆品都零零碎碎买了不少 该有的 都有了 就连谢文静 对她妈的这些转变 也十分开心 母女两个交流起来 更加方便 甚至有时候 还会凑到一起 讨论那款口红色号 比较好看不沾杯 这天 还没到下班时间 谢之言又提前回来了 这是这个月第几次了 妈又打电话了 韩妹妹从厨房出来问道 她穿着碎花围裙 戴着防烫手套 头发竖在脑后 一看就是在做她的面点 只是比起之前 在家不修蝙蝠的模样 她就算是穿着家居服风格 也变得舒适柔美 嗯 有吃的磨 随便给我来点 谢之言喘着气擦了把汗 便洗手便回答道 估计是心理上有落差 给我抱怨了好大一通 最后说是腿疼得动不了了 韩妹妹一听 心里明白八成是婆婆 想要搞事情 但嘴上还是担心地说道 那怎么办 要不然我也过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打个电话 给我就行了吗 一直这么请假 迟到早退的公司没有意见 她便说 手便麻利地端出来做好的生煎 先垫垫 锅里的水已经烧开 她抓了一把蝴蝶形状的面片放进去 然后是一把蔬菜 卤好的牛腱子肉切几片 利落地调味 不到十分钟 一大碗热气腾腾营养均衡的面 就上桌了 这么精致 我老婆手艺就是好 要是出去做面点师傅 肯定是首席的 谢之言看着透亮的清汤 围着扑鼻的香味 埋头吃起来 你这还没吃呢 嘴巴就填上了 吃你的吧 韩妹妹倾笑着 擦了擦手 又进厨房 两个人有一搭墨一搭地说着话 等到谢之言把整碗面给吃完 擦擦嘴 才掌叹一声 肚里有粮 心中不慌 老祖宗的话 真是有道理 你不用去 我妈那个人 莫谁比我更了解 估摸着右心里莫着落 想要找点事情 让我们围着她转她就开心了 就算真的哪里不舒服 你去了也没用 还是我去一趟 谢之言说完 韩妹妹心里松了口气 说实话 如果婆婆是真的生病 需要人照顾 那她肯定会伸手帮忙 但眼下的情况 她是真的不想去 既然有通情达理的老公 那她就不用上赶着孝顺了 她把冰箱里卤的肉 拿出来一大块 再加上今天烙的 火腿蔬菜煎饼 装了一大包 递给要出门的谢之言 拿过去吧 妈不舒服 爸这几天 指不定怎么吃的饭呢 这些也方便 微波炉里转一分钟就能吃了 谢谢老婆 谢之言接过 身头过去 亲了韩妹妹一口 哎呀 韩妹妹轻轻掐了她一把 笑着 看她离开的背影 她现在真的挺开心的 明明和原本的生活区别 只在于 公婆不用她去应对 但怎么感觉 简直像到达了 另一个生活境界 到了父母家 谢之言先是看了一眼 刘兰湘 立刻得出 她在装病的结论 然后扭头对谢建国说 爸 这是妹妹特意给你做的 看 卤的牛肉 牛腱子肉 你也知道妹妹手艺好 这要放在外面一斤 能要七八十呢 还有煎饼 都是你爱吃的 这火腿 可是妹妹精挑细选 一点淀粉没有 纯瘦肉 谢建国高兴地接过去 哎呀 还是媳妇好 赶紧地去微波炉里热热 妹妹特意交代了 就怕你在家吃不好饭 专门给你 做些方便又顶事 还有营养的 谢之言一句一个妹妹 听得刘兰湘真是不自在 哼 他能舍得给 我们用好料 他不音不扬地说了一句 那边叮了一声 谢建国已经从微波炉里 拿出来准备吃 香味扑鼻 谢建国咬了一口煎饼 吃了一片牛肉 别提多舒坦 你也不用说酸话 我算是看出来了 而媳妇就是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 哪怕是你上门 给人家找不自在 这不 还是惦记着我呢 你嫌不好你别吃 千万别吃 而媳妇啊 知道谁是好人 他说完 冲着儿子抱怨 你不知道 你妈有多邋遢 你看看这厨房 原来你媳妇哥个几天 就过来打扫一遍 把你妈给惯的 本来就懒 现在更是一点事不做 整天就知道满肚子 牢骚怨气 你爸爸我呀 没有一顿饭吃好的 他吐槽完 便低头继续香喷喷地吃起来 可见是真的 莫吃啥好东西 也难怪 平时韩眉眉照顾的 那叫一个金星 就连菜肉都洗干净切好 或者做成半成品 想吃的时候直接下锅 一点不麻烦 就差直接喂到嘴里了 自从上次两个人去了一趟派出所 丢了大连以后 回到家就开始冷战 三天两头炒个价 不过大多数是 刘兰湘单方面发起进攻 谢建国实在生气了 就不理会他 自顾自得过自己的 这种反应刘兰湘更气 还给他做饭吃 吃屎去吧 谢建国没想到自己 老了老了 居然过上了 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 对比以前 有儿媳妇在处处打理的舒坦 心里更是对刘兰湘有意见 两个人能过好才怪 而媳妇不接招 谢建国也不搭理 刘兰湘心里的怨气 无处可发 只能找儿子 可儿子要忙工作 总不能每天都陪着他 刘兰湘也只能 三五不时地折腾一下 借口往往就是生病 不舒服 腿疼 妈 你这怎么样啊 腿 要不然 咱们去医院 他突然问道 那 那你工作呢 我这去医院 不得让你媳妇陪着啊 他能乐意 第五百二十八章 中年头吐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主妇 十九 他能有什么意见 去医院的事我来弄 到那再请护工 怎么都方便 谢之言重肯地说道 至于工作嘛 反正上面已经对我有意见了 无所谓 我总不能丢下我妈不管吧 工作没有你重要 他这话一出 两个老人都急了 那怎么行 你这么好的工作 可不能出问题 刘兰湘可全都指着儿子好工作 当炫耀资本呢 谢建国一抹嘴 冷哼一声 你别管你妈 他就是做的 腿疼老毛病了 平时该吃的药都有 整天给你打电话 找你来有什么用 你又不是大夫 随后 他冲着刘兰湘抱怨 我就说你再这么下去 早晚把儿子的工作给搅和了 人家那么大的企业 自有规矩 能容你整天请假搞特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能盼着儿子不好吗 好你个谢建国 眼看着争吵又要升级 谢之言叹息一声 蹲下挠头 一副无可奈何的悲催样 搞得两个老人都不好在乎对了 两久 刘兰湘终于开口 儿子啊 那什么 我是当时腿疼得厉害 心里有点害怕 才给你打了个电话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把这人靠不住 比你靠婆 谢建国很不服气 自从那次撕逼 他往日对刘兰湘的忍让 仿佛突然到了头 破罐子破摔起来 莫想到相当有效果 自己心里痛快了 老婆也不成天 不把他当个人看待 事关儿子的前途 刘兰湘忍下一口气 我暂时吃这药 观察观察再说 现在慢慢的还能活动 你赶紧回去吧 上班抓紧点 别让领导有意见 看着儿子不再打整 显得很沧桑的头顶 捂着脸满是无奈的模样 刘兰湘第一次心里上 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 真的是他过分了 可他 是真的不舒坦啊 爸 妈 我给你们找个保姆吧 莫等他们说话 谢之言接着说 你们想想 再这样下去 我不放心你们 怎么能好好工作 早晚失业不保 你们也不想 我终年失业吧 刘兰湘心里 自然是不愿意的 在他看来 家里有一个 免费劳动力在 为什么还要 多花钱找保姆 可他刚刚 踩边儿媳妇闹翻 眼看着儿子 是要这儿媳妇那边 他有天大的意见 说不出来 倒是谢建国没有意见 能有人让他吃饱吃好 衣服穿得干净 家里住得舒服就行 他无所谓 找保姆这事儿就定了下来 很快便找了个熟人介绍的阿姨 每天负责两个老人的采购 做三餐和洗刷卫生 不住家 一个月四千 这下 总算生活能安生一段 而韩眉眉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创业 谢之言反问 看着眼神有些忐忑的韩眉眉 是不是挺可笑的 韩眉眉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鼓起的勇气仿佛被扎了一下的气球 瞬间别掉 我就是看着外面那些人 也都上了年纪 但是做起事业来风风火火的 不管事业大小吧 有点羡慕 也没什么 随便说说 他有些自嘲的笑笑 准备转身 却被谢之言一把拉住 你怎么能这么想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老不创业 我很看好 谢之言拉他坐下 好好分析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可不是吹捧你 你每天做的那些小点心 那是有口皆碑的 我办公室里现在那些小崽子们 整天看我手里拎着袋子 一个个就像恶狼扑过来抢 而且 你的性格我了解 谨慎 仔细 有条路 看看我们家打理的怎么样就知道了 做一个一级棒的主妇 在我看来和创业没什么区别 都要面临随处冒出来的繁琐小事 千头百绪都要顾及 收入支出 成本分析 这么一看 这不都是你擅长的魔 他说完 身体后仰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 重新看待韩妹妹 哇 我居然把一个创业行人 才留在家里 耽误了这么多年 我简直抱舔天物 韩妹妹 我现在突然觉得 如果一开始 是你继续在职场拼搏 而我回归家庭育儿 那么说不定 我们家的局面 比现在要好很多 你真这么觉得 韩妹妹嘴角有着遮掩不住的笑意 眼神中的忐忑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渐渐坚定的信心 原本也没有什么目的和计划 单纯因为自己喜欢 边去看视频或者食谱 再加上自己的喜好 来做健康食品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 尤其是王姐的小孙女 无比挑食 偶然有一次 吃了韩妹妹做的面点后 每天都吵着要吃 之后 韩妹妹的每一次创新 那小姑娘都无比捧场 从不爱吃饭到 超级爱吃 惹得王姐非常不好意思 一再表示要付钱 但韩妹妹都没有收 后来王姐突然对她说 干脆创业的了 因而腐蚀市场 有非常大的空缺 莫想到韩妹妹听了进去 两个人简单讨论了一下 创业这个主意 在韩妹妹心里 像是初春的种子 迫不及待地 想要破土而出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问出声 也做好了 接受善意嘲笑的准备 就连她心里都是打鼓的 莫想到 丈夫居然大力支持 而接下来 丈夫更是用实际来表示 对她的信心和鼓励 先是产品开发 两个人调查了上百众市面上 现有的婴儿腐蚀类产品 再经过严格的筛选 留下30众品类 后期再陆续增加 试吃员方面 健身房里的兄弟姐妹 发挥了巨大力量 可以说到后来 整个小区的孩子都等待投喂 试吃品出现了供需不平衡 方向确定好 产品开发好 剩下的就是注册品牌 注册公司 找工厂 出资 资金方面面临着缺口 王姐决定入股 但对于韩妹妹来说 这些还不够 就在她焦头烂额的时候 谢之言拿出了卡给她 这里有一百万 请问韩总 我能加入吗 哪里来的钱 韩妹妹大为震惊 谢之言耸耸肩 她最近表现不是很好 本来就惹了眼 但真莫想到 王宇还有这么一手 勾搭上了她的竞争对手 大老板的心腹 我的事业补偿金 从今天开始 我要跟着韩总混了 希望您能不计前嫌 收下小弟 第529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20 谢之言负责线上平台开发 事业发展 二老无法忍受保姆 遇到法律纠纷 和李雷打交道 钱到位 一切都好说 谢之言本来就是IT圈子的 找两个从业人员来开发一下线上平台 那不是手到擒来 关系就是这个时候用的 很快线上平台上线 工厂那边也签了合同 刚好赶上年终大促 砸钱请了一些口碑不错的网红做产品宣传 总算有了个不错的开局 做事情看起来容易 实际上方方面面千头百绪 全都需要统筹兼顾 如果没有调理逻辑的人 肯定会搞得一团乱麻 韩妹妹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挑战 好在有谢之言肯帮忙 两个人分工协作 虽然第一次创业 倒也做得有板有眼 订单飞来 韩妹妹莫想到 那些收了钱的网红 宣传起来会这么卖力 一时之间库存都不够销售 只好跑工厂赶订单 还要增加新产品 招聘 装修办公室 一时之间分身乏术 以至于谢之言再次接到刘兰湘的电话 都回不过神来 张口就是对客户的解释术语 一个小时后 他离开正在排电路的办公室 到达了父母家 你这是 做什么了呀 韩妹妹怎么 做女人的 连个干净衣服都不给你穿 刘兰湘打开门 看到一身工装衣裤的儿子 身上还有着深浅不一的涂料 见得白色点点 头发也染了灰尘 张口就是抱怨 我都快五十的人了 自己不会穿衣服吗 衣服脏了 要怪韩妹妹头上 这种莫道理的说辞妈 你以后不要再说 谢之言喘了口气 你有什么事 我这还忙着呢 刘兰湘心头被重重一击 不像过去 哪里气不顺 当下就还回去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他明白了 默认惯着他的时候 他发脾气 只会讨闲 讨了闲儿子 就更不想来看他了 他叹了口气 把儿子拉进屋 让他坐着休息 你这工作虽然磨了 但还可以找啊 随便找找 总能和原来差不多吧 总不能因为 你现在不赚钱了 他韩妹妹就翻脸 看看你这样 都被他当生口使唤了 谢之言喝着水 差点磨喷出来 那照您这么说 原来你就是拿 韩妹妹当生口使唤的 我算是知道 韩妹妹原来的日子 过得什么滋味了 妈你知道吗 这就叫报应 只不过您做的事 报应到我身上了 他把水杯一放 看着一脸恐慌的老太太 两手一摊 墨法子 你以为好工作那么好找 就我这把岁数 又是得罪了人被辞退的 你还想指望 找个年薪 算的管理岗位 他伸手往外一指 窗户外面的小区门口港亭 烈日下保安正在兢兢业业地站着 过去一辆车就进个礼 看着墨 我现在也就能勉强当的保安 玄静征 不过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刘兰湘蒙了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眼神仿佛凝固了一般 空芒一片 怎么会呢 我儿子一表人才 还在大集团当高管 一家人都指着他挣钱养家呢 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呢 说到这里 老太太突然想起来 那韩妹妹不是瞎扎或者做生意模 她一个女人会做什么生意 还不得赔钱啊 把你知识的团团转 哎呦 我儿子都成什么样了 你不知道妈妈这心里 不落人啊 摸着良心说句实话 谢之言眼下的形象 是挺一言难尽的 灰头土脸 还秃头 就一张脸 还算可以也晒黑了 往大街上找个路口一蹲 那就有人来打听 师傅清洗油烟机吗 刮墙吗 多少钱一天 丝毫不夸张 就是这个水准 所以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头发是多么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每一根头发 掉一根少一根啊 妈 你想差了 就连我也莫想到 韩妹妹还真是做生意这块料 你不知道她现在挣的钱可比我多 我们家全指着她呢 谢之言起身翻冰箱 找出谢建国屯的雪糕 撕开袋子吃起来 还别说 这小老头口味一直都是小学生 到现在一把年纪也莫长大 这不大热天 去约着老伙计一块去水库钓鱼 当然 还有不想要面对刘兰湘的原因在 她真行 比你挣的都多 刘兰湘十分震惊 在她看来 媳妇数十年如一日的做家庭妇女 根本就没什么见识 也就跑跑腿 照顾照顾一家老小 顶了天出去找工作 能当个服务员 刷盘子洗个碗 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 全靠她儿子的呀 怎么现在反过来了 那不然 我能心甘情愿地跟她混 形势比人强啊 骂 我算看出来了 这年头 谁强谁说话管用 这点 我还真服人家韩妹妹 谢之言一由所指 嗯 这雪糕还真好吃 她记下了品牌 打算也囤点放自家 给老婆女儿吃 那不就更好了 她都能做好的事 你也肯定能做好 这样 你把那摊接过去 她一个妇女 整天抛头露面的不像话 震惊过后 刘兰湘首先想的便是 如何让几方利益最大化 那自然是不能让韩妹妹出头 没想到儿子听了 就哼哼笑了一下 妈 安生过日子不行吗 你看看 现在家里也请了保姆 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你们吃得好穿得好 生活上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咱们就保持良好现状怎么样 儿子啊 其实这次叫你来 就是想要跟你说说保姆的事 刘兰湘有些气短 连想到儿子丢工作 很有可能就是被她给搅和的 心里更虚 谢之言挑眉 一口把雪糕吃完 倒是莫想到这个 原来这个保姆表面上 都做得挺好 最起码窗明几近 饭菜色香味都不错 为人也爱干净 面上也客气周到 但刘兰湘总是觉得不舒服 不像原来韩妹妹照顾他们的时候 想吃什么直接说 什么都能置办好 保姆可不一样 人家才不会大清早的 去菜市场买 最新鲜最便宜的鱼虾呢 最近刘兰湘还发现 保姆客扣菜钱 第530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21 但熟人介绍的 人家做的手脚干净 根本没出说去 一说出来 人也得罪了 你自己还没有道理 买菜这回事 一次客扣个十块二十块的 根本就看不出来 人家说卖鱼的涨价了 你还能说莫涨 本来刘兰湘是要自己去买菜的 但是跑了一次后 他就放弃了 他害怕自己的老腿 再给摔个好歹 也只好忍了 外人怎么比得上自家人 韩妹妹再不好 那也是 想说就说 哪里做的不称心 当场就能指出来 可这保姆 说中了不行 说轻了 人家当莫听见 给你打马虎眼 还笑着 对你说这个工资 最多只能做到他现在的一半呢 平时也是昨晚自己分内的事 根本不多待一秒 搞得刘兰湘心里不平衡极了 这哪里是花钱请薄木啊 这是花钱请大爷 谢之言听完以后 倒是了解我他的内心想法 那现在 你想怎么办 换一个 不不不 刘兰湘连连摆手 可别了 我跟你爸莫福气 实在是享受不了 要不就还让梅梅抽空过来一趟 反正你也没了工作 我们也不好再花个保姆钱 谢之言笑了 就知道 老太太打这个主意 韩妹妹现在忙得恨不得长四只手 一个保姆四千块 你觉得贵了 那你知不知道 你让韩妹妹不做事业给 你们当免费保姆 我们一个月 就少赚了四万块 这笔账 你能算清楚吗 刘兰湘知道韩妹妹赚了钱 但真莫想到 她能能耐到如此地步 一个月赚四万 那不正好 你去做啊 做生意有什么难的 你原来也是 经常跟着大老板出差的 刘兰湘不停地叙道 我总觉得 咱们家现在处处都别扭得慌 哪有原来那么舒坦 你要是能顶上韩妹妹做的事 让她还像原来一样 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妈知道 原来我是过分了点 但我现在不是知道错了吗 以后没事 也绝对不再使唤她 要不然 要不然 我去给韩妹妹赔礼道歉去 求她原谅 行吧 儿子 从谢之言来到这里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 刘兰湘这么低声下气 看来她是真的后悔了 能让她点媳妇低头 可想而知 恐怕不是一般的懊恼 估计长子 都要毁清了 妈 醒醒吧 谢之言盯着她 一双眼里全是疲惫 你还没明白一件事 你儿子现在无论是形象事业 还是以后的发展潜力 对比不上韩妹妹 是远远比不上 韩妹妹做的什么 您知道吗 因而腐蚀 你看看 你儿子是像会带孩子呢 还是会做饭 你再看看现在的韩妹妹 她点开相册 把屏幕翻转过去 随手翻了几张 照片上的韩妹妹 身材匀称健美 穿着墨绿色衬衫 黑色阔腿裤 脚踩高跟鞋 正在开会 一举手一投足 刘兰湘形容不出来 就像电视上职场剧里 那些成功女性 是一样一样的 不管是耳边听说再多次 也没有亲眼见到那种气场 对刘兰湘带来的震撼大 她心目中 对韩妹妹那个靠着她儿子养活的 粗糙女人的固有印象 瞬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 你再看看你儿子 韩妹妹能继续和我过 妈您就谢天谢地吧 每天她要是一个不高兴踹了我 转头就能找到更年轻有能力的 谢之言不住地叹气 拉着刘兰湘的手 妈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坦 但是在生活面前 谁容易呢 都怪儿子莫本事 莫能给您过上好日子 愿我无能啊 刘兰湘眼泪都要掉下来 生怕他人到中年 莫了事业的儿子 被打击得一蹶不振 儿啊 不怪你不怪你 都是妈妈太挑剔了 我们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你莫看隔壁单元那老郑家 媳妇打骂都不敢还嘴 我们这 妈已经知足了 你可千万别自暴自弃啊 我没事 只要妈你觉得好 我就挺好的 谢之言情绪收了点 文静爷眼看着要中考了 学习挺好的 再加上美美的事业发展也不错 妈您可不知道 多少人羡慕我呢 有这么好的老婆 说实话我现在算是理解妹妹 原来过得不容易了 两口子过日子 真不是说谁能挣钱 就可以理直气壮 不讲理 甩手当大爷的 他现在能挣钱了 对我态度也没什么改变 反而还来安慰我 这才是 一心和你过日子的人呢 更加让我觉得 原来的自己 根本不像个有担当的男人 就知道欺负他 让他受累 妈 做人要懂得敢 你说现在这种情况 我要是还不好好的表现 搁在外人眼里 也说不过去啊 所以我决定 以后哪里有活 我能做的就去做 尽量让妹妹 在家里能舒心点 毕竟挣钱这么不容易 她一个女人还得养家 刘兰湘心里面滋味复杂 儿子说那些话 又何尝不是在说她 原先儿子和儿媳 感情挺好的 俩人都上班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韩妹妹上不了班 儿子又升职 她便处处看儿媳妇不顺眼 美美说些酸话 此刻真是后悔不迭 早知道韩妹妹 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她早点哄着她 多好呢 现在搞得儿子里外不是人 还得伏低做小的 刘兰湘正在胡乱想着 只听儿子站起身 那保姆的事 要不这个词了 咱们再慢慢找个和你心意的 不用 这个就挺好 对比儿子要面临的糟心事 刘兰湘再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我再慢慢和她说说 别的也没什么 儿子啊 以后 以后你好好表现啊 对了 我柜子里有些硬窝 你给拿回家去 让韩妹妹吃吧 不顾儿子的反对 刘兰湘翻箱倒柜地找好东西 试图能在韩妹妹那点儿子 挽回一点分数 毕竟这些事 儿子体谅 他嘴上不说 但他心里明白 大多都是因为他 那行 回去我 好好研究一下 燕窝怎么炖 他挣钱不容易 得多不不吃点好的 本来听说 儿子还要亲手炖补品 心头发酸 有意见的刘兰湘 一听这话 生生给咽下去了 这都是 他当初对韩妹妹说的话 要不怎么说报应呢 第531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22 一年后 知名电商大会召开 由于韩妹妹品牌的亮眼表现 工厂规模的扩大 还响应号召 接纳一些社会残疾人士工作 他们也有了一席之位 谢之言兢兢业业地 坐着韩妹妹背后的男人 这一年来 他坚持和韩妹妹一起健身 此刻挽着韩妹妹的手 虽说头依然凸 但身材健硕 五官有形 一身西装 穿得格外有气场 大大的拉回了气质分数 韩妹妹则已经习惯了这些场合 她头发剪得更短 面容增添一丝俏丽 身形激进完美 一袭黑色礼裙 如同第二层肌肤一般 包裹着她的身体 两人相邪而来 虽然是圈子里的生面孔 但却毫不逊色 健身对于韩妹妹来说 是一个转折点 从她开始健身 她的身体心理和生活 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所以 哪怕再困难 她也会战胜懒惰 努力地坚持下去 一个人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能带动身边人的 现在就连谢文静 那也是学校里的健身达人 升入高中之后 家里的发展越来越好 父母感情也更加融洽 谢文静的性格 也不像之前那么难以沟通 反而会设身处地地 为家人着想 十六七岁的少年人 正是对外貌身材敏感的时候 谢文静跟着健身的好处 也显露出来 不知不觉见 她居然成为了一高的女神 贴巴上有着她被偷拍的照片 简单的灰色宽松卫衣 搭配紧身裤 头戴一顶棒球帽 装着健身服的包 随手跨在肩膀上 评论说有明星街拍的法 天知道谢文静 只是急着去健身房打卡 这是她和父母的约定 不过看到这种正面的反馈 每个女生都会心里美滋滋的 就连这次的电商大会 父母也征求了她的意见 协调好学校事件后 就带上了她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爸妈去哪都会问她 要不要一起去 只要课业提前预习 掌握课后作业按时完成 她想去的地方 他们都会同意 和之前上课最重要老师的说法 就是圣旨的态度截然不同 果然是上高中了 爸妈把她当大人了吗 十几岁的人 最喜欢受到别人的尊重 当她感觉到被尊重 内心的自信和表达欲便会增强 人也会更加容易 和周遭的环境和谐相处 谢文静目前就出于这个阶段 她在场外闲逛 开会的地方是个景区 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 哪怕是一个人 也不会无聊 她调整好角度 开始时不时地拍照 再收到爸爸的信息 说大会差不多要结束 让她一块来吃东西的时候 谢文静迈开步子 就往会场走 主办方是有名的豪 提供了豪华自助晚宴 一方面是精心招待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各路看对眼的投资人 或者商家 来有机会进行合作切磋 谢文静挂上出入证 从入口进去 身边突然挤过来一个女人 香水味有些甜腻 等到进去之后 那女人立刻走开 她才后知后觉 原来是被利用了 众所周知 这年头有没什么作品蹭红毯的 这种规格的晚宴 自然也是有人蹭 谢文静看着那女人 几乎全裸的后背 和沙制的裙摆 不是说不好看 而是用力过猛 她还无意中 描到高跟鞋底部的标签 还莫斯 看来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可能是出乎好奇 谢文静并没有立刻找到父母 而是随处看看 那女人在人群中有点惹眼 以至于她很快又看到了 那女人走到了一个男人身边 伸手就挽着男人 脸靠过去 一副亲密的模样 但诡异的是 那男人另一边 早就带了另一个女人 男人看得出心情不大好 但鉴于在这种场合下 还是忍耐了下来 周遭的人 自然也看出来怎么回事 红尘男女的烂俗戏马 年纪小但自认为 心里成熟的谢文静 觉得有些辣眼 端了杯橙汁慢慢走动 终于看到了 韩美美女士和她的丈夫 两人正端着香槟 在和人谈事情 她这会儿过去肯定会打扰 干脆自己先吃东西 好不容易等事情谈完 谢文静也吃了个七分饱 不得不说 不愧是高级别晚宴 实才一绝 就在她准备走过去的时候 只见她妈离开 去玩洗手间的方向 而她爸身边 很快便出现了个眼熟的女人 嗯 谢文静脑海中的小雷达 疯狂地发出警报 而接下来 她爸的神态 也让她更加不安 只见谢之眼左右看看 有些心虚地 引着那女人 走到一旁角落 师兄 你就给我个面子嘛 我知道原来的事 你有误会 但这不是都翻篇了 你现在不也发展得挺好吗 谢之眼拉开女人 蹭过来的手 听着她的软鱼请求 心里没有一丝触动 反而觉得这款香水 味太过甜腻 让她心头有些发闷 她走到窗户前 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 你也说了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我现在 有了新局面 并不太想和原来的人士 有什么牵扯 王宇的脸比原来更精致 下巴更尖 眼睛更大 嘴巴更多 但却少了原来 那骨子轻力之性 带着一种廉价的美感 身材也变得更瘦 穿着华丽的衣裙 反倒有点撑不起来 可她似乎没有自知 对于自己的改变 反倒挺有信心 师兄 你走之后不久 我就辞职了 我觉得公司里没有你 我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她神情低落 一双戴了美瞳的大眼睛 楚楚地看着她 千万别 你这话我就不懂了 我是被辞退的 你可不一样 不是跟着陈总资历门户去了魔 还拉走了公司的大项目 听说马上要做老板娘了 多风光啊 怎么能和我相提并论 谢之言人虽然走了 但他人缘好啊 公司里发生的这些重大人士变动 和小道消息 他都能得到新鲜一手热乎的 而且 你和我唯一的关系 就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你刚进公司 我看在校友的份上多关照了一下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 希望王小姐以后 不要再用这种令人误会的语气 她端起香槟 后退一步 你和老陈好事将近了吧 拖了这么久了 到时候 记得发张喜帖 第532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23 这话不可谓不读 当初网语破釜沉舟 在公司里混不下去 便勾搭了陈总 公母俩合作用下作方法 撬走了公司的大客户 并且带走了即将完成上线的开发产品 据说是在拉来了风险投资 一时间公司也开起来 轰轰烈烈的那个镜头 活像是立马新产品发布上线抢占市场 很快就能上市 一年过去了 消息也越来越少 据说项目到最后黄了 因为承诺的待遇没有达到 出走的开发人员也没有留住 投资人也没了信心 资金链已经出问题 而王宇从一开始说的创业合伙人 到现在依然做的是秘书工作 而且随着公司发展 那些新进员工并不了解实情 他的地位反而越来越下降 尤其是最近 陈总和另一个女投资人走得很近 每每单独出去 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这让王宇无法忍受 谢之言说着话 无异于插刀行为 王宇也看出来了 说好的要娶他 现在更是提都不提 只是利用他当初在公司的职务之便罢了 放心吧谢哥 等忙完了这段 我们会亲自寄情帖的 王宇控制住面部表情 深吸一口气 哪怕是谈谈呢 我们这个项目 挺多投资人感兴趣的 现在公司 正需要一个项目负责人 看在原来的情面上 我去和老陈说 给谢哥分股权怎么样 到时候一上市 咱们一块发财 谢之言看向老陈所在的位置 有些内涵地笑了 不得不说 你的提议真的很动心 可我现在嘛 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 守着我的小家庭 过安生日子就好 你们前景真的很不错 这个月在电商大会吃晚宴 说不定明年再见 就是新闻上 你们去内斯达克敲钟了 他说完 看到老婆走过来再找他 就打算离开 没想到王宇不肯放弃 要追过来 一直偷偷关注的谢文静 自然也注意到了 他对于老爸的反应相当放心 这一切 还是不被老妈知道的好 虽然爸爸莫问题 可这女的明显要缠上来 让妈妈误会就不好了 毕竟女人嘛 难免会吃错 他挺身而出 非常不小心地撞到了王宇身上 手中刚刚换的一杯牛奶 银声泼到对方身上 顺着轻薄微透的布料渗透进去 整个上半身瞬间不能看了 哎呀 王宇大叫 即将被抛弃的心烦 往日唾手可得的男人 也避之不及 还有财富越来越无望的恐慌 种种情绪让他一下子崩溃 捂着胸口大叫 你做什么啊 有没有长眼睛啊 周围的人都被吓到了 谢文静怯生生地出声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就在王宇还准备发火的时候 工作人员紧急赶来处理 你们这晚宴也不筛选一下 什么素质的人都让进来 王宇看了下自己身上的狼狈 他又没有带备用衣服 准备跟着工作人员去处理 我可是有通行证的 碰到了你我道歉 我也可以赔偿 但是女士 你要质问素质的话 能不能麻烦你把通行证拿出来 给安保先生看一下 谢文静说完 便感觉到有温暖的手握着他 爸妈已经一左一右地站在他身边 无声地给他支持 王宇十分慌乱 在场的都是人精 谁能不懂 女士 请您出示通行证 工作人员的态度也严肃起来 王宇眼神飘忽 一边推说通行证在包里 但是包忘在车上 请吧 女士 王宇面色长得通红 看到了人群里的陈总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 老陈 我跟着我男朋友来的 就是他 老陈你快给他们解释一下 这些人真是太莫素质了 还顶级会议呢 他说着说着 看着陈总面无表情的脸 内心突然一跳 只见陈总身边 穿着黑色职业装的女人 拉了拉他的手臂 出面解释 不好意思 他是我男朋友 我们不认识你 说完 他冲着工作人员 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陈总也点点头 抱歉 但我们真的不熟 王宇就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他破口大骂 扬言要搞臭陈总 叫嚣着小三猖狂抢他男人 总之场面十分难看地 被赶了出去 那人怎么有点眼熟 一家人看了场闹剧 韩眉眉突然想到了什么 哎呀妈 别想了 真年头整容脸这么多 那些网红 我都分不清谁是谁 照片拍出来差不多 你看那女的打过针 当然眼熟了 谢文静看了他爸一眼 连忙拉着他妈 是啊 我们快去看夜景去 听说这里的夜景特别美 我要给你们母女俩 多拍点照片呢 谢之言也适时提出意见 哪有女人不爱打扮的美美的去拍照呢 韩眉眉果然不在琢磨 反正和他们没关系 一家人在忙完正事以后 开开心心地游玩 只在刚才那短短时间内 韩眉眉的品牌已经敲定了几个合作意向 她现在差不多摸清了做生意的套路 小生意大生意 其实莫区别 内和逻辑都是一样的 夜风袭袭 吹在人的身上感觉很舒适 屋棚船夜游 岸边满是灯光 湖面上也倒映着波光 别提多美妙了 妈妈 我总觉得现在的生活好不真实啊 好像所有美好的东西 全都一涌而来 谢文静靠在韩眉眉肩膀上 窃窃私语 不用害怕 有爸爸妈妈在呢 忘记了吗 就算是再坏的情况 妈妈也有能力照顾我们两个 韩眉眉悄声说着 只有母女两个在懂的话 听得谢文静笑出来 现在的生活是很美好 但她总是忘不了 母女两人经历的灰暗的日子 那些愤怒和不安 忧虑和恐惧 还是会偶然回一起 咔嚓 谢之言放下单反 给他们看 这张超棒 果然我老婆最漂亮 我女儿最可爱 她把母女两个相依相威的模样 拍了下来 听了她的话 谢文静和韩眉眉都翻了个白眼 对视一眼 也齐齐笑出声 或许 那些日子 真的过去了 未来的日子 也不用忧虑 只要自己强大 任她风吹雨打 第533章 中年头突的扎夫X 丧失自我的嘱咐 24 谢文静大学的专业是传媒 第一份工作是在电视台实习 彼时她还没有毕业 内心和很多同学一样 对于初入社会 还抱有很多幻想和期待 一心想要靠自己的能力 来开拓进取 成就一番天地 韩眉眉已经拥有了专业的营养师团队 完善的项目开发团队 这些年来不停的深挖行业需求 从婴幼腐蚀到健身食品 用自己自足的农场有机食材 来针对不同需求推出产品 现在旗下已经有了几个 能够令特定群众耳熟能详的品牌 可以说对于中年 才开始进行创业的韩眉眉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有商业杂志还专门分析过 她不但自己创业 还带动家庭主妇 这个庞大的群体 来进行自我需求的提升 还专门创办了基金会 来帮助全职主妇 进行二次事业拓展 这些年 谢文静对于家庭最大的触感是 妈妈变成了主要在外面忙活的 爸爸则是全权处理家庭事务 并且负责家庭成员各项需求的 当然 卫生是由请终点工来打扫 但谢文静的所有学习生活事务 都是爸爸一手操办的 从谢文静出生到他长到15岁 都是爸爸每天上班 妈妈作为全职主妇 一手包揽所有 所有人都很紧张很疲惫 爸爸会因为上司没有看到自己的努力 而心情不好发脾气 妈妈会因为他偶然打翻了牛奶 或者上课不乖 而情绪失控 现在角色对调过来 似乎所有人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切都不别扭了 回到家空气中都是舒心的味道 一个疑问不止一次的出现在谢文静的脑海里 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弄颠倒 后来发现了又颠倒回来 这叫什么 拨乱反正 反正现在看来 效果挺好的 在休息日 全家会有固定的相聚时间 就连妈妈公司里的人也都知道 在韩总休息的时候 天大的事情都不要去打扰 家人始终是第一位的 奋战事业更大的动力是家人 千万不要让事业成为伤害家人的理由和借口 这是韩眉眉经常在公司提到的话 久而久之 成为了公司文化 广受好评 哪怕再忙 再怎么连续加班 还是要专门腾出时间来自我放松陪伴家人 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谢文静 自然也不会觉得 女人有什么必须要遵从的社会规则 比如照顾家人 比如要为配偶生孩子 她独立的风格 在进入到职场的时候 遭到了潜规则的触碰 漂亮身材好又独立 刚进来就抢尽风头 表现优秀 让那些凭着一张脸搞关系进来的人 怎么混 再加上 她并不遵从所谓的前辈后辈之间存在的隐形剥削关系 在这种论资排辈搞关系的地方 自然是惹了几个小人 就在她苦苦咬牙之称 不想要认输的时候 她爸知道了 一怒之下收购了另外一家电视台 正是实习单位的同城对手 全权交给她打理 谢文静这才知道 原来她爸做的投资赚的钱不比她妈少 但她从来不炫耀 还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处理琐事 等到谢文静用她不服输的镜头 从一个行业小白到最终成长位大佬 才把这个问题问出来 赚钱就是为了让我的宝贝女儿 在遇到任何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有底气 否则 那就是一堆废纸 账户上的数字 没有任何意义 彼时他爸爸已经是光头 中年开始日渐稀疏的发顶 终于支撑不住 干脆理了个光头 皱纹也多了一些 有些苍老的气息 她的妈妈倒是一直奋战不休 做事业越来越有尽头 品牌遍地开花 而且很少有失败的 致力于以一己之力 给社会上很多贬低女性价值的恶臭山耳光 更是被各路经济学家作为案例来分析 谢文静知道 这一切都离不开爸爸的支持 自从爸爸认识到了家庭的意义 开始转身面对的时候 他和妈妈便被很好地保护了 不管是尊严还是心理感受 都没有再遭受过伤害 奶奶直到去世前 都愤愤不平 但又无能为力 心里总有那么一份不甘不愿 可以说奶奶前半生 都是只顾自己痛快 对于儿媳妇和孙女 那是想怎么嘲讽侮辱 都可以 可是整个晚年 她都在品尝自己行为犯下的过错 虽然生活条件非常好 但是心里失衡的人 总是有法子让自己不开心 极度丑陋的嘴脸 随时都要忍耐 这对于她来说 也算是惩罚吧 正是因为如此 谢文静心中的童年伤痕 才能彻底愈合 人的一生总会犯错 但重要的是 在你懂得珍惜的时候 要用全部的努力去加倍珍惜 爸爸在她看来就是如此 她让她和妈妈感受到了 并且 这种爱和保护的给予 一直到她生命终点 韩妹妹带着老花镜 随手点开一篇文章 是某个健身圈子 名气比较大的网红发的 佩图居然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她还记得 是自家旗下连锁健身房开业的时候 为了做宣传拍的一组 结果反响很好 还省了一笔代言费 美美 房间传来喊声 韩妹妹摘下眼镜 有些颤巍巍地起身走向卧室 后背又痒了 翻个身 我给你抓抓 看着床上躺着的老头 韩妹妹温和地打去 还伸手帮忙翻身 谢之言是健身出了岔子 伤到了腿 韩妹妹最满意的 就是她的身形 哪怕年纪大了 走出去也挺着腰背 没有步难 可眼下也开始劝 你也不想想多大年纪了 还能像十几年前吗 举杠铃练大腿的 这次好了 以后听我的 可不许再玩气息了 没事打打球 跳跳广场舞就得了 那我必须得听你的 扶我起来 谢之言伸手过去 被韩妹妹拉了一把 准备活动一下 我还想尝命百岁呢 不然我一走 那些男的都围着你转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们打什么主意 谢之言的话 让韩妹妹笑得白头发 都凌乱了 那我也得好好活着 别让你这个老头子 被跳舞的老太太 抢走 第五百三十四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一 第一 渣男洗白值十万零一百 积分一百 女主爱意值十万零一百 积分一百 拯救谢文静的痛苦人生之线 任务完成 奖励积分一千 创办基金会 拯救主妇被放弃的人生 五千六百三十二次 奖励积分五千六百三十二 当前共累计积分五十四万五千七百十四 恭喜宿主 鉴于宿主任务完成度优秀 特别推出度假任务 请问宿主要不要进行 ZZ001觉得 这个提议一定会得到宿主的五星好评 毕竟高强度的做了不少任务 在他一个系统看来 宿主还从来没有休过假 在目标明确 在自律的人也会累的吧 只听他家宿主淡淡的问 度假任务 积分怎么算 主要是休闲度假位主吗 积分上面肯定没有难度高的任务多了 不过宿主已经连续做了十六个任务 获得了超过目标一半的积分 偶尔放松放松也无可厚非吗 ZZ001还在积极推销 什么某点男主的世界啊 后宫开得飞起 上到超级白富美下到服务员小妹 各种职业各种身份 各种年龄层次 享受各变人间富贵花 又或者爽闻世界 装备遍地走小地多如狗 开局干番大佬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还有单纯的老干部享受世界 游艇沙滩比基尼 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世俗小乐趣 谢之言听完 有些百无聊赖的开口 怎么觉着 你们那个评判标准 有点像银行的信用体系呢 一百万的房贷 你已经还了五十多万 那么你的信用度显示优良 接下来可以用优良资产贷出来更多 他停顿了一下 再缓缓提出疑问 接下来 不会是让我利滚利 永远还不轻 只能被一个大萝卜棒子吊在这里 永远给你们做任务吧 ZZ001顺着他的思路 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停地冒着兔司机擦汗表情包 宿主 你你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这可是时空管理局 被优秀任务者的福利啊 那些任务 完成度低的系统 都很羡慕本系统嘛 作为管理局的平凡小员工 ZZ001 从来没有从质疑的角度 去看待过总局发出的指令 或者建议 被谢之言这么一说 他忍不住开始计算分析 得出了让他震惊全系统的结论 结合所有因素 动机 可能性 总局想要他的优秀宿主 困在时空里做任务的企图 高达80% 万一宿主真的沦位 完成任务的工具人 别人家的宿主 ZZ001不敢断言 就冲他家宿主的性子 搞不好会出大事 他突然有些不敢再继续分析 谢之言 呵呵冷笑 笑得ZZ001没有一点底气 不会的不会的 那么多人巴不得要福利待遇呢 要是宿主实在不需要 那咱们就继续 麻烦你在权限范围内 帮我分配高积分任务 谢之言懒得再打嘴仗 他越来越有一种诡异的感觉 这个时空管理局 本来就是诡异的存在 虽然现在还摸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 来操纵的 强大的人工智能 还是高等生物 但这并不妨碍 他做出冷静的判断 ZZ001检索了一会儿 宿主有一个难度系数S级的任务 谢之言之前做的都是AB级别 倒是想要挑战一下S级 就这个吧 确定吗 宿主 你再考虑一下 确定 耳边传来各种杂乱的声音 谢之言的头很烫 眼皮仿佛千斤重 让他不得不咬牙睁开 这个一个空旷的加油站 周边散落着矿泉水瓶和食品带 不远处又有钢管敲击的响动 他伸手揉了下眼睛 试图看清楚这一切 倒在地上的除了垃圾 还有尸体 面目全非形态各异的尸体 风吹来 空气中飘荡着令人作呕的兴气 谢之言用力起身 向着人群聚集的地方走去 那里有一辆宽大的顶配房车 哎呀 老公你醒了 一个衣着狼狈 但脸上还算白净漂亮的女人 转过身看到谢之言 惊喜地叫道 老公 又是一个娇小可爱的女人冲过来 老公你吓死人家了 音音 要是你有什么事 人家也不活了 这是头发凌乱楚楚可怜的女人 你走开 莫看到之言 身体还莫恢复吗 一头短发俏丽 身材傲人的女人 爸爸 爸爸你快抱抱我 我害怕 车里面还响起了孩子的哭喊声 冲着他伸手 爸爸抱我 我最听话 女孩脸都哭花了 把男孩扒拉到一边 抢占位置 一时之间 仿佛上百只鸭子 在谢之言的身边咕咕乱叫 他的头传来一阵剧痛 安静 他立声呵斥 这具身体 在这些人面前仿佛天然带着气势 他一发火 莫人敢不遵从 就连两个孩子也吓得打了个格 把眼泪憋回去 到底怎么回事 都围着车做什么 他出言询问 现没有人回答 他又加重语气 刚才不是都挺能说 这会儿哑巴了 要不要我让他们说啊 谢之言伸手指向外围 在加油站附近的几个人 各个人高马大 肌肉球节 配着枪 一副在四周巡逻的架势 显然是听命于援主的 你们都要装好人 那我来说 短发女子身穿军绿色背心站出来 伸手往车内一指 她被咬了 是不是要赶紧扔出去 容姐平时对我们挺好的 楚楚可怜的小女人低声说 却被短发女骂了一度 你平时在老公面前装白莲花 我摸意见 但请你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 想要变成不仁不鬼满身恶臭的丧尸自己去 反正我不想 她都昏迷了 说不定待会儿就失变 妈呀 好可怕 这话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沉默的也不难看出 心里是同意的 谢之言走到副驾坐前 看着座位上微微抽搐 痛苦不堪的女人 伤口在左臂 深可见骨 千百种念头涌入脑海 只过了一瞬 她便说道 我不同意 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都不会放弃容容 莫等炸锅 便只见宁容容输得睁开双眼 掌心一缕雷电 直冲她的面门 狗男人 你去死吧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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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剧场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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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洗白功力强磨 你给本系统洗啊 谢总 玩不起玩不起 第535章 莫是大佬 X莫是女大佬 2 宁荣荣并没有完全昏迷 只是因为身体的变化 导致她丧失了力气 其是外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 从这个可怕的病毒爆发开始 谢之言为了救她的女人们 而耽搁了营救她的家人 导致全家覆灭 她就心如死灰了 很多人死了 更多的是 变成了不人不鬼陷人 就咬的怪物 听说那叫丧尸 她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跟着她 直到在这里 一股丧尸围攻了他们 差点咬到谢之言 而她则被人推了出去 挡在谢之言的面前 丧尸很快被保镖砍翻 而她的胳膊 不可避免地被抓破 接下来 那些女人便在讨论如何丢下她 或者一枪崩了她 而谢之言的态度 则令她如坠地狱 彻底地唤醒了她麻木不仁的内心 这就是她平日里悉心照顾的女人和孩子 她尽心对待的丈夫 他们都能好好活着 她凭什么要死 不 她不要死 他们害死了她的家人 又想害死她 凭什么 还能左拥右抱 好不快活 如果她还能活着 如果 她一定会 为了自己好好活着 有恩报恩 有冤报冤 内心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 她的身体 仿佛也在发生着变化 直到某种能量渐渐地蕴藏 她又听到了谢之言 假惺惺的话语 这令人作呕的深情 狗男人 你去死吧 仿佛有自主意识一般 她睁开双眼 手臂直挥过去 带出一道电流 不要男人躲得快 电流砸到后方的立柱上 短暂地劈啪过后 留下一道焦黑 谢之言捂着肩膀 传来剧痛 那是电流蹭着皮肉过去产生的炙烤 带来的烧伤 所有人都被这个变故惊呆了 女人和孩子们呼啦一下抱在一起 保镖们也拉开保险栓 端着枪在凝蓉蓉的四周 慢慢收缩形成包围圈 只要谢之言一声令下 他们随时可以开枪射击 荣荣 你觉醒一能啊 谢之言不在意的挥手是一保镖 没事 夫人没有恶意 都放下枪 不能放 短发女扬声制止 之言 我知道你心好 心疼她 可是大家都看到了 她就是冲着 你来的 她觉醒了 异能是不假 但她想杀了你 要不是你躲得快 她带着胆子 向前走了两步 但还没有 站在谢之言身边 毕竟谁也不知道 宁荣荣的异能 到底怎么样 万一她怀恨在心 出其不意地对她动手 虽然事后宁荣荣会被枪毙 但她搞不好也死了 这可不划算 念头一转 她咬牙 冲着保镖吼道 想要刺杀家主 是什么下场 你们不知道吗 还等什么 立刻开枪 成立 谢之言前任保镖 现任小老婆 在保镖中很有几封微信 听她这么一说 四个保镖本来打算放下的动作 就这么迟疑下来 住口 谢之言嗓音带着冷意 目光带着警告扫尸了一圈 成立不甘不愿地闭上嘴 她看向丁荣荣 对方的眼神中充满了嘲讽 我劝你 不要再浪费力气 刚刚觉醒一能 你身体恐怕承受不住 她绕过车子 走向驾驶座 知道你心里有气 等你身体恢复好了 我任你处置 现在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 话音刚落 一道电流带着火花 直直地撞向她的胸膛 少他妈废话 给我死 丁荣荣面无表情 干裂的唇中 冷淡地吐出几个字 看着她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垃圾 这次准头没错 谢之言身体晃荡了两下 捂着胸口好不容易撑住 皮肉灼伤 活啦啦的刺痛 仿佛白找挠心 看着又要上前的众人 她咬牙做了个手势 都上车 一分钟后出发 有意见的 可以留下来 然后砰的一声 关上车门 打开引擎 保镖们互相看了一眼 有些无奈 也迅速上了另外一辆 SUV 率先在前面开路 作为男士 最降服二代 谢之言 也不能免俗地 拥有各种 二代们喜欢的玩具 比如改装车 她车库里 有几十辆改装的 媲美战车的豪车 此次爆发之初 在很多人 还迷茫等待救援的时候 谢之言 便接到了远在京城 身居高位的 伯父电话 她当机立断 下令将别墅里的 所有物资 收集装入房车 由她带着家人 保镖开着 改装最贵的 SUV 带着装备在前 并非不害怕 保镖叛变 所以她带的 全是有家人 在京市方向的 这些都是大伯 给她的人 你们说 家主这样 会不会出事 SUV里 王健摆弄着 手里的枪 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夫人估计 也是一时生气 女人妈都是爱吃醋的 家主哄哄就好了 郑春接话 行了 都别废话了 家主虽然在女人身上 用的心思多了些 但可不是个糊涂的 前面的周强周壮 是亲兄弟 俩人对视一眼 都点了点头 成立自从做了 家主的女人 自以为和别的女人 不一样 一副劳苦功高的模样 是越来越 让人反感了 道士夫人 甭管她怎么闹 觉醒了一能 家主就不可能放人 谁轻谁重 一目了然 这个世道 传统规则被打破 丧尸还没有变异 异能者也才刚刚开始出现 但是有脑子的人 已经嗅到了气息 先死的肯定是蠢货 比如 这次突发事件出头 家主的女人那么多 为什么最终 跟着活下来的 只有五个 除了夫人 是一直被家主 带在身边的 其他四个 没有一个傻子 各顶各的精明 满脑子的心眼 而后面的房车里 气氛不是一般的诡异 但凡谢之言冲着 丁荣荣说句话 他身上就会多出一道伤痕 荣荣 先喝点水 死了 荣荣 等到了安全区 我一定想办法 派人继续回南市搜救 死了 泻垃圾 不想死就闭上嘴 车里的女人们 看着男人被这么遭见 一点不反抗 心里又酸又涩 看不过眼有话要说 被丁荣荣一句堵上 有人把我推了出去挡丧尸 这份恩情我丁荣荣记下了 放心吧 等我揪出来是谁 我一定让他 常常在丧尸群里 蹦迪的滋味 第536章 莫视大佬 X莫视女大佬 3 她的一双眸子 蹦射出寒光 看得四个女人 都胆战心惊 纷纷避脉 再也不敢有任何质疑 两个孩子也不在天真 而是缩紧了身体 因为在妈妈身边 虽然不明白 一向温和的大妈 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 但是能在谢家这个环境里 生存下来的孩子 绝对和天真扯不上关系 至于表现出来的单纯幼稚 还不是为了博爸爸欢心 直到丁荣荣体力不支 垂着头靠在座椅上 看着被电流资的焦黑的车窗 眼神中有什么东西 在逐渐熄灭 不用白费力气了 以前傻乎乎的宁荣荣 已经死了 那个甘愿 为了你守在家里 照顾你的其他女人 抚养你的私生子的宁荣荣 那个从18岁到30岁 在你身上损耗了12年的宁荣荣 已经死了 被你亲手杀死的 她转头看过去 只见谢之言的身上 没有一处玩好 衣衫破烂 从脸上到胸膛 都是大大小小身浅不一的伤痕 都是她的杰作 可她心里并没有感觉到痛快 更多只是觉得没有意思 转过头去 不再多看一眼 空气里一阵寂静 后座的女人们 都有了些吐死胡悲的凄凉 但更多的是开心 她们对于宁荣荣占据谢之言 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早就不满了 论相貌论能力论财富 就算比生孩子 宁荣荣没有一样比得上她们 现在话说得那么绝 总不可能再回头了吧 在她们眼里 男人依然势力庞大 他们离开了男人只有死路一条 偏偏宁荣荣运气好 居然觉醒了异能 要是他们和好了 以后岂不是更没有 他们的立足之地 好 良久 谢之言开口 她语气平静 带着些低沉 你想和我一刀两断 我不拦着 等有了小语的消息 再走不迟 她说完 把手机甩给她 猛地听到自己弟弟的名字 宁荣荣有些正冷 随即醒悟过来 萝卜加大棒 这些年来 你用这招收服了不少女人 现在对我没用了 她带着机窍 低头暗亮屏幕 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中断 上面显示的是 爆发初期收到的信息 经调查 宁宇和女友约好一起去京市 再难事 也并无发现宁宇的踪迹 她眼睛睁大 再次确认了信息时间 怎么查到小语去京市的 派出的小队 赶到兴旺小区时 整个小区都 后来他们又赶到学校 学校还有很多幸存者 宁宇的同学 说她和女朋友 偷偷瞒着家里人 约好去京市晚两天 兴旺小区 是宁家人所住的地方 不用谢之言详细说明 宁荣荣也明白 可明白归明白 心底翻涌着顿顿的疼痛 仿佛有一双大掌 在里面翻脚个不停 让她机遇干偶 再坚持一下 她冲着对讲机问道 还有多远到达安全区 报告家主 还有大概100公里的路程 按照这个速度 天黑之前 应该可以到达 好的 大家辛苦了 现在都给我打起精神 到了安全区 就可以好好地放松修整 长时间的驾驶会 对人产生巨大的疲惫感 他们已经走了一天 除了加油站 稍微休整了一下加了油 一直到现在下午三点 基本上都在车上 路边时不时会有零星的丧尸 听到声响摇摇晃晃地走来 都被SUV直接炸过去 三五成群的那种挡在路上 才会被保镖拿着枪 冲着脑袋来一下 天边已经出现晚霞 红彤彤的 像是要烧起来 很快整片天空都开始发红 空气也越来越干燥 为了省油车里都没开空调 关掉窗子太闷 开得又干又热 可没有人抱怨 一人一天两瓶矿泉水 小孩子一瓶 这和他们在南城过的奢侈生活 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但还是那句话 聪明人都能迅速判断眼前的形势 明白为了自己的利益 应该做出何种选择 对比那些好不容易逃出来 物资被抢性命被威胁 甚至还有因为一口吃的出卖身体的人 他们的待遇简直超一流 碰 一个丧尸被前车撞飞 直直地扑到房车的引擎盖上 胳膊已经掉了 正张大口死命地用头撞向玻璃 哐哐 哐哐哐 没有痛感 也没有命令 只有嗜血吃肉的本能 在病毒体内驱动一切行动 宁荣荣抬头和丧尸看了个对眼 那往外抱出来的眼珠子 口中的哈喇子流的和浓重的腥臭味 让他下意识要往后锁 荣荣出手 谢之言喊道 您荣荣攥紧手掌 想要找到那种运用异能的感觉 奈何高度紧张之下 总也不成功 谢之言加大油门 试图把丧尸甩飞 但这个丧尸 好像要灵活许多 头骨都撞碎了 还在继续砸 挡风玻璃很快成了网撞 眼看着就要撑不住 而没了挡风玻璃 被丧尸攻击感染的系数会 大大增加 而汽车又不可行 还将会损失大半物资 眼看着就要到达安全区 如果在这里翻船 那就太亏了 荣荣 谢之言再次大喊 他身体紧绷 熟练地不停左右打着方向盘 把这恶心的东西 想象成是我 是我谢之言 变成了丧尸 他生前负了你伤害你 变成了丧尸 还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现在看准他 攻击他 弄死他 滋了 砰 凝蓉蓉掌心射出一道雷电 比之前打在谢之言身上的 要凝食许多 直接穿透挡风玻璃 打在丧尸的脖子上 威力不能说特别大 但胜在瞄得准 只见前一秒 还在发狂一副 势不可挡模样的丧尸 下一刻 整个头颅被掀掉 咕噜噜地掉在车下 吃 头颅和身体一起堆在下面 车子地盘被卡 熄火下车 后面的女人和孩子躲在一起 瑟瑟发抖 看着凝蓉蓉 仿佛在看煞神 别说来两句酸话了 每个人都在尽力地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生怕被注意到 被凝蓉蓉一个心情不好 杀来几天 凝蓉蓉本人 心里倒是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痛快 他甩甩手跟着下了车 丧尸已经被前面纹身停下的保镖们脱了出来 脑袋焦黑 很好 谢之言看着他点头 现在我懂了 第537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4 他形容狼狈 浑身的灼痛感 都没有此刻来的强烈 与其中带有难得的颓然 作为天之骄子 背景强大 自身又有能力的二代 谢之言几乎没有过这种丧气的时候 他在女人孩子和下属面前的威信 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的 宁蓉蓉也点头示意 内心并没有太多触动 看到他受打击 反而有一种恶劣的快意 明白就好 省得浪费时间 周强察觉到不对 家主 为什么这个丧尸战斗力这么强 没错 从攻击到击毙 这个丧尸一分钟的攻击次数 达到了将近三十次 比起之前的动作反应明显加快 谢之言扒拉了两下凌乱的头发 还有一缕被烧焦 露出宽阔的额头 这又说明了什么 周撞接口 同样有些烦恼的挠头 谢之言双手掐腰 将视线转向宁蓉蓉 台下巴示意他发言 宁蓉蓉不看他 看向周强周撞两兄弟 随手展示了一下自己掌心里能够发出的雷电 我的异能也在慢慢变强 尤其是 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 越来越得心应手 也就是说 谢之言开口 两人一起说道 丧尸也在进化 意识到自己习惯性地在外人面前和他配合默契 宁蓉蓉本就没有表情的脸更加冷燃 当下闭上嘴巴不屑再多说一个字 那些存在越久的丧尸对身体的操控能力越降 进化得越快 谢之言不以为意 伸手抽出周撞背上扛的糖刀 活动了一下脖子和手腕 做了个散开的手势 如果想要搞清楚 这种变异进化的秘密 只有一个方法 最直接有效 碰 一声闷响 丧尸焦黑的脑袋阴声而开 谢之言虎口震得发麻 家主小心 周撞想要上前代替他看个分明 却被谢之言制止 他蹲下身 在里面扒拉了 几下 拿出一个灰扑扑的硬硬的核桃大小的东西 就是这个了 他拿到半空中 对着不太明亮的光看了看 也没有看出什么所以然 进化的丧尸 脑子里有金河 异能者可以吸收金河来提升 大伯说的没错 他随手抛给宁荣荣 也不管对方想不想要 你试试看 反正这里 除了你没人能用 宁荣荣也不是为了争一口气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人 刚才他亲手击杀了丧尸 更加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世道谁强谁才是老大 谁有实力 谁才能生存 他回到车上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金河 然后便开始闭上眼睛 仿佛睡着了一般 不理会任何事 保镖得到了这个知识点 也都纷纷出动 砍附近的丧尸脑袋瓜 砍瓜切菜一般 搞了十分钟 也没有再收获一个金河 眼看天快黑了 所有人只能打住 继续赶路 谢之言并没有从 所谓的大伯那里 得到丧尸进化消息 但他只能找个由头 来解释自己 为什么能得知这一切 丧尸开始变异 那么接下来 异能者也纷纷崛起 变得更加有地位 他作为一个没有异能的凡人 想要生存下去 所面临的挑战就更大 妈妈 我想尿尿 四岁的男孩 揉了揉睡眼心松的眼睛 小声地说着 脸上的泪痕清晰可见 高挑漂亮的女人 连忙嘘了一声 带她去车上自带的洗手间 刘玲 谢之言私人助理 性格知性大方 后生即为小老婆 生了儿子刘哲 一旁的成立 眯着眼睛没有睁开 似乎在想事情 她身边是娇小可爱的猪猪 才二十岁 谢之言生意伙伴的老来女 对谢之言一见钟情 要死要活的 非要跟着她 此次也正是因为要救她 才耽误了时间 上层躺着 带着女儿一起休息的是吴京 离异女 长得细眉细眼楚楚可怜 不知怎么得和谢之言勾搭在一起 孩子生出来 才进了谢家 女儿吴美诗 今年五岁 接下来一路 几乎没有人说话 等到天彻底黑了 终于到达安全区 宁荣荣睁开眼睛 将手中吸收完毕的金和粉末扬了出去 胳膊上的伤痕 已经几乎痊愈 远远的便能看到巨大的帐篷上 挂着的简易灯光 全副武装的检查人员 长长的队伍等待进程 他们的车太过惹眼 以至于很快就有人上前 那人用手中的紧棍 敲了敲车窗 粗着嗓子叫 下车检查 胡子 SUV车窗打开 周强伸脸出去叫道 强哥 可等到你们了 首长刚刚还打电话问呢 胡子冲着后面的谢之言 打了声招呼 便亲自在前面开路 带着他们登记完 直接进入到一个单独的检查室 期间得知 宁荣荣是异能者 还格外的激动 宁荣荣等人都很顺利 看了一下外在裸露的皮肤就过关了 倒是谢之言让人 有些纠结 医护仔细地判别了一下伤口 真的是程度大小不一的烧伤 知道他的背景 有些纠结了放行 不远处的大帐篷里 则是男女分开 脱光了检查 有任何身体异常的 都需要单独关在一起隔离一周 谢之言并没有对这些显然的不平等现象 提出什么质疑 他不是胜负 不管社会发展到何等境地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 遵从游戏规则 保全自己 在能力范围内 可以去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眼下他自身都难保 砰砰 枪声响起 听的人有些心惊 胡子无所谓地笑着解释 没事 这是那些已经一变的 胡子带领他们 到了一栋别墅 虽然小 但对比那些大批被安置到集中住宿区的 条件已经非常不错 刚刚进了别墅 胡子便递过来一部卫星电话 大伯 我们都到了 您放心 到了就好 听说执媳妇 激发了雷电一能 真很好 给你的安全 又增添了保障 之言 接下来大伯的话 你要牢牢记住 尽可能地多笼络艺能者 培养自己的心腹 丧尸也会一变 收集丧尸大脑中的鲸盒 莫氏来了 这玩意儿的价值不可估量 以后金盒就是硬通货 谢之言挂断电话 抬头 楼梯上的宁荣荣正挑眉看她 第538章 莫氏大佬 X莫氏女大佬 5 莫氏姐 这个房间的床最舒服 你来睡吗 猪猪鼓起勇气 冲着宁荣荣撒娇 她眼睛有些微红 满是胶原蛋白的脸蛋 带点婴儿肥 满是小心翼翼的讨好 宁荣荣瞟了她一眼 轻而易举地识破她的目的 并不像原来那么包容她 语气凉凉到 这么舒服的床 应该给你和你的帅叔叔睡啊 我就不打扰了 猪猪脸上的笑意凝固 脸色有些发白 她仗着年纪小 一开始的确是叫谢之言帅叔叔的 毕竟 那是和她爸称兄道弟的商业合作伙伴 而现在 的确也是想要勾起男人的恋爱 被戳破了心思 她咬着唇看着楼下的男人 跺跺脚 老公 谢之言没有理会 直接转身到了一楼会客厅 和保镖们谈事情 宁荣荣不理会他们这些 静止地上楼找了个空房间 离开的背影潇洒利落 眼看着是没有丝毫留恋 走廊一脚发出了吃笑声 成立喜术过后 紧身运动衣将身材凸显得更加傲人 她走过猪猪身边 轻飘飘地吐槽了句 小学生 猪猪知道自己身材有些平板 她的特点是可爱 也一直把自己网嫩里打扮 身材又娇小 乍一看像是未成年 岂是二十了 宁荣荣嘲讽她 就连谢之言也不搭理她 现在还要遭受成立这个贱人的羞辱 她生气了 马尾一甩 直接冲到那个 有着舒适大床的房间里 砰的一声摔上门 而另外两个有孩子的 则默契地静悄悄把孩子照顾好 并不主动参与什么 反正按照谢之言的性格 是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夜已深 郑春正在别墅附近巡逻 这是他们的规定 四个人轮班巡逻 不管在哪里 只要不是自己的地盘 都不能掉以轻心 大春 郑春回头 有些惊讶 家主 您怎么起来了 谢之言三十五岁 她十几岁就能独立做事 到现在 虽然在女人身上 有些肆无忌惮 但待下属不薄 遇下有方 自有一份威信在 谢之言抽根烟 随手递给她一根 没什么情况吧 你先回去休息 费精力的时候多着呢 这一路过来辛苦了 我这会儿睡不着 起来走走 下半夜就我来值班了 郑春还想说什么 却被谢之言拍拍肩膀 对了大春 还有件事 您说 郑春对于家主这股 推心致富的架势 给搞得有点受宠若惊 毕竟平日里有什么事 家主会第一时间 想到周家两兄弟 以后呢 别叫我家主 谢家真正的家主是大伯 记住这一点 也交代兄弟们一声 谢之言深吸一口烟 熟练地吐出烟圈 虽然在原主的记忆中 这个大伯对他很不错 比亲儿子都好 据说堂兄弟从小就羡慕他 恨不得跟他换换 自己爹也死了 能有这样一个大伯 包括从病毒爆发开始 大伯便第一时间通知他 还派人去协助他撤离 庄庄渐渐 无一不说明 这是个没什么私心 一心照顾丧夫侄子的好长辈 但通过今天的那通卫星变化 谢之言敏锐地察觉到 大伯是有计划的 这也说明 大伯在那边控制了一部分的态势 很有可能要上位 那么 作为谢家名义上的家主 这种敏感的时候 不需要再强调自己的身份 规避掉一切 能够引人遐想的不必要问题 郑春也有些理解 迟疑地问道 那该怎么称呼您 少爷 先生 叫老大吧 谢之言抬头 眉头松开 开怀地笑了 反正在我心里 你们和兄弟 也没什么两样 哎 老大 郑春也开心地笑起来 直到回到房间 心里面都暖融融的 抽完一根烟 谢之言丢掉烟头踩灭 仰头叹气 渣男洗白系统 ZZ001 对此 你有什么说法 ZZ001 我想到了一路 总算想到了问题所在 谢之言看着头上弯弯的月亮 四周静悄悄 我要求 你给个难度系数高的 你检索了好一阵 并且发现这款S级任务的时候 更多的是诧异 ZZ001知道 宿主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不敢有丝毫隐瞒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主要是检索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S级任务 本系统内最高级别是A加 但是由于宿主强烈要求 我没有多加考虑就直接 他有点说不下去 为什么宿主连这个细节都能注意到 他不是人 不 你不是欠考虑 而是觉得我太猖狂 想要给我点颜色瞧瞧 谢之言冷笑 这叫什么 夏马威 真够可以的 他刚试图戳破时空管理局的阴暗目的 马上就被搞到这里来 而且还利用了ZZ001的逆反思维 打算要将他困死在任务里 宿主 本系统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 他刚好在 你又刚好需要 ZZ001感觉不妙 急忙辩解 谢之言当然不相信 这个有点略显智障的系统有多精明 以至于明知道任务是个巨坑骸 直接甩给他 但这不代表他就没有问题 没错 他生气了 任务进行到现在 谢之言觉得自己被严重挑衅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背地里搅风搅雨 让人不得安生 原剧情中 宁荣荣18岁偶然认识了23岁的原主 便以田径的性格和清纯的外貌 俘虏了原主的心 原主不择一切手段把他搞到手 他觉得两人差距太大 还想分手 不料原主既有社会经验 收服了他全家 对他又是深情疼爱 又是尊尊教导 最后还有盛大的求婚 宁荣荣在所有人眼里 都是被王子垂帘的灰姑娘 命好 运气好 居然还肯和他结婚 这王子简直爱他爱到骨子里了 曾经一度 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他亲眼看到自己老公 拥抱着别的女孩 那副宠溺的模样 和对着他 也没什么不同 他的世界坍塌了 从第一次的崩溃到后续的麻木 甚至按照所有人期待的样子 做个大度正宫 宁荣荣的心里所遭受的伤害 外人不得而知 第539章 莫视大佬 X莫视女大佬 6 或许有人会问 那是他自找的 发现男人出轨 还不立刻一刀两断 拿了离婚赔偿 走人不爽吗 原主的权势和财力 还有展现出来的 对他的深情宽容 可以让所有人觉得 哪怕有这样的小污点 也不是不可以原谅 作为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人 宁荣荣很难抵挡得住 来自各方面的洗脑 主力君还是自家亲人 而且 他心里清楚得很 丈夫是不会放手的 面对他大多温柔神情的男人 有着灵力强硬的一面 他可以生气 可以吵闹甚至打骂 可以做 但就是不能走 对于原主来说 烈焰是本能 他从了没了父亲 母亲早就改嫁 想要管他也管不到 在他的堂兄弟 努力学习的时候 他在跟着伯父亲身实践 看多了那些场合 什么一生一世 一双人在他眼里 已经成了爱情游戏 男女关系 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 只要美味解渴 那就没什么不可以 莫人约束 莫人引导 他自然形成了一套理论观念 宁荣荣是他觉得最合心意的女孩子 干净 温柔 娇嫩 真正喜欢的 那就下手 快很准 像做生意一样 只有纳入自己的视力范围 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 在原主的理念中 婚姻制度 简直就是天然对男人的保护伞 每每他潇洒人生 不用顾虑大后方一切的时候 他便打心底里 感激提出这个制度的人 只要有了那个小本本 只要他不想 那这个女人就跑不掉 他可以合法地 对他畏所欲畏 还能够发动所有舆论 让他牢牢地留在他身边 供他随意取用 然而 这也丝毫不耽误 他喜欢野性的风情 幼稚的娇气 制服的黑丝 胆怯的小兔子 这就是婚姻制度的妙处了 要么怎么 说是保护男人的 当下的社会规则是 男人只要给了钱 送足礼物 可以供养所有的奢侈品 哪怕他在忠诚上 有一点点小瑕疵 也无可厚非 在这些的基础上 如果能够加上 那么一点点尊重 那绝对是个好男人 如果他还能表现出 对妻子的热爱和包容 那简直是绝世极品好男人 只要他有能力 全都可以搞定 包括合法的妻子 甚至连外界 都会自动站在他的一边 最终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令人羡慕的 和睦大家庭 而他 360度全方位无死角 被无数男人所羡慕 被无数爱慕虚荣的女人垂涎 可以说现在的小老婆 全都是冲着他身上 家住的光环来的 为了生孩子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有宁荣荣是个例外 要不他怎么能做女主呢 从得知他出轨 但是自己无法离开他的那一刻起 宁荣荣就开始避孕 最后更是瞒着原主 直接偷偷做了结扎手术 只因他觉得 万一孩子出生在这种家庭 他无法对孩子做出合理解释 这和他想象的相夫教子的生活 天差地别 自己的一生已经毁了 那就不要再带来 注定不幸的小生命 意志坚定可见一般 显然不是个懦弱无知的女人 眼下的宁荣荣已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觉醒了 并且在个人能力上远远高于他 没了家人也没了牵挂 对他的恨尤其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还时时刻刻要面对着他的一群情人和私生子 赤果果的不忠铁证 原主已经黑到了极点 掉进染缸里 他能把缸给染黑 这他妈的 让他怎么写 怎么写 谢之言心底涌起一股焦躁 手不停地扒拉头发 突然头皮一痛 原来是把头发给薅掉了两根 天空已经翻起了鱼堵白 他深吸一口气 告诫自己要冷静 打起精神来面对这草弹的一切 首先 宁荣荣音讯渺茫茫的弟弟宁语 必须活着 必须 感情先放到一边 不是他不想谈 而是对于现在拥有了一些实力的宁荣荣来说 可能在他开口的那一瞬间 胸口就能被雷电击穿 这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 虽然时空管理局坑了他 但他更要撑住 再说了 在他心里 原主这个垃圾根本不配和宁荣荣谈感情 这是对感情极致的侮辱 眼下最重要的 是在末世里生存下来 努力利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条件 努力让自己拉升到 可以和宁荣荣平级的位置上 这样才有了入围资格 老大 我们都修整好了 你也快去休息吧 得了郑春交代的另一个保镖 走出来招呼谢之言 是小家 行 那我们一会儿 夫人起来了叫我 他也同样拍拍对方的肩膀 一副拿他当自己人的态度 这才进房间躺下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哪怕只有自己 人也会和自己的内心做斗争 更不用说四个同等级别的保镖 周强周壮 天然是兄弟 再加上周强表现出来的缜密 深受信任 又有兄弟是铁杆 导致这个小组 一直是周强说了算 虽然眼下看周强是很靠得住的 但长远来说这并非什么好现象 末世中的挑战和机遇太多 明天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 说不定今天晚上 僵尸就吃掉了你的脑子 谢之言不能断定 如果他一直保持平庸的现状 周强还会不会耐烦为他所用 他向来察觉到隐患 就不会视而不见 刻意把郑春和王健给捏合到一起 产生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用起来才更得心应手 现状看来收效不错 正在想着 突然楼上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 哇 哇 爸爸 我要爸爸 谢之言的脑子 像是被丧尸啃了一般 瞬间剧痛 所有人都被惊动 谢之言起身出门 孩子和人已经被带到了客厅 爸爸 五岁的五美师小朋友 想要扑过来 却在谢之言的眼神下停住脚步 止不住地崩溃大哭 一张精致可爱的小脸 惨兮兮的 我说想要爸爸 说了几遍 妈妈就打我 爸爸抱抱 嗯 谢之言视线看向一旁的女人 无精落下泪来 试试 乖宝贝 妈妈错了 妈妈不应该打你 只是现在情况特殊 爸爸有时间了 自然会陪你的 现在你不能主动打扰爸爸知道吗 第五百四十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七 打住 谢之言伸手 五美师 刘哲 过来 五美师止住哭泣 期待的 小跑到爸爸身边 吴哲倒是缩了缩 被刘灵推了一把 才慢吞吞地挪过去 两个孩子 一左一右地站立在爸爸身边 就连嘴上喊着 想爸爸要爸爸抱的 也在察言观色 并不敢任性 园主就算再有能力 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时间公平分配 毕竟 毕竟还有庞大的生意网需要维护 那么多等待疼爱的女人 想尽招数 费尽心力 期望她停留 孩子也就是偶尔空了回到家 被庸人抱着看上一眼而已 这种情况下 平日里都是保姆和庸人照顾的孩子 和爸爸的感情能有多甚 就连他们的妈妈 也都在忙着逛街买奢侈品 去美容院健身房 参加名流晚宴 以及不着痕迹的争宠 两个孩子跟着最多的人 是宁荣荣 园主在这一点上 有自己的原则 大老婆的地位 神圣不可侵犯 就连孩子也要交给大老婆带 虽然宁荣荣态度冷淡 但她该做的都做到了 给孩子安排的保姆和老师 都是素质人品都很好 这俩孩子 也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宁荣荣性情大变 什么都不管之后 才本能的依附生母 要说什么母子情深 呵呵 谢之言伸手摸了摸 他们的脑袋 去 到那边选一个叔叔 当你们的老师 以后就跟着他们学习 吴美师选了周强 在他看来 这个最有实力 刘哲选了郑春 因为最和善 都很符合两个孩子的个性 谢之言点点头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带着他们 教授所有你们认为 合适的东西 目的是 让他们在这个世界 拥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明白吗 明白 您放心吧 面对娇气的小公主 周强再头疼 也不能表现出来 郑春蹲下身 和刘哲平视 伸出手 你可以叫我大春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刘哲小声地把手伸过去 脸上带了些羞涩的笑意 优秀的职业保镖 所具备的各项技能 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孩子莫办法丢 那就把他们带向正轨 最起码 要和他们思想 严重滑坡的妈 保持礼貌距离 否则一个两个 就剩心眼子 这可是个 武力直说话的世界 耍心眼的前提是 先得活下来 至于你们 他转向这些女人 感觉擅长什么 就去做 不管是洗衣做饭 还是健身打拳 千万不要闲着 从现在开始 我不想吃闲饭的 宁荣荣从房间出来 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吃笑出声 荣姐 我想跟荣姐学功夫 一向不多话的流灵 愁准行事 第一个出声 你们学你们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宁荣荣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轻飘飘地说了句 活动了一下四肢 打算出去找两个丧尸 去练练手 毕竟经过昨晚的琢磨 他又有了新的领悟 艺能必须要经过实战 才能得到提升 不知道谢之言 要玩什么新花样 都和他没关系 大壮 跟上 谢之言一声令下 周壮也拿着 衬手的武器走过去 宁荣荣想要拒绝 又听他说 别意气用事 眼下我们 还是一个团队 你的意能不稳定 让大壮 去主要是负责收集金盒 顺便有他在 也好疏通关系 他又单独 给周壮 交代了些事情 才看着两人离开 你们能有学功夫的想法很好 他实现调转 完全无视那些含着哀怨 或者心伤期待的一双双眼神 与气平静冷淡 从今天开始 每天练功 给你们三天时间 每个人练到什么程度呢 M 他沉吟了一下 看着女人们忐忑的目光 随意地说到 能单独杀丧尸的程度就可以 话音刚落 猪猪蛙的一声哭出来 他昨晚都没睡后 年纪又小 一向是 被人捧在手心里的 从来莫想过 有一天会 遭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不但被女人奚落 连爱人也变了 老公 你到底怎么了吗 他哭哭唧唧地蹭过来 现在容姐又不在 你不用再装给他看了呀 我 我们保证都乖乖听话 但你 也别这么 对我们吗 成立在一旁不屑地翻白眼 虽然看不上 猪猪若鸡做作的样子 但真的上场杀丧尸 他也是不乐意的 他们又没有异能 去杀丧尸 不是摆明了送人头 此时倒是内心 隐隐地对猪猪抱有希望 男人真的是 做样子的才好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谢之眼拧眉 一个个看过去 没事 都说说各自的想法 这会儿不说 以后就没机会了 吴京摇摇唇 一脸的担忧 总是 我是觉得 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情 比较好 我可以做家务 负责咱们家的做饭打扫 照顾孩子 哪怕累点也没关系 毕竟都这个时候了 谁也不能太娇气 但是要我杀丧尸 那不是添乱吗 说不定丧尸没杀掉 还要连累 你来救我 他是这里面年纪最大的 一如既往的董事体贴 虽然柔弱 但关键时候 也不退缩的形象 竖得很坚挺 只是没人买账 成立更是火上浇油 说什么呢 对自己可真有信心 也不看看 哪点值得人去救 他毕竟是练过的 也大概能知道男人的心思 虽然心里不情愿 但是印象分必须得抓住 正在他想要表决心的时候 只听刘灵的声音响起 我没意见 荣姐能杀丧尸 我也能 虽然我没意能 只要老公肯教 给我武器 我没什么不可以的 毕竟现在生存是第一药物不是吗 不愧是辅佐谢之言做特助的人 这格局 另外三个女人都明白 他们输了 最气的还是成立 咬牙 没错 谁要想做拖累尽管去 死了别拉上我 怎么练 只言你说 你们都明白 那最好不过 谢之言微微合手 小剑过来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他们的教官 三天时间 我要看到 他们能单独上阵杀丧尸 否则你也不用留在队里 能做到吗 能 洪亮的声音响起 第五百四十一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八 孩子们去学习良好生活技能 小老婆们一脸生 无可恋热了狗一般进行课训 谢之言在干嘛呢 城外 在胡子的安排下 一部分检查工作 交给了周壮和宁荣荣 两个人便集中叮嘱隔离区 那些有症状确定失变的 便由宁荣荣给搞死 周壮牢记老大的吩咐 在照应宁荣荣的同时 一直密切注意着 有没有潜在的异能者 咔 宁荣荣拿着砍刀 照就劈开丧尸的脑袋 这违和的画面 一上午周壮已经看了数次 看着她的动作 由生疏到熟练 最后一点感情波动都没有 像是砍瓜切菜 无论如何 还是不能把往日里温柔善良的夫人 和眼前的暴躁姐姐 联系到一起 没有 还是没有金河 刚刚一遍的丧尸 没有金河是正常的 宁荣荣今天来的目的 大多是为了记住杀丧尸的感觉 让自己在心理上迅速适应 显然她已经达到了目的 就在这时 她看到一个男人突然弯腰呕吐 意识到不对 想要出声提醒嫂子 却被赶来的老大用眼神制止 感觉怎么样 谢之言终于抽出身 直奔宁荣荣所在的地点 宁荣荣刚刚才砍完丧尸 体力还在恢复 听到她的话淡淡地呛了一声 还行 你体力消耗严重 以后每天都跟我一起健身吧 谢之言递过去一条巧克力 提出建议 丁荣荣接过 丝毫不理会周围火热的注视 放入口中 迅速咀嚼补充热量 我自己不会健身 把你廉价的体贴 送给其他女人吧 我不需要谢谢 除了物资 其他的和这个男人有关的一切 他都不需要 正想着 他突然看到谢之言脸色大变 下意识感觉不对 但已经来不及回头 身体被谢之言长臂一扯 拉到他身后 砰的一声 一个冲着他扑来的身影 阴声倒地 宁荣荣这才看到 正是刚刚呕吐的男人 只是 看着丧尸被砸下去的坑 他心中惊异 谢之言什么时候 力气变得这么大 看来有必要跟着健身 你别过来 谢之言 立声喝道 紧张地盯着顽强爬起来的丧尸 身体七零八落地 咯吱咯吱转着脑袋 他向后两步助跑 再次飞踹过去 碰 尘土飞扬 丧尸直接被埋到了坑里 巴都巴不出来 所有人都震惊了 老大 你这是 周壮发出了膜拜般的疑问 我怎么了 谢之言这才松口气 扒拉一下头发 冲着丁蓉蓉皱眉头 你下次注意点 让你带个人还不同意呢 看看多危险 然后才意识到 自己踹下的深坑 也愣住了 指了指坑 又指了指自己 这真的是我踹的 没错 老大 我看得针尖的 周壮觉得 自己要偷师两招了 上前兴奋地回答 不料被一把拉住 来 就站在那别动 让我踹一脚试试看 效果是不是真那么厉害 别别别 丧尸都顶不住 我能顶得住吗 夫人 不 嫂子 嫂子救命啊 周壮下的连忙向丁蓉蓉求救 客气了 你们嫂子那么多 谁知道你喊的是谁 要不我回去通知一下 看谁愿意来 丁蓉蓉双手抱毙 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看戏 最后两个人打起来 谢之言收着些力道 三番五次 轻而易举地把周壮给干翻 哪怕周壮有百般招数 也敌不过实力的碾压 我这是怎么回事 从昨天开始 便感觉身体特别有能量 难道也变异了 谢之言看着自己的双手 又看了看丁蓉蓉 应该是觉醒了力量系异能 恭喜 丁蓉蓉早上出来的时候 和其他异能者有过短暂的交流 知道了异能千奇百怪 现在刚刚出现的 就有七八重 他说完 把当前的工作交接完毕 转身就走 谢之言也不在乎遭受冷遇 就这么跟在他身边 周壮没有接到新的命令 也只好站在原地守着隔离所 倒是让他 有了意外收获 发现了觉醒异能者 丁蓉蓉打算走远一些 他知道谢之言在跟着 由他去吧 经过昨天的绝望暴怒 他目前唯一牵挂的 就是弟弟的下落 在此之前 他会好好地提升实力 不会浪费一丝无谓的力气 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而身后的男人 绝对是不相干范围内 头号人物 今天排队进城的还是不少 但是待遇就没有昨天那么好了 一个人一天 只能领两个压缩饼干 后续随着物资的减少 人员的增多 免费的住处和食物 想都不要想 想要进城 还需要缴纳物资才行 谢之言走到丢尸体的地方 不停地转忧 丁蓉蓉看了他一眼 虽然有些纳闷儿 但是他默问 依然把注意力 放在行动比较灵活的丧尸身上 突然 尸体底下有条胳膊动了动 谢之言连忙用棍子 扒开上面的丧尸 一声呻吟穿了出来 荣蓉 荣蓉这脸 谢之言往后跳开 用棍指着 大声喊 丁蓉蓉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看到这副景象 只好走过来 你不是力量巨大吗 叫什么 跟个娘们似的 他摆开架势 准备在丧尸爬出来的那一刻 给他致命一击 身后谢之言不停地念叨 这个死了那么久又活了 肯定有金河 太顽强了 一定不能放过 嗨 只见那个丧尸睁开眼睛 冲着丁蓉蓉微笑 露出大白牙 请问是你救了我吗 神他妈有金河的丧尸 这明明就是个人 丁蓉蓉深呼吸 收起装备 冷淡地说不客气 转身就要离开 只听谢之言问那人 准备地说是我救了你 不过我和荣蓉谁就都一样 对了 你叫什么 为什么会在丧尸堆里 太感谢你们了 我叫冯丽 他表情有些痛苦 毕竟脑袋后面少了一块肉 只记得被丧尸咬了 再醒来就是现在 不介意的话 跟我回去先休养好身体 再慢慢想 没错 就是这个名字 谢之言微笑 真诚地发出邀请 心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第五百四十二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9 回到别墅 谢之言更是亲自安排逢利休息 两人相谈甚欢 直到互相告别出来 宁蓉蓉手里拿了瓶水 正眼神莫测地打量他 有问题 谢之言挑眉 身上的轻微烫伤 擦着衣服 有些火辣辣的触感 让他没有外人的时候 收了笑意 没有 宁蓉蓉拧开瓶盖 喝了一大口 缓解了嗓子的干涩 冲着房间的方向抬抬下巴 那个人是谁 谢之言走到他身边 垂下眼眸看他 你说冯丽 等他休息好恢复记忆才能知道 宁蓉蓉吃笑 眯起眼睛 你可是谢之言 不是马路边上扶老太太的热心市民谢先生 你什么时候 做过没有利益没有目的的事 他仔细回想 表面上看起来 谢之言就是顺便引导他救了个人 实际上呢 他为什么会去抛尸坑转优 又为什么那么巧 能碰到一个熬过病毒的人 顺手就回来也就算了 还这么亲力亲为地照顾 要是对方没有价值 就是谢之言脑子坏了 没想到宁蓉蓉这么犀利 谢之言脸上闪过一抹无奈 就这么不信我 宁蓉蓉撇了他一眼 没有回答 但他从头发丝到脚后 根都散发着 信你有鬼的气息 行吧 不愧是蓉蓉 谢之言突然松了口气 轻笑着拍手 那副笑意倒是有了些 末世前春风得意的模样 他的确不一般 不过这次我还真的就是日行一扇 以后再详细跟你讲 门外有动静传来 谢之言靠近他低语 惹得宁蓉蓉有点熟痒 谁对他的破事感兴趣 现在唯一让他关心的 什么时候出发去京市 如果你家大爷大不方便走动 那我可以自己先走 他说完 甩了下头发 上楼 门外是形容狼狈如丧烤笔的女人们 王健脸色也不是很美妙 训练得怎么样 听到谢之言的问话 王健有些苦恼地摇摇头 老大 我会再研究调整一下训练科目的内容 希望能收到效果 四个女人只有成立稍微好一些 但也好不到哪去 她都多久没这儿八经地训练了 一下子来这么高强度 也就比起身边这几个站都站不稳的菜肌强点 刚才就看到男人和宁蓉蓉站在一起的画面 虽然彼此都没什么亲密的举动 但看着就眨眼 仿佛天然形成了屏障 旁人都插不进去 猪猪是最凄惨的 头发粘在一起 额头的汗和土混合 脸上被晒得爆皮 琉璃也双腿打颤 但她咬牙撑着 并不示弱 一向柔弱可怜到极点的吴京 虽然也无精打采 但对比起来 却莫那么夸张 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的 心里恨不能把王健给骂得狗血临头 但是骂王健有什么用 真正下令的人 爱怨的眼神接受得多了 谢之言已经能够很好适应 她拍了拍王健 安抚道 既然常规训练效果不大 那就直接演习吧 演习 既然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听谢之言轻松地说道 明天一早 你们去弄两个丧尸 就在后院吧 还是实战进步的比较快 先这样 她说完就离开了 女人们被打击得纷纷倒地 无助地阴阴哭泣 就连质问撒娇勾心斗角的力气都没了 事到如今 他们也算是看清楚 这男人是铁了心要恋他们 指不定明天的丧尸 也要看着他们亲手杀死才罢休 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临什么地狱生活 还指望能唤起男人的联系之情 做梦 来到安全区的第一天 收获不小 周壮在隔离点守株带兔 一共捡回来两个异能者 虽然是发育不良很鸡肋的那种 但也没得挑 他们都是孤身一人 对于末世还存在着认知误区 在周壮的拉拢下 稍加思索 就同意加入 最让谢之言莫想到的是两个孩子 对比女人们的表现 两个孩子实在是可以称得上优秀 周强和郑春带着孩子回来的时候 正是晚餐时间 他们的一日三餐是有供应的 再加上原有的物资 哪怕全城大多数人都饿肚子吃不饱 他们也能够满足口腹之欲 吴美诗和刘哲 跟着两位老师在城内走了一遍 看到了种种混乱现象 甚至还有人因为一个馒头大打出手 实力说明一切 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震撼 回到住处 哪怕自己的妈妈关切地呼喊 他们还是一起走到了爸爸面前 今天做得不错 明天我让你们老师带你们挑武器 谢之言看着努力控制表情的小孩子 心中觉得倒也不是不可以养 但肯定不能像正常的父子那般养育 毕竟这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记住 每个人都必须变强 成为战士 当丧尸来临的时候 永远不要指望 有人来保护你们 只能自己用武器保护自己 好了 吃饭吧 爸爸 我想要一把枪可以吗 像大春的枪那样 能连发的 刘哲跟着大春混了一天 此刻又受到了表扬 反而并不觉得害怕了 枪之于男孩子来说 上到九十九下道才会走 那都是 有诱惑力的 可以 只要你能学会 扛得动 这是谢之言 第一次回应孩子 刘哲更兴奋了 他还不懂得 究竟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只是觉得 游戏变成了现实 这一切多么像他在iPad上玩过的 枪战救援游戏啊 爸爸 我也想要 吴美诗的心理 其实根本不想要 但他不能落后 尤其是见到爸爸 对刘哲的要求一口答应 更是按捺不住极度 我会给你们提供相同的条件 具体能够做到什么地步 就看你们自己了 他说完这番话 倒是很好地安抚了两个孩子 各自得到了对于爸爸的满足 可对于同桌吃饭的女人们来说 无异于另一重打击 杀丧尸这事儿 莫跑了 板上钉钉 我吃好了 宁戎容放下碗筷 起身上楼 这三七四妾几个娃 还真是给他玩出花样了 其他女人则对视一眼 难得从竞争对手眼中 看到了一致的恐惧 第543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10 他们可没有宁戎容那样的实力 万一丧尸杀不掉 岂不是小命要完蛋 女人们嚼着口中的米饭 心里面无一不哀嚎 本来想尽办法 要跟这男人 是为了荣华富贵奢侈享受 可现在呢 容姐说的没错 狗男人是真的很心 虽然比起其他女人 她们还有饭吃有住处还能活着 但听男人这意思 一切都是 要她们变成合格女战士的基础上 杀丧尸换来的 随时可能被收走 被抛下 看看在饭桌上跟孩子说的那些话 那是对孩子说的吗 那是对他们说的 那也叫人话 女人们的心理活动 并不在谢之言的关心范围之内 她已经说明游戏规则 要跟上的 自然会想尽办法提升自己 自我放弃的 自然会被残酷的现实淘汰 只除了宁戎容 她倒是想关心 人家根本就不屌她 夜晚 冯丽醒了 宿主 本系统检测到精神力异常波动 ZZ001为了将功补过 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报告一番 用不用的上是一回事 态度要拿出来 冯丽是精神系异能者 98.99.100 谢之言做完100个俯卧撑 从地上爬起来 冯丽 金氏头号冯首长的小儿子 剧情中重要的精神系异能者 天赋过人 在后期的丧尸围城大战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冯丽的回忆 他当初在南市附近的安全区 差点死掉 是从尸坑里爬出来的 谢之言算着时间到尸坑边溜达 莫想到运气不错 还真让他给碰上了 再给我来个储物空间类的 花了1000积分 兑换了力量系武术技能 算是眼下比较实用的 可随着这个世界快速的发展 丧尸遍地走异能多如狗 大佬们各显神通 他一个只能产生点物理伤害的技能 就不太够看 只能花钱再买个空间 第一 100瓶储戴一个 扣除积分5000 久违的机械音响起 谢之言只觉得头疼 5000 你怎么不去抢 M 宿主淡定 这个任务完成 肯定能赚回来 界面开始谈小女孩 无故连表情包 看得谢之言更头疼 前提是 任务会完成 他冷不丁说起 喳喳 如果这个世界毁灭 人类灭绝 时空管理局能拿我怎么样 滴 滴 滴 警报声响起 建议宿主立刻停止这种危险的想法 立刻停止 看来后果真的挺严重啊 不过不是对我 对你们更严重吧 谢之言捏了捏鼻梁 走到浴室打开水龙头 开始冲走 照你们的逻辑来看 我的积分被扣光 再欠一屁股债 灵魂回到现实的可能性 遥遥无期 那我为什么还要为你们所用 当然是自己怎么爽 怎么来啊 没听过人类有句话 叫债多不愁 欠了债的事业 ZZ001去检索了一下 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原来 人类是这样的逻辑模式吗 欠了一点点 还能有动力努力工作去悬 越欠越多 看不到清长希望的时候 就被破冠破摔 到这种时候 急的就不是欠债的 而是债主 宿主 如果人类毁灭 小世界坍塌 那么宿主大概率会 向您猜测的那般 任务时间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久到无法计算 但本系统还是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毕竟你已经成功地完成了16个任务 付出了数不清的努力和精力 经历了那么长久的时光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而宿主也是最有 希望得到圆满的人选 现在已经目标过半 难道宿主真的甘心放弃 本系统承诺 将会无私地 为了宿主做到能做的一切 还请宿主千万慎重选择 不要因为一时意气 而再也无法回归自我一时 回到亲人身边 这是 ZZ001第一次 和谢之言 进行平和 而又诚恳的对话 没有试探 没有高冷 没有谄媚 也没有幸灾乐祸 谢之言没有应答 他看完了储物袋的使用说明 倒是觉得挺方便 只需要存在于系统空间内就好 那些许许多多的任务者 是不是绝大多数都在任务中 渐渐地迷失初心 从而沦为时空管理局的工具人 任由他们随意掌控 看来现在 他作为有希望达成目标的任务者 不但要面临任务中的困境 还要面临时空管理局挖的坑 这算什么 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 还要引导他们 做出错误选择 既要做选手 还做裁判 未免有点过 这一切的思想活动 谢之言莫打算和ZZ001分享 各有立场而已 在他看来 ZZ001能做到屁股不歪 就已经是对他莫大的支持 他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去 见到一脸迷茫的冯丽 拿出水和吃的给他 谢谢 对了颜哥 你这边能联系到京市吗 我想给我爸传个馅 冯丽咬着面包 在心中揣摩着眼前的男人 虽然还不太了解 但眼下能住这样的地方吃喝不愁 肯定也有通天的渠道 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第一个念头 肯定是要找家人 一分钟后 他接过谢之言递过来的卫星电话 上面还标注了各个安全区的通讯码 一看就是安全区指挥部才能用的 冯丽对自己的判断力点赞 废话不多说 找到京市的号码拨了过去 简短的通话完毕 这才告诉谢之言 颜哥 你说到熬过事变 还能活下来的 会觉醒一能 我现在倒是觉得很奇怪 如果精力不集中 想着一件事的话 就会听到很多杂乱无章的声音 这是确认能走才开始焦心 谢之言松了口气 面上不变 他能走 他们就能走 你现在放松身体 投靠在沙发上 仔细分辨一下 都能听到什么 是什么感受 冯丽乖乖靠着闭上眼睛 眉头突然皱起来 表情有些不适 有说话声 小巷子里有人打架 风吹动树叶的气流 城门口的守卫在打瞌睡 城外 城外 他表情越来越痛苦 猛地睁开眼 城外有丧尸群涌来 黑呀呀一大片 第544章 莫视大佬 X莫视女大佬 11 宁容容猛地睁开双眼 脸上有冰冷湿润的触感 哭了 又做梦了 梦里的父母亲人 就这么凄惨死去 而他无能为力 如果他早一点觉醒 亦能该多好 他曲起膝盖 抱住自己 只觉得浑身冷意 咚咚 房门忽然被敲响 他身体条件反射地张开手掌 谁 容容起来 丧尸过来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宁容容放下手掌 走过去开门 对上一张五官深邃的英俊脸孔 什么情况 他的语气冷静 冯丽觉醒了精神戏异能 感知到丧尸群在朝着这边过来 谢之言的话还说完 就见到宁容容刷的一下把被子掀翻 丝毫不顾忌有人在 刷的一下套上工装裤 拿起枕头下的枪别在腰间 打枪的技能 还是两人心昏甜蜜的时候 谢之言教的 这两天捡起来也上手很快 谢之言看完他的一系列利落的动作 目光中包含赞许 多川后 他一有所指 却被宁容容瞪了一眼 随手拿起外套往外走 不是说丧尸群要来了 还浪费什么时间 他睡觉穿着背心短裤不绝的 一出来才察觉到夜晚是真的凉 连忙把外套穿好 现在的天气越发奇怪 昼夜温差大 大厅内 人员已经集结完毕 四个保镖全副武装 他们本来就一路跟着 身体强装善用武器 对付丧尸已经相当有经验 另外就是 冯丽和另外两个 有存在感较低异能者 谢之言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大练兵的好时机 也是集中小队向心力的时刻 大春 留下看家 万一有人受伤 也好照应 你们两个 他只向那两个异能者 小飞和阿伟是吗 你们两个跟着周强 以训练异能使用为主 不要莽撞 冯丽跟着我和荣若 没有问题 现在就出发 他快速地排兵布阵 到了城门口 胡子爷已经收到他们的消息 引着应急指挥部的人 正在号召全城异能者 外出抵抗 冯丽再次判断出 丧尸群离他们 只有大约500米的距离 他们这一小队 站在最前方 已经做好防御姿态 身后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有很多都是有战斗能力的普通人 指挥部临时发出宣告 杀丧尸的免食宿 还有物资奖励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极具诱惑力的 他们自己人 主要负责城市周边的守卫 现在这种情况下 保存他们的力量 才是重点 在冯丽集中注意力 感知丧尸的时候 谢之言拉着宁荣 不顾他的反对 在他耳边再次叮嘱 冯丽很重要 我们明天能不能走 就看这把了 一定不能让他出事 等一下我就在你们身前 你照应他放在第一 其次才是杀丧尸 宁荣荣用眼神询问 得到谢之言肯定的点头 看来是金氏那边的重要人物 他就知道 谢之言无力不起早 资本家本性 什么时候做过赔本买卖 放心 肯定把人看好了 说话间 便听到沉闷的声响 那是重重的脚步 踩在大地上的声音 两边距离越短 这种脚步声就越急促 仿佛饥渴了 许久的受累 闻到了血腥味 那种迫不及待的感觉 把整个空气 都充满了胶着 紧张 突然 城墙高高挂着的灯 照射到一个僵硬的身影 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 快速地朝着他们移动 来了 谢之言低声道 再次用布条裹紧拳头 一马当先 飞奔过去 冲着那丧尸的头部当空 挥出一拳 砰 那脑袋阴声而碎 身体尾顿在地 这一幕 大大的鼓舞了身后 即将面临丧尸的战斗者 丧尸也没那么可怕 看不是有人 轻而易举的一拳打碎吗 更何况 他们还都是带了武器的 后面的丧尸群 稍稍停顿一下 行动更加焦躁迅速 兄弟姐妹们 谢之言高声叫道 他环视一周 深邃的眉眼满是坚毅和沉痛 灯光打在他身上 落下高大的影子 我们人类的命运 从来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为了我们死去的亲人 朋友 为了活下去 上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上啊 士气尤为重要 当士气被鼓起 哪怕是水瓶一般的杂牌军 也能诞生凝聚力 形成一股巨大的彼此感知 辐射的能量 杀丧尸的不乏女性 虽然瘦小 但一个个目标明确 恨意满满 有那么一瞬 宁荣荣的心被触动了 她抬眼看去 看着大意凛然 不惧 危险冲锋在前的谢之言 心中虽然知道 这是她特意表现 是她惯用的套路 但仍然无法避免被震撼 这个男人 一直都是这样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从来不做无用功 四周陷入了混乱的冲杀 宁荣荣一边注意着 和冯力保持触手可及的距离 一边放出雷电异能击杀丧尸 现在的异能者 都还处在初级阶段 尤其是小飞阿伟那种 一个能运动植物攻击 现在也就是 能半倒丧尸 准确度还不熟练 阿伟更是菜鸡 一个个小冰柱 飞得乱七八糟 跟闹着玩似的 大多数还不成形 俩人全程靠强歌照 搞得周强看不过眼 丢给他俩武器 你那点水先省上 这年头 水资源多珍贵 哪怕回去 喝了也好 总比弹在丧尸脸上 给人洗八脸的强 冯力也摸出了点门道 他好像 可以把自己的作用 发挥得更大一些 左 左右 右 他在脑海里摸摸操控 看着前方不远处的丧尸 果然按照他的命令来做动作 惊起来得太快 以至于让他有点放松警惕 等到他离目标 丧尸近在咫尺 打算操控 让丧尸进行自我攻击的时候 尖锐的疼痛袭来 如同万千根真七七刺入 他眼睁睁看着丧尸 冲他张开血盆大口 完了 活几把该 冯力 一个急切的女生传来 冯力睁开眼 丧尸在离他大约十里米的距离停下 整个头连火花似箭 冯力第一时间想到了汉宫的日常工作 而此时的汉宫 他转头 看向宁荣荣 这个生死一线 救了他两次的女人 只觉美丽的令人心碎 砰砰 砰砰砰 这是他内心放烟花的声音 第545章 莫视大佬X莫视女大佬 12 这次的丧尸群 大概是三五百个 而且实力大都一般 偶尔有几个动作 灵活速度快的 都被他顺利干掉 眼看着大家 也都格外得心应手 谢之言回过头 清点自己人 结果转头 就看到了扎心的一幕 咋还抱上了呢 冯力还没回过神 便被一股大力 拉出宁荣荣的怀抱 荣荣 他下意识喊 不料宁荣荣没有丝毫反应 回头 谢之言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这是怎么了 他没有丝毫尴尬 反而满脸感动 颜哥 你不知道我刚才 差点被丧尸啃了 是荣荣救了我 荣荣真是人 美心善能力出众 他真好 谢之言 大兄弟 你咋还娇羞上呢 而且一口一个荣荣的 你是不是当我死的 荣荣就是这么好 我老婆我当然知道 他勾起唇角 冲逢力击击眼睛 带着古莫名的优越感 直秀的逢力头低了下去 既然你们这么有话聊 那他就交给你了 宁荣荣冷哼一声 不再理会两个男人 跑去支援 一同出战的女人们 女人们大多在苦苦支撑 论力量和身体条件 天然比不上男人 全凭一股心气 此刻宁荣荣的到来 受到了热烈欢迎 几个女人很快聚在一起 开始互相照应 一起完成击杀 这一晚 注定是个不眠夜 别墅里的女人们 在收到消息后 纷纷吓得面无人色 谁也不敢继续睡 直到天光微亮 谢之言带着人从外面出来 才一拥而上紧张地询问 荣荣 他真是你老公啊 冯丽在后面 有些怀疑地问 谢之言也听到了 他屏住呼吸 想要听清楚 宁荣荣的回答 以前是 宁荣荣丝毫没有压低音量 冷静地给出答案 只见冯丽惊喜地叫道 真的 那可太好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荣荣你以后 还会有更美丽的人生 莫必要一直和之前的 牵扯到一起 搞得自己不开心 谢之言 他顿住脚步 正想要回头 只听宁荣荣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跟你不说 还有 叫我荣姐 他们的人都全须全伪地回来 小飞作为运养生机的木系异能者 被谢之言大方地借出去做治疗辅助 作为本身就惹眼的存在 昨晚谢之言所带领的小队的表现 可以算得上抢眼了 宁荣荣身后 也跟了一批人 都是女人 凭实力说话的年代 宁荣荣只需要显露一下实力 自然会有人依附 女子在世上 本就生存环境恶劣 更何况在漠视 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某方面恶化的情况 但直觉敏锐的女人们 已经嗅到了非常不妙的苗头 遇到一个同位女性 有肯伸手帮人的实力女性 结果显而易见 就在这时 院子里传来直升机降落带来的气流声 冯丽伸头去瞧 看到夏季的人眼熟的身影 连忙拉着宁荣荣冲了过去 是她爸身边的心腹来了 宁荣荣皱眉 一时不察 被她拉出来 觉得这小子实在是有些放肆 也不管有外人在 直接把她的手甩开 荣荣 你先别走 我是要回京市的 反正你在这边 也没什么可挂念的 要不干脆咱俩一块 回去得了 冯丽有些紧张 但此时不说 又生怕再也陷不到 不料本来打算走的宁荣荣一听 立刻回头 回京市 不麻烦的话 那就劳你捎带我一程了 时间每流逝一秒 她心里的担心就更加重一些 小宇现在在哪 是不是还活着 如果活着 那她有没有遭受危险 是不是躲在哪个角落里 等着她去救她 这些种种的可能性 让宁荣荣没有耐心 再去等谢之言铺排好一切 她看着眼神热情直白的青年 心里毫无波澜 但是比起谢之言的老谋深算 还是冯丽相处起来更简单 以上所有的种种心理活动 都是宁荣荣 站在挑选队友的角度出发 此刻她的内心 已经如同一潭死水 冷静而强大 还在忐忑的冯丽 莫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 不麻烦不麻烦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别说顺带一程 哪怕 那咱们这就 不是 还要和颜哥告个别吧 好歹也算半个救命恩人 冯丽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 不知何时出现在一旁的谢之言 嘴角微微抽动 不必麻烦了 恐怕我们 也要搭个便车 她冲着身后 看戏的来人说道 你好 我大伯是谢俊风 来人一听 连忙附在冯丽耳边 小少爷 手掌吩咐过 此次除了接你 还要探查一下谢将军的侄子 能带的话 最好一并带回来 那好吧 冯丽有些遗憾 随即换上一副热情的笑脸 对谢之言 严格也不早说 差点闹笑话 都是一家人 这可真是太好了 自从她知道 宁荣荣是谢之言老婆 现在还要 和她一个屋檐下面对她另外四个 情人和俩孩子后 她对于谢之言 便产生了一种 人品低下的微妙感觉 看荣荣说的那话 显然是被伤透了心 这让她生出一种 要早日救她脱离苦海的冲动 哼 谢之言 算什么男人 十分钟后 冯丽 宁荣荣和谢之言 并两个孩子登上飞机 四个保镖带领车队和异能者 当然还有四个美的各有特色的小嫂子 一同往京市的方向出发 如果顺利的话 三天就能到 更不用说 还有那边的人一路护航 也有自发跟着的 比如 想要和宁荣荣组队的女人 宁荣荣本来不想再有羁绊 但始终抵不过他们眼底的希望 还是说了 只要能活着抵达京市 那她就同意他们加入 母亲 听说你杀了很多丧尸 丧尸很好杀吗 刘哲率先打破寂静 冲着宁荣荣问 她是有些内向的孩子 往日宁荣荣喜欢摸她的头 对她很温柔 不料刚刚问完 便被一旁的五美师捅了捅胳膊 我不是你母亲 以后请教我宁女士 或者宁阿姨 宁荣荣冷淡地说完 两个孩子 一个别嘴欲哭 一个干脆低着头 一动不动 第546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13 谢之言只觉得脸上一道控诉的目光 在不停地冲着她 刮来刮去 她睁开眼 无视逢利复杂的眼神 冲着两个孩子伸手 俩孩子迫不及待地跑过去 左右抱着她的胳膊 仿佛小动物 一般有天生的直觉 只要父母给他们一点点示好的举动 他们就会拼命巴住不放 不是丧尸很好杀 而是你们宁阿姨厉害 听到谢之言亲口确认这个事实 孩子很快就接受了 倒是大人有些讶异 宁荣荣心头一块大石落了地 她不纠结就好 慢慢地 两个人就会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冯丽更多的是开心 以至于看着谢之言的脸 觉得渣男光环都褪色了一些 你们肚子饿了没有 爸爸给你们变个魔术 要不要看 谢之言的提议 得到了小朋友们的一致通过 只见她大手在空中一挥 一袋巧克力饼干瞬间出现 刘哲和吴美师对看一眼 不可置信地 把眼睛瞪得溜儿圆 强烈地拍手 哇 爸爸好棒 爸爸再来一个 我想要棒棒糖 孩子们最小心眼 又最不记仇 一旦被人哄 就开心地要命 根本不记得之前的冷漠 尤其是见到那个拥有魔力的大手 刷的一挥 两个棒棒糖又出现了 我要巧克去 我要海苔 草莓蛋糕 雪鱼棒 变形金刚 两个小朋友比赛似的 一个接一个 谢之言的脑袋 仿佛被五百个鸭子一起涌进 爸爸魔力有限 一天只能使用三次 想好了再做决定 他淡定地开口 现在轮到小朋友纠结了 一个想要吃蛋糕 一个想要喝酸奶 彼此精神百倍 争执不休 再也没了之前的伤心失落 最后 谢之言给变了个红豆面包 一人一半 吃完睡觉 孩子天真 大人可莫那么容易糊弄 你这是 空间异能 来接他们的男人 看着谢之言的眼神 都变得火热 空间系异能者 今世基地也有 但谁也没有谢之言 这样游刃有余 要么是有使用条件 要么就是空间太小 空间 有多大 和外在时空 在时间上有什么差异 冯丽也一时过来 不由得在内心发问 被谢之言救了 到底是他的幸运 还是自己的幸运 你能往外拿东西 那这把枪呢 怎么收进去 听到宁荣荣的话 谢之言伸手一挥 他腿上的枪便消失不见 下一秒 枪又出现在谢之言的手上 没有任何变化 空间也没有多大 具体大概就是 我们之前 住的别墅大小 大概是和武叔一起觉醒的 当时在加油站我发烧了 再醒来 身体就有变化 空间是昨天晚上才察觉的 他提到加油站的时候 唤起了宁荣荣的记忆 原来他当时也被感染发烧了 不是躲在那些女人身后 任由他们侮辱 甚至想要杀了他 不过都不重要了 谢之言随后又给他们表演了一番 直升机上的武器装备 全被他收到了空间里 这个功能看起来好用极了 所有人内心都有些火热 对于末世生存来说 物资绝对是第一位的 而拥有随身空间 简直就是个行走的物资 收集作弊器 两个小时 飞机在京市基地降落 他们这次出走 带走了安全点 几乎全部有战斗力的 这也是谢之言 昨晚稍微发挥了一点表演的目的 影响力号照例上来 才能更多地带动生力军 跟着他话下的道道走 有能力地走了大半 自然会有民众自发地跟着走 因为那个安全点不安全 很快就会覆灭 平机坪上 一把手二把手都已经到位 隆重程度让人心惊 下属纷纷猜测 不知道是何等重要人物 等到机舱门打开 几个人互相平淡 又热烈地认了亲 便各自带着回家 谢俊风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孩子 脸上的高兴 丝毫不加遮掩 慈媳妇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了 听说你觉醒了异能 以后啊 你们就留在安全区 什么都不用担心 伯父 还要问您一句 金氏这边对异能者有什么任务要求吗 宁荣荣借口问道 有的 常见的方式是 悬赏做任务 还有加入咱们的队伍 每个人按照任务量分配物资 谢俊风还以为宁荣荣是对这些感兴趣 便开始介绍 那刚进城的异能者 应该在哪登记 麻烦您告诉我 要不找个熟人带我去也行 宁荣荣这么一说 谢之言便知道他的打算 不用 谢俊风轻松地吩咐司机 小周 你等下去军部给荣荣登记一下 伯父 这恐怕不行 我还需要赶在天黑之前找个住处 把以后生活所需的东西给收拾好 真的不用麻烦了 您告诉我一声吧 荣荣感激不尽 谢俊风本来想说 住处他都已经安排好 可知觉哪里不对 看向侄子 也只见他无奈地开口 大伯 您让人带着他去办吧 行 那就还是小周 谢俊风毕竟是现过大风大浪的 知道执媳妇的性子 从来都是四平八稳 认准的事倒是主意大得很 住处到了 他带着谢之言和孩子们先下车 还不忘回头交代小周 务必把事情办好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也荣荣生气了 谢俊风放下孩子们 沉声问 就您看到的那样 他要和我划清界限 我也不想再让他伤心 谢之言刚刚摆出一副低落的表情 却被谢俊风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通 你可真出血 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 还以为是你当谢总裁的时候呢 那么多女人围着你转 荣荣她可是雷电戏异能者 听说现在都二级了 放在身边双重保险 你不是很会哄女人那一套吗 怎么现在落到这个地步 提起这个侄子 谢俊风也是又爱又恨 什么都好 就是女色上头有点不讲究 不过她能平衡管理得好 她作为长辈也没什么可说的 毕竟女人在他们眼里 那就是另一种工具 谢之言捂着头上的包 倒抽一口冷气 行了 别说我了 大伯母和大哥二哥呢 第547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14 谢俊风的住所就在隔壁 原本想着侄子脱家带口的 住在一起不方便 专门安排了单独的住所 莫想到 对方凭实力 把自己变成了个带娃的光棍 你大伯娘也莫少念叨你 以后你在家不方便 把孩子放到我那 给你大伯娘带 在他们叙旧的时候 凌蓉蓉已经顺利地登记完毕 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很快便得到一处单建公寓住宅 一整洞都是异能者 到了地方 她开门下车 小周是吧 今天麻烦你了 以后有什么 我们帮上忙地说一声 她拿了钥匙和铁牌就走 司机想劝两句都找不到机会 只好摸摸鼻子 回去报告情况 作为一个身材长相都不错的女人 单身出入这栋公寓 总会遭遇点不长眼睛的东西 哎 美女 去几楼啊 二楼的一侧有门打开 一个男人叼着烟 头发潦草 上身光着 裤子松垮垮地掉在腰间 毫不顾忌地露着结实的肌肉 僧多周少 在面对未知的恐惧和焦虑下 男女之间那点疯狂激烈的交流 就成了释放压力的最好方式 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 是个女的都行 异能者的选择权 稍微高了那么一点 比如 经常出入在这栋楼里的女人 比大街上或者巷子里的女人 都没轻目秀一些 像凝容容这众长的不错身材好的女人 还浑身上下充满活力 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 她一进大楼 便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这个点人人都很倦怠 也没时摩勒子 听到有人先开口 不乏看热闹的 听到周围的动静 壮汉眼神中 更加肆无忌惮地打量 还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冲着她吐了个烟圈 别不高兴啊 你这拉的脸白瞎了漂亮脸大 她说着 就想要伸手去摸 嘴里还不干不尽的 要去几楼啊 给你一个面包 我这有泡面 还有火腿肠 要不先把哥哥这单生意给做了 她话没说完 宁蓉蓉伸手打掉她的手 掌心对着她粗壮的胳膊 滋滋拉拉来了个现场烧烤 哎呀 男人惨叫出声 紧接着宁蓉蓉冲着 她下三路直踹过去 卡其色宫装靴荡胸踩下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哎呀 美女饶命 老五小兵救命啊 胳膊上火辣辣的疼痛 一胳膊的毛都烧脱了 还剩下焦黑的皮 再加上身下那三寸 一时不知道哪个更痛一些 听她的声调都变了 围观看热闹的男人们 纷纷缩了脖子 感同身瘦一般 不过热闹倒是看得更起劲 还有给宁蓉蓉拍手鼓掌的 帅气 我就喜欢这样的妞 老五还让你嘴臭 这一下总算得到教训了 这女的可真了 怪不得赶一个人 被踩在脚下的老五彻底服了 也不管丢不丢脸 看着那张森冷的翘脸 不住哀求 美女 不对 姑奶奶 我真的错了 绕过我这一次 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咱们以后说不准还是队友呢 抬头不见低头线的 给个面子吗 刚才不是很嚣张 宁蓉蓉勾起唇角 啊女人当什么了 一个面包 泡面火腿肠 衣食足而知荣辱 苍饼食而知礼仪 她心头有些悲哀 弱肉强食的世界 人类基于文明世界 所建立的一切公序良俗道德标准 都一夕间崩塌 她不是圣人 但物伤其类 看到随便一个低阶异能者 便能如此侮辱女人 便忍不住手痒 她从来没有看不起 出卖身体换取物资的女性 在生存的大前提下 任何不伤害别人 只伤害自己来求生的行为 都不应该被鄙视 换句话说 假如她没有觉醒异能 甚至可能活的还不如她们 求饶只是嘴上说说的话 也没有什么诚意啊 凝蓉蓉眼睛瞄了一眼下面 壮汉顿时捂着 生怕她一个 不开心废掉她 这年头实力不如人 废掉也活该她倒霉 更何况 我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就这么放了你 让我面子往哪个 她说上这么说着 内容可和慢悠悠的语气神态 非常违和 壮汉冷汉出了一身 知道遇到硬茬子 也不敢赌 眼下抱住老二最重要 姑奶奶 我愿意 愿意拿出诚意 屋里的泡面罐头八宝粥 随便拿 算是赔罪 哦 您容容挑眉 可是你一副不甘不愿的样子 别我拿走了 对外说是抢了你的 我还真不缺这些东西 不不不 是我心甘情愿的 求求姑奶奶的快 拿走快拿走 兄弟们可以作证 那些物资 够她玩多少女人啊 壮汉的心在低血 这么重的赔礼 可到了这女人口中 简直不值一提 偏偏还有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 我作证 我也作证 是老吴求着人家小姐姐拿的 您容容这才收回了脚 一脚踹开房门 拿来的袋子 一点不客气地 把能搜罗的物资 全部转走 出门的时候 还嫌地上的壮汉爱事 踢了她一脚 壮汉也顾不得疼 根本不敢吱声 只希望这个女魔头 赶紧放过她 离开这儿 这时候 看热闹得越来越多 宁容容三步并坐两步上楼 转角便遇到几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纷纷面带羡慕和佩服地看着她 瞬间 宁容容便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了 随手扔了几个八宝舟火腿长过去 惹得几个女人面面相去 连声道谢 激动地想哭 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 这女人居然随手就给了 她们遇到了很多不堪的男人 还有点人品的 做了恢复物资 可更多的是那种只想占便宜 提上裤子便走的 实力悬殊 莫处说理去 可在这一刻 她们突然明白了 同性之间那种守望相助的同理心和感情 这是在男人那里 永远得不到的 等到宁容容 找到自己的房门号 打开 是一个大概三十瓶左右的开间 各处东西都是齐全省的她在置办 就在此时 她听到了楼下 传来一声惨叫 卧槽 也不能都拿光啊 宁容容勾起唇角 看着那堆不少的物资 凉凉地笑了 第五百四十八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十五 两天以后 车队顺利抵达京市 宁容容每天都会留意入城口 莫想到还真让她等到了 在这个活过今天 不知道明天在哪的世道 能见到远方而来的熟悉面孔 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这两天 谢之言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估计是想开了 也不再纠缠 宁容容乐的清静 她已经摸熟了各路关卡 和以后的生存条件 包括任务发放 或者物资收集活动具体的操作流程 现在只等着人手了 每天跟着临时组成的小队 出城杀丧失恋手感 也有各路固定小队 想要招募她 都被她拒绝了 她在异能者公寓楼一战成名 成了人狠话 不多的冷血美女 借着这个名头 倒是吓退了不少想来骚扰的 后来冯丽也找过来 还带了各种物资 谢大伯也派人过来照看 同样是送物资 这下传言更离谱了 有说她背景深厚的 也有说她为什么这么高傲 原来是看不上平凡的异能者 总之能和基地一把手二把手都扯上关系 绝对不是他们这些杀丧失换口粮的工具人 能够消想的 还是趁早些了吧 荣姐 荣荣 夕阳下 城门口出现了热闹的场面 一个表情冷清的美女 被一群女人团团围住 激动万分 宁荣荣脸上有了笑意 她当初想的便是 既然给了承诺 那就等等看 万一那些人运气不好莫能走过来 她再来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迟 莫想到都走过来了 很好 这是不是意味着 她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大家都累坏了吧 今天先回去好好吃点东西修整一下 然后咱们再聊怎么样 听荣姐的 以后就跟荣姐混 同意 哼 看她猖狂的都做起老大来了 彻底不把咱们这些旧人放在眼里 一旁等候进城的一群人中 有人看到这幅场面 心气不顺的冷哼 少说两句吧 形势比人强 她强她就是老大 她当初对我们也都挺厚道的 的确也是咱们负了她 刘灵好心提醒成丽 成丽满脸都写着 极度使我面目全非 以前也就算了 这可是京市 谢家的老本营 她都和男人闹翻了 我还怕她 笑话 成丽忍耐了一路 终于在京市城门口破宫 真憋屈 想想原来的日子 这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问题是有落差不可怕 所有人都惨 那也就算了 偏偏就有一个人 一块享福的时候她 占据了正房的位置高高在上 收获男人的尊重和爱护 都倒了现在了 他们都这么惨啊 她还是像原来一样高高在上 简直卧槽 凭什么啊 老天真是不公平 没错 咱们以后就安稳了 朱朱同意成立的说法 而且那娇纵小脾气又来了 冲着刘灵翻了个白眼 刘灵你当什么好人 在这儿巴结人家 也听不见 干脆去她面前啊 怎么不去啊 怕她不给面子 不搭理你 行了都少说两句 先回到家见到孩子再说 这老 怎么还莫派人过来接咱嘛 吴京想要说老公 但话到嘴边 又怕被其他女人冷嘲热讽 只好含糊过去 不过他这一打岔 倒是让其他人更加不满 难道要让他们 像这些平民一样 通过一道道繁琐的检查再进去 多受罪啊 他们可是担惊受怕了一路 好在 接的人很快就来了 虽然不是男人亲自来接让几个人有些失落 但眼下也没得挑 宁荣荣带着人办好手续走不久 四个保镖也带着一群人进城 先到老大的住处集合 谢之言这两天 一共睡了五个小时 把刚刚接手的部门给李顺 千头百续 到处都缺 人手 物资 设备 没错 在他的优秀能力和表现 外加大伯的推荐下 他接手了病毒研究部 一个位于地下的绝密实验室 里面有数十位专家领导的团队 在做秘密研究 希望能早日研制疫苗 或者解药 得到人手到达的消息 他抽空回了趟家 孩子是放在隔壁 每天和堂兄弟家的孩子 一起学习一起玩 带伯娘看着 倒没什么不放心的 小孩子忘心大 有了好玩的新鲜的 每天活力满满又充实 等见到了一大屋子人 他皱了皱眉头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在这 他冲着周强质问 原本以为是老大献小弟 肯定拿出点态度 事事安排好 人家 才能打心眼里给你卖命 为你所用 没想到 这些女人是什么情况 周强苦不堪言 老大 我都说了 可他们不信 非闹着要亲自献你 让你给他们说 提起这几个女人 他就脑子眼疼 虽说老大嘴上不在意 可男女这点事不好说啊 周强是个有社会阅历的人 万一人家什么时候 想起来柔情秘义的过往了 倒霉的除了他没别人 所以这事 棘手啊 老大派去的人吩咐的挺好 可执行到他这 也可以强制措施 但女人们要闹 他也就顺水推周 自己的女人自己解决比较好 谢之言微微合手 也不理会几个女人 只管把剩下跟来的异能者 和有两下子的各路汉子给 做好沟通 统一部署下去 然后由他的人带着到住处 领物资 等候命令 剩下的 就是几个女人了 女人们还以为他心软了 默认让他们留下 正在高兴 不料听他开口说道 听说你们不愿意去安排好的住处 要我亲自来给你们说 他坐在椅子上 手指缓缓地敲着扶手 那我就直说了 这个地方只有我自己 融融都是凭自己的能力 住到分配的地方 你们要实力没有 脑子也不怎么够用 能住到普通民宅 已经是格外优待 凭什么有意见 我有话直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是 也不要再抱着 末世前的幻想来 欺骗自己 面对现实 摆正心态 自己学着如何活下去 合理范围内有问题 你们可以找周强几个 一周可以来看一次孩子 其他的 如果谁还有意见 可以自行离开 我不干涉 他的话声调不高 但听在几个女人耳中 仿佛雷鼓重锤一般 震得她们面露惨色 充满绝望 第549章 墨世大佬 X墨世女大佬 16 你的意思 要和我们一刀两断 刘玲首先认清楚现实 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但真正面对的时候 心底依然充满忧虑 所以 这就要问清楚 毕竟在生存这个日益紧迫的问题上 问清楚了 才能决定 下一步怎么走 没错 谢之言几乎没有犹豫 便给出了肯定答案 几个女人呼吸一致 神情都有些惶恐 刘玲点点头 明白了 那我安顿下来再探望刘哲 先告辞了 请问住处在哪 剑哥能麻烦 你带我去吗 他冲着不远处的王剑 微笑着问 刘玲的果断转变风向 让还沉浸在巨大绝望里的其他女人 都有些瞠目结舌 虽然谢之言刚刚说出断绝关系 也不用下一秒 就开始勾搭男人吧 还是当着前任老公的面 他们心底不知道什么滋味 更多的是幸灾乐祸 没有男人乐意看到自己的女人这样做 哪怕是曾经的女人 怎么就显得他刘玲了 不料 王剑还没什么反应 倒是谢之言微微一笑 带他去吧 连同物资一块带过去 是 老大 王剑领命 在几个兄弟打趣的眼神中 领着刘玲率先离开 这是什么意思 都不是傻子 瞬间明白了 谢之言对这种情况 是乐见其成的 这意味着什么 断掉他们心中的妄念 让他们永远也不能再以任何男女关系的形式 留在他身边 不可谓不狠 周强 你带我去行吗 这是吴京 有些小心翼翼地说道 但是动作却不慢 听得周强有些尴尬 在老大的默许下 领着女人走了 知情识趣的 已经选择好了 最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式 男未婚女未嫁 再说末世根本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约束 全凭个人自觉 出现这种选择 无可厚非 成立心头的不甘心 简直要爆炸 他努力所做的一切 在男人眼里 居然全无意义 还以为多少对他能够有所不同 我能加入小队 跟你们一块杀丧尸做任务吗 他还想再挣扎一下 目前只招收异能者 如果你能通过考核尽管来 规则公平 谢之言耐心地解释一句 却让成立清楚他的意思 公平也就是说 不会是绊子 当然也绝对不会 因为是他 而有所有待 先谋生再图下一步吧 大春 他还是保镖的时候 对他有意思的同时不守 莫记错的话 郑春就是其中之一 朱朱还在不停地抽烟哭泣 等他一时过来 整个大厅就剩下他一个女的 他拒绝面对这个现实 怎么就这样了呢 他本来就娇小可爱 不住哭泣 看着像是个受欺负的可怜小女孩 还挺招男人喜欢的 当然 这四个女人放在外面 没有哪一个不招男人喜欢 毕竟都是忧中选忧 才能爬到谢之言身边的 虽然在谢之言身边 显得不那么出色 但放在外面 肯定远超及格线以上 周壮摸了摸鼻子 主动走到他身边 有些无奈地说了句 走吧 虽然知道 事情已成定局 但朱朱看了一眼 端坐在上手风神俊朗的谢之言 又看了一眼 憨憨撞撞的周壮 哇的一声 哭声更大了 谢之言你没摆摆手 周壮无奈 你可想好了 你不走我就走了 你自己找屋子住吧 别别别 我走 我走 他话音刚落 朱朱便连忙拉着他的袖子 也不敢再哭 撇着嘴走了 空气中出现了久违的安静 谢之言揉了揉额脚 松了口气 总算解决了这些不定时炸弹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也是有点佩服原主的能力 周游这么多女人之间 都能分得清楚谁是谁 还能用心的每一个都聊 让每一个女人都觉得 自己与众不同 自己才是真爱 其实这些女人都很清楚 只是一直不肯认清楚现实 当她们认清楚了以后 绝对会跑得不谁都快 很多事 只需要她去做一个引导 各自都会回到最有力的位置上去 比如 几个保镖领着女人 在经过简短的商议后 也根本没有去女人 本来应该去的住处 直接去了自己的住处 这年头也不讲究这么多 对于这些女人来说 几个保镖已经算是比较熟悉 而且靠得住的男人了 是她们目前可选择范围内的 最优选择 没谁去探讨 各自的性格合不合适 也没有谁纠结 这么做是不是不矜持 男人会怎么看自己 突如其来的灾难 和社会秩序的崩塌 已经让人欲望变得极其简单直接 男人能够用劳动力换取物资 女人能够提供发泄渠道 在此前提下 还能够稍微有点互相尊重的意思 已经很好了 至于保镖们乐不乐意 现成的娇媚女人 傻子才不乐意 搭伙过日子 这些已经足够了 凝容容那边就比较简单 女人嘛 各自聚到一起 吃吃喝喝把事情一交代 都热情响应 连个内部矛盾都没有 也从侧面说明了 没有男人逼是没有 只要女人们在一起目标一致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最后还有一件事 我弟弟凝宇 眼睛和鼻梁和我比较像 身材瘦长 身高178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碰到差不多的告诉我一声 凝容容始终记挂着弟弟 这两天也是跑遍了整个内城区 其他姐妹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寻亲的线索 都说出来 咱们都互相留心一下 果然也有两个来告知 虽然亲人一时半会没有消息 好在眼下 他们都有了希望 安顿下来 相信以后的局面会越来越好 荣小队诞生的时候 加上队长宁容容 一共有七个队员 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 按照队长的建议和训练方式 开始一刻不停歇地提升自己 试图在这个男人为主的世界里 占据一席之地 他们没有浪费时间 第二天把小队抱上去之后 便开始熟悉环境挑选任务 而谢之言也马不停蹄地 去到他的新地盘 并读实验室 实验室的人知道了 上面空降了心灵倒过来 都已经做好准备 一个个实验标本 都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从城外抓来的 其中包含了各种不同阶段的丧尸 全都被巨大的铁链子锁着 每日用生肉来饲养 和专家研究员们预料的不同 谢之言并莫发表长篇大论 也不是走行事 而是在简短的会面 认识了一下各自的分工职责后 便开始了第一次全面巡查 他经历过很多个世界 也见识过很多心思诡决的人类 现在还杀了不少丧尸 但他的内心依然没有那么镇定 哪怕面上没有丝毫波澜 这些研究标本 代表不同丧尸的典型特点 有的还会嘶吼着反抗 有的则奄奄一息 基本上没什么反应 走到尽头的房间 门是锁着的 这里都是这些 没什么好看的 先生您看 专家们都做好了 近阶段的研究成果汇报 都等着您呢 身侧引领的人陪着笑脸 自然地引导话题 打开看看 谢之言不畏所动 越是这样 越说明里面有问题 这要是是负责喂养的小张管着 真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里面这个攻击性比较强 您看这一时半会的 要不咱们先去办公室 谢之言转头 直直地盯着他 目光锐利 直看得他那那不言 作为这里的老大 我说打开看看 听清楚了吗 是 是 听清楚了 那人转身出去 很快便拿来了钥匙 非但如此 还带来了一名负责解释的专家 谢先生 想必您也知道 目前基地乃至整个人类 最需要什么 是疫苗 是血清 是能够免除人类变丧失药之后 变感染的恶性后果 说实在话 虽然对我们医者的职业道德上 有所违背 但这种时候 必须特事特办 一切已研究成果为第一药物 这也是基地允许的 专家扶了扶眼睛 嘴上说着大道理 但是心底却对这个突然空降跑来 管束他们的愣头青 有些看清 一直以来 实验室都是归基地最大长官统一安排 他们这些第一批进来的 福利待遇和各种特权 简直是超一流水准 比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杀丧尸才能换口粮的 不知道高级多少倍 研究是个大课题 在现有的条件下 根本不足以承受这样的重大任务 他们只需要定期汇报一些进展 用那些长官们也听不大懂的高深理论知识 说上一通 就等着再次拨款 发物资 全力支持 可眼前这个正直壮年的男人 总感觉不大好糊弄 门锁被打开 身后的人用力推开 足足有十厘米厚的钢板 里面空间很大 谢之言抬眼看去 那一个个丧尸 不 严格意义上 不能称之为丧尸 更大部分像是人 形态各意表情痛苦 整个空间都弥漫着血腥恶心和惊悚 专家忍不住微笑 这些都是试变以后 既没有觉醒异能 也没有完全诗化的 这说明 他们的体内有一部分抗体存在 及其具有研究价值 您看也看过了 如果觉得不是 那是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研究员 每天要面临的问题 哪怕忍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 也要为整个基地的美好明天 而努力奋斗 谢之言没有理会他 抬脚走了进去 原本安静的空间 因为他的动作 变得有些异动 更多的是 不死不活地被挂着 四肢被紧紧地束缚着 没有一点可挣扎的余地 活力上看 甚至不如外面的丧失标本 这 开门的饲养员 冲着专家询问 咱们在这儿 等着就行 专家并没有进去 他毕竟是身心健全的人类 只需要负责每天的标本研究事迹 甚至内心还有一些些期待 这个年轻的谢先生等下吐着出来 谢之言巡视过一遍 一共28个 从末世爆发的那一刻到现在 基本上拥着人类的感知能力 在经受着非人的折磨 这他妈也算研究 为了全人类的希望而奋斗 他眼眸垂下 掩盖住内心的轻蔑和冷意 正准备离开 只听到身侧离他最近的人 发出了奇异的声响 抬眼看去 那人基本上已经面目全非 好像是被丧尸咬掉了一半的脸 离脑子最近的地方 偏偏他没有被感染 身上的价值可见一般 谢之言走近两步 他的反应更加明显 谢之言能够确定 对方是真的一时清醒 你想说什么 他开口询问 污 结 结污 谢之言拧眉 试图分辨出他的意思 却被专家跟着走进来 打断思绪 您还是小心点 喂好 曾经有的扮丧师话 把我们的研究员骗进去 还想要咬他呢 您仔细看看 他们从外观上 从形位上 哪有一点点像人呢 可千万别被骗了 这里不 安全 咱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教给他们专业的饲养员来 谢之言听了 亦是觉得心中怪异 但又没办法分辨出来 那种怪异 是哪里来的 每一个被束缚住的人体 都是赤裹的 浑身被消毒水喷过树变 但还是有血腥恶臭传来 他们没有头发五官不完整 有的是四肢零碎 但他们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然而 在这些专家的口中 他们不是人 负责给他们供应营养剂的 则成为饲养员 这个问题肯定要立刻解决 先上报 然后安排统一的地方来收治 谢之言脑海中转着这些念头 正准备先离开 却只见那个人 突然拼命地递下头 后颈处鲜红的肉流显现了出来 谢之言目光一毒 想到了什么 再度上前 这次他的距离无限接近 他能听到 那人的呼吸声加重 嘴巴里也再次重负着之前的无意义音节 从身高 身材 后颈的红色小肉流 种种信息汇聚起来 姐 嗯 小雨 你是小雨 谢之言声音不再冷静 小雨 我是谢之言 我是姐夫 一旁的专家和饲养员 怎么也想象不到 不会大型认清场面 当下都懵了 谢先生 您是不是误会了 这人脸都看不清楚了 再说您的亲人怎么会在这里呢 少废话 谢之言一脚踹过去 给你一分钟时间 我要马上带他走 第551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18 荣小队第一天出任务 比预想中的要顺利一些 归来的时候 大家都兴致高昂 背包里的几枚金盒 已经足以证明 他们是有能力的 上缴完相应比例的物资 既然相互打趣地回到住处 宁荣荣如同往常一般上楼 突然鞋里伸出一只手臂拉住他 某众雷达顿时让他惊醒 就在他要反击的时候 荣荣 是我 谢之言走出来 和他面对面站着 你来这里干嘛 宁荣荣皱起眉头 想要甩开自己的手 有事说是 不要动手动脚的 听了他的话 谢之言居然没有丝毫意见就松手了 这倒让他有些惊异 我今天来找你的确是有事 跟我走一趟 他想了想 没有具体说明 再次伸手拉着他要走 哎 做什么的 女神 你需不需要帮忙 二楼的壮汉开门见到这一幕 顿时为这个不长眼的哥们儿哀悼 心里面也有 看热闹的意思 不料那两人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的话语 还惹来了其他人的嘲笑 笑什么笑 看着那女魔头正扎一番便乖乖的让男的牵了手 然后俩人手牵着手离开的背影 壮汉有些不服气 怎么人家摸摸小手都可以 我开个玩笑都不行 太双标了吧 老吴 你也看看你那张脸 凭什么跟人家比 就是 哈哈 你说的是真的 听到小语有了下落的消息 宁荣荣一颗心掉到了嗓子眼 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骗我 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跟你回去继续过日子的 死了这条心吧 明白 你对我的人品是不是有很大的误解 除了在女人身上不检点 我做人的基本诚信难道也破产了 谢之言语气中有些挫败 上车 他开了亮谱及 宁荣荣利索地翻身上车 根本没察觉到刚才自己和谢之言是一直牵着手的 十五分钟后谢之言停了车 你快下车啊 发什么呆 宁荣荣有些心急 看着他面无表情的模样 忍不住伸手推他 荣荣 你答应我 接受现实 谢之言叹了口气 转头看他 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 那你告诉我 小语还活着吗 他沉下声问 还活着 听了这个回答 宁荣荣被激怒了 只要人还活着 一切都不可怕 说完他重重地踹了一脚车门 下车 他表情十分冷酷 对着谢之言 仿佛是一头随时要张口咬人的小兽 内心却十分慌万 谢之言是什么人 他还是有些了解的 既然他这么说 一定是小语出事了 不过是到如今 能找到人 已经是万幸 比他每晚噩梦中所发生的事情 要好多了 跟着谢之言进了别墅 里面空荡荡的十分冷清 和宁荣荣 预想中女人成堆七嘴八舌的场面 有些出入 不过他没有心情去过问 一直走到一楼转角的房间 房门打开右关上 一个身穿防护服的女人看到 谢之言点头 宁出去的这段时间 他的镇定计 已经被吸收了差不多 我刚才又做了一遍清创 这会儿人也差不多该清醒了 好的 辛苦你了 谢之言说着 拿来两套防护服 递给有些正冷的宁荣荣 小宇生病了 只要传染病才需要防护服 宁荣荣当然明白这一点 可在末世 每天都能见到的传染病 被丧尸咬了 还是干脆尝了丧尸 会好的 谢之言穿好自己的 看到宁荣荣 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系着袋子的手总也细不好 只好低声叹息 伸手接过这个动作 帮助她把防护服穿好 从头到脚五装完毕 然后扶着她的肩膀 正面看她 荣荣 做好心理准备 打起精神来 但也不用太害怕 小宇的情况有点严重 但我们会努力 把她治疗好 对吗 隔着防护面罩 声音有些闷闷的 但并不妨爱您荣荣 做出正确的理解 她抬眼看向她 深邃的毛子一如往常 这种时刻的关切 突然就多了那么点真诚 她点点头 嗯 放心吧 她牵着她的手 打开房门 脑海里却是原主那些记忆 阳光开朗的少年 信赖地喊她姐夫 宁宇是宁荣荣心中最重要的亲人 由于宁宇要上学 都是宁荣荣管着的 家里也长期有她的固定房间 再加上两个人不小的年龄差 比起姐姐 宁荣荣更像是个母亲 房间内布满了医疗器械 床上 有一个裹着纱布的人 直一眼 宁荣荣辨认出来 小宇 她走向前看到了宁宇的脸 低叫一声 为了怕影响宁宇 她死死地咬住嘴巴 浑身剧烈颤抖 小宇 小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从哪发现她的 谢之言伸手还住她的身体 给她支撑力量 她被丧尸咬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完全变异 我也是偶然看到的 就在这时 床上的人眼睫毛微微颤动 似乎要醒过来 小宇 小宇 我是姐姐 宁荣荣顾不上继续详细问下去 冲到宁宇身边 一点也不害怕地握住她的手 姐姐 我一定是又做梦了 久违的嗓音 穿入到宁宇耳中 她的喉咙还莫完全恢复 声音极其沙哑 像是被打磨的沙纸一般 谢之言把宁宇从实验室弄出来 腾出一个专门的医疗房间 来为她治疗 全面检查 过后才发现 她身上伤痕累累 从喉咙声带体内器官 到外在皮肤 没有一样是完好的 好在她年轻 平时热爱运动 还有很降的求生欲望 这才有了一线生机 那些被弄去做研究的 哪怕从实际 意义上来说 就是人类本身 但那些狗屁专家 却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每天只拿他们当作研究标本 一丝一毫的照料 用药都不肯 只要还活着 达成他们的目的就可以了 这边宁荣荣听到弟弟的话 眼中强忍的泪水 终于落了下来 不是梦 小语 这不是梦 我们都没有做梦 姐姐在现实里见到了你 姐姐一直在找你 第552章 莫世大佬 X莫世女大佬 19 两人的交流很短 宁宇的身体状况时 再是不容乐观 很快就即将陷入昏睡 宁荣荣对着床上 那张面目全非的脸 看了许久 才转身离开房间 她从小磕着碰着 都要冲着她撒娇的弟弟 该有多疼啊 小语是我今天在实验室发现的 两人换下防护服 谢之言如实告知 宁荣荣了解她的习惯 也不接话 没有表情地 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你也知道我现在接管了病毒实验室 今天是第一天去 正式上任 首先寻查了实验标本 从我得知的信息上看 这些所谓的标本 都是丧尸 各个阶段表现不同的丧尸 但是今天寻查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房间 坚持打开看之后 才知道 他们丧心病狂地利用这些 没有完全失化的人类做研究 她对上她的眼眸 一向坚定的神色 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其中就有小语 宁荣荣缓缓摇头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但嗓子眼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艰难地问 她现在 现在这个样子 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这个世上 应该只有她自己可以认出吧 我当然认不出 说来惭愧 哪怕当了她十几年的姐夫 我也没办法在她面目全非 浑身赤骨的情况下 把人精准地认出来 是她认出了我 谢之眼口中透露的信息 让宁荣荣更加无法想象 弟弟在那里面 到底经受了何等惨烈的折磨 她喊我姐夫 我当时没听清楚 她用动作提醒我 然后我看到了她脖子后面的肉流 谢之眼觉得自己叹息的频率迅速增多 她小的时候 不是经常在家里玩 你还告诉我 那是观音菩萨转世投胎的标志 唬得我一愣一愣地 偏偏拿你莫办法 这才记得了 宁荣荣心中百转千回 真不容易她还记得这些 那还是他们结婚前 今年感情很好的时候 她经常说她调皮鬼 后来她已经不再和她开玩笑 总之 谢谢你了 不用谢 是小语自己救了自己 她叫我一声姐夫 不管你现在承不承认我 总归是看着她长大的 但凡做个人 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宁荣荣点点头 抹掉眼角的泪 深呼吸 咬牙问道 你那个实验室 在哪 在抬头 她的脆弱全都消失不现 取而代之的 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眼神 浑身都有一种紧绷的力量 似乎要有一个出口来爆发出来 我带你去 谢之言没有一点疑问 带着她就走 你知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那里现在可是你的地盘 上了车 宁荣荣嗓音有些暗哑 就因为是我的地盘 所以你根本不用忍 谢之言看了她一眼 便大脚轰油门 现在敢这么嚣张地开车的 要磨自身实力雄厚 要磨背景雄厚 总归没有什么不长眼的人 跑来碍事 宁荣荣伸手扶着车门 看着自己已经脏污了的陆纸手套 眼神逐渐变得冷立 很快 实验室到了 几十个人类标本 已经被搬运完毕 谢之言另外申请了一个研究中心 即将建成完善的理疗体系 来认真的 对待这些被无辜虐待的人 做研究完全可以 当你最起码 也要给完好的照顾吧 在别人身上 攫取了巨额报酬 却把对方当作牲口 一般对待 这就过分了 这件事 谢之言已经报了上去 参与人体标本实验的 主要有五个 其中包括两名专家 两个研究员 一个饲养员 此刻 都被谢之言关在一起 谢之言扫脸 带着宁荣荣进入 走到那间屋子旁 默等她开门 便只见宁荣荣飞起一脚 将门踹开 五个人还等着上面的靠山 来救他们呢 毕竟这是末世 那些是被丧尸咬过的 按理来说 直接杀了都行 谁也不会较真 可偏偏来了的愣头青 把人弄出去不说 还要把他们给锁在屋子里 没有人特别害怕 他们都觉得 这位上司只是一时生气 等他们出去找上头的汇报一番 谁走谁留还不一定吗 再说了 眼下这个情况正是缺乏人才的时候 不可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把他们赶走的 他们聊着聊着 心头的恐慌散去 甚至还互相开起玩笑来 哐 门被一股大力踹开 一个身材修长 面目美丽的女人出现在门口 排除她冷酷的表情外 这是相当有视觉享受的景象 做什么啊 终于来放人了 资历最好的专家 看着女人身后的谢之言 不满地说道 哼 真是胡闹 他话末说完 便被宁荣荣射出的雷电 劈中了挥舞的手臂 他身后靠着的办公桌 也一分为二 啊 他捂着胳膊大叫 其他人也都惊叉地叫起来 谢先生 您就看着他胡来 我们可是基地头号派来的 啊啊呀 救命啊 一分钟后五个人走在前面 宁荣荣走在后面 但凡有一个人偏离了他的命令 便会受到巨大的雷电攻击 终于标本是到了 里面的丧尸闻到了血腥味 已经躁动不安 发出阵阵嘶吼 谢先生 我错了 这一切都是陈教授指使的 我还有一家老小 我不想死啊 求求你们了 我恕罪 求你们饶了我 那捂着胳膊亮亮呛呛的陈教授 眼神中闪过一丝愤恨 就在这个空荡 他猛地扑过去 想要暗响红色的警铃 那是未了遇到丧尸攻击而设置的 谢之眼比宁荣荣反应更快 身前一圈打爆了装置 在刘教授的不甘和绝望中开口 你根本不配受到尊敬 连做人都不配 既然你那么想要研究出 被咬了还不诗话的秘密 那你还有你们 不妨也试试看 就像你们说的 为了全人类而努力奋斗不是吗 话音刚落 宁荣荣手掌一身 一股冲击力 将刘教授推到丧尸身上 渴望人血人肉许久的丧尸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冲着刘教授的头熬的一声啃下去 标本是 仿佛是另一种人间 这个人间在城外 在广袤的土地上 处处都在上演 另外四个人的下场 也都是如此 从头到尾 谢之言都在一旁安静地看着 将影响力将至最小范围 第553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20 在实验室发泄完之后 宁荣荣便恢复了 往常勤勤恳恳的生活模式 做任务 做任务 提升技能 看望弟弟 对比之前 她心情轻快了许多 晚上做噩梦的概率 也大大减小 小宇对她的回应也越来越多 苏醒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期间倒是和谢之言没有太多交集 通常她有事要忙 也顾及到她需要去看弟弟 事先将她的面孔 加入到识别系统 以便她能随意出入 自然也是得知了 遣散小老婆的事 一开始到她家 便找不到任何女人的痕迹 随后宁荣荣又碰到过 刘灵和王健在一起 那幅画面很显然是一对 匪夷所思的是 他们还带着 刘哲娃 俨然一家三口 并没有刻意打听 但这些消息 都会传到她的耳中 她原来的丈夫 那个烈焰高手 看来是真的清心寡欲了 她有些看不懂 但并不妨碍她自己的正常生活 可能突然大彻大握 或者是有了什么难言之隐 比如布局 宁荣荣更倾向于后者 毕竟狗改不了吃屎 苍蝇时刻瞄准着 哪颗蛋裂了缝 又是一天迎着晚霞归来 她收拾完毕 要去看小雨 大家都知道她弟弟的事情 也莫打扰她这段时间 荣荣 冯荣等在公寓门口 莫想到宁荣荣根本没有回去就要走 连忙追了上去 作为一名精神细异能者 冯荣这段时间 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已经在她爸的安排下进入中心 负责监测升级了的丧尸 每天大量的金盒优先供应 地位超然 可她总能抽出时间来关心一下宁荣荣的现状 冯部长 找我什么事 宁荣荣停下脚步 看向面前的青年 那张朝气蓬勃的脸上 经常会出现欣喜或者懊恼之类的情绪 和她弟弟一模一样 可惜小雨运气不好 听到她的称呼 冯丽眼中闪过一丝骄傲 随即又不好意思地挠头 叫什么部长 听他们打去 要不是我爸非要给我搞个虚名 我还不乐意呢 还是叫我名字吧 怪别扭的 宁荣荣点头 看她 嗯 那咱们边走边聊 你是去看小雨吧 刚好顺路 对于宁荣荣的行动诡计 冯丽是心中有数的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你可以直说 我没关系的 看她脸色有些纠结 宁荣荣直接干脆地问 果然 被看穿了 冯丽想了想 还是如实相告 是颜哥那边出了点事 她一直搞不懂谢之言的想法 作为一名各方面都符合上位者期待的冉冉升起的新星 本来可以搭干一场 迅速获取更大的权利和成就 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颜哥最近的动作有点大 已经惹了眼 我得到的消息是 可能要清算她 一开始对实验室大刀阔斧的改造 就让有些人不顺眼 人员调整 甚至把关系过硬的专家都给搞死 冯丽是在这种家庭长大 耳濡目染 有时候是非正确不重要 和上位者保持一致 才是重要的 否则不用提如何爬升 根本就在中途被人搞死 哪怕她心里面认定 谢之言做得对 毕竟改造之后 新的实验室也做得很不错 只是手段过于强硬 不懂得迂回 到后来 收集物资的时候 和大佬起冲突 擅自把一部分物资 分配给低级异能者和平民 更是触怒了高层 你也知道 我们天然立场不同 我不方便 去规劝她什么 也莫资格去说话 你们虽然那什么了 但好像关系保持得还不错 你去劝劝她 让她适可而止吧 这个世界任何时候 都没有什么公平正义 有的只会少数人的利益 和被掌控玩弄的绝大多数 她目前还不具备 做胜负的能力 让她清醒一点 遵守游戏规则 这样对大家都好 冯丽说完 有些不敢看宁荣荣的眼睛 两人就这么沉闷地走了一路 最终在谢之言家门口 她点头道别 谢谢你的提醒 我尽量和她谈谈 宁荣荣没想到 事情已经这么严重 而且 谢之言什么时候 变成了一腔热血的愣头青 她可是最会拉关系 收买人心过河拆桥 献人说人话献鬼说鬼话的 难道末世的惨状 让她良心发现了 她心里想着 的确有必要提醒她一下 毕竟别的不说 小雨能有现在活着的希望 还真是要成她的情 可她看完小雨后 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到人回来 眼看再不走就太晚了 而明天一早要集合去一个 比较远的地方出任务 她抬脚准备离开 手刚放到门把上 只听见门锁 从外面打开的声音 谢之言醉醺醺醺的被人送回来 来人一看到宁蓉蓉顿时松了口气 嫂子在就好 老大有点不开心喝了点 话有点多 嫂子多担待啊 那人有点面生 不知道从哪认的宁蓉蓉 只管一松手 把谢之言交接给她 转身就走 似乎喝了酒的谢之言 给她搞了很多麻烦似的 宁蓉蓉用力一撑 把人撑起来 往一楼的客房拖 二楼太累她直接放弃 至于谢之言会不会睡得不舒服 跟她有什么关系 一直到把人放到床上 宁蓉蓉才松口气 弓身啪啪拍她的脸 行行 自己把衣服脱了睡觉 我走了 她只起身准备走 只见床上的男人突然起身 刷刷把衣服脱掉 躺在床上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冲着她笑 她眼神清澈 动作有条理 每一点都看不出喝醉 可宁蓉蓉确信 她就是喝醉了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自重吧 听说你快倒霉了 好日子有得过 就好好过 谢之言醉酒的毛病 知道的人狠手 外表行动都和正常人无异 只是思维上慢了一拍 为了担心在商场被坑 她专门训练过 直接那男人眯着眼睛笑了 笑个不停 仿佛她还是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商界大佬 正在觉得她的发言异常可笑 宁蓉蓉有些不服气 想要再说点什么 又觉得是在做无用功 这人信任自己超过任何人 该怎么做她自己有判断力 第554章 莫视大佬 X莫视女大佬 21 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 只听谢之言开口挽留 蓉蓉 又吃醋了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 那些都是逢场作戏 乖啊 你的位置和我同等重要 谁都动摇不了 宁蓉蓉脚步顿住 不可置信地回头 果然又是熟悉的表情 那种看宠物 看喜欢的小玩意儿式的表情 一脸笃定 似乎她总是在耍小脾气 从来看不到她的心 被活活剖开多少次 鲜血直流地敞开 却永远等不到医治 你说什么呢 谢之言 疯了吧你 她缓缓走过去 语调轻轻的 看到了吗 心口那个巨大的伤口 直到现在都没有愈合 只是被她用东西强行遮盖 她甚至能闻到 哪里传来的腐烂腥臭的味道 她怎么能就这么轻飘飘地喝醉 然后说一些揭开她伤口的话呢 她怎么能 我说蓉蓉 快来 你变得不一样了 谢之言冲着她伸手 清俊的脸上满是浓浓的情意 不过现在的你 我更喜欢 不 应该说你的哪一面我都爱 任谁也想象不到 这是一对打了死结的怨吕 互相折磨许久 已经分开的爱人 不 或许只是她自我折磨 这个人 不知道活得多快活呢 是吗 谢之言 你也变得不一样了 宁蓉蓉上前 张开手顺从地让她握着 有那么一瞬 她想要杀了她 雷电顺着掌心 进入她的身体 碰 一了百了 或许她的伤口无人过问 不会痊愈 但总不会再被人触痛 那关乎自尊 卑微 所有令她难看的一切 便会消失不见 多有诱惑力啊 蓉蓉 男人眼神中带着疑惑 看着她 怎么了 是不是很难受 对不起 我做了很多错事 让你受了很多伤 对不起 她突然抱歉 一双深邃的眸子 深沉如大海 带着些哀哀的神色 我以为 以为所有男人都这样 默认叫鼓 什么叫李毅廉耻 我以为能够掌控一切 女人嘛 轰轰就好了 又不是不爱 只是分出去那么一点点 至于吗 哈哈 我真可笑 我是世界头一号大蠢B 她抓着凝蓉蓉的手 往自己脸上放 你要生气 就打我 用力打 呵 装什么神情 凝蓉蓉眼含鸡翘 面带冷意 既然你要求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满足你一下 啪 她用足了力气 冲着那张英俊的面皮上 重重扇去 侧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 就连她的手掌都在发红 这声响听在凝蓉蓉耳朵里 只觉得清脆悦耳 忍不住勾了勾唇角 活动下手腕 还要吗 谢之眼转过脸 看着她有些快意的神情 萌萌地点头 要啊 我伤害了你多少次 你就打多少次 直到你开心未知 啪 另外半边也挨了一下 这下两边平衡对称 疼痛得有些肿胀麻木的感觉袭来 谢之眼感觉嘴巴使用着有点费力 想要扯平 你想得美 永远都扯不平 你永远欠我的 仿佛看破了她的意图 宁蓉蓉有些无所谓的甩甩手 冷笑道 然后在谢之眼失落的目光中 潇洒转身离开 嗷 脑内突然想起 ZZ001模仿的音效 闭嘴 谢之眼郁闷地翻身 用杯子裹住身体 把头埋进去 ZZ001 我自闭了 JPG ZZ001 我太难了 JPG 卧槽 你你你骂人 ZZ001震惊了 她的宿主 可是出了名的冷静自迟 还能有亲口抱粗的一天 谢之眼这才发现她居然骂出声 深呼吸 默默调整情绪 你知道吗 其实对于宁蓉蓉这样彻底清醒了的女人来说 圆主顶着那样的黑历史 永远洗不白 这是无解的 不忠贞 感情出轨 公然藐视她的尊严 把情人和私生子带回家 这些都是结结实实的实锤 坚固得无法撼动 刘哲和吴美诗两个轻生骨肉 明晃晃地存在 哪怕她这会儿 在轻心寡欲身心合一 在宁蓉蓉眼里 肯定是打着更大坏主意的臭老鼠 冷眼瞧着就是了 万万不会粘手 容易扎着 那宿主 我们要怎么办 本系统也从未献过 有如此难搞之女主 宿主的深情剖析 莫想到就换了两个大耳瓜子扑 ZZ001想到刚才发生的事 那根植于系统内部的幸灾乐祸 便忍不住 刷的一声 谢之眼起身 丝毫不顾忌地展露 皆是健硕的身材 走到洗手间 对着镜子看双颊微肿的脸 手轻轻地放上去 都有些刺痛 宿主快冰敷一下 否则明天就更肿了 ZZ001 及时发布贴心小提示 并且为自己的举动点赞 你说的没错 明早就更肿了 谢之眼说完 冲着镜子里的自己 又啪啪扇了两巴掌 力度一点墨减轻 果然更肿了 明天肯定会发青发黑 这操作 看得ZZ001都呆了 宿主 你这是何必 你再踩宁荣荣 也看不现啊 人家早出晚归地忙着做任务 何苦呢 大可不必 难道是想不开要自残 联想到这个任务的艰难程度 一向理智的宿主 都失控几次了 ZZ001顿时觉得不无可能 就在他琢磨着 怎么开导开导宿主的时候 只听他说道 所以我明天也要出任务 在远郊有个战时储备仓库 上面让我去参与物资收集 由于连肿起来 声音听着都有些含糊 那你实验室怎么办 一般这种任务也不会派给你啊 多危险 远交 仓库 一听就有大批恶心玩意儿存在 ZZ001不解的问 哎 谢之言叹息一声 重新倒在床上 双手枕在脑后 我性格耿直 眼里不揉沙子 这不就得罪人了吗 不派点难得凶险的任务给我 怎么显得他们有能耐呢 OK 打扰了 ZZ001表情包都不想甩 直接下线 宁荣荣和宿主 真的太难了 作为称职的系统 ZZ001打算仔细研究一下某点重码文 针对宿主现在任务的原型 来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第555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22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微微亮 宁荣荣已经到了集合地点 她穿着布料厚实的外套 还是觉得有些冷 但穿再多 就不方便行动了 跺跺脚 口中呼出 一口白气 和队友打招呼 早晚温差越来越大 身体出问题的 也越来越多 人类的身体 是跟着自然环境产生改变的 优胜劣汰 物竞天择 在这一刻显示的淋漓尽致 咱们人都到齐了吗 宁荣荣问了句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又亲自看了一圈 既然都到齐了 那现在就出发 等等 身后传来呼喊声 宁荣荣回头看 谢之言急匆匆地赶过来 他身边没有带人 只是浑身上下裹的岩石 脸上也裹着面罩 只漏了俩眼睛 领队和他打了招呼 大家一起上车出发 两个小时后 到达远郊的仓库 中途遇到过几股规模小的丧尸 很轻易就被解决 一路上还算顺利 太阳渐渐升高 清冷的空气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炙热的熏口 谢先生 您不热吗 领队知道 这位是重要任务 哪怕得罪了人 但人家上面也有人啊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领队 可不敢在这种情况下落井下石 形势比人强 论实力 他还没有谢之言强 此刻大家都脱掉了厚重的外套围巾之类的 只有谢之言 依然包裹岩石 听到领队的问话 谢之言哼了一声 不热 领队察觉到他心情不好 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谈不上很熟 放下水便去其他队员身边 大家集合一下 领队开始拍手召集 让所有人坐在一块 开始按照原定的计划部署行动 有负责勘察的 有负责在外围做预警的 也有负责收集物资的 其中 宁荣荣小队负责开路 紧接着就是谢之言 他有空间 肯定要及时去收集物资 这么多人 浪费这么多人力 要是空手而归的话 损失就太大了 而且 基地现在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收入的物资 和支出的比例眼中失衡 哪怕每天都有很多人 在做任务杀丧尸 搞物资收集金盒 可消耗实在太大了 最近下达的命令 通通都指向一个方向 那就是紧缩政策 没有劳动力价值的 是首先被压榨 被抛弃的对象 能够获取食物的渠道 越来越少 没有异能 也没有靠山的人 活下去的方式 更加艰难 这种风向 让谢之言 隐隐地嗅到了 风雨欲来的味道 毕竟你现在 不能够以人权 和道德标准 去要求当权者 理论上来讲 他们也是 为了保证 大多数人的存活利益 谁拳头硬谁 就是老大 哪怕是为了谋私利 他们也不会被抓到把柄 谢之言跟在 宁荣荣小队的身后 渐渐地往仓库 所在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个 位于地下的储备库 打开了超级坚固的 通道大门 下面是一片 幽深黑暗 宁荣荣将等咬到嘴里 慢慢地 在眼睛能够 看得到的地方 开始往前行进 一直下到 转了三节楼梯 差不多地下 十米的时候停住 面前依然是一道 厚重的钢板门 宁荣荣做了个停下的手势 瞬间释放出雷电 把锁给劈开 所有人一起去推门 谢之言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宁荣荣身边 一起用力 支嘎嘎 门终于松动了 大家加油 这里就是仓库了 好的 姐妹们加油 收了物资 咱们赶快走 我怎么总觉得 这里渗得慌 我也这么觉得 我对地下一直都有恐惧 没有漠视的时候 我在地下室都无法待很久 总是担心 万一来个地震什么的 逃不出去 该怎么办 哈哈 这么严重 被害妄想症啊 你 就在这时 说话的女人眼前一花 顺着推开的门缝处往里看 直直地对上 一个往外爆出来的眼球 白色眼球 胀大数倍 滴着液体 黏乎乎地挂在眼睛上 女人手一松 吓得跌倒在地 里面有丧尸 众人神情立刻紧张起来 汗毛都竖了起来 立刻把门关上 宁容容下令 但是未时已晚 里面还是有动静传来 仔细听 居然是丧尸聚集的声音 看来里面的丧尸有很多 之前好不容易推开的那条缝 全都便宜了丧尸 糟了 这里面应该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 躲进去了一大批避难的 估计是有感染的也躲进去了 外面又封了这么坚固的门 根本默认能跑得出来 所以在里面的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变成了丧尸 谢之言开口 门里面已经有隐隐的反推力道传来 心臭味越来越浓 让人有些不适 谢之言一边用力地关门 一边继续分析 如果里面加上看守物资的军人之类的 那丧尸的等级能力 真的不要估量 宁容容只是去上报的人 也已经到达了第一道门 听闻这个消息 领队立刻带着人和武器赶了过来 怕什么 能有多少丧尸 我们初步判断一下 人都到这了 总不能空手回去 咱们就是杀丧尸的 还怕这个 领队并没有觉得 问题有多严重 他这个态度 让其他提心吊胆的队员 也不那么紧张了 对 咱们不都是干这个的 要是遇上点丧尸就撤退 那以后还怎么搞物资 早晚整个世界都被丧尸占据 此时里面的动静不太明确 莫人赶下结论 谢之言只好开口 武器莫什么大用处 要记得这里是地下 万一有个好歹上面的结构撑不住了 咱们大家都玩完 所以只能近身战斗 按照图纸来看 这个物资库总共有两千平方 具体存放了多少物资未知 具体有多少逃难的人 躲了进去也未知 我个人觉得不太乐观 而且 我们向上的通道 有没有人把守 是不是人都下来了 宁容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看着领队脸色一变 就知道不妙 这周围方圆一公里 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刚才过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探查过吗 他话音刚落 只听上面的铁门 传来巨大的响动 第556章 莫师大佬 X莫师女大佬 23 搞什么啊 谁在上面 有人不满地叫 大家迅速地 回头找自己的队友 却发现 什么人都没有 这一下真的糟了 还愣着干什么 我们现在这里等着 你们立刻上去查看 是不是附近的丧尸聚集过来了 宁容容呵斥到 他横眉冷肃 气场全开 一时之间震慑住了全场 大家都听了他的迅速行动 要真是被一锅端 挤着头尾 那就是九死一生 各个队伍的人心 不一定都是齐的 当即就有人开始抱怨 我们都是听领队的吩咐 谁知道居然搞出这种事 是想要我们死在这里吗 行了别废话了 卧槽真的是丧尸 快干 远远的 他们都能听到上去的人们的声音 几个女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的脸上看到了惊慌 先别怕 只要丧尸没有很多 相信他们可以应付过来 宁容容说完 里面的丧尸 好像又活跃了起来 开始用力地对着门进攻 应付个鬼啊 要不是这个人物级分高 我都不想来 那几个小队 我都打听过了 花群绣腿的 就是 要不然也不会派我们打头阵 也不嫌丢人 大老爷们的 抱歉 这次是我失误了 下次我会考察清楚 再接任务的 宁容容咬咬牙 奈何这门被他暴力破开 终究是有漏洞 说什么容容 没有抱怨你的意思 就是觉着那些 有点小权力的男人 都恶心得很 又不想出力 还想要刷任务的好处 我都替他们造得慌 说实话 我真想让我们容容当老大 肯定比他们做得好上一万倍 对啊 我早就这么觉着了 容容当老大 咱们女人绝对不会吃亏 只会比他们更公平 同意 以后容容就是我们的老大了 宁容容被他们斗的末办法 就在他们勉强控制住局面的时候 上面乱了 一个个惨叫声响起 给人很不好的胆观 不好 丧尸冲下来了 谢之言眼间 一眼便看到 速度很快的丧尸 越过了上面那条异能者的防守 现象着他们所在的地方进发 容容 做好开门的准备 什么 您容容不解地反问 如果后面还有丧尸下来 你就立刻开门 我们进去 谢之言说话间 已经冲上去 用力冲着丧尸的脑袋挥拳 一下没有集中 这个丧尸反应能力太快了 几乎可以 和他打个平手 他又冲着别的方向挥去 但中途快速地转变方向 果然丧尸重计 被他一击得中 还好这个丧尸没办法用大脑思维 否则就太可怕了 居然能够敏锐的听声变音 谢之言甩了甩之前打在墙上的拳头 看着一众女队员 我知道 你们都是好样的 容小队出来的 被容容信任的 就绝对没有人品能力不过关的 现在麻烦大家配合一下 为了我们都能活着 他说完 目光看向凝容容 我现在可以暂时成为容小队的一员吗 凝容容微微合手 这种危急时刻 不是讲究心头 那点小情绪的时候 得了他的英语 谢之言松口气 开始揭开脸上的面罩 既然都是大家的一员了 那我就不遮遮掩掩的 都是自己人 也不怕你们笑话 他话音刚落 就有队员笑了出来 谢之言的脸真的很精彩 轻一筷子一筷 还肿着 又被面罩闷了半天边缘海 有些发白 简直是个活生生的调色盘 可以可以 这个进驻一室整挺好 欢迎 不过老大还是容姐的 你只能算是普通的一员 谢之言和凝容容的关系 这些队员多少知道一些 在他们看来 这姓谢的肯定是个复兴汉 要不然 容容那么好 那么善良美丽的女人 怎么可能一心要和她分开 所以平时碰到 也都莫傻好脸色 不过 这终究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他们做姐妹的 看容容的态度 做事就行了 没有必要干涉过多 此刻看了谢之言 没有丝毫架子的融入进来 倒是对她的负面评价减轻了一些 门内的丧尸越来越焦躁 仿佛知道他们的伙伴在外面嚣张 已经快要守不住了 就在这时 突破第一条异能者 封锁现金入道 在下面的越来越多 容容 就是这个时候 开门 谢之言突然大叫一声 赶在丧尸来临之前 把门打开 从空间里搞出一大包血浆捏 暴洒在门口 因着如潮水般涌出来的丧尸群 从侧面生生用蛮力 破开了一个口子 带着队员们迅速到里面 外面涌进来的 和里面挤出去的撞到一起 又闻到了新鲜热烈的人血味道 简直是为丧尸注入灵魂 两班丧尸群 开始猛逼混乱的战斗 而谢之言 正在迅速地贴着边 引着小队往里走 顺便解决掉 灵星动作迟缓落后的丧尸 宁容容看到一个暗门 看这里 她惊喜地忘了深处的环境 被谢之言猛地拉过去 才看到地上一个僵硬的尸体 伸出手正准备抓向她 谢了 她上前一道雷电 把丧尸劈死 走到门前 客气了 队长 谢之言上前摸索了一下门 这是存放武器的地方 有特制的钥匙 从外观看 就像是一堵封死的门 宁容容试了试 就连她的能力都割不开 别浪费力气 给我看着点 我试试这里 谢之言转身走到另外一侧 敲打一番 感受了一下墙内的空间厚薄 打算直接从墙体突破 绕过门 其他队员们都围在周围 已经有一些丧尸 听到动静闻线味道围过来 这些女人也都手起刀落 一刀一个丧尸 没有丝毫的犹豫 她们分工明确 动作简单却高效 没有任何花招 经过这段时间的特训 整体实力在异能者小队里迅速上升 虽然个体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整体强 这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下 是很难得的 谢之言裹紧了手套 手指松开又钻紧 终于凝聚出准确坚实的力量 冲着那面相对最薄弱的墙体冲去 砰 哗啦 墙体准确地破出一个洞 谢之言身头一看 狂喜 荣若 我们又救了 第557章 墨是大佬 X墨是女大佬 24 谢之言伸手一挥 将里面慢慢的武器 全都收到空间内 然后转身率先把宁荣龙给推了进去 快 大家快进去 紧要关头 她没有丝毫退缩 招呼着队员们一个个排队进入 而她则留在外面断后 上面显然是失手了 就是不知道那些人是被死了还是逃走 如果他们能逃脱 那就意味着把他们这一队给放弃掉了 想到这个可能性 看着越来越多的丧尸 谢之言的脸色越发冷峻 荣荣 你们在里面待着 我清理完外面 再出来 谢之言语气中不慌不忙 听得里面的队员们都松了口气 只有宁荣荣的神情凝重 谢之言 你进来 宁荣荣说了一句 外面没什么反应 他提高音调 听到莫 谢之言 你进来 谢之言只觉得身后被人一拽 转脸 正对上宁荣荣 有些怒意的神色 这就是 你说的可以搞定 周围的丧尸 开始乌鸦鸦地围过来 他俩靠在墙上 根本没有任何出口 而且 丧尸的数量够多 差不多能够填满整个仓库 他们上天入地 根本无路可躲 你打算死在这里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为我死 这件事 我可以自己来 宁荣荣低声道 两个人背对背 平气宁神开始想着 怎么对付包围圈 逐渐缩小的丧尸 不客气 我不打算死 你也没必要陪我 谢之言勾勒勾唇脚 仔细观察着丧尸们的动态 突然有个疑问出现在脑海中 你有没有觉得 这些丧尸是有组织有规律的 要不然 他们怎么不急着进攻呢 反而像是战场上打仗一般 想要慢慢地玩死他们 宁荣荣迅速观察了一下 点头同意 我总感觉 好像有什么在指挥着他们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谢之言在心中暗倒 小智障 立刻用你能力的最高级别 检测一下 丧尸有没有异常活跃的脑电波 谢之言突然唤醒系统 嗯 我怎么不知道 本系统还有这种功能 ZZ001猛逼 它是可以检测空间内异常的脑电波 不过 那是为了判断 是否位于时空的灵魂存在 宿主是怎么判断 对丧尸也有效的 别废话了 立刻检查 马上你就没有宿主了 谢之言冷着嗓子命令 虽然面上看着 仍然波澜不惊 但却把ZZ001 吓得够呛 0.01秒后 结果就出来了 报告宿主 在距离你约五米的地方 有一个异常脑电波 比起人类 来也不算活跃 但是峰值很高 丧尸们已经近在眼前 他们真的是无知无觉地 在闷头靠近 乌鸦鸦一片 对人心理上 能够造成非常大的恐慌和威慑力 方圆五米 他眯起眼睛 目光突然停顿 一个身形高大的丧尸 右手指点在脑袋上 缓缓颤动 这个姿势 让他怎么看怎么 觉得别扭 为何 你先应付这里 听我口令 谢之言突然直冲一拳 将挡在面前的丧尸撞开 然后又开始左冲右突 丝毫不顾及任何招式上的禁忌 把他从系统里得到的那本拳术 发挥到了最佳 终于 他挨到了那个高大的丧尸 宁荣荣也被他这一手给弄懵了 只见谢之言挥出去的那一刻 居然有其他丧尸挡在那个高大丧尸的面前 一个接一个的 这飞蛾扑火的姿势 像极了爱情 谢之言 宁荣荣突然大喊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高大的丧尸动作极快 身前倒下一大批小弟也无所谓 大掌冲着谢之言的后颈而去 似乎能够轻易扭断他的脖子 谢之言回身需要时间 躲避也需要时间 哪怕他现在听到了宁荣荣的喊声 下一秒的反应 还是需要时间 而这点时间 根本不足以支撑 毕竟那个高大的丧尸速度超过了他 然而 奇迹就这么发生了 宁荣荣眼睁睁地看着 下一秒 高大的丧尸不见了 就这么直接原地消失 谢之言起身 开始拿出轻便的武器 开始杀其他丧尸 顺便还甩给宁荣荣 一把装了消音器的手枪 而那些没了高大丧尸 掌控的丧尸们 顿时仿佛失去了灵魂 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啃咬 谢之言也趁此机会 又如法炮制地撒了几个血包 两人趁着混乱时刻四处抱头 事态控制之后 宁荣荣喊着队员们一起出来 谢之言 仍然是丢出一批衬手的武器 各自选着用吧 只能用小型的 一群队员欢呼 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不料老大就是不让他们上 一队人马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对着丧尸群开始利落地剿灭 最终丧尸越来越少 直至最后一个倒下 有队员上去看了下来说 上面一个人也没有 也没有尸体 这话说出来 大家脸色都很难看 难道他们就是那送命的炮灰 还以为多难呢 根本连营救他们的行动都没有 就这么跑了 太可泣 用得着他们的时候 那就是好队员 派他们出最危险的活 等真正的陷入困境 莫谁来拉一把 这次要不是老大的前夫 说不定这时候怎么回事呢 人人心里都有一把秤 经过了这件事 荣小队的成员们 对于那个被男人们玩弄 全力乌烟瘴气掌控的基地 心里再也没了归属感 气氛有些沉默 只听林荣荣笑了一声 都打起精神来 看看我们周围都是什么 丧尸 啊不 金河 哈哈 让他们跑 这一回我们可是发了 回去上脚多少啊 还有人傻傻地问这个问题 可把其他队员笑死了 还上脚 上脚你个头啊 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死活 我们就说 死里逃生运气好 才能活着回来 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留着这些金河给老大升级用 不比上脚给那些莫良心的 臭男人强多了 就是 前任姐夫 可不是说你啊 你今天的表现还可以了 谢之言微微一笑 你们说的没错 我原来也是臭男人 这不是你们老大把我踹了 才知道反省 第558章 莫是大佬 X莫是女大佬 25 你们收集金河吧 物资我来 不过请放心 东西还是咱们容小队的 谢之言说完这句 便不留在他们中间 这么大的地下仓库呢 应该有不少暗门 不少分类吧 再说 也给这些女人们 留下一些八卦时间 荣荣 我看她还不错了 果然 谢之言一走 女人们便批丧尸脑袋边闲聊 这会儿 一颗两颗不太纯正的金河 已经无法触动他们 毕竟看惯了金银财宝的 还会因为铜钱心动吗 他们可是大户人家 有的是家底 经此一亿 估计一年不出任务物资都莫问题 这年头 金河什么换不来 宁荣荣听了这话 含笑不语 这就好了 我告诉你 男人要多考验考验的 我们家那口子 想当初追我的时候 那叫一个浪漫 跟演电视剧似的 我就心动了 我妈死活拦着我 当初还闹了好大一场 结果怎么着 我这边还在坚持呢 她那边转头就结婚了 原来备胎早就找好了 可是前任姐夫 这可是生死关头 我可看得清楚 一拳打开洞 头一个就把容姐给塞进去了 毫不夸张 真的就是塞 生怕 慢一点被丧尸咬了 我也觉得 可以考察考察 毕竟有今天末明天的 谁知道明天天上是下雨 还是下冰雹 还是下刀子呢 也是 我老公是挺爱我的 我是刚好觉得他合适就结婚了 后来检查才知道 我不能生 他家人都说要离婚 就他不愿意 哪怕我不给他好脸色也不愿意 末世来了 他更是为了 给我挡丧尸 所以 人这一辈子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别人都没办法替你做决定 但是我现在好后悔 当初没有带他好一点 几个人听了这话 都沉默了 气氛一度低迷 开始默不作声地做手里的事情 就在这时 只见宁荣荣眼睛一亮 大家快看 他弯腰伸手拿去 一枚晶莹剔透的金盒 出现在他手里 上品 哇 隔那么远都能感觉到美味刺溜 这个能换多少泡面火腿肠啊 先收着 到时候按照大家的资质和艺能特点来分配 总之 有我宁荣荣在 咱们荣小队 永远是最团结最强大的 一共大概有五六百个丧尸 宁荣荣小队 收集了两百多金盒 可以说真的很有家底 很豪横 谢之音也从背后出现 收集完了 我看这里地方不错 咱们就地野餐 宁荣荣皱眉 不如出去野餐 一群人欢呼着出门 一叽叽楼梯走上去 终于到达地面 所有人都被刺眼的阳光 给照射地捂着眼睛 在地下太久 猛然一上来 有些不适应 他们都知道 谢之眼有空间异能 但亲眼所现 还是觉得很神奇 只见他直接甩出一个大大的野餐店 接着是面包 水果 巧克力 果酱 餐具 火腿肠 小蛋糕 甚至还有辣条棒棒糖 这是 直接囤了家超市吧 请各位队友坐下吃 不要客气 这些可是在末世前才能享受到的 已经吃了很久过期食品和罐头的队员们 当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现在这些高热量的物资 价值可是很高的 哦 差点忘了 谢之言回声 一箱矿泉水出现在垫子旁边 惹得队员们发笑 就在他们都坐下大块朵仪的时候 只见谢之言走到仓库入口处 便细法式的从空间里拿出两包粉状物 紧接着室桶 搅拌器等工具 继续看下去 只见他迅速地办好了水泥 拿着工具往门上的破洞抹去 随后是一道道严谨复杂的工序 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厚实的水泥墩子 外面的人想要破开 绝对要费一番力气 很可能破不开就放弃了 哦 这是在帮助他们大家 来进行收尾工作 长大的嘴巴纷纷合拢 大家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挤挤眼睛内涵一下 最后都看向宁荣荣 看我做什么 快点吃 我们还要想办法回程 宁荣荣云淡风轻 他怎么不知道 谢之言什么时候变成了尼瓦将 如果冯丽在的话 可能会说一句 女汉公和尼瓦将 那不是绝配吗 可惜他不在 可惜他正在做违背心意的事情 看着眼前起草的文件 他的眉头皱得紧紧地 我还是觉得不可以 虽然是漠视了 对比起男人来说 女人的价值显得越来越小 所能够贡献的也越来越少 但不能因为这样 就无视他们生存的权利 还有很多女艺能者不是吗 据我所知容小队不就挺将的 最近也做了很多困难的任务 表现的没有任何一点 比男人组成的小队差 反而还更好 那人头发花白 看着他冷笑 你还是太天真了 我知道你对那个宁荣荣有点想法 如果是知情 我也就允了你 可是现在不成 女人现在能活下去的唯一价值 就是给男人提供身体安慰 为基地育育新生子四 最好能育育出来异能者 已经有研究表明 女人和异能者结合所生的孩子 有一定的几率也是异能者 这个发现 让各大基地 如同嗅到了鲜血的丧尸一般 出现了疯狂的态势 本就处境艰难的女人们 雪上加霜 甚至有的基地 已经采取极端手段 通过法案 开始公开 对女人们进行打压和剥削 将所有女人捐养起来 成为优质男人的生育工具 打着为基地做贡献的旗号 实际上全部的人身自由和希望都泯灭 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工具 冯丽当然明白这一点 她摇摇头 虽然知道不太可能 但还是试图说服她的父亲 您这么做 一定会引起极大的争议 别的基地我不知道 咱们的基地女人可不简单 尤其是宁荣荣 这个你不用担心 宁荣荣 包括她那个不自量力的荣小队 已经不能构成问题了 男人冷淡地说道 你是我最看好的儿子 千万别因为心软而误了大事 要知道 我的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你只有按照这个计划来 迅速成长的 才能撑起来基地的以后 第559章 莫世大佬 X莫世女大佬 26 什么意思啊 捉住某种信息的冯丽 表情凝重问道 宁荣荣怎么了 她的小队出什么事了 面对一向强权的父亲 她居然拍桌子站了起来 知道你有反应 莫想到 居然因为个女人反应这么大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根本没有想要遮掩自己的行为 莫怎么 有去无回罢了 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 而是她留着就会有麻烦 眼下的政策推行 不允许有任何阻力 冯丽瞪大眼睛 有些不可置信地瞪着她 半上说不出话 既然这是 她父亲亲口说的 那八九不离十 宁荣荣就真的回不来了 她了解父亲 还不至于在这种事情上撒谎 所以 她的任务 一定有问题 而且是她父亲下的命令 她闭上眼睛 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 身体微微颤抖 不发一眼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她也没了 政令发布以后 城里的女人随便你挑 这可是你的政治资本 男人敲了敲桌子 说完最后一句话便离家 丝毫不在意儿子的情绪问题 在她看来儿子什么都好 就是容易心软 看待事物问题太过天真 刚好借 那个女人当魔刀石 怎么选择太过显而易现 更何况就算反抗也没用 早晚都要妥协 而且 作为一个男人 当她品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快乐 女人都只能靠边站 所以她丝毫不担心儿子 会有什么走不出来 想不开的事情出现 人走后 冯丽坐在办公桌后 睁开双眼 通红的眸子 蹦射出一丝仇恨的光芒 她盯着眼前 已经起草好的文件 只要签署她的名字发布 那么 她自此便有了光环 和更为重要的位置 身后会有一大批追随着 几乎所有男人 都会是服从的一方 只是牺牲一部分女人的利益罢了 荣荣 荣荣如果知道她会这么做 一定会特别痛恨鄙视她吧 可她宁愿被她痛恨 也好过现在天人永格 对 她要乖乖听父亲的话 签了她 一部分女人的利益算什么 间接来讲 不也是保护了她们的生命吗 而且 作为基地的一份子 有责任和义务 来为基地位全人类做贡献 更何况 她们本来 就是依附男人生存 宁愿出卖身体换取食物的廉价女人 她们又不是荣荣 所以她也不必要放弃 唾手可得的权力 和父亲硬顶着干 想到这里 冯丽白皙的面颊上 泛起一抹英质 她不再犹豫 拿起笔刷刷地 签上自己的名字 眼神中 闪过一抹快意 她的父亲凭什么 对她的感情 指手画脚 为所欲为 凭什么 将她的自尊踩在脚下 就这样吧 她的政治资本 乖乖听话 都是有代价和条件的 等她攫取了最高权力后 便是为荣荣报仇的时刻 这个特殊的世界 城市被特殊武装管辖 谁的拳头大听谁的 政令下达 瞬间便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待除了适合生育的女人之外的幸存者 自然又是另外一副说辞 福利待遇了 一日三擦 还有定期洗澡会见家人 但是需要付出的只有一点点 躺在那里等着挑选匹配的异能者男性 去和她结合 以便能够生出异能婴儿 为整个基地培养新生力量 还有细则 一旦生育成功 便能得到更多奖励 还会汇集家人 故而 很多人在短暂地考虑过后 亲自把女儿给送过去 有的不同意的 便直接被抓走 被迫离开自己的爱人孩子 一时间风云失色 谢志炎的保镖们 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 提前得到谢俊风的消息 带着女人们 直接来到了谢俊风家 虽说证件不合 让基地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斗了得不可开交 谢俊风作为基地的二把手 一向以温和的姿态去处理事物 这让她在无形中招揽了一些人心 尤其是普通民众 但是对于雄心勃勃的冯兴墙来讲 她这么做 无意于打了自己的脸 而且很多时候 冯家觉得自己的道理站不住脚 偏偏谢俊风任何事情 都站在民族大意上 这无意于在自己的身边 扎下了一颗钉子 让她不得不拔出而后快 之前的争斗中 两人斗了个不相上下 但是针对女人的法案一出台 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权力忠心的男人们之多 自然莫办法感同身受女人的困苦和挣扎 反而会有一种隐隐的快意 谢俊风是唯一一个旗帜鲜明的 站出来反对的 这个局面 正是冯兴墙所期待的 两个人从前是关系不错的老伙计 但那是在文明时代 所有的一切 都在温维尔雅的遮羞部下进行 现在掀开了大幕 所有人的真面目 赤裸地显露了出来 谢之言所遭受的冷遇 也正是受了谢俊风的影响 从这一点能看得很清楚了 等到谢之言和宁荣荣 带领小队赶回城 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副 气氛紧张的景象 先等等 我觉得不对劲 谢之言挥手制止 大家看着城门口 不停进出的制服小队 有的还带着不同的女人 而那些女人的姿态充满了 不情愿 总之气氛很诡异 宁荣荣皱眉 当机立断 先躲起来观察 等天黑再想办法进城 城外挖了防御攻势 谢之言让宁荣荣等人 乔装打扮一番 女人们都头发短短 穿着灰扑扑 或者军绿色的背心外套 真的把脸蒙起来戴上帽子 雌雄难辨 他拐到西门 让队员们先躲起来 冲着守卫的位置 丢了磕金盒 哎哟 谁他妈咋老子 嘿嘿 是谢哥呀 您看也不出声 我差点骂人 那人憨憨一笑 拿着手里的 惊和美滋滋的欣赏 没事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还没到换房时间的吧 谢之言随口问道 我今天出任务刚回来 弟兄们还在后面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也解释了他一个人 为什么不进城的原因 那个守卫小声说道 嗨 这不是咱们的小公子 想了个绝妙的点子 具体我也不清楚 不过听说啊 是要把所有能生的女人 挤养起来 让她们舒舒服服的 每天就只有插开腿 第五百六十章 莫视大佬 X莫视女大佬 二十七 守卫给了个暧昧的眼神 谢之言义惠 那女人能同意 怎么不同意 好吃好喝的 还有强壮的异能者伺候着 要真能生下来小异能者 那就金贵上天了 连家人都能住大房子吃好的 不少自己不乐意 是被家人送去的 守卫有些羡慕 想着现在报名 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才能轮上他 你说说 小公子就是不一样啊 那脑袋 瓜子咋想的 居然能有这么绝妙的点子 哎 做女人可真好 只要有个器官 什么时候 都有用 也不用咱们男人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 谢之言 心头大震 但面上依然带着些惊奇 伸手拍了拍守卫的肩膀 这你别想了 眼下也没事 能给你 做变性手术啊 谢哥 您可真会开玩笑 就算能做我也不做 听说那玩意 可疼了 还终身享受不到快感 两人对看一眼 都嘻嘻哈哈笑起来 咱们男人就是不一样 要没有男人守护 单单指望女人啊 人类早就玩完了 守卫只是个低阶异能者 平时能对他另眼相看的不多 也就在更加弱势的女人身上 找找存在感 只有谢之言 偶然碰到同僚欺负他 替他出头 虽然只是随口一句话 但双方地位是不同的 对于一个最普通的守卫来说 也是要好生对待的 过了不久 天色昏暗下来 谢之言又点了支烟 请守卫抽 这帮混蛋玩意儿 怎么这么慢 我去看看 为了节省能源 只有全部黑下来的时候灯 才会开启 现在正式入城的好时机 谢之言赶着回去到躲避地点 将所有事情减重点说说 果然 一概女人瞬间便听出了 高福利待遇背后 隐藏的无耻心机 简直为了全是利益 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我呸 恶心死老娘了 谁乐意 给那些人品低下的吊癌们 延续基因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回去的话 岂不是狼入虎口 我们可是异能者 总不会也被捐养起来吧 异能者 异能者也是女人 而且莫听说嘛 有生育能力的女人 要和男异能者 结合来孕育出孩子 说不定 我们在他们眼里 孕育价值更高 所有人都被宁荣荣的话给 吓得打了个机灵 宁荣荣脸色 说不出的难看 她没法控制 自己愤怒的情绪 你刚才说 命令谁发布的 冯丽 谢之言 微一合手 眼神有些担忧地 看着她 这么看我干嘛 她是她 我是她 哪怕之前偶然认识 现在她发布了命令 那她就是我宁荣荣 是我们所有女人的仇人 这个我摸意见 眼下的问题是 还进不进城 进的话 我们立刻动身 从西门通过 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不进 天高任鸟飞 这个世界有太多可能性 外面够你们闯荡的 谢之言这话 一由所指 但是宁荣荣懂了 还进什么剑 进去找死啊 不 我们要进 宁荣荣开口 我不是要求 所有人都进 我是想着 这还是一开始 咱们还有漏洞可钻 等到这个政策 真的完全实行下去 她们所想要的孩子 生不出来 那时候 女人们面临的禁欲会 越来越残酷 我有个想法 咱们趁着这个机会 把所有被强迫 抓起来的姐妹们 给救出来 总不能就这么 灰头土脸地走了 我们既然知道了 就不能当作 什么都莫发生 认为事情 没有轮到我们身上 便可以袖手旁观 今天是她们 明天说不定就是我们 宁荣荣说完 周围一片沉默 愿意去的跟我来 不愿意的姐妹 如果还想要一道走 那就在外面等着 哪怕没有一个人跟着 她也会自己进城 除了那些羊入虎口的女人们 还有已经差不多 能自主行动的弟弟 她不能就这么 不明不白地 一去不回 全票通过 之前反对的 也只是没有想太多 但是经过宁荣荣 这么一说 瞬间热血沸腾 恨不得当即 便和那些恶心的畜生 大干一场 看看谁生谁死 谢之言带着一群 灰扑扑的队员们 顺利从西门进城 一路直接到达她家 大春 谢之言刚一开口 只见郑春激动地 过来汇报情况 事不宜迟啊老大 您快点下决定 听说今晚只是 采取自愿原则 咱们这边的房子 还默认敢搜 到了明天 可就是全程抓捕 点起咱们的人马 今天晚上有热闹桥了 有遵从的 自然也有反抗的 如果反抗者无能卫力 那就只能被抓 那么 当反抗者有能力了呢 免不了要恶战一场 卫队不管是从人数力量上 都远高于反抗者 一个两个不可怕 怕就怕连成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终汇聚成汪洋大海 反抗事件频发 气氛越来越紧张 就连原本被忽悠了 自愿加入的 也忍不住恐慌起来 宁荣荣给宁宇交代了一声 便带着人 找到了娟洋女人的地点 是一个空旷的体育场 里面搭建了一个个的小帐篷 已经有上百个女人在 她们穿着统一发放的白色礼衣 红色豆篷 一个个像是惊恐不安的 小羊羔一般 也有人在闹 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我不同意 身体是我自己的 我家人莫全力代替我做决定 很快 她的喊声便变成了痛呼 管教地拿着鞭子 毫不留情地甩在她身上 直到 住手 宁荣荣的心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 彻底地被打碎 她伸出掌心 将今天在路上吸收的金和能量 全部爆发出来 那个手中抓着鞭子的管教 被一道闪亮的雷电 给辟的面目全非 挨打的女孩 根本来不及害怕 反而冲着地上 那滩肉吐了口水 连滚带爬地跑到她身后 救救我 仙女姐姐 你一定是来救救我们的对不对 她说完 猛地振臂一呼 姐妹们 我们有救了 呼拉一声 女人们全都围了起来 外围的守卫也听到动静 全部赶到 那些黑压压的枪口 指向她们 所有人全都退后 散开 双手抱头 第561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28 你们都是男人 没错 你们不会有这一天 但是 你们都是智力正常的人类 难道你们真的相信 事到如今 只能靠虐待牺牲凌辱女性 才能拯救人类的屁话 她们可以为了权利和野心 欺骗所有人 包括你们 如果今天站在我身后的 有你们的母亲 姐妹 爱人 你你还有你 还会不会把枪口对准她 宁荣荣一个个指过去 眼神仿佛能够洞穿所有卑恋 她向前走了两步 气势直逼未首的小队向后退 她缓缓举起右手 只听咔哒 对面所有的枪械都拉开保险栓 这个女人是雷电一能 大家做好准备 有人低声提醒 还有队员心慌的后退跌倒 想要跟我走的姐妹 站在我身后 宁荣荣扬声说道 女人怎么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众人 怕死的和不怕死的 到底是谁在害怕 谁在后退 我宁荣荣今天就是死在这 也会和这些恶心卑劣的政客宣战到底 宁荣荣的话 仿佛一阵强心计 对于那些若是被强行抓来的女人 如同黑暗中看到了光 那些恐惧也都不再可怕 有人开始自发地站在她身后 而在对峙的这段时间内 自然有人将更多真实的消息说了出去 越来越多的女人 站在宁荣荣身后 人数大大超过了举枪的 双方正式形成对峙 距离越来越近 以为我们不敢开枪吗 妈的 这群女人疯了 卫手的人按骂一声 要扣动扳机 宁荣荣比她动作更快 一个电流准确地击中她的手腕 碰 枪响 空旷的体育馆内 传来阵阵回声 几乎同时 外面的人仿佛听到了号角声 开始同时 对着持枪小队发起偷袭 碰 更加巨大的声响传来 GG牌掉落 刚好 砸到一团乱的小队 一时间哀嚎声 枪响声 交织成一片 宁荣荣冲着手指吹了口气 莫想到亦能升到三级力量 居然增强了这么多 跟二级相比 根本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心头痛快了一些 有异能的姐妹到这边来 把他们打乱包围 几个人对付一个 仙脚枪 一声令下 有不少人站了出来 有的哪怕没有异能 但是有些伸手 也随手拿着棍棒或者钢条 一起参与了行动 最终 在宁荣荣和队员之间的 理应外合之下 大家顺利地清理了现场 不少人受了伤 简单地互相包扎一下 彼此便有些七黄地靠在一起 仿佛这样便能生出些力量 也有人哀哀痛哭 未失去的伙伴 凝蓉蓉走过去 蹲下 将她抱在怀里 先不哭 留着力气 替她报仇 好 我知道你叫凝蓉蓉 让我跟着你行吗 那女人重重地抹了把眼睛 咬着牙请求 面对她决绝的目光 宁荣蓉点头 当然可以 姐妹们 那女人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 今天是宁荣蓉救了我 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 那些男人凭什么掌握权力 凭什么奴役我们女人 我们团结起来 支持宁荣蓉 我们女人也能建立自己的基地 她们要是不服 那就真刀真枪地干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 高高在上地发布一道命令 我们就必须像猪像狗 毫无尊严地被拖来这里 给她们随手挑选的对象配种 为她们献上 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子宫 说得对 我也支持宁荣蓉 我也是 我们女人要有自己的地盘 拿起武器 冲出去 为我们的姐妹报仇 宁荣蓉 从唇角上扬 这正是她想要达到的目的 莫想到比她预想的还要好 在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 也可以抗议 走缓慢路线 但永远在提心吊胆 明天 后天 会不会突然又来 更加残酷严苛的命令 只有这个方法是一劳永逸 心底深处的野心在蠢蠢欲动 她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 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回程 因为这里 是她最了解 也最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 一兵一族的发展太缓慢 而总有很多男人 见不得女人得势 不搞一票大的 她极有可能被合力拍死 包括她的小队 还有那么多无辜的姐妹 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她不着急离开 这会儿 消息肯定传了出去 等待她的 会有一场极其艰苦的恶战 所以 她要争取更多 更彻底的支持 这是极其混乱的一夜 得到消息的女人 大多都想走 她们口耳相传集合地点 各自收拾行囊 准备奔赴未知的远方 而抓捕的人 也全程封锁 但是防不胜防 毕竟这是管理 还不够完善 临时建立的基地 直到尘光西微 所有灯光熄灭 西城门口 宁荣荣身后 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她面前 则是一道坚固的防线 几百名装备精良的队伍 带着冷肃之意 就这么点人 还想拦住我们 噓 这些可是冯兴强的嫡系 能以一敌百的那种 看来今天 他们想让我们死在这 就在有议论声的时候 只听对面有人说到 交出匪首宁荣荣 其他人特赦你们无罪 宁荣荣笑了 冲着伸手招手 多谢你们看得起 不过你们睁大眼睛看看 这是谁 她一把拽过 被五花大绑堵住嘴巴的男人 毫不客气问道 小公子 冯部长 冯丽闭了闭眼睛 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原本以为喜欢的女人 九死一生 是来找她素中长的 莫想到伸手就想要她的命 现在主动拳 回到了宁荣荣的手上 她拍了拍冯丽的脸 凉凉的笑 冯丽啊 你不是说我救了你两次吗 结果你就是这么 回报我的 真是天动奇才的小公子 能力卓绝的冯部长 我要是知道 你是在这么个货色 当初还不如让你死在丧尸堆里 也省得现在脏了我的手 随着她带着狠力的声音 冯兴强赶到现场 住手 她在一众高手艺能者的保护下 开出架码 放开她 我这就让人放你们走 第562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29 哈哈 冯兴强 好歹也是一成之主 讲这么幼稚的话 是看不起谁呢 宁荣荣丝毫不给面子的戳穿了她 也对啊 在您的心里 女人就不配有智商 就是个不值一提的玩意儿 您能来到这里 想必第二道防线 也已经设置好了吧 是在哪里呢 防御公事的后面 听了宁荣荣的话 刚才明显放松了的女人们顿时心中一惊 如果真的答应了 那她们岂不是出去就是死 这么短时间 我怎么不止 你多虑了 冯兴强没有慌乱 荣荣啊 说起来我也算你的长辈 我知道冯丽喜欢你 但是我不同意你们的事 你心里有怨气 想要找机会 跟我对着干 可以 冯伯伯认错 你现在放了冯丽 别再拉着这么多人陪你胡闹 冯伯伯保证会 支持你们两个的感情 咱们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你看怎么样 这话不得不说很诛心 一听 就是老正客的调道了 就连宁荣荣身后的一部分女人们 也都有些惊疑 万一真的如冯兴强所说 那么 她们这一腔热血的追随 岂不是成了笑话 冯兴强 你这招用得高 玩弄任性搬弄是非的功力 比村口的王大娘刘大妈 还要强上一百倍 直接动摇了姐妹们对我的信任 杀人不见血啊 宁荣荣忍不住想鼓掌 叹了口气 一副担忧的神色 哎 这可怎么办 我又没办法自证清白 口说无凭啊 她甩了甩手上拎着的人 像是个什么玩意儿似的 她喜不喜欢 我我不清楚 但是我不喜欢她 不过我说这话 没有可信度啊 毕竟喜不喜欢是放在心里的 那就用行动来证明吧 说完 她手一松 冯丽丢在地上 冯丽啊冯丽 别怪我呀 要怪就怪你那个嘴巴贱的爹 个挺大的老爷们 做什么不好 来卖弄口舌 造谣女人感情生活 就是贱 吃准了 女人被泼污水 有嘴无处便 我的手掌心 冲着你的脑袋 来这么一下子 什么都能证明得了 冯丽察觉到她要做什么 吓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 奈何被堵住了嘴 乌乌叶叶的那个丢人的样子 什么形象都没了 还打造新一代掌权势力 踩着女人上位 都是屁 平 冯丽强彻底没了淡定 脸上闪过一丝怨毒和难堪 你在吓唬我 你只有冯丽这个人质 弄死了 她还怎么出去 怕不是根本不想 带着这么多雷坠走吧 说的也是哦 不愧是老贱人了 什么事都考虑周全 多谢你提醒啊 宁荣荣恍然大悟 伸手冲着缝丽的腿来了一下 电光火石之间 谁也没料到 瘫倒在地上的缝丽右腿 其膝炸开 火花飞溅 血肉模糊 那具身体被剧烈的疼痛 刺激的从地上不停的轻微弹跳 看起来就无比痛苦 这样就可以了 反正还有命 宁老能量巨大 都能研究出 怎么让女人生出定制的孩子 一个断腿而已 想必小菜一碟 你这个疯子 冯兴强咬牙切齿 实在没有料到 宁荣荣这么棘手 偏偏他又不能痛痛快快地下令进攻 地上痛苦地快要昏厥过去的儿子 正在折磨着他的心 少爷在迅速失血 怕是撑不了太久 心腹看不下去 在他耳边提醒 放行 冯兴强真的彻底地被打了脸 在他看来宁荣荣只是一个有点异能的女人 本质上和其他女人也没什么不同 可是这么短短几分钟 他如此凌厉果断地一言一行 瞬间扭转局面 让他不得不警惕 如果放任他离开 有朝一日 他一定能够成长为强劲的对手 所有人两边散开 女人们先出去 宁荣荣在最后 他顺手裹了两下缝力的断腿 打了个接 那个疼法又把好不容易昏过去的缝力给疼醒了 然后便将他卡在壁弯里 拖着向前走 荣小队已经迅速地增大扩边 现在已经收入了十几个能力不错的女人 此刻这些人负责在前后左右维持秩序 做警戒工作 防御公事就在眼前 越过这道公事 再走一百米 就会有接应的车辆和物资等待 这也是 他和谢之言做好的约定 他负责搞乱全程 拖住冯兴强 救走女人 他负责帮助谢俊峰趁机篡权 这些车辆和物资算是报酬 进攻 第二道防线快要通过的时候 宁荣荣只听身后传来冯兴强的怒吼 战壕里全副武装的男人们齐刷刷起身 我倒 宁荣荣大叫 你想要你儿子死吗 他手指掐着冯丽的脖子 暗自咬牙 还是低伯了冯兴强的心狠手辣 连亲生儿子的命都能不要 他是为了基地牺牲的 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 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 仿佛陷入了某众极度胶着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在城门口 哎呦 冯兴强你身后是什么东西 男人轻飘飘的语气传来 只听有人惊呼 吓破了胆的那种 丧 丧尸 身形俱高 一手一个保镖的某丧尸 正大踏步朝着冯兴强而来 丧尸进城了 丧尸要要城主了 还愣着淡吗 基地马上就被丧尸夺走了 谢之言的喊声 惊醒了那些等待冯兴强命令的人 现在女人不女人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赖以生存的基地 如果出了问题 那才是得不偿失 信谢的 你引来丧尸 冯兴强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身旁的人给拉走 随后便是他的人和丧尸的激烈战斗 宁荣荣看得清楚 那个丧尸 赫然便是物资仓库里 能够掌控丧尸的那一个 他在谢之言身边神器的消失 现在又在他身边突然出现 难道他的空间 能装丧尸 太阳终于冲破云层 红光照满大地 宁荣荣冲着看过来的男人点头视野 抓紧这来之不易的时机 跟我走姐妹们 这是上天都在帮我们 前面一百米有车有物资 从此我们建立自己的家 谁的气都不用受 他随手丢下逢利 知道吗 被你喜欢过 我觉得很恶心 第563章 莫视大佬 X莫视女大佬 30 宁荣荣的第一个落脚点 是远郊的物资仓库 看到谢之言 做的尼瓦匠活 他忍不住眼角抽动 他身后有近千人 现在各大基地都虎视 单单充满敌意 他不可能去送死 而且 他们也经不起重创 首要任务 是先找到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能够生存下去的地方 再图后续 人多力量大 而且也不乏有实力的异能者 大家齐心协力 倒是把尼瓦匠的成品给毁了 宁荣荣派人清理完仓库里的丧尸 打扫到能勉强停留居住的状态 已经到了晚上 期间大家都用了车上的物资 不过人多 物资消耗速度快 哪怕只吃了一毒 也支撑不了多久 就在他脑子里 不停地列举出 以下获取物资的几种可能时 便听到队员惊喜地喊叫 容姐 老大 这里居然有一屋子的物资和武器 宁荣荣转身大步走过去 看着眼熟的小房间 老大 这不是那天前姐夫发现的 我说老大怎么不慌 原来早有准备 说实话吧 是不是早料到了有今天 在危急关头 还能留下这么多物资 姐妹们 有物资了 老大罪牛 物资就是一切生存的首要条件 不管这些女人逃离的心有多坚决 但当他们真正跳脱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 面向广阔而又充满危急的世界 没有谁的心是充满安全感的 这需要一个坚定强有力的领导者 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树立一个牢不可破的形象 给所有人精神上的力量 宁荣荣扫了一眼那些物资 武器 都是硬通货 压缩饼干和罐头 一个食量不太大的女人 一盒可以顶一天 而且是优质材料不过期的高级食品 她曾经吃过 就是在这里 姐妹们 把车上的物资也都拿出来 今天咱们美美地大吃一毒 庆祝大家脱离苦海 吃完好好休息 明天开始建设我摩的新家园 看着一个个兴高采烈热情响应的女人 仿佛所有阴霾都散去 宁荣荣心头微微触动 这些物资 是她亲眼看着谢之言收到空间里去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仍然出现在这里 结果不言而喻 而她首先选择这里作为第一落脚点 也是偶然想起谢之言的建议 这些都是她 想要更进一步的基础 虽然她现在人手不少 但每一步都不能错 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她已经不是只为自己一个人 一个小队负责 而是这么多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把命赌给她的姐妹们 谢之言的这个举动 在她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给了她巨大支持 那个人不会做无谓的事情 这个请她领了 从此 他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那些很久之前的背叛 折磨 互相折磨 在生死存亡面前 已经渐渐地远去 这是一条漫长又艰难的道路 她要走的还有很长很长 此刻的京市内部也已经乱成一团 谢俊风制止了下属的庆贺 直接在城主办公点 废除了刚刚发布一天的政令 并且承诺 有自己在一天 京市基地就不会出现歧视女人 伤害女人的法案 反而会出台更多保护性措施 等到人群散去 谢俊风看着面前比自己 还要高大的侄子 胸腔中满是激动 之言 好小子 大伯就知道你心里有谱 他虽然性格沉稳儒雅 但男人哪个没有野心 更何况是憋屈了这么多年 此刻也按捺不住兴奋的情绪 上前重重地拍着谢之言的肩膀 我原本还以为你性子浪荡 莫想到比你堂哥有出息多了 以后呀 你就接替冯部长的职位 咱们叔职携手 不怕基地不发展壮大 大伯你轻点 谢之言有些无语 这人以为谁都能受得了 他那握了几十年枪 满是老简的手劲 什么部长我才不做 名头好听而已 累得要命又不吉利 我堂哥最合适 谢之言才不是出出茅庐的幼稚鬼 以为出了力 上头夸几句 就把自己当根儿葱 亲儿子和大侄子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他要是仗着点功劳就抢位置 哪怕大伯这个时候 是真心要给 那堂哥怎么想 他还想继续在京市基地 逍遥自在地混下去 干嘛给自己找不自在呢 你看你 不禁夸 谢俊风冲他点了两下手指 也不强求 那你说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只要咱们京市有的 尽管开口 果然 谢之言猜得不错 大伯热血下头 便不会硬拉着 给他做部长 现在就挺好的 我还管着实验室 把有关医疗卫生系统 都给我管吧 我挺喜欢跟那些专家 接触搞研究的 这个范围就宽泛多了 怎么也算个卫生不长 可在眼下看来 谢之言绝对有点傻 不懂得趁机某好处 反而去冷牙门 行 既然你喜欢 那就接着干 以后物资条子 直接交给城主办公室 去吧 谢俊风见侄子心意已决 只好想方设法地 从其他地方弥补他 谢之言没有丝毫失落 轻松地走了 在谢俊风的眼里 更是加了分 丝毫不恋战权力 这就很让人放心 殊不知人情最难悬 还是真诚无尾基于亲情基础之上的人情 简直难上加难 归根究底 谢之言只是想要找一个各方面都有保障的地方 来静下心来做一些事情 如果冯兴强能够给他提供这样一个环境 那他何必费力气搞死他 既然他不能 还想要搞事情 那就干脆推谢俊风上位 从此 谢之言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头 老大 虽然末世之前 他就是谢总 是某种意义上的老大 但在末世 能把老大这个称呼 喊得那么响亮的 只有他一个 哪怕在其他基地 也都听说过谢老大的名头 不知情的 还以为他是金氏的头 姐夫 我姐又来电话了 五年后 经过各种新型药物的使用 宁与脸上的伤痕光滑了许多 虽然看上去依然畸形 但没了恐怖感 这几年 在谢之言的安排下 他一边配合研究 一边修复身体 第五百六十四章 末世大佬 X末世女大佬 三十一 期间和姐姐宁容容的联络 也没有中断 自从那边时局稳定 姐姐便邀请他去 因为还有研究问题 他一直没能成行 这次他经过深思熟虑 终于来找谢之言 要走了是吧 行 谢之言虽然四十岁 但外形依然没什么变化 只是眼角多了两道皱纹 比起之前的风流俊朗 多增添了一丝儒雅气息 想去就去吧 我这就给你开条子 到了那 替我问候你姐一声 他说着 便拿出笔刷刷写了一行字 BANG的一声盖章 有了这个条子 今世基地的人 便可以乘坐专门的交通工具 去玩容成 一路畅通无阻 这是容成给友好基地的某些特殊权利 只有几个别的人可以使用 其中就包括谢之言 宁宇点点头 我会的 姐夫 你有没有想过 谢之言伸手制止她接下来的话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小宇 我和你姐的事 你不用管 我也不想让你姐觉得被逼迫 当初是我对不起你姐 我只希望余生能够 看她活得开心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宁宇沉默地点点头 在得知姐夫和姐姐后续发生的事情后 她也为姐姐打抱不平 可是从小姐夫就对她好 从她被抓到秘密实验室受折磨以来 是姐夫一手把她救出 倾尽所有的力量给她治疗 这么一天天的接触 她能够感受得到 身为一个男人 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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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